万界天尊第七百二十三到七百七十八章,贵求订阅 第七百二十三章理想 很莫名的,万妖深渊乱了。 血妖王犹如小鸡宰子一样,毫无反抗之力的被人刺杀,血妖王麾下的众多妖魔鬼怪立刻揭竿而起,先是数百参加赌局的巨妖联手图光了血妖王的嫡系人马,抢光了血妖王的家产,瓜分了血妖王的地盘,随后整个万妖深渊处处封火,到处乱战。 血妖王活着的时候,他是万妖深渊唯一的声音,无数巨妖魔头都只能在他面前俯首称臣,包括几个河道境的老家伙,也对血妖王唯唯诺诺,不敢有丝毫唯逆之处。 血妖王一死,就好像沸腾的火山被掀开了盖子,什么岩浆地火,毒焰邪气全喷了出来。 万妖深渊分成了数万个大小势力相互攻伐,短短三五天的时间,动荡就波及了囚龙海。 过去和囚龙海积攒了无数矛盾的几个邻居巨妖,悍然出动所有属下清朝来袭,就好像一闷棍砸了下来,打得龙王,胡老等人措手不及。 短短七八天时间,囚龙海有一半地盘被入侵的巨妖瓜分。 眼看着厉鬼匪团就要大败窥损兵折将的时候,万妖深渊濒临的,同为血海魔玉下属的势力,他们的头目,和血妖王平起平坐的头目也被刺杀。 乱,彻底的乱了,犹如一锅沸腾的五谷杂粮粥一样的乱了。 万妖深渊,阴风鬼玉,血索魔玉,极乐天宫四大势力失去了铜鼠,内部打成了一团,更有势力强横的野心分子,纠集了大批人马,相互之间大打出手。 一时间以血海魔玉为中心,血海魔玉周边大片领地彻底失控,无数妖魔鬼怪都在趁火打劫,无数平日里折服的巨妖纷纷现实,一个个都趁着这大好时机抢地盘,抢财富,抢人口,抢劫一切对他们有用没用的东西。 拖了天下大乱的福,楚天等人稳住了阵脚,并且开始小范围的反击,逐渐将侵入囚龙海的几个恶林赶了出去。 随后楚协派出了无数耳目,探子,前往四面八方查探消息,想要找出这一场剧烈动荡的根源。 前前后后派出了数十万耳目,探子,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 周边世界已经乱得无法无天,但凡有人敢在虚空中行走,就会引起无数妖魔鬼怪的群起而攻。 楚协派出去的这些耳目,探子,往往是还没离开侨龙海几步路就被乱刀砍死,死得冤枉无比,死得糊里糊涂。 楚天无奈,只能和大家记忆妥当后,死守囚龙海不出,再也没有胡乱行动,浪费麾下的性命。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混乱依旧,混乱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除了万妖深渊等四个雄霸一方的大势力,又有濒临的十几个超级妖魔势力的首脑被击杀,他们麾下的妖魔巨头们顿时陷入了抢地盘,抢财富,抢人口的狂欢中,乱战犹如野火在急速扩散。 在宁静的夜里,在囚龙海边缘世界中,坐在最高的山峰之巅仰望星空,可以看到极远极远的苍穹之中,有一点点炫目的光芒在缓缓地向四周扩散开来。 每一个呼吸间,苍穹背景上都会多出数百个这样的细小光团。 每一个光团,都代表了一个有数的巨型世界被彻底摧毁,彻底引爆。 至于那些体量一般的大世界,中世界,小世界,它们的爆炸产生的火光完全被苍穹背景吞没,远处的世界群根本看不到这些世界被摧毁时散发出的最后一点光亮。 楚天等人就站在囚龙海最边缘的一个小世界的最高峰上,呆呆地眺望着苍穹。 以它们的实力,它们可以看清一个个超巨型世界自爆时那恐怖,绝美的画面。 一个个小小的光点爆炸开来,气浪卷起无数巨大的岩层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一圈圈火光裹着无数的粉尘向四周扩散开,在远近恒星放出的光芒照耀下,这一圈圈的火光,粉尘反射出迷离的七彩光芒,美轮美奂,比世间一切的烟花都好看。 到了楚天它们这个层次,它们不仅仅能看到这些爆炸产生的火光,更能感受到在那火光中的冲天怨气。 每一个超巨型世界的土著居民数量都以万亿计,那些疯狂厮杀的妖魔巨头们随手一击将这些超巨型世界彻底摧毁,数以万亿计的生灵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就瞬间湮灭。 可想而知这些生灵临死前的怨气能有多么强烈,怨气的总量能有多么巨大。 但是对这些疯狂厮杀争抢地盘的妖魔巨头而言,这样的死伤简直是越多越好。 生灵的精血对它们是灵丹妙药,生灵的灵魂是它们铸造各种邪恶秘宝的重要材料,而那些滔天的怨气,更是它们的力量源泉。 有血妖王等妖魔巨波压制的时候,这些妖魔巨头纵然放肆,怎么也不会如此肆无忌惮。 失去了血妖王这十几尊妖魔巨波的压制,这些妖魔巨头骨子里的凶悍和残忍彻底爆发出来,无数生灵成了祭品,成为了补品,成为了飞灰,成为了战场上不值一闻的废弃物。 真没想到,这大罗天的妖魔鬼怪,杀起自己人也是这么痛快。 楚邪呆呆的看着极远的天空那一点点细小的光点,一边打着哆嗦一边喃喃自语。 这得有多少生灵被瞬间抹杀呀,这得有多少灵魂突变成恶鬼呀。 如果能够将它们全部吸入万鬼朝宗图,这件宝贝能变得多强啊? 是谁在这么短时间内,一连刺杀了十几位河道镜的妖尊,鬼尊,魔尊? 楚天只觉身体有点发冷,总感觉有些不好的事情正在逼近。 血妖王他们就算是在河道镜中,那也是绝对的强者。 飞快的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灌酒的云梦瑶,楚天呼出了一口气,起码云梦瑶,他绝对不是血妖王的对手。 血妖王这样的河道镜高手,居然被一脸刺杀了十几人。 这是有人故意要扰乱大罗天。 就算大罗天过于广袤,血妖王他们的死还影响不到整个大罗天,但是血海魔玉治下的领地已经是乱成了一团。 如果楚天的修为足够,眼下的局面甚至是他最好的机会,刺杀血灵尊者的机会。 这幕后的黑手,难不成还在给楚天帮忙不成。 呆呆地看着天空看了许久,楚天突然看向了十几帐外站着的有胡栩栩。 他似乎只有身上这么一套衣服,反正大家凑在一起这么多天了,楚天就没见到有胡栩栩换衣服过。 包括一左一右站在他身边的可怜和可心,两个看上去轻松水嫩的小丫头子,她们同样穿着一件简单的小袍子,色泽单调,造型也颇为单调。 这可真不像是正常的女孩子应有的表现。 哪个女孩子,不都有一大堆五颜六色,花枝招展的衣服的? 有胡栩栩和这两个小丫头子,也太朴素了一些,过于朴素,在凡俗人间或许还算正常,对于修为莫测,出身也是莫测的有胡栩栩她们而言,可就有点太古怪了。 天空又有数十点新的光芒爆发开,楚天没有看那些爆开的光团,她似乎都能听到那些光团中无数生灵灰飞烟灭前发出的绝望哀嚎声。 她注意到,有胡栩栩和可怜,可欣两个小丫头,她们的嘴角微微勾起,脸上带着一丝很诡异的,一种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冷淡和无情的笑意。 那种笑容,就好像不懂事的孩童,拿着一壶开水倒进了地上的蚂蚁巢穴。 蚂蚁对不懂事的孩童来说,她们的生死没有意义。 一如眼前的有胡栩栩和两个小丫头,漫天爆开的超巨型世界,每一个超巨型世界爆炸时随之毁灭的数以万亿计的生灵,似乎也完全没放在她们心上。 她们只是在欣赏,欣赏这恐怖,绝美的一幕。 这么多生灵的死亡,对她们而言,似乎没有任何的正邪对错,只是一件很普通,很寻常,不值得放在心上的事情。 单单是他们的这一抹笑容,就让楚天浑身毛骨悚然,打骨髓里一阵阵的冷了起来。 沉默了一阵,楚天走到了有胡栩栩身边,他沉声道,大罗天的这些子民。 有胡栩栩轻轻柔柔的笑了,他看着楚天,很温和的说道,楚公子,您看,这大罗天这么危险,奴家也只能脱避与楚公子麾下呢。 西,不然的话,这满天都是杀人放火的,奴家可不敢赶路了。 楚天摸了摸鼻子,他看着有胡栩栩,其实很想问他究竟是什么人,究竟要干什么,以及为什么一定要跟着自己之类的问题。 但是琢磨了一下,这些问题也没有意义。 真个问清了有胡栩栩的身份又能怎样? 真的弄明白了他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之类的,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嗯,死太多人了。 楚天沉默了一会儿,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他们天生就是要死的。 有胡栩栩很平淡的说道,提前一点死,或者晚一点死,对于渺小脆弱如他们的生灵而言,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楚天呆了呆,一旁的楚鞋已经凑了过来,他笑嘻嘻的,贼嘻嘻的看着有胡栩栩凹凸有致的身陷笑道,有胡姑娘说的是啊,只要自己活得开心,管他们死活呢。 指了指头顶那漫天光滑,楚鞋笑道,比如说这些家伙,虽然,当中有好些可怜虫,但是谁让他们投胎的技术不好,投胎到了大罗天呢? 像我楚二少就不同了,投了个好胎,从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多快活呀。 紫天尊也凑了过来,他犹如做贼的目光飞快的扫过有胡栩栩身体后部的中部隆起部位,怪声怪气的笑道,可不是吗,只要自己过得好,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人,谁管他们死活。 嘻嘻一笑,紫天尊像有胡栩栩抛了个媚眼,当然,我和楚二哥不同。 他们,是追求极度的自由快活,我不同啊,我是很有责任心的。 只要是我的人,我会好好的负责的。 嗯,比如说我的仆役,我的护卫,我的丫鬟,我的子民,但凡是我的人,我一定会负责到底。 抬起头来,紫天尊身上微微流露出了一丝子伐继承人应有的霸道气息,嗯,总之,我不会让我的人,像他们一样,被被人屠戮猪狗一样杀死。 楚天差点就要为紫天尊的这番话鼓掌叫好。 和烂泥扶不上墙的楚邪相比,紫天尊显然更实际,更实在,更靠谱一些。 但是,楚天也迅速注意到,有胡栩栩毛子里闪过的一抹击窍,以及可怜,可欣两个小丫头子毛子深处的那一抹深沉的含义。 外表看上去就是七八岁的小丫头,实则他们的目光深处沧桑犹如万年老鬼。 楚天突然笑了起来,他飞快地伸手在可怜的脸蛋上捏了一把,可怜,可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听了我们家公子,和我家不成器的老二的话。 可怜和可欣同时呆了呆,他们显然没想到楚天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居然敢这样对可怜下手。 黑油油的毛子深处一抹红光渗出,有胡栩栩突然轻轻笑了一声,可怜的毛子迅速回复了正常,他背着双手,摆出一副天真可爱的样子,低着头低声说道,可怜的想法吗? 楚天笑看着可怜,对呀,你的想法呢? 指了指天空中那些光滑,楚天悠悠叹道,看到这么多的生灵。 可怜迅速打断了楚天的话,他的语气变得异常的冰冷,冷嗖嗖的,好似喷着冰渣子一样的对楚天冷声道,那些生灵的死,其实是他们无能吧? 无能的族群,死了也就死了,他们本身就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吧? 更不要说,其实,这些人族也好,这些妖、魔、鬼、怪也好,他们其实不该存在吧? 楚天、楚邪、紫天尊的笑容同时一脸。 可怜微微向前倾斜了一下身体,他的脸蛋几乎凑到了楚天的面前,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看看大罗天这么混乱,应该有规矩的。 可怜很认真的,极其认真的,用一种认真的让楚天都毛骨悚然的态度对他说道,太乱了,这样不好,应该有规矩。 天地万物,亿万族群,都应该有规矩。 大罗天也好,至高天也好,圣灵天也好,都需要规矩。 楚天干笑,指高天和圣灵天,规矩不错。 可怜摇了摇头,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很怜悯的看着楚天,不好,他们的规矩也不好。 所以,我们陪着小姐出来,就是想要,找到规矩。 这天地之间,没规矩,可不行。 可怜,可欣同时很认真的对楚天说道。 第724章 旧时 就在血海魔狱周边地带犹如张飞战月飞,打得满天飞的时候,血海魔狱内也波澜隐隐。 好些只属于血海魔尊的巨妖,魔头控制不住心头的贪婪,偷偷摸摸的调兵前将,甚至直接调动人马离开血海魔狱领地,潜入万妖深渊等地大肆的杀戮,劫。 在这过程中,有好些巨妖,魔头莫名陨落,他们的地盘上立刻爆发了万妖深渊一般的动荡。 这一切的骚动,都没有引动血海魔狱核心血海大世界的半分紊乱。 和外人想象中的尸山血海,无边白骨不同,血海大世界其实美得让人窒息,这是一片悬浮在虚空中,方圆数万亿里的清澈水世界。 水质极其清澈,几乎没有杂质的血海大世界中漂浮着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岛屿,每一座岛屿的下方,都有一头或大或小的玄规。 这些体积巨大,力大无穷的玄规驮驮着岛屿在血海大世界中往来游走,偶尔闭上眼打个瞌睡,这座小岛就数万年,数十万年纹丝不动。 除了这些巨大的玄规,血海大世界中还生长了无数绝美的水生植物,五彩斑斓的水生花朵在林林波光中再波载浮,衬托得血海大世界斑斓多彩,美不胜收。 而血海之名的真正由来,则是这一方奇异的水世界正中位置,在极深的水中有一块直径数万里的巨大血色晶石。 一条宛如人血管的根莖从这块血色晶石上生长出来,一直延伸到了水世界的水面,最终化为一片方圆数亿里的血色莲花。 一朵朵大大小小的血帘通体营绕着炫目血光,森森血光冲上高空亿万里,衬托得整个水世界都变成了一片血色,宛如鲜血凝成的世界一般,这才有了血海之名。 一口巨大的血色三足圆顶悬浮在一座直径万里的血帘上方,三足圆顶倒挂,一缕极细的,比头发丝还要细百倍的血光从圆顶正中洒落,净直落入一座气势辉红的大殿中,化为阴暈精血雾气营绕虚空。 大殿内精纯的精血气息浓郁到了极致,每呼吸一口气都好似服用了一颗最极品的大补丹,修为稍有不够的人若是不小心吸了这里的一口气,很可能就会直接暴体而亡。 起码也要半步合到镜以上的修为,而且在肉身上有着独特秘法的人,才能自如的享受这大殿中浓郁的精血气息,借助这股充沛,精纯的精血力量提升修为,增长实力。 十几名身穿血色长袍,生得俊秀异常的光头青年男子静静的站在大殿中,犹如木雕一样纹丝不动,也没有发出半点儿声音。 一个身高三丈开外,面容英俊而协异,眉心和两颊上有着奇异血色纹路的青年双手抱在胸前,冷冷地看着大殿正中一块巴掌大小的玉京。 玉京通体赤红,唯有边缘地带还有一丝极其鲜明的白色。 虚空中一点点灵动的血色符纹不断地凭空凝现,不断没入玉京中,隐隐可见这一丝白边正在极其缓慢地被血色符纹填充,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消失,整个玉京也会彻底变成血色。 一条青色人影站在大殿一旁,通体轻雾缭绕,脑后有一轮赤红色的宝轮缓缓旋转,散发出让人窒息的沉闷压力。 自从上次楚天在混乱天狱碰到青衣之后,已经有好些年不知青衣的动向。 楚天做梦也不可能想到,青衣居然会出现在血海魔狱的核心位置,而且会出现在这座象征着血海魔狱至高权力的血海魔殿中。 那面容英俊,邪义的青年,正是血海魔尊的独子血灵尊者,楚天这一次要刺杀的目标。 一个据说是强行压制自己的境界,硬生生在半部河道境逗留了不知道多少年,拥有斩杀河道境高手实力的可怕存在。 青衣之前在灵桥天庭出没,也不知道她是如何会和大罗天身处的血海魔狱发生关联。 尤其是她的天法宝伦气息恐怖至极,比起上次楚天见青衣的时候,天法宝伦的气息增强了何止千倍。 虽然眼下天法宝伦的直径只有三尺,但是她散发出的气息波动却让大殿中经过特殊加固的空间都在不断的粉碎,犹如墨盘中的黄豆一样不断被碾成粉碎。 就这样,还是青衣竭力收敛天法宝伦的威能,没有催动她全力发动的关系。 可想而知如今的天法宝伦若是全力释放她的威力,那将是天地崩毁,毁天灭地的恐怖场面。 老家伙要突破了。 血灵尊者轻轻的叹了一口气,真是不让人消停,青衣,你猜老家伙如果出关虫掌血海魔狱,他会怎么做呢? 青衣轻咳了一声,你这做儿子的,想要算计你父亲。 哼哼,当年就你的时候,没想到你会是血海魔尊之子,今日看来,我更没想到,你的胆子这么大。 而且居然会对自己父亲下手。 血灵尊者眸子里两团血光缩放不定,他看着那一块玉京低声说道,我讨厌混乱,我喜欢规则。 大罗天的妖魔鬼怪们,打打杀杀了无数年,很有可能,他们还会这样继续地打打杀杀下去,一直到天地崩毁,一直到万物消亡,他们都会这么疯疯癫癫地打下去。 摇摇头,血灵尊者沉声道,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大罗天能够有一个声音,有一种规矩,有一种权力架构,让大罗天的妖魔鬼怪们活得正常一些,安稳一些。 青衣淡然一笑,这个声音最好是你的声音,这个规矩最好是你来制定,这个权力架构,最好掌握在你的手中,是不是这样呢? 血灵尊者认真地点了点头,没错,我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要趁着老家伙突破却又没有突破,他最虚弱的那个时刻,夺取他的血魔圆胎,加上我这些年的积累,让我拥有比他突破后更强的力量。 用力握紧了拳头,血灵尊者大声说道,力量,才是制定规则的唯一依仗。 但是我没有把握,我一个人,把握不大,加上我的这些忠心耿耿的下属,把握也不大,索性,我碰到了你。 血灵尊者转过身来看着青衣,微笑道,我动用了整个血海魔玉的资源,极力将天法宝轮提升到极致,这是天行秘宝,对我们这些邪魔外道的克制力最是强大不过,所以,青衣,请帮我。 青衣轻叹了一口气,或许,我们还要再找一个人。 一箭天法宝轮,我并没有足够的信心。 这一日,楚天正在处理那条吞天腾罗。 几乎吞噬了整个苍灵舟,固然绝大部分资源都被楚天用在了七巧天宫的傀儡炼制,以及龙魔一族的运化制造上,这条吞天腾罗的本体依旧成长到了堪称恐怖的地步。 不提其他,单单一个坚韧程度,青椒剑都奈何不了这条吞天腾罗,任凭楚天手持利剑全力劈砍,居然无法伤损吞天腾罗丝毫,可见这家伙已经强大到了何等程度。 除此之外,他吞噬了这么多的天兵天疆,这么多的妖魔鬼怪,他的本体中也将这些天兵天疆,妖魔鬼怪的天道法则复制了一遍。 这也就让吞天腾罗的皮箱变得异常不凡,单从外表来看,这家伙通体霞光营绕,重重叠叠的大道符纹犹如烟花幻影,重重叠叠的从内部不断泛出来,美轮美奂好看得紧。 楚天在洞府中,勒令这条吞天腾罗将自己的身躯压制到了极致。 饶是他已经竭尽全力压缩自己了,等到本体化为百里粗细,百多万里长短的一条藤蔓的时候,吞天腾罗再也无法压制自己一丝半点,这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 这就好像一个大胖子,自身无力将自己从一个狭窄的门缝里挤过去一样,吞天腾罗自己是没辙了。 楚天已经动了心思将这条吞天腾罗炼成一件好东西,为了成全它,楚天可是下了大本钱。 他将天道妙树上结出的果子分化出来的分身统统牺牲,将分身自爆后,化为一枚枚硕大的浮印轰入了吞天腾罗体内。 强忍着神魂上的剧痛,楚天将自己的分身,分身和吞天腾罗融为一体,并且直接取代了吞天腾罗混沌,蒙昧的,只存在吞噬本能的灵制,将吞天腾罗炼制成了自己的一具分身。 到了最后,楚天无奈发现,这些果实分身居然还无法自如的控制这具吞天腾罗炼成的分身,它只能咬咬牙,将天道妙树本体所化的分身也融入了其中。 所幸楚天的底蕴颇深,耗费了许多心思,手段,六个月后,楚天终于将吞天腾罗炼制成功。 一条三丈多长,小拇指粗细,通体霞光营绕,仔细看去内部好似蕴藏了无数个大小世界,吞天腾罗灵巧的在楚天的身躯上缠绕穿梭,犹如一条灵动的小龙在翻腾。 楚天能清晰的感受到这具分身的每一个细节,能够自如的驱动运转它,唯一做不到的就是,化形而出。 这条吞天腾罗比天道妙树的品阶高出了太多,本体也强大了太多,楚天将它炼制成了分身,却无法让它化为人形。 按照楚天的估算,这条吞天腾罗分身大概在吞掉三五百个苍灵舟这样的超级世界群,炼化掉无穷的珍惜资源,将自身本源力量推演到一个恐怖的程度后,才有化形的希望。 饶是如此,这也是一件可怕的分身兵器了。 青椒剑都伤损不了丝毫,若是被它捆上,怕是和盗镜的大能都要头痛许久。 更不要说这家伙本体巨大无比,沉重异常,如果不是楚天将它炼制成了分身,楚天倾尽全力也驱动不了丝毫。 其中更有无数天道法则所化的符印重叠,一鞭子抽下去,堪比被整个天道碾压,其威力,楚天没试过这威力如何,但是脑补一下就知道那滋味肯定非常酸爽。 甚至可以说,这宝贝一下子就成了楚天身上最得力,最强大的一件好东西。 楚天颠了颠这条灵巧的小家伙,干脆就将它称之为吞天鞭,楚天甚至准备好,未来它化形成功后,这具分身完全可以称之为吞天圣尊,这名字多么的霸道,醒目。 欣然笑着,楚天举手放出了一条长有十万里的杜须神舟,右手握着吞天鞭向杜须神舟狠狠抽了下去。 就听啪的一声翠响,虚空被炸开了一条极长,极细的黑色裂痕,犹如电光的黑色裂痕狠狠的鞭挞在杜须神舟上,厚打百里的防御结界被一击粉碎,十万里长的杜须神舟被一击抽成了两段。 让人惊恐的事情发生了,被拦腰打断的杜须神舟猛的向内塌缩了下去。 只听嘎吱几声响,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巨手猛的一捏,杜须神舟整个变形,塌缩,短短一弹指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杜须神舟通体是用提炼精纯的针锡金属锻造而成,对于吞天鞭而言,那就是最可口的美食,甚至还省掉了他多少提炼,消化的功夫,一条十万里长的杜须神舟,瞬间就成了吞天鞭的养料,成为了他本体的一份子。 楚天握着吞天鞭,正准备放声大笑,突然一股厚重,可怕的气息从囚龙海的外面涌了过来,震得整个囚龙海都微微晃动了一下。 楚天脸色一变,他身体一晃,直接破开虚空出现在囚龙海外这股气息传来的位置。 虚空中,一条青色人影被淡淡的青色雾气包裹着,一枚直径三尺的血色宝伦悬浮在轻衣脑后缓缓旋转,血色宝伦散发出沉重如山的压力,让楚天都不由的未知色变。 轻衣的这天法宝伦,可比上次见面的时候强出了无数倍,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让这件宝贝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轻衣 楚天很开心的向轻衣行了一礼,你怎么会在这里? 轻衣摊开双手,轻声道,天法宝伦是行天神器,如果你抓不到犯人,怎么给他上行? 所以,天法宝伦能记住每一个他见过的生灵气息,想要找到他,并不难。 楚天的脸抽了抽,他愕然看着天法宝伦,这宝贝还有如此神效? 轻衣摇了摇头,放心吧,等你突破河道境,气息自然而然会进行一次天翻地覆的蜕变,到时候,天法宝伦也就拿你没办法了。 不过今天来找你,是希望你帮忙。 楚天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他笑问轻衣,什么事? 轻衣看着楚天,沉声道,帮血灵尊者,夺取血海魔尊的血魔圆胎。 楚天傻眼了,帮血灵尊者对付他的父亲血海魔尊。 喂,喂,这剧本拿错了吧? 楚天是来,是来对付血灵尊者的,可不是来帮他的呀。 第725章怪异组合 一个月后,血海魔殿,楚天站在了血灵尊者面前。 血灵尊者身高三丈开外,周身血雾生疼,面容俊美邪意,眉心和两颊的血色纹路犹如活物一样轻微如动着,让他凭空增添了百倍的邪气。 十几个光头,俊美的血袍青年站在大殿两侧,一个个目光阴冷的盯着楚天,就好像一群石斧突就盯着一头快要死去的兔子。 青衣站在一旁不吭声,他身后的天法宝轮轻轻旋转着,磅礴距离扭曲虚空,整个天地似乎都在围着这枚血色的宝轮在缓缓旋转。 青衣对我有救命之恩,所以,他的话,我信。 血灵尊者背着手,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只有他小半个身高的楚天,轻轻地摇了摇头,但是我不懂,他为什么要找你,难不成,你有什么特殊过人之处? 鸡翘一笑,血灵尊者目光闪烁地盯着楚天轻声道,你知道我们要去做什么吗? 对我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血海魔狱的至高魔尊,整个大罗天排名可以进入前三的顶级魔头下手。 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活下来? 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能帮我? 血灵尊者很认真的盯着楚天。 如果不是倩轻依救命的人情,我不会来帮你。 楚天崖帮子一阵发酸,这和他计划中的事情完全不是一码是吗? 他只想太太平平地,顺顺利利地利用这六百年时间,争取让自己突破一个新境界,从而拥有仙桌子的能力和底气。 他从没想过真的去完成圣灵天那些老家伙所谓的任务。 他压根就没打算和血灵尊者面对面。 如果不是轻依。 楚天闭上了眼睛,倾听着大殿外传来的大惊小怪的笑声,楚天感到浑身很无力。 青衣来拉他助战,不甘寂寞的楚邪跟过来了,正处于叛逆期的子天尊也跟了上来,子天尊来了吗?云梦瑶自然也屁颠屁颠地跟在了一旁。 这还是比较正常的人选,楚也,楚风也俩被血海魔尊名号中的血海二字吸引了,他们修炼的也是血魔一道的魔宫秘术,所以他们也很坚定地和楚天同行,一同跑来了血海大世界。 自然而然的,那个用莫名其妙的借口,莫名其妙地跟在了楚天一行人身边,一直让楚天感到深不可测的有胡许许和他的车夫胡子,他的两个小侍女可怜,可心,也都跟了上来。 对于楚邪几个人,楚天感到头痛。 对于有胡许许他们能够跟上来,楚天则是感到莫名的欢喜,他甚至很希望看到有胡许许跟血灵尊者之间迸发出一点点光和热,摩擦出一点点火光,那就最好不过了。 叹了一口气,听着大殿外楚邪犹如香巴佬一样的指着那些大大小小的血莲花大惊小怪的大呼小叫,楚天抬头看着一脸计较的血灵尊者苦笑道,其实,你可以建议轻衣,让他换一个让我还人情的方式,我会用最快的速度离开。 血灵尊者眨巴了一下眼睛,飞快的摇了摇头。 他突然咧嘴笑了,用力的一巴掌拍在了楚天的肩膀上,嗯,无香清廉的传人,清廉圣尊的唯一弟子,在圣灵天天命之争第一轮中大放一彩的清廉圣君,清衣果然给我找了个好帮手。 楚天的脸色微变,一旁的清衣轻移了一声。 血灵尊者微笑道,其实,很容易判断吧。 厉鬼匪团刚刚冒出来没几天,计算一下脚程,从圣灵天出发来击杀我的清廉圣君,应该在这段时间抵达万腰深渊。 淡然一笑,血灵尊者轻声道,本来我还不敢确定是你,但是清衣既然将你约了过来,那么除了你,还能是谁呢? 能够在对付那老家伙的时候帮我的,要么修为绝强,要么怀有至宝。 你的修为就这么回事,那么只能是你身怀至宝了。 楚天看着血灵尊者苦笑道,血海魔狱,向来不缺好宝贝。 血灵尊者耸耸肩膀,转身就走,血海魔狱当然不缺好宝贝,不过这些好宝贝都在老家伙或者我手上,值得清衣邀约的宝贝,只能是外来的。 而外来的好宝贝,血海魔狱又不是什么好地方,谁没事揣着重宝来这里乱逛。 所以,除了清联圣君你,我想不出还能有谁了。 好好休息两天,两天后的午时,我们去找老家伙,还请圣君暂时忘了你那个刺杀我的任务。 杀我不容易,尤其是在那老家伙面前,如果你敢分心,你就死定了。 一对美丽的侍女从大殿后转了过来,他们温柔的笑着,轻言细语的请楚天等人跟他们去休息的地方。 楚天无奈的看着清衣,清衣,你可给我带来了个好地方,不过,我也算是明白了,那群圣灵天的老东西,果然没安好心。 这血灵尊者,想要杀他,可不容易。 十几个光头的俊美青年站在大殿中纹丝不动,他们目不转睛的盯着楚天,好似要将楚天的身影直接烙印在他们的灵魂上一样直勾勾的盯着他。 听到楚天说要杀血灵尊者的话,这些青年同时咧嘴一笑,很古怪的击翘一笑,然后无声无息的从原的消失了。 以楚天如今的实力,他居然没能弄明白,这些家伙是如何消失的。 青衣走到了楚天面前,他认真地看着楚天说道,只要你不对他动手,我保证他不会对你动念头。 轻叹了一口气,青衣轻声道,当年救他的时候,也没想到被天兵天将追杀得狼狈不堪的他,居然是血海魔尊的儿子,这次无意中遇到他,他许诺我,等他掌握了血海魔玉,等他掌控了大罗天,就帮我。 楚天点了点头,摆了摆手示意青衣不要说了。 青衣的理想,楚天知道的。 他想要摧毁至高天亭,他想要覆灭天人一族,想要摧毁灵族对至高天的掌控。 无论是丝绸,或者是别的什么缘故,还是说青衣有某些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这些都不重要。 青衣救过楚天,他找上楚天,要求楚天出手相助自己,楚天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哪怕青衣要求的事情是如此的古怪,让楚天感到莫名的尴尬,但是楚天答应了。 男人嘛,有恩必偿,这还能说什么? 两天后,血灵尊者,楚天,青衣,加上血灵尊者的一群心腹属下,还有楚天带来的楚邪,紫天尊,有胡许许等人,如此怪异,不和谐的组合站在了血海大世界一朵直径千丈的血色莲花面前。 这座血色莲花重重叠叠的有数千片花瓣,每一片花瓣都好似鲜血精华凝结而成,在这绵延数亿里的血莲花海中,这朵千丈血莲体积不是最大的,但是它的色泽绝对是最烟红,最红如鲜血的。 血灵尊者死死的盯着这朵血色莲花,一块玉精悬浮在它面前,隐隐可见,这块玉精边缘的一线白光已经几乎全部变成血色,只剩下最后一点点白色的痕迹没有变色。 一粒粒细小的符纹不断的从虚空中浮现,不断的像玉精上最后一点白光汇聚过去。 血灵尊者突然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过身,眼角剧烈的跳动着向楚天笑道,清廉圣君,你不会争个想杀我吧? 楚天看着眼角剧烈跳动的血灵尊者,很不客气的说道,你若是紧张害怕,那么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动手了。 你现在的状态,你如何面对血海摩尊? 摇摇头,楚天冷笑道, 本来以为你们这些魔头,一个个已经是灭情绝性的人物,什么紧张,恐惧之类的情绪,根本不存在。 现在看来,你也会害怕。 你也会紧张。 则,真是让我想不到。 血灵尊者剧烈跳动的眼角很快平静下来,他不懈的瞥了楚天一眼,冷笑道,那种灭情绝性的,是邪魔,和我们这种魔头的路子不同。 我们这些魔头,情绪最为丰富,比你们这些所谓的有血有肉的生灵丰富多了。 楚天立刻还嘴道,他们灭情绝性的邪魔,你们就是情感丰富的丰魔,不是吗? 给我个理由,你为什么要对自己父亲下手? 血灵尊者歪了歪脑袋,他沉吟了片刻,摇摇头,然后点了点头,很认真地说道,因为我觉得,我能够比他做得好。 他喜欢的是毫无秩序的混乱,极度的混乱和杀戮,而我喜欢的是秩序,归属于我一人掌控的秩序。 秩序,归我掌控的秩序带来权力,带来地位,带来荣耀,我喜欢那种高高在上闭靡众生的感觉。 就算是我亲生父亲,他也不能用他的理想取代我的。 我知道这种说法很自私,但是我觉得我能比他做得好,我的路比他的路要正确,所以,就算是因为出自自私的目的,我依旧选择这么做。 四周有淡淡的血雾浮现,血雾中有数百名光着头,俊美的邪义的血袍青年出现。 楚天冷笑道,哦! 秩序! 看看现在的血海魔狱,还有周边的万妖深渊,极乐天宫这些妖魔领地的混乱,你的秩序在哪里? 血灵尊者深吸了一口气,他用力拍了一下楚天的肩膀,淡然道,血妖王,极乐魔尊他们,不是我杀的,当然,我的人杀了其中不少人,呵呵,秩序的建立,当要先摧毁旧的秩序,才能有新的秩序出现,不是吗? 瞇了瞇眼,血灵尊者喃喃自语道,血妖王和极乐魔尊真不是我的人下的手,那几个老家伙可没这么好对付,是谁帮了我的忙呢? 我只是让人铲除了血海魔狱中的几个老顽固啊。 楚天呼了一口气,他很干脆的说道,我觉得吧,这次,或许我不该来。 血灵尊者则是笑着摇了摇头,既然来了,还是帮我办成这件事情吧,等事情成了,我送你一套太古无量天的血道魔宝的祭练法门,那可是太古无量天血神宗的至高法门之一,威力无穷,可是可怕。 随口向楚天许诺了众愁,血灵尊者笑道,我知道你的担忧,的确是有人在浑水摸鱼,但是在这血海大世界,我的掌控力绝对足够,相信我,没人能够在血海大世界掀起波澜,我们只要注意老家伙他一个人就行了。 深吸了一口气,血灵尊者缓缓伸出了双手,掌缘裂开,一缕缕极细的血丝从他伤口中流出,不断落入了前方那朵硕大的血色莲花中。 很显然,和楚天一通通拉西扯,血灵尊者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口颂密咒,前方的血色莲花开始闪烁不定,不断喷出一缕缕细细细的血光。 过了大概半课中的功夫,一座血色牌坊无声无息的从楚天等人面前浮现。 牌坊出现的一瞬间,血灵尊者的脸骤然绷紧,他面无表情的低声咕咙咙道,我,绝对正确,哼。 大秀一挥,血灵尊者一步踏入了血色牌坊,他站在牌坊内。 头也不回的对楚天说道,清莲圣君,慎重告诫你,进了这座牌坊,你我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老家伙的脾气,我懂,你饿了他,必死无疑,你必须全心全意和我联手协作,夺了他的血魔圆胎。 你只要进了这牌坊,就没有别的路可选。 所以,我也不需要你赌咒发誓,我让你加入这次的行动,是因为我相信清姨,仅此而已。 楚天看着血灵尊者的背影,认真的点了点头,我也不相信你,但是我相信清姨,所以咯,呵呵,帮你了你这次,我们最好就再也不要见面的好。 不管你信不信,我来大罗天,可从没有和你见面的打算。 血灵尊者笑了起来,他仰天大笑了三声,然后大踏步的向牌坊内走去。 数百光头俊美的青年无声无息的跟在了血灵尊者身后。 楚天等血灵尊者的这群心腹属下进去了,这才向自己同行的一行人看了看,也不说话,大步走进了牌坊。 最后,只有清姨一个人留在了牌坊外。 他抬起头,看着清澈的天空,再看看硕大的连夜下清澈的水,轻轻的摇了摇头,希望,我的选择没错。 希望,在血灵尊者的帮助下,真有一日能够摧毁天人一族,摧毁灵族对峙高天的统治。 人族,不该被他们那样,好似种庄稼一样的一茶一茶的收割。 人族,更不应该被他们那样,就算死了,灵魂还要被他们如此的欺凌,强暴。 我清姨,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从没想过做大人物。 我只想,人人安乐,别像我就好。 笑了几声,清姨大步走进了牌坊,一边走,他一边低声的自言自语,只是,这小子带来的这些人,怎么看上去都古古怪怪的? 有点不靠谱的感觉呀。 第726章 血海摩尊 一片血海 真正的血海 由无数生灵体内提炼出的最精纯的一滴精血凝成的血海。 一眼望不到边,以楚天如今的修为,他站在一个世界的山峰上,一对而眼眸可以轻松的跨越虚空,清清楚楚的看到相隔数十亿里地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地面上,最细小的蝼蚁身上发虚的蠕动。 如此目立,楚天居然一眼看不到这片血海的边际。 楚天骇然倒抽了一口气,他一袖子拍散了血海上浮动的血雾,蹲在血海表面,用手搅和了一下血雾下的血水。 不是幻觉,而是真正的生灵精血。 抓起一滴精血,放在鼻头嗅了嗅,楚天惊骇的倒抽了一口气。 没错,是那种最精纯的,一个生灵体内只能凝聚出一滴的,最为纯正,最为精脆的精血。 如此广袤的精血海洋,要杀戮多少生灵,才能汇聚成这么一片浩瀚。 血海摩尊 楚天喃喃自语。 不提血海摩尊在外的凶名,就看这一片血海,就知道这是一个杀人无数,将生灵完全不当做生命,只是当做纯粹消耗品的盖世凶魔。 更让楚天惊骇的是,这一尊盖世凶魔,显然在阵法上有着非凡的造诣。 有血灵尊者带路,楚天他们进入血色牌坊后,身边虚空微微一弹,他们居然就走散了,被阵法力量挪移到了血海各处。 浓郁的血物弥漫四周,魂念也好,楚天和楚邪他们约定的一些通讯的秘术也好,在这里都不好用了。 唯有血灵尊者出发前交给楚天的一枚玉符在异异声辉,玉符上一缕缕细细的血光伸出,犹如指南针一样指向了四面八方。 每一根血光上都有几枚灵动的字符翻滚,上面标注清楚了对应人的姓名。 这玩意不错,魔道秘宝,自有他的巧妙。 楚天赞叹了一声玉符的巧妙,然后锁定了标注着子天尊姓名的那根血光,迅速向着血光标注的方向飞去。 他倒是不担心楚氏族人的安全,楚野,楚风修炼的也是血道魔宫,只要他们不正面撞上血海魔尊,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楚邪这家伙们,楚天始终认定这家伙不会有事,对他也是放心的。 唯有子天尊,这家伙是洛儿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又是一个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主儿,若是他这里出了事情,想起他和洛儿那位精彩的母亲,楚天就赶到后景一阵发凉。 他不怕紫万玄,就怕龚羊瑶。 若是紫万玄当面,楚天还要找他算一下当年紫万虫下剧毒暗算自己的老账。 但是龚羊瑶们,楚天真心不敢得罪他。 紧贴着血海表面一路向前急速飞行,四周血茫茫一片,高空中也弥漫着浓郁的血光,天地之间一片血色,让楚天觉得心里一阵阵的质闷,浑身血气似乎都有点挚爱不通了。 无香清莲突然在楚天身边显出了身形,他紧随着楚天向前飞行,同时皱着眉头向四周打亮着。 之前就觉得有点熟悉,到了这里面,这味道更熟悉了。 无香清莲的脸色有点严肃,他很是肃然的说道,小心,这里不是什么好路数,弄不好,是当年我的一位老熟人。 楚天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走进血色牌坊的时候,用自己尾巴紧紧缠着楚天的一只耳朵,顺利的和楚天出现在一起的鼠爷猛的翻身上了楚天的头顶,很好奇的看着无香清莲,一。 你也觉得熟悉? 鼠爷似乎也觉得,这里的味道,有点,有点,好像当年,鼠爷我好似吃过一般。 无香清莲飞快的看了鼠爷一眼,眸子里一抹清光清气急速闪过,然后有点狐疑的上下打量了鼠爷一阵。 犹豫的看了鼠爷几眼,无香清莲轻声道,有点像是炼狱血莲的气息,炼狱血莲是当年太古无量天魔到第一宗门穴神宗的镇教之宝,出身来历和我一般,都是无量天天的开辟前孕育成形,天地开辟后化形而出。 摇摇头,无香清莲沉声道,当年无量天崩毁,世界残骸演化为天河世界,炼狱血莲,我亲眼看着它被打得粉身碎骨,消磨了最后一丝大道痕迹,算是彻底的烟消云散了。 鼠爷瞧着二郎腿,朝着无香清莲冷哼了一声,你总得允许人家窃尸还魂什么的吧? 万一,当年他有片花瓣,连夜什么的侥幸流了出来? 谁说得准呢? 尾巴一甩一甩的,鼠爷皱眉道,反正,这味道这么熟悉,尤其是外面血海大世界那一朵硕大的血帘,你不觉得,有点炼狱血帘的影子吗? 无香清莲越发古怪的看着鼠爷,你,认识炼狱血帘? 我却,不认识你。 鼠爷呆滞了一下子,他眸子里一缕缕残破的荧光闪过,他呆滞了许久,这才艰难的摇了摇头,忘了,忘了,往事不肯回首,少说这么有的没的,嗯,嗯。 先找找出路吧,或者,找找血海魔尊在哪里。 无香清莲向楚天撇了撇嘴,摊了摊手。 楚天笑着拍了拍鼠爷不断甩动的尾巴,掏出几颗无量神珠凝聚的极品金盒塞给了鼠爷。 鼠爷很快活的将几颗金盒塞进嘴里,咔嚓咔嚓好似吃兰花豆一样的啃起来,心满意足的拍打着肚皮。 楚天在血海上急速飞行,血雾茫茫中,楚天见到了几个反光的光头在不远处飞过。 那是血灵尊者的心腹手下,那群生的俊俏协议的青年男子。 楚天本能的不想搭理这群气息协议透顶的家伙,那些青年显然也不愿意亲近楚天,双方远远的相互望了一眼,各自找各自的同伴去了。 鼠爷突然冷笑了一声,得了,就看你们这模样,这次对付血海魔尊,估计你们要倒霉。 楚天呆了呆,吴湘青莲也笑了起来,他重新化为一缕青光飞回楚天眉心,再也不说一句话。 楚天摇摇头,继续向着紫天尊的方向急速飞去。 但是紫天尊这家伙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反正玉符上指向了他的那根血光不时的左右晃动,好似钟摆一样晃来晃去,显然他同样在高速赶路,而且在不断的更改前进的方向。 楚天心里隐隐惊惶,这小子,不会碰到什么大麻烦了吧? 不过看到指向云梦瑶的那根血光正在急速的和紫天尊那根血光重合,楚天顿时又放下心来。 在无边血海上急速飞行了两刻钟的样子,不知道飞出去了多少万里地,前方大片血雾中突然传来了低沉的轰鸣声,一波波很是晦涩的法力波动正不断向四周扩散,然后被局限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有人在交手。 楚天急忙飞了过去,就见到有十里方圆的一片血雾被掀开,平滑入境的血海水面上,紫天尊半边面皮肿胀,带着一个清晰的紫色巴掌印,正一脸恼火,万分狼狈地站在一旁。 云梦瑶俊俏的脸蛋同样肿胀,两边脸颊肿得和发面馒头一样,亮晶晶的好似被无数马蜂亲热过一般。 也不知道是可怜,可心当中的哪一个,小丫头子站在云梦瑶身前百多丈的地方,神色冷素如水地盯着云梦瑶。 看他白皙细嫩的小手大小,正和楚鞋脸上的那个巴掌印相符。 姐夫 隔着老远,一见到楚天,紫天尊就绝无节操地向楚天飞奔了过来。 就好像被马蜂钉得满头包的小狗崽子一样,紫天尊扑到楚天身边,可怜巴巴地指着小丫头子告状,他打我。 楚天看看那小丫头子,仔细分辨了一下,依旧无法辨识他到底是可怜,可心当中的哪一个,这两丫头实在是生得太相似了,而且气息也完全相同,实在是让人难以分辨。 姑娘 楚天看了看那小丫头子,苦笑道,天尊他嘴上没有个把门的,如果有冒犯之处,还请谅解。 这么多时日相处下来,姑娘也能看得出来,她是个有贼心没肥胆的混账,说话有时候不注意,稍加惩治也就罢了。 小丫头的脸色略微好看了一些,漆黑的眸子里一抹寒光闪烁,她甘巴巴地说道,我家小姐,不是她能亏去的人,哪怕是言语冒犯,若非地方不对,就这小子刚才说的那些混账话,她已经魂飞魄散了,至于这酒鬼。 猛的咧嘴一笑,小丫头看着脑袋几乎成了一个圆球的云梦瑶基潮道,出入河道镜而已,而且是用的这么低端,无用的道运河道,你未来的成就不出意外,极其有限,就你现在的这点力量,呵呵。 云梦瑶张开嘴想要说点什么,但是她的嘴唇都肿得和两条腊肠一样,实在是肿得发亮了,累了半天尽硬是没能张开嘴,她只能不甘心的含糊在嗓子眼里咕咙了几声。 楚天看着一脸冷傲的小丫头。 她实在是按捺不住好奇心,她小心的问她,姑娘教训的是,天尊固然是欠收拾,这老酒鬼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打了就打了吧,本座很好奇,姑娘您今年贵更。 小丫头的脸色骤然一变,她猛的低头朝着光滑如镜的血海水面看了看,认真的分辨了一下自己在血海上的倒影。 她皱着眉,抬起头来,冷冰冰,干巴巴的问楚天,怎么?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难不成,我生得很老吗? 看着她那七八岁的孩童外表,楚天沉吟了一阵子,很认真地给出了她心头的答案,您皮相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心态太老了,偶尔看到您的眼神,我总感觉,您做我的三十六代祖姑奶奶都够了,您年龄,不小了吧? 干嘛还要冒充小姑娘模样? 这样,真是不够实测。 这些话,楚天憋在心里两三年了,自从遇到有胡许许开始,楚天就想说了。 只是那时候,身边跟着虎大利亚,阿狗亚,阿雀亚一伙兄弟,楚天唯恐可怜,可心发飙伤到他们,所以一直不敢说这话。 但是到了今天,到了这血海魔尊的地盘上,楚天觉得,他可以说这话。 嗯,怎么说呢,反正,就算他们发飙,呵呵,有血海魔尊来擦屁股不是? 楚天其实蛮好奇的,这两个小丫头,他们的实力到底到了哪个层次? 小丫头的脸色迅速变得很难看,她咬着牙,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你是说,我很老。 楚天咬了咬牙,在子天尊钦佩万分的目光中,狠作死的点了点头,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呵呵,您的年纪。 啪的一声脆响,小丫头犹如一抹电光,直接出现在楚天面前,劈头盖脸的一耳光就向着楚天脸蛋抽了下来。 快,快的无法形容的快,快的几乎堪比青椒剑,或许,比全力刺激的青椒剑还要快了三分。 以楚天如今的修为,居然看不清小丫头的动作,只觉一股犹如钢板的恶风扑面而来,小手掌距离吹弹的面颊还有数十远,恐怖的压力已经压得楚天整个面孔都变形了。 嗡的一声,吞天边自行从楚天袖子里窜了出来,摇头摆尾很是欢快的向小丫头的身体缠绕了过去。 青椒剑更是不讲道理的从楚天手臂中一跃而出,钉的一声长鸣后,弹指尖就是一亿两千万剑击刺而出,密集如星辰的剑光洒落,硬生生在小丫头的面前步下了一道剑木狂潮。 小丫头的手掌距离楚天的面颊只有不到三尺远,但是这三尺远的距离再也无法靠近半点。 青椒剑寒气森森,逼得小丫头下意识地向后收手,吞天边更是用一种极其猥琐的方式,原本只是一条的她突然奋出了十几条分叉的枝条,荡起无数残影缠向了小丫头。 胳膊,手肘,脚踝,膝盖,腰身,脖梗,肩膀,一条条边影打着旋而向小丫头缠绕了过去,小丫头一不小心被一条边影在肩膀上擦了一下,吃得一声脆响,她穿的那件用某种珍稀吐丝织成的古朴样式的长袍子,居然被吞天边扯开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窟窿。 破损的衣料被吞天边一口吞了,楚天甚至能感受到吞天边传来的满足感,这种珍贵的吐丝似乎味道蛮好,里面包含了一些珍奇的,稀有的力量。 小丫头的肩膀上露出了一大片白生生的皮肉,她狼狈地向后倒退了数百丈,猛地侧过头看向自己光溜溜的肩膀,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很难看,比雷暴雨前的天空还要难看百倍,千倍,万倍。 呵呵,小倍。 小丫头也不冒充七八岁的总角小孩童了,她极其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抬起头来,双眸喷火,真正是喷出了两条拇指粗细的火焰死死地盯着楚天。 楚天他们所在的血海下方,两团深邃的眼睛撞血光亮起,这两团形如人眼的血光足足有千丈大小,宛如一头洪荒巨兽在水面下睁开了眼睛,冷漠无情地盯着水面上的楚天等人。 一个含糊奇词的声音从血海深处传来。 嘿,嘿嘿。 小倍,惊扰了本尊,你们,找死。 第七百二十七章 魔头轮道 阵法的波动 血海上几片小小的浪花翻起,又有数百个小小的漩涡猛地转了出来,就好像有一条巨大的鱼儿刚刚从水面下甩着尾巴划过一样。 楚天身体一晃,他强忍下用磨合阵图破阵的冲动,任凭大阵将他拖拽到了血海中。 四周一震天摇地唤后,楚天来到了一座通体血色的大殿中。 四周建筑都是血色晶石铸成,浑然一体,上下没有任何缝隙,身后一座大殿的门户紧闭,左右门扇上分别雕刻了一名俏美无双的少女模样,双眼直勾勾的盯着楚天。 鼠爷站在楚天头顶,朝着那大门平头论脚,要说叼门神,这门神都是放在大门外冲着孤魂野鬼的。 没见过把门神叼大门内侧的,这是哪家的风俗? 楚天转过身,看了看门后面雕刻的两名俏丽少女,不由得摇了摇头,鼠爷,这可不见得是门神。 嘿,这里。 一声轻壳从大殿内转来,楚天转身看了过去,这座大殿不大,从大门进来,这大殿也就百多丈深。 大殿内放了一张宝座,一条朦胧的斜影正坐在宝座上,双眸犹如两点血色灯斩,光芒奕奕的盯着楚天。 血海魔尊 分身 楚天倒也不畏惧什么,就算是血海魔尊本尊在此,按照血灵尊者的说法,那也是处于实力最低谷的时候,有无相清廉护身,他怕什么? 更不要说,这分明只是一句分身。 血灵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老夫承诺给你们十倍。 血海魔尊的分身端端正正坐在宝座上,语气沙哑的孤农道,老夫也不用你们对血灵如何,将他禁锢住了,不让他做蠢事,这就足够了。 老夫事后绝对不会追究你们今日入侵之事,如何? 血灵尊者算计你,你似乎还有几分父子之情。 楚天好奇的看着血海魔尊。 十倍的好处,这真没办法答应他,毕竟,楚天是因为轻衣的救命之恩才跑来这里的。 父子之情,血海魔尊稽朝的笑了起来,下,这种东西,天下还有人相信吗? 都说人族是感情最丰富,最重感情的族群,但是看看你们凡人世界,多少父子祖孙为了皇权,皇权,为了财富权势,为了倾国美人,不惜相杀相残,更不要说,我们这些魔了。 血海魔尊摇了摇头,他淡然道,血灵是老夫儿子,老夫重用他,只是因为血缘的牵扯,他比老夫麾下那些巨妖,魔头总要可靠这么一丁半点。 既然他要反叛,那么他和那些巨妖魔头也没什么区别。 摊开双手,血海魔尊看着楚天淡然道,他对老夫起了亏据之心,老夫还有什么父子之情? 只不过,他毕竟是老夫的血脉传承,而且天赋绝佳,修为不弱,将其融入老夫的血魔圆胎,可以让血魔圆胎更加完美,仅此而已。 楚天和鼠爷同时打了个寒战,这些魔道中人,不,这些魔道中站在最顶尖位置的老魔头们。 真的是一个个心狠手辣到了极点,绝无任何人情为了。 帮血海魔尊禁锢血灵尊者,这种事情楚天是不会做的,毕竟,轻衣的人情放在那里。 所以,楚天一言不发地抽出吞天边,左手提着掌有十几杖,切意犹如鱿鱼一样在空中缓缓飘浮的吞天边,右手拎着寒光四射,不安分地剧烈震荡的青椒剑,头顶一朵青莲华光冉染浮现,太阴万化轮,太阳造化中蓄势呆发,一步一步地向血海魔尊分身逼近。 血灵尊者亏去的是血魔圆胎,楚天对血海魔尊的分身也是颇为期待的。 天帝熔炉经过多年的修补,又得到了无数神料的增补,又多出了许多不凡的新功能。 比如说,如果将血海魔尊这条分身炼化了,天帝熔炉很有可能从中提炼出血海魔尊修炼的根本功法。 这些魔道功法对楚天无用,对楚野,楚风两位的借鉴意义可就太大了。 毕竟,血海魔尊可是大罗天排名前三的顶级巨拨。 他身上掉一根毛下来,都有可能是无上之宝。 血海魔尊目光森森的看了一眼无相清廉,他突然开口问道,小家伙,你有无相清廉护身,老夫想要杀了你,或者将你怎样,在老夫凝聚血魔圆胎的这段时间,是不可能的了。 无相清廉的冷笑声突然传出,血海,不要说你魔功大萧的这段时间,就算是你全胜之时,你莫非又能将我怎样呢? 血海魔尊摊开双手,很坦诚的说道,无相清廉,你说的没错,就算老夫当日全胜之时,也奈何不了你。 只不过,你的攻击力有限,老夫若是拉下面皮,动用血海的阵法埋伏全力封锁,你们也逃不出这座大殿。 楚天笑了笑,正要开口,血海魔尊猛的提出了一个新的意见,有无相清廉在,老夫本尊那边,你们若是加入,怕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无相清廉,咱们之间,不需要如此的剑拔弩张,多少,我们也有点香火情分,你劝劝这小家伙,不要胡乱插手,如何? 无相清廉笑了,你我之间,有什么情分? 血海魔尊悠悠他那里一口气,他的语调突然一变,我的真正来历,使血神宗太上大宗主一缕残魂和炼狱血帘一粒残缺帘子柔和而生。 无相清廉,当年我们几只天地一种莲花,多少有点情分吧? 无相清廉惊一乐一声,楚天也深深的看了血海魔尊一眼。 没想到,这老魔居然真的和炼狱血帘扯上了关系,尤其是他居然是太古无量天魔道第一宗门血神宗的太上大长老一缕残魂所成,难怪血灵尊者能够开口许诺,交给楚天一门血神宗的顶级魔宝炼制之法。 血海魔尊臣声道,你见了外面那些血莲花吗? 正是老夫以炼狱血帘残缺帘子培育出的新躯体,只待稀干了这一海惊血,炼狱血帘有九成把握重现人间。 无香清莲沉默了一阵子,悠悠问道,你的阵法之道,从何而来? 血神宗也好,炼狱血帘也好,可都不擅长这个。 血海魔尊立刻笑了起来,太古无量天崩灭之时,老夫依托炼狱血帘的莲子狼被逃窜,于天崩地裂中,遇到了天机门的逃难队伍,天机门的老家伙们为了推演天机耗尽心血,都成了废人,逃难的神州中只有一群小屁娃娃,老夫就顺手做了一笔好买卖。 无香清莲又是一阵沉默,突然开口道,圣君,或许,答应这丝,比较好。 天机门,大阵可自成天地,尽致可碾杀何道。 注意,不是击杀或者灭杀,而是碾杀。 天机门的阵法,玄妙莫测,霸道绝伦,自天机门从太古无量天开辟宗门时,无数宗门起起落落,无数风光一时的超强宗门被灭门绝户,唯有天机门横骨不变,甚至从未有外人能靠近他们山门半步。 天机门的阵法传承的恐怖可见一般。 血海魔尊得了天机门的阵法传承,哪怕他根本不擅长阵法,只是一样画葫芦的摆下一些,除了楚天可保无恙,其他进入血海魔尊闭关血海的人,都面临着莫测的风险。 楚野,楚风,楚邪,紫天尊,这几个人随便谁伤损一个,楚天都经受不起。 有胡许许,可怜,可心,加上一个不着调的云梦瑶,他们几个在楚天心中不是太重要,但是毕竟相处这么久了,他们就这么陨落的话,楚天也不乐意见到。 更不要说,还有一个轻衣,两人之间没什么交情,但是楚天欠人家的救命人情,以楚天的个性,这份人情是一定要还上的。 所以楚天和血海魔尊达成了协议,血海魔尊发下毒是确保青衣等人的性命,他只对付血灵尊者一人,而楚天则是和无相清廉确认不插手这一对儿魔道父子的相爱相杀。 当然,作为交换的条件之一,血海魔尊直接掏出了他当年抢来的天机门传承。 或许是为了取信楚天和无相清廉,或者更直接的是,不想得罪无相清廉吧,而且也不相信楚天和无相清廉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参透天机门传承的奥秘,血海魔尊反正是很痛快的将天机门的传承之物拿了出来。 此物,就送给你了。 血海魔尊将一个霞光营绕的巨型卷轴交给了楚天,很大方的挥了挥手,老夫翠阵法之道不感兴趣,天机门的这一脉传承,老夫这么多年了,参悟不过万分一二,老夫不笨,但是这阵法嘛,一如食肉之猛兽,你不能让他去吃草,老夫实在是没有钻研的兴趣。 皮笑肉不笑的向楚天资了资牙,血海魔尊笑道,小家伙,或许你就能争个传承天机门的真传呢。 嘿嘿,说句实在的,无相清廉和炼狱血连同源而生,老夫实实在在的明白,他没什么东西好交给你的。 血海魔尊讥笑道,可想而知,和他一个露树的清廉圣尊,也是个狗屁不通的东西,你拜他为师,简直是遭见了自己。 无相清廉冷哼了一声,似乎,你就有什么好东西不成。 血海魔尊的这话,实在是有点打无相清廉的脸。 毕竟,清廉圣尊就是无相清廉自己呀。 楚天接过巨大的卷轴,小心翼翼地将它纳入神窍天境,正悬浮在神魂旁缓缓盘旋的魔喝阵图立刻一跃而起,宛如一头贪婪的巨兽向这巨大的卷轴逼了过去。 天机门的传承卷轴则是傲慢地绕着神魂打着转而,放出一缕缕微妙的气息感应魔喝阵图。 当这一缕缕微妙的气息碰触到魔喝阵图的时候,传承卷轴剧烈地震荡着,无数怪异的图形和复杂的符文呼啸着爆开,犹如天崩海啸一样向魔喝阵图飞了过去。 两件奇异的阵法至宝猛地缠绕在一起,宛如一对儿饥渴了亿万年的痴男怨女猛地碰到了一起,干柴烈火瞬间一发不可收拾。 无数符文在两者之间急速地交对,庞大的信息流在两者之间往来流转。 楚天的神魂之力在急速地消耗,两件至宝开始自主地融合,它们融合所需的材料,所需的能量就是楚天的神魂之力。 楚天的神魂放出万丈强光,高有数万丈凝成实质的神魂居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丝丝的塌缩。 这种消耗太惊人了,楚天不敢怠慢,急忙催动大梦神点,琉璃灯盏中大量金红二色神力沸腾,燃烧,灯火悠悠将这些神力转化为精纯的魂力注入神魂,供这两件宝贝疯狂消耗。 无数奇异的阵法之道犹如洪水海啸冲进楚天神魂,以楚天如今的神魂之强大,都感到了一阵阵的头晕,胸口更是一阵阵的发堵,差点就呕吐出来。 强忍着身体的不适,楚天干脆坐在了地上,笑看着血海魔尊,神情自若地说道,哦! 无相清莲说得对,难不成,炼狱血连你就有什么好东西。 或许是蹲在这里看着楚天无聊,或者,也是血海魔尊想要炫耀些什么,他得意洋洋的笑着,缓缓的点了点头,无相清莲,小家伙,你们不要不服气,炼狱血连,他和无相清莲一样,真心也没什么东西叫人,但是老夫不同,老夫当年的身份,呵呵。 摇了摇头,血海魔尊臣声道,无相清莲,你必须要承认,你们这几只先天帝而生的莲花,固然有无穷妙用,但是你们根本不需要修炼,只要按照天帝给你们画好的道路好好地活下去,你们就能不断地提升,不断地强大,只要不像炼狱血连这般倒霉被打得几乎形神俱灭,终有一天会站在天帝之巅。 无相清莲轻轻轻地吻了一声,每一只先天帝而生的莲花,都自成一脉大道。 只要中途不陨落,只要积累足够的岁月苦熬,终有一日能站在巅峰,成为天帝间最顶尖的存在。 无相清莲的性子就是那样,清静无为,闲云也鹤,静静地躲在一旁思索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而那几只急于实现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倒霉蛋,比如说炼狱血连,则是已经被打得几乎形神俱灭,只有一粒残破的莲子艰难地逃了出来,如今演化成了血海魔尊的一部分。 他们的大道,独特而唯一,其他人行走不得。 所以血海魔尊说的没错,如果楚天真的是拜了无相清莲为师,无相清莲还真没什么东西能教他的,难不成,他教楚天如何在发呆的时候保持更好的坐姿吗? 血海魔尊笑得很快活,他认真地点了点头,沉声道,血神宗的根本傲义,不能给你说,血灵那孽子窥去老夫的血魔圆胎,不如,老夫就给你解释一下,这血魔圆胎的秘密。 血海魔尊笑得很快活,很灿烂,似乎他也是憋得久了,很乐意有个人听他吹吹牛,炫耀一下。 楚天认真地看着血海魔尊,还请前辈解惑。 某种意义上,血海魔尊可是一尊真正从无量天那个时代活下来的老怪物,难怪他能成为大罗天前三的魔道巨拨。 听他一席话,可比楚天自己瞎捉摸强多了。 第七百二十八章道之密 血海魔尊高深莫测地笑着。 他手一点,面前就有一大堆各色各样的矿石出现。 楚天面色不改地看着血海魔尊,这些矿石虽然是凭空出现,只不过是用阵法的力量从极远处挪移过来,根本不是一念造化的手段。 血海魔尊黑黑笑了几声,他装模作样地指着那些矿石说道,这些矿石,就是曾经的太古无量天,也就是我们如今大罗天,至高天,圣灵天的道。 楚天点了点头,没吭声。 道,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化神奇为腐朽,山石中有道,草木中有道,泥土中有道,那些粪便污污之中,也有道,故而,道无处不在,而凡人肉眼凡胎,无从实的。 血海魔尊很认真地看着楚天,楚天也很认真地看着血海魔尊。 这是修炼的根本和基础,只要是得到了比较正规传承的修士,这都是烂大街的知识。 两人直勾勾地相互盯着看了许久,血海魔尊喃喃咒道,你懂。 真没趣,嗯,对了,你是圣灵天的人,那边的人叫徒弟,讲究的是根基和基础,不像我们这边收徒弟,只管传授术,这道么,是基本上不讲的,不过,我要说的。 肯定有你不懂的。 冷哼一声,血海魔尊大手一挥,一团血盐熊熊燃烧起来,数百种矿石被焚烧成了汁水,各种杂质被血盐焚烧一空,只有最精脆的一部分珍稀金属流了下来。 血海魔尊大吼了一声,双手连续挥动,连续十二万多道血色骤印飞出,重重烙印在悬浮在面前的金属枝叶中。 然后他双手一合,盯得一声响,一柄血色短刀凭空浮现。 修炼,就是从化神奇为腐朽的天地大道中,将神奇之物提炼出来,从肉身而神魂,从神魂而神通,从神通而杜结成就天人妙境,这中间不管各个境界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各家各户有各家各户的说法,总之本质就是这样,和老夫铸造这柄短刀的过程一般无二。 楚天回想了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然后认可的点了点头。 一如这老魔头所说,修炼的过程正是如此,从天地之间提炼天地灵髓,抽取天地精华融入自身,从而锻炼肉身和灵魂,拥有法术神通,进而成就高高在上的强大天人之境。 血海魔尊又弄出了一大堆的矿石,各色各样的都有,很多很复杂,不仅仅是金属矿石,还有很多古怪的云母,石墨,金刚石,绿宝石之类的非金属矿石。 他双手搓动,不断将这些矿石提炼出精华来,不断将精华融入短刀中,于是小小的短刀越来越庞大,从短刀而长剑,从长剑而大刀,从大刀而狼牙棒,从狼牙棒而大顶,从大顶而锯中,从锯中而印喜。 到了最后,血海魔尊面前矗立着一尊辉煌庞大的血色牌坊。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修炼的过程,我们不断地从天地中提炼出天地大道的精华,不断融入自身,不断地改变自身,形态千变万化,每提升一个境界,都凭空增加无穷巧妙。 血海魔尊得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轻笑道,如何? 这变化,你可明白。 楚天笑着点了点头,正是如此,我明白得很。 修炼并非只有一条道路,也并非只有一个形态,就好似我们修炼的过程中,不会只按照一部功法修炼下去,我们不断有奇遇,不断有增益,千门万类的神通秘术,只要是对我们有用的,都能拿来参悟。 看着血海魔尊,楚天说道,比如说天机门的传承,对晚辈就颇有启发。 神窍天境中,天机门传承和魔喝阵徒已经合为一体,正在疯狂消耗楚天的神魂之力发生天翻地覆的神奇蛻变。 楚天在全力运转大梦神典,倾尽全力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血海魔尊要信不信地看着楚天。 天机门的传承对他颇有启发。 你骗鬼呢? 血海魔尊折腾了这么多年,虽然他的兴趣不在阵法之道上,但是以他的阅历眼光和底蕴,数以万亿年来,他对天机门的这套东西也就弄懂了千百分之一,或许还不到。 你拿到手才多久? 你敢说颇有启发? 轻哼了一声,血海魔尊指着血色牌坊冷声道,盘子做大了,想要再进一步,就不仅仅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大笑一声,血海魔尊一挥手,哼的一声俱响,整个血色牌坊炸开,彻底失去了有形有质的实体,化为无数血色符纹在他面前盘旋飞舞。 画道镜 楚天点了点头,这就是画道镜的道理。 画道镜不仅仅是让无数分门别类的大道法则融合相处,它最精髓的本质在于,你能够让他们和谐共处,就证明你已经完全的,完整的,完美的控制了他们。 是啊,画道镜 血海魔尊冷笑了一声,他看着楚天沉声道,看来,清廉老儿没给你说后面的过程,画道镜之后,我不知道你这一门如何走,但是老夫这里,走的是。 血海魔尊轻喝一声,无数血色符纹急速向内他说,最终凝成了一个许举如生的,活蹦乱跳的血色婴孩。 血魔圆胎 天地庙里,无穷大道,融合老夫全部的精气神,融合老夫全部的意识念头,成就血魔圆胎。 血海魔尊轻声道,天地大道数以亿万计,所有的大道法则,就是老夫血魔圆胎的养料。 楚天微笑道,进入河道镜后,多融入一部分天地大道,血魔圆胎就成长一点,这正是修炼正途,最根本的求道手段。 血海魔尊惊恶地看了看楚天,不由地挑起了大拇指,有见识,人家都说老夫是血魔道的魔头,就没人说一声老夫这血魔道,其实也是天地正道之一。 楚天摇了摇头,魔道就是魔道,不可能是正道,无非是,殊途同归,前辈这道没错,血绝对不能算正道。 血海魔尊轻哼了一声,不满地瞪了楚天一眼,他突然开口冷笑道,河道镜之后,一个个称王称霸,什么圣尊,灵尊,天尊,鬼尊,妖尊,魔尊,王八尊,猪狗尊,牛羊尊全都冒了出来,你可知道,河道镜就是终点了吗? 楚天震惊地看着血海魔尊。 神窍天镜中,琉璃灯盏剧烈震荡,大梦神典中突然有无数新的内容浮现。 在河道镜之后,果然还有更高深的,更重要的内容。 血海魔尊叹了一口气,他拍了拍他用魔宫凝成的婴孩形象,轻声说道,你可想过,我们来自于这一方天地,我们的身躯,我们的神魂,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意志,全都是这一方天地的材料组合而成。 摇摇头,血海魔尊淡然道,所以,我们和这一方天地牵扯极深,老夫将其称之为,孽寨。 楚天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灭债? 这个词,还真是有点,呵呵。 不过,也是,大家来自于这一方天地,恩怨纠缠也好,因果交织也好,各种牵扯不断,称之为灭债也无可厚非。 随后,我们要强大,我们要超脱。 我们就不断的摘取天地精华,截取天地妙理,不断融入自身。 无论你是断体的,还是法修,或者是其他的路数,总之你越强大,你欠下的孽债就越多。 血海魔尊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了一丝说不出道不明的大恐惧。 那表情,就好像一个七八岁刚刚懂了人事的小姑娘,在夜间惊醒,突然发现自己床头站着七八百头浑身是血的猙獰恶鬼一样的表情。 扭曲,僵硬,青灰色,完全失去了一尊魔道巨博应有的矜持和骄傲,失去了他平日里的雍容和从容。 深入骨髓的,渗入灵魂深处的恐惧。 楚天也被血海魔尊这个表情弄得浑身发麻,一时间都顾不上去看大梦神典内刚刚冒出来的新东西。 河道,河道,与天地大道相合,不断从天地大道中抽取天机妙理强大自己。 越是强大,孽债越多,孽债越多,越是控制不住自己。 血海魔尊深吸了一口气,他喃喃自语道,越是河道,越是强大,体内的,神魂内的天地法则越多。 到了最后,等你彻底将天地大道融入自身,你还是你吗? 或者,你已经变成了这一方天地的投影,成为了天地的分身。 楚天骇然瞪大了眼睛,他惊恐地看着血海魔尊。 他,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 而他,已经走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 因为大孟神典的关系,楚天虽然只是未于化道境,可是他已经将这一方天地的大道庙里几乎融为一炉,而且已经和他的肉身,和他的灵魂牵扯不开了。 冷汗潺潺而下,楚天的身体不自觉地晃悠了几下。 不思考还好,越是思考越是恐怖。 身体来自于这一方天地,灵魂来自于这一方天地,自己不断从天地中抽取各种精华填充自身,越是填充,自己距离这一方天地的本源越近。 到了最终,自己的身体和神魂中,包含了这一方天地所有的组成成分。 起码,意识还是我的。 楚天倔强地狡辩着。 或许。 血海魔尊古怪地笑了起来,太古无量天,嘿嘿,甚至是在无量天之前,嘿嘿。 古怪地笑了几声,血海魔尊悠然道,你不是老夫儿子,就算是亲儿子,有些东西,老夫也不会说。 继续怪笑了几声,血海魔尊摇头晃脑道,不过,老夫可以告诉你,何道,何道,将天地大道融入自身的数量越多,以自身选定的根本大道将其融合得越深,修为自然是越厉害,势力也就越强。 血海魔尊看着楚天冷声道,天地大道总数,在一亿两千万门类上下。 这是三天所有大道总和,再也不能超越的。 楚天眉头一挑,心中暗笑。 看来,这血神宗太上大长老所知的,也不过如此。 楚天掌控的是无量宝集,一念造化,大梦神典综合所得的一亿五千万以上的大道法则。 而血海魔尊所知的,不过是一亿两千万门,单从这一点上来说,楚天的底蕴超过了血海魔尊许多。 故而,我们这些何道境的老家伙,将何道境分为十二重天。 血海魔尊沉声道,何道境没有捷径可走,境界就是实力,没有跳极挑战的说法。 一重天就是一千万门类的法则,就是一千万劫的法力修为,而爆发出的杀伤力,嘿嘿。 十二重天,一重天就是一众风景,每提升一众,和这天地的涅债就多了一重。 血海魔尊卿探道,老夫,已经是十二重天极致的修为,就算有些许庞杂的法则奥义没有参悟到,也是细枝末节,对老夫影响不大了。 血海魔尊深沉的看着楚天,老夫,已经窥视到了一些些何道境之上的风景。 老夫也大致知道了,当年无量天的那些大能尊皇,他们不是何道境,他们是何道境之上的修为。 沉吟片刻,血海魔尊轻声道,老夫称之为叛道境,何道,是为了让老夫得以窥见天地奥秘。 而叛道境,则是让老夫得以超脱天地束缚,自由自在,快活逍遥。 摇了摇头,血海魔尊冷笑道,所以,无论血灵那孽子对你们说了什么,他无非是贪图老夫的血魔圆胎而已,老夫,如今哪里有那个心情,和他争权夺利。 楚天立刻相信了血海魔尊的话。 和野心勃勃的血灵尊者相比,已经到了某个大线关键,迫切求得突破的血海魔尊无疑更可信。 血海魔尊右手一挥,他凝聚得那血色婴儿砰得一下炸成粉碎,漫天血色符纹闪烁,但是在那血色符纹中,又隐隐有一点点新的,奇异的,和原本的血色不同的彩色光点出现。 虽然极少,极其暗淡,但是的确存在。 血海魔尊出身的看着那暗淡的彩色光点,突然笑道,这就是老夫超脱的机缘,这就是通往盼道径的大门。 血魔圆胎的奥秘说起来也很简单,为什么老夫要元气大伤,修为降低到极致。 血海魔尊讥笑的看着楚天,那孽子以为,他能趁着老夫元气大伤,实力落入最低谷的时候禁锢老夫,夥取血魔圆胎。 他却不知道,老夫以无上法力凝聚血魔圆胎,以最凶藏狠力的血魔秘法将其在极小范围内爆开,用暴力冲击天地大道的枷锁,亏得盼道径的一丝隐秘,这才是老夫实力下降的根本缘故。 摇摇头,血海魔尊冷笑道,他,根本不可能在老夫实力衰弱之时夺取血魔圆胎,因为那时候的老夫,根本没有血魔圆胎。 涅子,他根本不懂老夫这门秘法的强大和古怪。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血海魔尊笑得快火。 楚天则是陷入了沉思中。 血海魔尊没有真个说明,但是他已经指出了通往河道径之上的道路。 用暴力破开天地枷锁,窥去河道之上的秘密吗? 叛道径,叛道径,楚天隐隐有了一丝名物,超脱天地,用更高的存在取代天地大道,这才是叛道径的精髓。 血海魔尊用的是魔道最激烈的,最两败俱伤的手段,而大梦神典中更新的内容,却有了更加奇妙的想法。 大梦尊,可是已经远远走到了血海魔尊的前面。 第729章 父慈子孝 天机门的阵法玄妙无比 血灵尊者做梦也没想到,他更是不可能知道,他的父亲血海魔尊居然还隐藏了这么一手。 虽然他已经提前做了预备,他防范着血海中可能有各种阵法埋伏,更是预先分发了方便联络的预服。 他依旧低估了血海魔尊,低估了血海魔尊手中掌握的阵法底牌。 踏入血海后,就是一阵天翻地覆。 血灵尊者立刻打出了三枚拇指粗细,三尺多长的奇形长针,黑色的长针手尾两端喷吐着红烟火星,细细的小火星不断的爆炸,不断发出啪啪脆响,向着四周朦胧的血光一阵乱轰。 这是血灵尊者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从圣灵天最擅长阵法禁制的几个超级宗门弄来的破阵秘宝。 过去数百年间,血灵尊者数次尝试过,他偷偷带人去突袭了几个大罗天巨魔的山门,就是用这三根长针以及其他的一些破阵手段,他轻松地破开了对方山门,闯入其中超家灭族。 可是今天,这三根长针不好用了。 细小的火星爆开,无数符纹乱闪,虚空中光芒闪烁,一面面巴掌大小的精巧令其犹如穿花蝴蝶一样从血光中飞出,在空中胡乱地飞舞着。 四周血光散距不定,任凭血灵尊者看花了眼睛,也没能看清血光后面是什么。 长针无效,血灵尊者立刻掏出了一枚小小的用某种果盒雕成的小周,手一挥,小周喷吐着黑白烟云化为丈许长短,血灵尊者一跃而上,催动着小周就向高空冲去。 这小周使用的材料,是某种具有珍稀空间属性的奇异果盒。 就连制造这小周的阵法大能也是无意中得到的这枚果盒,谁也说不清这果盒的来历,也不知道是哪种果子所产。 反正利用果盒中蕴藏的奇异力量,那位阵法大能将其炼制成了一件逃命秘宝。 黑白豪光闪烁,小周在虚空中急速的穿梭着,犹如四处蹦蛋的弹珠一样发出嗖嗖声响,用极其湍急的大折射轨迹在空中急速穿梭。 弹指尖小周已经飞出了不知道几亿里地,但是血灵尊者从船舱中探出头来,他向四周张望了一阵,他骇然发现,他距离刚刚逃跑的出发点只跑出了不到一百丈。 一片片血光犹如迷宫的墙壁一样从四面八方围绕了上来,轻盈的围绕着小周旋转着。 渐渐的四周的空间,时间和一切有形有制的法则力量都变成了西周一样,天旋地转中血灵尊者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变得沉重起来,更是软绵绵的提不起精神。 这是,什么鬼阵法? 血灵尊者忍不住骂了一句粗口,他忙不迭地掏出了一块持续剑方,通体金黄透着一股紫莫名的神圣和威严,镜背上雕刻了九龙缠绕着日月星辰图案的宝镜。 这面宝镜来自至高天,同样是血灵尊者花费了惨重的代价才从十三氏族的某位长老手中秘密交易而来。 为了这面宝镜,血灵尊者牺牲了好几个直属血海魔尊,对血海魔尊忠心耿耿的巨魔。 他故意让那几位巨魔带着大量军队陷入绝境,硬生生被至高天千倍以上的庞大军团困死,困杀。 用血海魔尊的下属做筹码,血灵尊者好容易换来了这面对各种魔道功法有着绝强克制力量的宝镜。 尤其这面宝镜蕴藏了一丝真实之力,换句话说,一切幻象,环境,都会被这面宝镜克制。 血灵尊者自身修炼的血海魔宫,他和这面宝镜的力量格格不入。 很心痛的从袖子里掏出一枚金灿灿的玉符,血灵尊者咬咬牙,将这枚玉符一巴掌拍在了宝镜上。 玉符中储藏了和血灵尊者交易的那位至高天长老的一道法力,相当于那位长老三次全力一击消耗的全部力量。 玉符崩裂,储存在玉符中的庞大力量迅速融入宝镜,伴随着轰的一声雷鸣轰鸣,宝镜中喷出一道水刚粗细的金光,犹如利剑狠狠向前方虚空穿透了过去。 金光如利剑,周边有无数奇异的光影比如说龙凤飞旋,星辰环绕之类的异象浮现,笔直的穿过虚空,照向了四周围绕上来的血光。 血光中那一层浓郁的血色被金光一照就骤然消失。 很显然,这宝镜果然拥有可怕的破鞋之力,血海魔尊加持在阵法中的血海魔力犹如朝阳下的露珠一样被宝镜轰碎。 但是血光散去后,大阵中露出的却是一众众一道道晶莹剔透,毫无杂质,显得无比清净圣洁,博大灵动的鲜光锐气。 四周大阵光芒重叠,犹如一座穷玉世界从四面八方向血灵尊者碾压了下来。 血灵尊者目瞪口呆的看着四周灵动神妙的灵光,差点一口血喷了出来。 这完全不可能是血海魔尊的手段。 血海魔尊一出手,那是滔天血海,尸山血海四处翻滚,无数尸骸,冤魂在血海中怒吼挣扎,更有滔天邪气,冲天怨气席卷而出,这才是血海魔尊应有的手段。 这满天天光,满天锐气,这是搞什么鬼? 这,这,这,血灵尊者真的从没想到,自家父亲还隐藏了这么一手。 这,这不对,这不对劲,血灵尊者喃喃自语,他将这些年自己逃换来的所有压箱底的宝贝全丢了出来,用尽全力的向四周砸了过去。 为了对付血海魔尊,血灵尊者可是将这些年他执掌血海魔玉瓜地皮瓜来的资产全部换成了强大的秘宝,其中好些都是从至高天,圣灵天换来的开天神器级的好东西。 只是,任凭他催动了数十剑秘宝向四周乱打,穷玉世界依旧纹丝不动,他被困在了这一方小小的世界中,我和制成的小周在急速的冲撞弹跳,可是小周能活动的范围却越来越小了。 就在血灵尊者心中涌出一丝惊慌和畏惧的时候,四周的穷玉世界骤然一变,变成了一座通体血色的巨大宫殿。 四面八方都是半透明的血色晶石修成的巨柱,一根根巨柱上缠绕着一条条造型猙獰的血色魔龙雕像。 血灵尊者的小周就悬浮在这场宽不知道多少的巨殿中,远处血云翻滚的深处,有沉闷的波涛翻滚声隐隐传来。 一个清朗的声音从血云深处传来,血灵,不是给你说了,卫妇闭关期间,你不要打扰吗? 血灵尊者脸色微变,他深吸了一口气后,端出了一脸笑容,毕恭毕敬的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说道,父亲,孩儿有事情禀告,事关重大,不敢不来。 一股极大的犀利从血云深处传来,小周迅速的向血云中飞去。 如此飞行了小半个时辰,前方豁然开来。 数千根巨大的盘龙巨柱环绕着一片直径千里的血色小壶,正中一团血色烈焰熊熊燃烧,烈焰中一朵血连极力的招展着身体,在直径千丈的血连正中帘篷上,一个血色鹰还蜷缩在正中,一呼一息之间有无量血云不断在他蹊跷中进进出出。 一个身穿红色长袍,面容俊美邪义的青年站在血湖边缘一朵血连上,微微低头,搭拉着眼皮看着血光淋漓的湖面,一副静夜静思的模样。 血灵尊者跳下小周,小心地走到了那血袍青年面前,向他无体投地地跪拜了下去,父亲。 血海魔尊缓缓抬起头来,他脸色冷漠地看着血灵尊者下一瞬间,他的脸上就好像百花突然绽放一样,一团炫目的笑容绽放开来,他伸手虚扶,轻声道,血灵啊,起来吧,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来打扰卫父。 摇摇头,血海魔尊若有所指的轻声道,这一次,卫父成功的可能极大,嘿,多少能窥破几分河道之上的奥秘,说不得就能突破那一众大关,踏入,那缥缈不可测的境界。 不等血灵尊者开口,血海魔尊又笑道,悬而又悬,不可言喻,总之,一切尽在卫父这血魔源太重了。 血灵尊者的脸抽了抽,他低下头,恭恭敬敬地,将血妖王等十几位依附在血海魔狱之下的妖魔巨头突然被人刺杀,血海魔狱和周边十几个大魔狱,妖狱全都一片大乱,无数妖魔相互攻伐,打得天地一片混乱的事情说给了血海魔尊听。 血海魔尊的脸色就阴沉了下来,他看着血灵尊者,沉声道,你是如何处理的? 血灵尊者干咳了几声,他猛地撕开了胸前衣巾,露出了白膝胸膛上一个漆黑的手掌印,孩儿带领心腹下属去弹压,却被人暗算,不知道被人用什么邪术打了一掌。 这几日,孩儿每到子午之时就五脏如焚,神魂更是剧痛难当。 如果不是这伤势太诡异,孩儿怎么敢来打扰父亲闭关? 咳嗽了几声,血灵尊者咬着牙说道,父亲有所不知,孩儿带人出去谈压,颇有一些父亲麾下的老人依仗功劳,对孩儿言语之间颇有不敬。 不仅如此,他们还流露出了对父亲的大不敬之意。 血海魔尊皱起了眉头,一脸恼火的凑到了血灵尊者面前,他仔细检查了一下血灵尊者胸膛上的伤,然后惊讶得喃喃自语,奇怪,居然老夫都认不出这是谁的手段。 难不成,有血海魔玉之外的人插手了? 呵呵,是那几个老家伙又不干寂寞了吗? 有趣,有趣,有趣得很。 摇摇头,血海魔尊反手在血壶中一抓,凭空凝聚了一颗拇指大小的血色丹丸递给了血灵尊者,不过, 无妨,任凭伤势多重,服用这颗万族血丹后,你的伤定能愈合,这份仇,等未复出关之后,再给你报了。 血灵尊者接过丹丸,却不往嘴里送。 血海魔尊则是一把抓住了血灵尊者的手,强掰他的手将丹丸送向了他嘴边,血海魔尊微笑道,来,血灵啊,赶紧服下这血丹,先把伤治好再说。 血灵尊者的后心大片冷汗渗出,此情此景,如此情壮,他如何敢服用血海魔尊给他的丹丸? 不过,血灵尊者也安排了后手,他身后的小周影子里,一道漆黑如墨的人影突然窜了出来,一个沙哑古怪的声音响彻万里, 吸,血海老儿,你居然真的虚弱如斯。 嘿嘿,你们父子的们,我就不客气了。 漆黑的人影画为数十条狂舞的影子向血海魔尊冲杀了过来,虚空中一声尖锐的破空声响起,血灵尊者后背莫名被劈开了一条猙獰的血口子,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嚎,大片鲜血喷洒中,血灵尊者狼狈的一头栽倒在地,手中的丹丸自然滴溜溜的抛飞了老远。 血海魔尊怒笑一声,他右手一挥,直接将血灵尊者砸向身后的血壶,然后轻喝了一声,愚蠢。 也不知道他是说谁愚蠢,是血灵尊者,又或者是出手的黑影。 总之漫天黑影乱舞,那些巨大的柱子上一条条猙獰的龙形雕像的双眸骤然亮起,无数条血光撕裂虚空,化为一张巨大的血色光网将漫天黑影一网打尽。 血海魔尊轻声道,影老儿,你怎敢就侵入老夫这些海禁地? 嘻,来得好,来得好,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 我一直很奇怪,你这黑影中,可能提炼出惊喜来。 黑影在空中剧烈地挣扎着,无数条黑影就好像皮影戏中的人影一样蠕动着,看上去有种莫名的惊悚。 黑影不断发出尖锐的叫声,漫天血光落下,烧得这条黑影痴痴直冒黑烟。 血海老儿,你果然有棘手,不过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带着什么离开? 黑影尖锐地长笑着,血海魔尊随手丢向血壶的血灵尊者身体重重地砸进了血壶中,大片血水碰触到他身后的血口子,顿时犹如浓酸碰到了铁片一样冒出了大量的白色气泡和血色浓烟。 血影尊者思生长笑,他胸腔的黑色掌印突然变成了一团夺目的金色雷光,无声无息地化为一柄金色光斧向血海魔尊的后背劈砍过去。 这柄光斧的威力绝大,刚刚凝聚就有一股可怕的威煞之气充斥虚空。 光斧放出无边金光照耀四方,在金光的照耀下,血壶的表面隐隐凝固,翻滚的血水居然有凝结成金色硬块的征兆,分明是这柄光斧的威能太甚,他放出的金光中蕴藏了绝强的大道道运,正在侵蚀,侵染,强迫着血壶中的血水发生本质上的转化。 这是核道镜大能出手特有的征兆。 唯有核道镜的大能出手,才会用自己的道运强行侵染他人的一切攻击,秘宝,俘虏,阵法等等,强行用自己的道运将四周的一切转化为自己最熟悉的主场。 血海魔尊轻叹了一口气,血灵,你真是未复的好儿子。 淡然一笑,血海魔尊反手一掌披在了金色光斧上。 一声俱响,血海魔尊的右臂和光斧同时湮灭。 血壶中无数条血色手印飞出,一把抓住了血灵尊者的四肢。 强行将他拖进了血水中。 沸腾的血水迅速溶解了血灵尊者的衣衫,烧得他浑身皮肉大块大块的脱落。 你我父子,为何会走到如此一步? 血海魔尊悠悠叹了一口气,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魏父,薄情了。 第七百三十章 巨波来袭 血色大殿中,楚天和血海魔尊相谈甚欢。 虽然根本核心的奥义不可能拿出来说,血海魔尊在这一点上还是极其谨慎,极其吝啬的。 但是在一些无关根本的小道上,血海魔尊倒是和楚天颇有共同语言。 活得久了,什么都会尝试一些,炼丹啊,阵法呀,俘虏啊,傀儡啊,林林种种的杂学。 血海魔尊也捉摸了不少。 当然,他的兴致不在这里,所以他所修习的这些杂学博而不惊。 饶是博而不惊,毕竟耗费了太长时间在上面,活得久了,用时间硬生生的堆砌,血海魔尊在这些杂学上的造诣也比现在三天之中绝大多数的所谓宗师级人物强出太多了。 楚天也是如此,他所传承的东西更加不凡,不仅是渊博,更是精深,他和血海魔尊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怕谁占了谁的便宜,短短几个时辰中,居然两人都觉得在很多方面颇有敬意。 当然,相比起来,楚天得到的好处更大。 血海魔尊对这些杂学是完全不在意,他只追求自身极度强大的力量和法力。 而楚天却知道,这些血海魔尊看不上眼的杂学,实际上是很有用处的。 很是和谐的交流了许久,楚天突然询问血海魔尊,有句话,一直想要问前辈,不知道前辈可否解惑。 血海魔尊何等聪慧的人? 否则当年太古无量天崩灭,其他人都死了,为何只有他留了一缕残魂,卷了一颗残破的炼狱血连莲子跑了出来? 更是在那种绝境下,他居然还顺利打结了逃难的天机门。 他笑吟吟的看着楚天,点了点头,你是想要问,老夫当年在太古无量天的修为吗? 抬起右手,轻轻地拍了拍膝盖,血海魔尊沉沉地叹了一口气,老夫当年在太古无量天,实力已经达到了叛道境,毕竟老夫是血神宗太上大长老,虽然不是开山祖师,那也是手握大权,横行一方的祖宗级人物。 摇摇头,血海魔尊有点不满的低声咕嚕着,只是啊,老夫毕竟只是一缕残魂逃脱,好些东西,忘了,忘得太多了,而且无量天崩毁,这天和世界和无量天,终究是有大不同。 耗费这么多年苦功,老夫好容易才恢复到了和道境十二重天巅峰境界。 叹了一口气,血海魔尊深沉地看着楚天,突然笑了,不过,老夫可以提醒你,小家伙,这天和世界如今分为三天, 大罗天嘛,乱得很,而且真的没有足够定顶的高手坐镇,所以大罗天一直乱,乱糟糟的不成气候,无数和道境的妖魔鬼怪张牙舞爪的瞎折腾。 但是至高天也好,圣灵天也好,他们能够维持一个面子上的大一统的权力模式,那是因为,他们身后都有叛道境的大能坐镇。 机灵灵打了个寒战,血海魔尊喃喃自语道,如果不是踏入了叛道境后,心性逐渐冷淡了,对外界的事情不是很感兴趣了,不乐意插手外物的话,至高天和圣灵天早就拼了一个胜负,而大罗天早就成了两扇磨盘之间的鸡蛋,啪的一声,早就没了。 楚天愕然看着血海魔尊。 你说话,是要负责的。 三天之中,大罗天最弱。 你确定? 三天之中,至高天和圣灵天,居然都有叛道境的大能坐镇。 喂,你这话,很吓人啊。 楚天的嘴角抽搐着,半赏没说话。 他的如意算盘是在大罗天这六百年中努力修炼,力争能够突破和道境,从而拥有回去圣灵天先桌子的实力。 这些可好。 和道境的实力,不足够先桌子啊。 这种老怪物,多么。 楚天很严肃的看着血海魔尊,大罗天,为何没有叛道境的大能呢? 血海魔尊沉吟了片刻,摇了摇头,又不是无量天时代,这种怪物,怎么可能有很多? 就算当年太古无量天时,我记得叛道境的大能也不会超过百数,当然,或许会多一些。 实在是老夫忘记太多东西了。 按照老夫的估算,至高天十三氏族,圣灵天七大门阀,应该都有一两个叛道境的大能坐镇,至高天地,是一定是叛道境的存在。 双方的数量,圣灵天的数量还略微多一些,毕竟人族的潜力,比起灵族强太多了。 至于大罗天们,呵呵,老夫突然发现,一个混乱的,过于混乱的环境,实在是难以出现太强大的存在。 无奈的摇了摇头,血海魔尊指了指自己,以老夫的跟脚,按理说恢复当年修为,是应该很快的事情。 可是老夫亲眼看到,圣灵天的一个小家伙,那是无量天崩毁之后才出生的小家伙,都已经突破了叛道境,而老夫好几次和那些蠢货争地盘,打得脑浆都出来了,一次次伤损了根基,一次次的伤损了本源,直到最近一些年,老夫才做好了突破准备。 咬咬牙,楚天都听出了血海魔尊话语中的愿毒之意,好呢,老夫这里做好了突破的准备,结果呢? 自家儿子勾结了一群小崽子,在背后算计老夫。 血海魔尊颇有一点恼羞成怒,跳脚骂街的味道,圣灵天也好,至高天也好,自家长辈要突破修为了,门人弟子,无数后辈前仆后继的为他们抵挡外来的侵害,为他们搜刮天地间一切可以用上的奇珍异宝帮他们突破。 楚天听的这话,也觉得血海魔尊真的是,有点可怜呐。 就听血海魔尊愿毒的说道,可是大罗天这里呢? 自家长辈要突破了,还要藏着掖着,躲在禁地中不出门,小心翼翼防范一切人的偷袭暗算。 这种环境,这种情况,嘿。 鼠爷坐在楚天的头顶笑得直翻肚皮,知,你们,该。 哈。 鼠爷的笑声正在大殿中飘荡,血海魔尊和楚天同时一跃而起,两人几乎是同时惊呼,水。 嗡的一声巨响袭来,一枚硕大的刀轮破开了楚天所在的血色大殿,将天花板劈开了一条极长的裂口。 黑色的刀轮喷吐着黑色雷霆,无声无息的雷霆向四周喷涌,锁过之处血色的殿堂纷纷化为屡屡青烟飘散。 血海魔尊骤然震怒,急灭雷妖,你敢来我血海魔欲找死。 血海魔尊怒吼的时候,楚天一把抓起鼠爷揣进袖子里,然后化身一道寒光向后击退。 整个血色大殿在黑色雷光侵蚀下轰然崩塌粉碎,一鸣面孔如鹰,人身而生了三对黑色翅膀,通体雷光缠绕的大腰悬浮在空中,手持一柄造型奇异的刀轮,正低头俯瞰着大殿中的血海魔尊分身无声的冷笑。 一眼看清了血海魔尊的身形,这大腰不满的摇了摇头。 很显然,他认出了这只是血海魔尊的一具分身,并非他的本体所在。 大腰右手一挥,一道黑色雷光凝成的印玺当头向血海魔尊砸下,血海魔尊也是一声长啸,化为一道血光直朝着印玺迎了上去。 一声脆响,只听啪的一声,血海魔尊的分身犹如鸡蛋壳一样被碾碎,雷光向内一包,就将他的分身炸成了屡屡青烟飘散。 大腰双眸咕噜噜的转悠着,猛的盯上了正在向后逃窜的楚天。 楚天只觉一股莫大的危机笼罩了过来,他一声不吭的将太阴万化轮催动,无声无息的数以十万计的残影幻象不断出现,一缕缕银光凝成楚天的分身幻影向四周急速逃窜。 楚天顿数惊人,大腰的手段则是更加可怕。 他右手刀轮随意一挥,顿时方圆百万里的虚空都被一条条细细的黑色雷光环绕,无论楚天分化出多少残影幻象,全都被这些黑色雷光笼罩了进去,被雷光凝成的大网一网打尽。 楚天的脸色微微一变,一条条残影碰触到黑色雷光中急速炸开,化为无数银色光点飘散。 眼看着他本体也要撞上黑色雷光,他无奈之下,只能轻喝了一声,无香清莲从他头顶冉冉生出,放出无量清光照耀虚空。 清澈光芒所过之处,无数黑色雷光瞬间湮灭,被无香清莲轻轻一荡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大妖呆了呆,双眼猛的弹出来一寸多高,看着无香清莲低声近乎,无香清莲。 没道理。 一声冷哼传来,一条身高百丈,形如牛魔,通体被烈焰环绕的恐怖身影凭空出现在楚天身后。 巨大的牛魔手持一柄鲜花大斧,当头一斧头朝着楚天劈了下来。 大斧带起一片瀑布一般的烈焰寒光,嗡的一声,大斧劈在了无香清莲上,被无香清莲稳稳的拖住,任凭牛魔嘶声怒吼,无香清莲只是纹丝不动。 楚天左手握着的吞天鞭啪的一下弹了出去,骤然生长到千多丈长的吞天鞭用一种极其猥琐的方式狠狠地击打在了牛魔的两腿之间,一声闷响,牛魔身体表面厚打仗许犹如岩浆的烈焰被吞天鞭击穿,吞天鞭重重地击打在了牛魔的要害上。 饶是这尊牛魔是和道径的大能,被吞天鞭用此重击后,他依旧是双手一松,放开了喧花大斧,两手捂着下身嘶声痛呼起来。 小兔崽子,你敢打你牛爷爷的蛋?我要嚼碎了你吃罢了你。 牛魔嘶声怒吼着,双眸喷出血一样的凶光。 吞天鞭则是犹如一条怪蛇,鞭头狠狠向前一顶,猛地击穿了牛魔的皮肉,进入了他的体内。 吞天鞭表面无数古怪诡异的符纹亮起,拇指粗细的吞天鞭骤然膨胀到了水缸粗细。 对于牛魔而言,拇指粗细的吞天鞭刺进体内,就好像一个正常大老爷们被一根牙签扎进了两腿之间,虽然剧痛,却能忍受。 但是吞天鞭猛地膨胀到了水缸粗细,这就好像被人在那地方捅进去了一根钢管。 牛魔的身体明显地僵硬了一下,他的脑袋很诡异地猛地昂了起来,然后从胸膛深处发出一声声嘶力竭的惨力嚎叫。 吞天鞭的本体可是吞天鞭罗,要说吞是掠夺的功夫,天地之间少有比他强悍的。 在楚天的催动下,吞天鞭犹如一条贪婪的巨蟒狠狠的一阵吞膝,牛魔胸腹间就好像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大量的精血疯狂地被吞天鞭吞下,急速被吞天鞭转化为强大自身的养料。 吞天鞭的吞是智能强悍的可怕,这毕竟是一条以虚空世界为肥料的混沌凶物。 只是一个呼吸间,牛魔还没从那难以承受的剧痛中苏醒,他身上的气息已经弱了三成。 整整弱了三成。 他的精血,居然在瞬息间被吞天鞭吞掉了三成。 原本吞天鞭就只比这尊牛魔弱了一丝半点,三成精确损耗后,吞天鞭就比牛魔强大了将近一倍。 又是一个呼吸的时间,牛魔的气息再次降低了六成,他的气息居然只有全剩十七的一成左右,而且高大粗壮的身体骤然干扁了下去,体表的火焰也只剩下了薄薄的一层。 老子,牛魔浑身哆嗦着,不可置信的看着楚天正要开口说话,楚天右手青椒剑一闪,这头合到镜的牛魔大能就被他一箭削手,数掌大小的牛头翻滚着飞起,还没飞出多高,就被几条吞天鞭上生长出来的分支捆绑住,然后一口吞了下去。 吞天鞭通体散发出可不得贪婪煞气,一波波火光在吞天鞭上急速翻滚,这是他正在全力消化来自牛魔的好处。 短短几个呼吸后,吞天鞭的气息就强大了一倍有余,他灵巧的在楚天身边蜿蜒翻滚着,就好似一条吃饱喝足的巨蟒,向四周散发出无穷的恶意。 极灭雷妖沉默,他眼睁睁的看着牛魔被吞天鞭吞噬一空却没有动手。 他深沉的看了楚天一眼,冷声道,这小牛犊子,是魂天妖玉魂天牛祖的儿子,虽然只是和道敬一众的修为,却深受魂天牛祖喜爱。 此次我们联手对付血海老魔。 魂天牛祖也来了,嘿嘿,小子,你自求多福吧。 极灭雷妖转身就走,化为一缕黑色雷光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楚天则是被他的话给吓住了,什么叫做联手对付血海老魔? 魂天牛祖,这个老妖的名头他是听说过的,他虽然不如血海魔尊这般名气鼎盛,但是在整个大罗天,魂天牛祖也是能够排进前十五的妖道魁首,双方的综合名气和实力相差并不大。 刚刚这牛魔,是魂天牛祖的儿子。 混账东西,河道静一重,你来掺和这些妖魔巨拨的冲突干什么? 这不是送菜上门吗? 楚天完全忽略了自己只是河道静修为的事实,冲着已经死掉的牛魔破口大骂起来。 突然间,极灭雷妖的声音远远的传来,犹如雷霆一样轰隆隆的传遍了整个血海。 混天老牛,你家小火牛被一个拎着鞭子,拎着剑的白脸小子宰了,嘿嘿,那小子可能就是传说中清廉圣尊的弟子,因为无相清廉护着他里。 楚天气得眼珠子发绿,这极灭雷妖这一嗓子,完全是损人不利己。 这些大罗天的妖魔,就没一个好东西。 一声粗犷,狂怒的吼声远远传来,在哪里? 老祖我要碾碎了他。 一股恐怖的惊血波动翻滚而来,犹如飓风一样横扫整个血海。 第七百三十一章 落井下石 一只巨壁从极其遥远的血海深处伸了出来,化为一片阴晕黑云向楚天当头拍下。 那是一只方圆数万里的巨大手掌,后方的手臂粗壮无比,犹如晴天巨柱一般巨大。 巨长拍下的一瞬间,整个楚天四周的空气都被巨大的压力碾成了石质固体,他就好像镶嵌在琥珀中的小虫子,四周巨大的压力涌来,楚天再也动弹不得。 吴湘青莲轻笑了一声,屡屡青光看似轻柔的向上方冲起,化为一众一重华美的嗓盖悬浮在楚天头顶。 黑色巨长狠狠拍下,青光凝成的嗓盖只是向下微微降了数十丈,就再也没有任何变化。 青莲老儿,巨大的怒吼声远远传来,巨长的掌心突然张开了一只疯狂的血色眼眸,巨大的眼眸中一枚诡异三斜的黑色符纹急速旋转,死死的锁定了楚天和无相青莲。 青莲老儿,你敢让你的弟子杀我爱子?这里是大罗天,这里是大罗天,这里是老子的地盘。 魂天牛祖似乎已经有点气糊涂了,他的嗓音都忽高忽低的,变得很不正常。 血海魔尊的声音从血海深处传来,老牛头,你弄错了,这里是本尊的地盘。 呵呵,老牛头,老雷妖,还有黑屠夫,嘖嘖,花大美人也来了,你们四个,这是想要我死。 一个甜美异常,让人听了就觉得浑身欢畅,进而小腹一阵阵发烫,身体不禁有点发软的声音从血海深处传来,老血海,吸,难得有机会你自己儿子向你下手,我们不趁机背后捅你一刀,我们这么多年的江湖,岂不是白魂了吗? 随后这甜美的声音骤然变得阴冷无比,老牛头,少发疯了,不就死一个儿子吗? 你的儿孙这么多,都可以拿来做牛肉汤面的材料了,死上三五个算什么?赶紧下手,不要给老血海回气的机会。 疯狂拍打无相清莲的巨大手臂猛的收了回去,魂天牛祖的声音远远传来,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阴冷的说道,小白脸,清莲老儿,老子记住你们了,等着老子永生永世的追杀吧。 一道道黑色雷光在血海深处猛的冲天而起,黑色雷光中一朵朵绚烂的粉色桃花冉染开放,每一朵桃花的花影后面都跟着一柄造型诡异的牛角屠刀,随后是两只粗大的手臂紧握着一根巴棱魂铁棒,狠狠的向着血海深处打了下去。 黑色雷光,应该是极灭雷妖,粉色桃花,就应该是血海魔尊口中的花大美人,牛角屠刀,显然是那黑屠夫的手段,手持魂铁棒的巨大手臂,毫无疑问是魂天牛祖出手了。 四尊妖魔道的巨搏魁首,居然趁着血灵尊者和血海魔尊冲突的机会,不声不响的就侵入了血海魔狱,而且直接摸到了血海魔尊闭关的血海进得来。 血海骤然掀起了滔天巨浪,一波波巨浪翻滚着向四周扩散开去,血海魔尊恼怒的声音远远传来,你们,是怎么知道老夫闭关的详细虚实的? 花大美人甜美的声音再次响起,嘻嘻,这就要怪你的宝贝儿子了。 嘻嘻,她这些年到处搜集各种破魔的奇珍异宝,收集各种对血魔道有先天克制的大威力一次性秘宝,她自己修炼的就是血魔道,收集这些东西,总不至于是用来自杀吧。 偏偏老血海你知道,本娘娘有这么多漂亮可爱的干女儿,她们为本娘娘招了无数的干女婿,嘻嘻,这些干女婿的消息灵通,你那宝贝儿子手中的好些好东西,都是本娘娘的干女婿和她交易的。 虽然她改头换面,还用了无数的中间人进行交易,但是,要说消息灵通吗,三天之中,我堪称第一。 这些小手段,怎么可能瞒得过我呢? 花大美人娇滴滴的笑道,我们就盘算着,你的孝顺儿子要对你这老魔头下毒手,我们自然要趁机给你一点好看咯。 就算杀不了你,能够让你元气大伤,让你未来数千万年藏在老巢中不能出门,这也是多赏心悦目的好事情呢。 短短几句话的时间,四个入侵的妖魔巨波已经联手向血海魔尊发动了上万次疯狂的攻击。 一次次的轰击让血海中粘稠的精血不断蒸发,短短几个呼吸间,血海的水面起码下降了上百丈。 巨浪翻滚,更有无数藏在血海中的血莲花被撕成了碎片,随着浪头向四周胡乱的翻滚了出去。 血海魔尊恼怒的训斥着血灵尊者,而血灵尊者一直没吭声,也不知道是被血海魔尊炮制成了什么模样。 楚天在无相清廉的保护下,急速的在血海上空穿梭着,寻找着和他一起进来的那些人。 敢于和血海魔尊作对,这四个入侵的妖魔道巨波最弱也是接近河道静圆满的存在,否则的话,他们哪里有这么大的胆子在血海魔尊的老巢和他开战。 这些老怪物随手一击就能崩毁万物,楚天不担心有胡许许他们,担心的是自己家人还有子天尊那小子。 一缕清光在血海中急速穿梭,过了大概半柱箱时间,楚天第一个找到了楚鞋。 见到楚鞋的时候,楚天差点煤气晕了过去,那边已经打得天崩地裂了,楚鞋居然正在用万鬼朝宗图趁乱偷抢血海中的无量鲸血。 万鬼朝宗图化为万里大小,化为一片黑烟邪气覆盖在血海中,无数厉鬼疯狂的从万鬼朝宗图中探出头来,张开大嘴贪婪的吞噬血海中的无量鲸血。 万鬼朝宗图是鬼道至宝,里面的众多厉鬼可以自行修炼成长,但是他们最好,最快捷的成长方式,无疑是吞噬生灵的精确灵魂,这才是厉鬼们最佳的修炼道路。 楚天约束楚鞋,严禁他滥杀无辜,这些万鬼朝宗图中的厉鬼数量庞大数以万亿计,早就饥渴得不成样了。 这一片血海是血海魔尊造的孽,楚鞋趁乱截取血海中的无量鲸血,兴奋得这些厉鬼嗷嗷直叫,快活的差点没从万鬼朝宗图中窜出来跳舞。 血海的水面直接下降了百丈,六成的功劳要归五个老妖魔大打出手蒸发掉了大量血水,四成的功劳就在楚鞋身上,这丝劫掠的鲸血数量堪称惊人。 楚天飞扑到了楚鞋身边,一把抓住他,将他拉进了无相清廉的庇护中,然后拖着他继续向前行进。 万鬼朝宗图紧随在楚天身后,一路不断抽取血海中的惊血,两人向前搜寻了一阵子,就看到楚也,楚风爷俩也在做楚鞋一般的事情。 或许是这些年和镇三周的汉匪同行,沾染了他们身上的一些习性,楚也,楚风两个大豪商出生的大老爷见了楚天和楚鞋,只是很憨厚的笑了笑。 无本钱的买卖,利益最是丰厚,这些惊血,浪费了可不好。 楚也,楚风身后大片血海沸腾,血海中无数稀奇古怪造型怪异的魔头贪婪的张开大嘴,朝着血海不断的大口吞吸。 只不过楚也,楚风也俩缺少楚鞋万鬼朝宗图这样的质保随身,他们做无本买卖的速度,还不到楚鞋效率的万分之一。 有没有质保随身,这差距就是这么大。 楚天摇摇头,无奈的拉住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 一家子四个继续向前搜寻。 又找了一柱镶时间,前方出现了在巨浪中狼狈闪避的云梦瑶,楚天远远的见了这家伙,立刻调转方向朝着另外方向飞去。 云梦瑶倒是先发现了楚天,他急忙大呼小叫的追了上来,想要脱避在无相清廉之下。 楚天就当作没听到他的呼喊声,一溜烟的带着自家人跑得远了。 云梦瑶在后面破口大骂,但是很快他就骂不出口了。 无边巨浪中,两名打扮的花枝招展,身上暴露出大片白花花肌肤的美丽少女突然出现,他们一人手里捏着一只桃花,一人手里捏着一只杏花,生得杏眼淘塞的他们娇媚的向云梦瑶笑着,云梦瑶突然发出一声怪叫,漫天无数的瓜果,五谷杂粮之类的酿酒材料犹如暴风雨一样向两女打了下去。 两女轻喝一声,说着甜言蜜语,手中花枝放出漫天花影向云梦瑶扫去。 很快三人就打成了一团,逐渐就不知道打去哪里了。 楚天掏出了血灵尊者来时给他们的御符,紧随着御符上指引的方向朝着子天尊所在的位置追去。 一路即飞,楚天和楚邪兄弟两不由的渐渐骂起了朝天娘,紫天尊这思,他居然要死不死的,正在朝着五大老魔头乱战的核心位置飞去。 这小子,他以为他是谁呀? 他以为他是我大哥吗? 楚邪气得破口大骂,他要死,别拖着咱们死啊,要不是他有个好大姐,楚二少我亲自弄死他。 破口大骂了几句,楚邪急忙转过头来看着楚天,大哥,咱们可不能丢下这小子不管,不说他是你的小舅子吧,前些日子我请他喝花酒的时候,他说如果以后他有了异母同胞的妹妹,就把他妹妹说给我,嘿嘿,咱们兄弟娶了他们姐妹,多好的事情,是不是? 楚天脸色变得黑漆漆的,他突然很想丢下紫天尊不管他死活了。 这都是什么王八蛋?他的妹妹还不知道有没有影子,就这么心口胡柴的把自家宝妹给卖了。 呵,呵呵。 楚天冷笑了几声,狠狠一巴掌拍在了楚邪的后脑勺上,做好拼命的准备吧,就算有无相清廉,五个河道竞巅峰的老怪物,也不知道撑不撑得住啊。 当年无相清廉曾经独闯至高天亭,在十三大天象的围攻下全身而出。 但是当年他是孤身一人去的,进退自如,而且不用分心他故,全部精气神都能用在防御字身上。 而眼下呢,楚天脱家邪口的,再加上包括楚也,楚风两位老爷都似乎不是省事的茶儿,楚天觉得会出纰漏,一定会出纰漏。 刷的一声,两条娇小的人影凭空出现在楚天面前。 可怜,可心两个老鬼冒充的小丫头突然出现,他们目光闪烁的盯着楚天,同时开口道,小姐想要夺血海魔尊的血魔圆胎,楚公子,还请你用无相清廉相助一二,等小姐得了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便宜。 楚天直勾勾的盯着两个老丫头,她咬着牙怒道,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可怜可心很自然的看着楚天,一本正经的说道,趁火打劫呀,还能有什么? 是你答应了帮血灵尊者算计他亲爹,我们可没答应,有好处,自然要抢才对。 这可是一尊和道境巅峰极致的老魔头全身精气神凝聚而成的血魔圆胎,若是到手,能省掉多少年苦休呢? 可怜,可心的眼睛里闪过一抹奇异的光芒,他们齐声道,只不过,他们打得太厉害,想要侵入血海魔尊闭关的宫殿,得有一件强力的防御至宝才行。 楚天懒得搭理这两个浑身都透着强盗气息的老丫头,一声不吭地向着紫天尊所在的方位急飞。 两个老丫头跟在楚天身边,突然开口说道,你在找紫天尊吗? 不用找了,她在小姐手上。 楚天骤然停下了飞行,她愕然看着两个老丫头,她。 两个老丫头一脸失笑地看着楚天,她刺头罗网,跑到小姐面前有嘴滑舌的占便宜,小姐知道你狠着紧她,所以,就请她安静安静喽。 楚天的脸一阵阵地抽搐,紫天尊这个小王八蛋。 一波巨大的血浪猛地扑了过来,血浪中隐隐有黑影闪烁。 楚天右手猛地一挥,一百零八种法则之力凝聚成一道紫色的狂雷,呼啸着从她指尖喷射而出。 出手时只有手指粗细的雷光骤然膨胀到一座大山那般大小,紫色雷光狠狠撞在高达万丈的血浪上。 就听一声怒吼传来,两尊身披重甲的牛头壮汉分别拎着一根狼牙棒和一柄大砍刀从血浪中冲了出来。 紫色雷光不断击打在两个牛头壮汉的甲咒上,就听轰轰巨响不断,重甲上大片符纹妖云闪烁,妖云被雷光炸得支离破碎,雷光落在重甲的本体上,在重甲上留下了一条条深深的裂痕,上面有着明显高温溶解的痕迹。 两尊大汉最初冲击的速度还很快,但是随着雷光的不断轰击,他们的速度越来越慢,到了最后距离楚天不到一百丈的时候,他们已经浑身抽抽的在原地跳了起来,再也无法向楚天冲出半步。 可怜可欣猛的向前一晃,两条黑影闪过,就听扑哧一声响,两颗硕大的牛头冲天飞起。 可怜猛的张开嘴,魂天牛祖,你的儿孙又被清廉圣君给。 楚天急忙举起了双手,够了,少叫唤,不就是对血海魔尊落井下石吗?我帮你们进去,但是我不负责后面的行动,另外,紫天尊赶紧给我交出来。 一不做二不休,楚天左手吞天边一晃,迅速缠住了两个牛头疯狂吞噬起来。 远处再次传来了魂天牛祖的怒吼声,楚天一行人充耳不闻的向前急飞,在可怜,可心的带领下,急速来到了血海深处。 第七百三十二章 心性诡诀 血海深处,血海魔尊闭关修炼的血色大殿中。 血湖内,浑身皮肉被血水腐蚀得刚干净净,只剩下一具白骨骷髅的血灵尊者浑身抽了抽,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 他猛地站起身来,血水顺着他光滑的白骨架子滑落,他晃了晃脑子,深深的眼眶里顿时有两团莲花状血盐亮起。 嘿,老东西,差点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如果不是我在外游离的时候,碰到了太古无量天血浑胶的遗址废墟,从中得到了血浑胶的至高传承,我怎么敢动你的心思? 血浑胶在太古无量天声名不显,论实力,影响绝对比不上血神宗,但是血浑胶是秘传魔门,他的神通手段不比血神宗差,反而血鬼精深更有甚之。 嘿嘿,老家伙你的手段让天下人闻风丧胆,但是对我,算什么? 一只只血色小手从血湖中冲出,不断抓向血灵尊者的身体。 血灵尊者白骨架上一缕血光营绕,血色小手落在他的身上就不断的燃烧殆尽,化为一缕缕红色烟雾融入四周血雾中。 他一步一步的向血湖和新处走去,身上不断有新的皮肉滋生。 外面打得地动山摇,血海魔尊被四名凶名昭著的妖魔拒搏围攻,整个血海都在摇晃。 血灵尊者轻松的笑着,他只用了短短几个呼吸间就血肉重生完全,静静的站在了血湖正中的那一朵血色莲花前。 血魔圆胎,血魔圆胎,老家伙苦修一辈子的心血结晶。 嘿,血灵尊者歪着脑袋,谨慎,忌惮的看着血魔圆胎下的那朵莲花。 炼玉血连,倒是个大麻烦。 希望血魂叫秘传中的手段,真的能对付炼玉血连,不然的话,血灵尊者皱着眉头,低声感慨了一声,老家伙,你一定想不到,我要对付闭关苦修的你的消息,是我故意放出去的。 古怪的抿嘴一笑,血灵尊者悠然道,虽然有轻衣相助,可是我怎么可能将希望寄托在轻衣身上。 哼,女人嘛,有时候,总是不够心狠手辣,她又不是魔道出身。 双手快速的变换指印,血灵尊者的指尖有一缕缕紫红色的气息升腾而起,迅速在空气中凝成了一枚古怪的鬼脸印喜。 巴掌大小的印喜上,紫色的鬼脸是如此的醒目,扭曲的笑容中透着一种莫名的疯癫和诡异。 太过完美的理想,怎么可能实现呢? 血灵尊者轻声感慨道,她想要覆灭天人一族,让至高天掌控下的人族脱离被圈养,被无穷尽收割的命运。 好伟大的理想,但是我其实蛮欣赏天人一族和灵族这种养猪的手段,等我未来有了大权,掌控了无上权势和力量,亿万生灵,也是要被我圈养的呀。 人族的精血和灵魂,对我血魂叫秘宫可是有着说不完的好处。 所以,轻衣,最适合你的地方,是我用来圈养美人的宫殿,当年你救了我一命,我会让你享受足够的特权,拥有无穷尽的荣华享受,这足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吧。 嘿嘿。 一抹阴邪之色在血灵尊者脸上一闪而过,他犹豫了一阵子,凝聚的鬼脸印喜微微挣扎了一会儿,终于慢悠悠的脱手飞出,轻轻的印在了炼狱血脸上。 这一朵血帘,使血海魔尊用一颗残破的炼狱血帘莲子培育而成,相当于他的一具分身,和血海魔尊有着说不清到不明的联系。 可是这枚鬼脸印喜落在血帘上后,炼狱血帘却是纹丝不动,血海魔尊似乎并没有感应到这里发生的变故。 炼狱血帘通体的血色光滑暗淡下来,花瓣有气无力的向四周张开,露出了连台上那蜷缩成一团的血色鹰骸。 血灵尊者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用力的一拍后脑勺,一抹亮晶晶的紫红色光芒从他脑后飞出,化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大手,一把向那血色鹰骸抓了下去。 就在血色大手快要抓到这血色鹰骸的一瞬间,一缕极淡的粉红色青烟从四周浓郁的血雾中突然飞出,化为一朵盘旋飞舞的粉色杏花轻盈的落向了血灵尊者的眉心。 血灵尊者轻叹了一声,身体一晃,化为数百条残影骤然消散,随后出现在了百丈之外。 粉色杏花一击落空,猛地印在了下方血壶中,就听痴痴声不绝于耳,方圆数百丈的一片血壶瞬间干涸,化为一缕缕清香似义的粉色烟雾四散飘开。 一条窑窑的粉色身影在杏花落地处悄然出现,一个硕大的花篮悬浮在人影头顶,花篮中密密麻麻插满了无数新鲜的杏花枝条,大片大片的杏花瓣犹如一场春雨细细蜜蜜的落下,窑窑人影突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干娘说,血灵尊者最是奸诈不过,习惯吃了磨嘴不认账,吸,果然如此。 血灵尊者神色难看的望着这条粉色人影,你来做什么? 窑窍人影转过身来,他眯着眼微笑看着血灵尊者,赫然是一个生得名谋好使极其美艳的少女,他轻轻摇晃着细长的腰枝,轻声笑道,我来做什么? 嗯,当然是干娘让我来抢血海老魔的圆胎,难不成,尊者以为,是你的功夫折服了小女子,让我心动了主动来找你再续前缘的吗? 阿呸一声,如此美艳的少女,却狠狠的往血湖中吐了一口吐沫,她向血灵尊者翻了个白眼,鸡翘道,姑奶奶我缺男人吗? 只要姑奶奶我手指头勾一勾,多少男人和恶狗一样冲上来讨好姑奶奶我? 血灵尊者冷着脸,不动声色的问道,所以呢? 少女神色古怪的看着血灵尊者,所以,姑奶奶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会问我来这里的缘故? 摆明了姑奶奶是来抢好处的,你这话,问的真滑稽。 话音未落,少女胸口突然喷出几道血水,几只黑漆漆的影子所画的利剑于她不知不觉中从身后洞穿了她的胸膛,利剑更是不断的分化,穿刺,疯狂的在少女的身上乱刺。 少女头顶的花篮喷洒出大片粉红色光芒,无数花瓣拼命洒落,却无法阻止这黑色影剑的攻击。 血灵尊者淡然一笑,摇了摇头,所以说,花娘娘的弟子,除了以色于人,打探一下消息,贩卖一点情报,其他做什么都做不好。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几条扭曲的黑影在血灵尊者身边浮现。 这几条黑影,分明是之前已经被血海魔尊禁锢住,如今也不知道她如何脱身,还如此快捷地顺杀了那杏花少女。 血灵尊者向黑影赞许地点了点头,淡然道,做得不错呀,影前辈。 这件事情办妥当了,我答应你的条件就一定能做到,说起来,真正能够让我放心的合作伙伴,也只有你了。 黑影发出怪异的笑声,她低声笑道,可不是吗? 唯有老夫对老血海的血魔圆胎没兴趣,嘿嘿,一切血肉精气什么的,对我没什么意义,我要的东西,稀罕得很。 你,别骗我就好。 血灵尊者认真地向着黑影说道,前辈放心,我怎么敢欺骗前辈。 一如血魔圆胎对前辈无用,那件炫光影珠对我,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只要前辈全心全力地助我,什么都好说。 一边说着,血灵尊者一边小心翼翼地向血湖正中的炼狱血连走去,目光死死地锁定在了正中那血魔圆胎上。 她低声笑道,小心些,一定要小心些,要是现在栽了跟头,那真是活该该死了。 呵呵,前辈也要谨慎些,花娘娘的那些干女儿固然都是废物,但是其他几个老家伙带来的门人弟子,可不见得都是废物了。 血灵尊者小心地靠近血魔圆胎,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炼狱血连花半边,依旧是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一道亮晶晶的紫红色光芒冲出,化为一只大手向血魔圆胎抓了过去。 血魔圆胎纹丝不动,任凭血灵尊者将他一把抓起,一个闪烁就带到了血灵尊者面前。 血灵尊者咧嘴笑了一声,他贪婪地看着悬浮在自己面前的血魔圆胎,低声笑道,这就是老家伙用秘法凝聚的血魔圆胎。 老家伙想要用它突破核道镜。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嘿,嘿嘿。 那黑影已经不耐烦地低声呵斥起来,血灵尊者,到手了,就赶紧走。 不要拖拖拉拉的。 老夫这么多年来,见多了好些了不得的人物就因为多嘴多舌多废话而死掉的。 血灵尊者点了点头,他一把抓住了血魔圆胎,正要带着他离开,看似一个田径入睡婴孩的血魔圆胎突然睁开眼睛,呲牙咧嘴地朝着血灵尊者笑了起来。 这家伙不笑还好,看上去是一个生得颇为秀美的婴孩,一开口笑,就露出了满嘴尖锐犹如鲨鱼牙齿的历齿。 尤其是这家伙嘴里的牙齿密密麻麻的有十几排,整个口腔中都密布着亮晶晶淡红色的历齿。 血灵尊者大吼了一声糟了,他随手想要将这圆胎丢出去,但是这圆胎双手猛地动了起来,化为两只尖锐的爪子一把扣住了血灵尊者的手腕,然后犹如猴子爬柱子一样,快速地窜到了血灵尊者的肩膀上,张开嘴狠狠一口咬在了他的脖梗上。 剧痛袭来,体内惊血犹如溃坝的洪水一样外泻,血灵尊者脸上黑气大盛,居然已经中了剧毒。 影前辈 血灵尊者只是吼了一声,那黑影已经化为无数柄锋利的黑色匕首,贴着血壶向血灵尊者窜了过来。 数十道黑光闪过,一柄柄黑影凝成的匕首狠狠扎在了血膜圆胎上,却没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一个沙哑,低沉,充满古怪力量,听到耳朵里就让人浑身血液都忍不住沸腾起来的声音从这小小的婴孩体内传来,嘿,嘿嘿,血灵贤侄,你还针对你亲生父亲下手。 养你这样的孩儿,有什么用呢? 当年你刚出世的时候,还不如就依了老夫之言,让老夫借用你的身体夺舍重生。 血灵尊者机灵灵打了个寒战,这老家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可惜,血海老兄英明神武一辈子,居然对你这小杂众起了无畏的父爱之心,真是滑稽,养了这么大的小崽子,居然反是生父,真不知道他耗费这么多年力气在你身上做什么。 若是当年就让我借你的身躯夺舍重生,以你这具身躯的资质,老夫或许已经恢复了当年全盛的修为。 感慨了一声,这沙哑的声音低沉的孤农道,不过,或许这就是血海老兄担心的事情吧。 毕竟,当年我是血魂教的太上教主,他怎敢让我的修为超过他呢? 嘻嘻,血神宗,血魂教,一体两面,虽然是兄弟教门,但是当年相爱相杀的事情可做了无数啊。 你,你,你是,血灵尊者眼睛里血光汹涌,嘶声尖叫起来。 那,那,那,我就是血魂教的台上教主血魄力,嘻嘻。 当年无量天崩毁,你父亲运气好,得了一颗炼狱血帘的莲子,借助那颗莲子迅速的重铸了法体,而且比他本身肉身还要强悍了许多。 老夫就没这么幸运了,只留下了一缕残魂,虽然得你父亲相助,这一缕残魂逐渐修养壮大,却毕竟只是一缕残魂。 不过,老天不负苦心人,不枉了老夫指点你得到了血魂教的传承,你这小杂种果然反噬血海老兄,嘻嘻,这就是老夫的机会了。 老夫此刻就算夺舍了你,血海老兄也不会多说什么吧。 血灵尊者眼前一阵阵的发黑,他喃喃自语道,我得到血魂教的传承,是你指点我去的。 血魄力悠然道,当然如此,不然你以为,以血魂教的隐秘手段,使个人在智高天胡乱转一圈,就能得到血魂教的传承吗? 你小子倒是没让老夫失望,你果然反噬了,你果然做出了这种事情。 好了,今天是老夫重生的好日子。 你的肉身,还有炼狱血连,老夫都收下了。 嘻,血海老兄现在面临好几个和他实力相当的妖魔巨头的围攻,他怎么可能有时间来阻止我呢? 他让我冒充血魔圆胎,在这里暗算亏去他根基的倒霉蛋,为了让老夫能更好地击杀入侵敌人,这血海的大阵我也掌控了九成以上。 只要我夺舍了你,我就能挣脱他对我的禁止,只要逃离了血海,这一方天地,就任凭我逍遥自在。 血神宗,血魂教两大宗门的传承融为一体,嘿嘿,给我一点点时间,老夫定能卷土重来,凝震天下。 血魄力得意洋洋地说着自己的安排,血灵尊者疯狂地挣扎着,黑影不断地攻击趴在血灵尊者身上的婴孩。 一抹清光突然蒸发了大片血水,顶着无数无声无息的血雷冲了进来。 楚天的声音悠悠响起,你们这些混魔道的,整天动这么多心思,有意思吗?累不累呀? 第733章 原胎何处 在可怜可心的带领下,楚天一行人很顺利地找到了有狐徐徐。 找到这来历古怪的小丫头时,有狐徐徐正蜷缩在血海魔尊闭关修炼的大殿外,整个娇小的身体被一圈儿血色火焰包裹着,血炎无声地焚烧着,有狐徐徐体外一层清玉色的宝光被烧得一丝丝的缩小,眼看着就要被血炎触及身体。 楚天来得正好,无香清莲一晃,屡屡清光洒落,血色火焰骤然消散,有狐徐徐猛地吐出一口气,一脸失笑地站了起来,热情地向楚天打起了招呼。 人呢?楚天瞪着眼询问有狐徐徐。 这里?有狐徐徐很干脆的袖子一甩,从袖子里甩出了一个黑色的皮口袋。 楚天抓起巴掌大小的皮口袋往外一道,就看到五花大绑的子天尊翻滚而出。 有狐徐徐绑扎的技巧很不错,子天尊被捆得好似一只圆润的乌龟,双手双脚背在背后,肚皮朝天摇摇晃晃的,却怎么都无法翻过身来。 更精彩的是,子天尊嘴里塞了一条白色的丝带,那丝带的造型有点古怪,楚天仔细地向那丝带打量了一阵子,一旁的可心很不客气地开口了。 不要鬼鬼祟祟的看着,这是我的裹脚带。 这小子口哗哗的,得让他吃点苦头。 可怜,可心笑得很灿烂。 楚天,楚邪一阵恶寒,兄弟两相互看了看,没一个有兴致去帮子天尊掏出他嘴里的东西。 最终还是楚野老爷子厚道一些,他摇着头,叹着气,两根手指将白色丝带一把扯了出来,子天尊猛地喘了一口粗气,气急败坏地朝着有胡徐徐骂了起来,心狠手辣的妖女,少爷我只是夸奖你长得漂亮,想要和你连个音。 有胡徐徐笑呵呵的像可怜,可心看了一眼,可怜干脆将自己的一只布鞋脱了下来。 子天尊猛地闭上了嘴,气恼的脸上迅速浮现出了极其灿烂的笑容,一脸是笑的像楚天连连点头。 四周血海剧烈地震荡着,天空不时出现珠般可不至极的异象,一波波恐怖的震荡波席卷而来,震得所有人五脏六腑都在翻滚,更震得神魂隐隐生痛。 如果不是无相清廉庇护着,就这战斗的余波,足以将这里的人全部震杀。 有胡徐徐急忙打了个手势,向楚天沉声说道,血海老魔的血魔圆胎,归我,除此之外,里面有任何缴获。 楚天瞪了有胡徐徐一眼,除了血魔圆胎,其他东西全部归我。 答应,就进去,不答应,就一拍两伞,没得商量。 可怜,可心猛地张牙舞爪地跳了起来,两女齐声怒道,清廉圣君。 你言而无信。 楚天翻了个白眼,慢悠悠地说道,我哪里言而无信了? 我只是答应帮你们小姐进去,但是我没说,我们要打白宫啊。 再说了,你们用绑票勒索的手段逼我帮你们火中取力,就应该有被我顺势打劫的心理准备啊,你们忘了,我们是什么人。 楚邪在一旁怪声怪气地说道,我们是厉鬼匪团啊,大哥。 一旁的紫天尊终于是忍不住嘴见,楚也帮他解开了身上绳索,他一跃而起,躲在楚天身后贼嘻嘻嘻地笑道,结财是一定要结的,其实我们也可以顺便,结个色弯弯,我看也很是不错的。 楚天转过身,一巴掌拍在了紫天尊的后脑勺上,阴沉着脸说道,道义有道,结财可以,那个字就不要说了。 你敢做,我就敢告诉洛儿,让他打你个半死。 呵呵,你知道洛儿的本性吗? 紫天尊的脸色骤然一变,他愁眉苦脸地叹了一口气,目光很势不善地在有胡许许,可怜,可欣的身上狠狠地弯了几眼。 这家伙的目光就和刀子一样,让有胡许许和可怜,可欣下意识地浑身发寒。 好,我答应你。 有胡许许深深地看了楚天一眼,我只要邪魔圆胎,其他所有收获,都是你的。 但是你必须全力帮我,不许敷衍了事。 楚天轻笑了一声成交,伸出手,和有胡许许狠狠地对拍了三掌。 到了这种时候,大家谁也别提赌咒发誓之类的事情,有太多的神通秘法可以规避誓言,就算是本命灵魂血是又如何。 这时候就要看各自大家的手段,以及碰运气。 碰人品了。 无香清莲放出大片清光,卷起一行人等就朝着血色大殿深处进发。 刚刚冲进大殿的大门,就是一条宽达十里,高有近百里,巨大的无以形容的血色永道。 永道中血光翻腾,四壁上雕刻了无数神魔鬼怪,真秦异兽的浮雕,这些神魔鬼怪,真秦异兽的双眼都是血色晶石铸成,楚天他们刚刚闯入永道,这些眼珠就猛地喷出无数条血光,铺天盖地地向一行人绞杀了过来。 子天尊和楚鞋同时作死,两人心有灵犀,不约而同地分别掏出了一面盾牌,斗手打出了无象清莲的庇护范围。 子天尊丢出的是一枚金色圆盾,楚鞋丢出去的是一面六芒古盾,两面盾牌飞出无象清莲放出的清光后,立刻喷出金光鬼气,急速膨胀到了里许大小。 漫天血光犹如流星飞坠一样落下,就听叮叮几声响,两面盾牌几乎是同时炸碎。 子天尊和楚鞋同时哼了一声,身体晃了晃,嘴角隐隐有一丝血水流淌下来,然后齐声惊叫,好恐怖的手段,几乎每一道血光都堪比和道境一击。 楚天暗自点头,血海魔尊是和道境十二重天巅峰的修为,又得了天机门的阵法传承,他还独霸血海魔域,掌控无数大小世界,收集一些珍惜珍贵的布阵材料对他来说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以他的手段布下的阵法禁制,如果攻击力还没有普通和道境的攻击强大,那才真是见鬼了。 随意一道血光都有和道境一重天,二重天的权力一击强大,这满天血光数以万计,难怪有胡许许根本不敢深入。 只敢蹲在宫殿门口等待楚天的增援。 无数血光撞击在无香清莲放出的清光上,光影缭绕,血光破空,七彩霞光满天乱溅,就好像烟花一样绚烂夺目。 无香清莲不愧是太古无量天防御第一的至宝,任凭漫天血光乱打,楚天一行人连半点而压力都没感受到,他们就已经穿过了这条百万里长的血光涌道,来到了一片茫茫血云中。 这显然又是一触其异的空间尽致,漫天血云上不见天,下不见地,四周空荡荡的只有朦胧的血光营绕,头顶和下方都是血色浓云,无数条狂龙一般的血色雷光在血云中翻滚。 楚天一行人刚刚冲出涌道,劈头盖脸的就是无数水缸大小的血雷砸了下来。 无香清莲缓慢旋转,清光清气弥漫四方,楚天等人所到之处,漫天血云犹如滚汤泼雪一般消散,血雷没有一颗能够靠近楚天他们深周千丈之内,往往清气一卷,漫天血雷就骤然消散。 向前急飞了一刻钟的功夫,四周一阵天旋地转,楚天等人已经到了一座大殿中。 在这大殿内,楚天等人就听到了血灵尊者和那黑影以及那杏花少女的对话,更是将他们的冲突看在眼里。 黑影一举袭杀杏花少女的时候,紫天尊和楚邪同时露出惋惜之色,可惜了,这等娇艳的少女,怎能就这么粗暴的杀死呢? 楚天则是和有狐徐徐对望了一眼,古怪,太古怪了,这少女是怎么潜入这座大殿的? 这少女被黑影一击杀死,可见她的修为也不怎高。 这少女护身的花蓝威力也不怎么强大,被那黑影袭杀的时候,花蓝没能表现出足够的防御力量来。 可以这样说,这少女各方面的表现都只是普通寻常,她能出现在这里,真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紧接着,就见到血魄力突然出手,一击制住了血灵尊者,一边吞噬血灵尊者的惊血,一边嘶吼着要用血灵尊者的肉身承托自己魂念夺舍重生。 而那黑影徒劳无功地攻击着血魄力,她的攻击灵力异常,却没有半点而效果。 血灵尊者正在嘶声吼叫,血魄力周身则是放出大片血光包裹住了血灵尊者。 就在这个时候,楚天一行人干脆堂而皇之地冲了进来,急速向纠缠在一起的三人冲了过去。 那黑影的反应最快,无相清廉刚刚出现,她就化为漫天黑影向无相清廉撞了过来。 楚天的反应也不慢,她随手丢出了太阳造化中,咬破舌尖一点精血吐在了金色的中体上,就见太阳造化中骤然膨胀到万丈高下,通体金光缠绕,金色火焰熊熊燃烧,更有几头火压虚影在中体上若隐若现。 随后一声高亢嘹亮,充满纯阳破膜之力的钟鸣声冲天而起。 无数黑影刚刚靠近楚天一行人,还没能发出一击,钟鸣声中,无数黑影就同时炸成了一缕缕黑烟消散。 凄厉的惨嚎声刺得人耳膜剧痛,很显然,太阳造化中正是这黑影的天敌,克星。 金光烈焰向四周横扫,血壶中的血水快速的蒸发,血灵尊者和血魄力的身体同时剧烈的颤抖抽搐着,金光烈焰缠在了他们身上熊熊燃烧着,烧得他们浑身血气冲起了数十丈高的火头。 太阳之力最擅长克制一切邪魔之力,血道功法更是妖魔法门中最邪恶最阴邪的一类,最是受到太阳之力先天的克制。 血魄力一如他自己所言,他根本没有身躯,只是一缕藏魂依障血壶精血凝聚法体。 太阳造化中一道重击烧得他浑身稀烂,组成他身体的精血迅速蒸发,他的魂魄受到太阳之力侵蚀,无边剧痛袭来,吓得他转身就走,一溜烟的像炼玉血帘冲了过去。 虽然只是原始版本的炼玉血帘一颗残破莲子生成的后代,但是有血海魔尊无数年来用无量精血滋养浇灌,这株炼玉血帘的威能极强,隐隐有了几分原始版本炼玉血帘的气候。 若是被血魄力逃回炼玉血帘中,怕是想要收拾他就要大废手脚。 楚天左手吞天鞭猛的飞出,刷得一下化为一条有着数十条触手的怪异鞭子,从四面八方缠绕向了血魄力。 但是比楚天出手更快的是楚邪。 这家伙进入这大殿的时候就已经盯上了血魄力,就好像色狼总能在人群中第一眼发现最美丽的少女,楚邪也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对她有利的东西。 不管血魄力是什么身份什么来历,她是一缕残魂依靠无量精血滋养壮大的魔魂,那也就是厉鬼所属。 万鬼朝宗图发出尖锐的笑声,骤然炸开化为一团黑色的浓烟阴云挡在了血魄力的身前,隔绝了她通往炼狱血帘的道路。 血魄力嘶声尖叫着,气急败坏地嘶吼着,她本能地察觉到了万鬼朝宗图对她掀天上的克制作用,她猛地转身就走,然后一头撞进了吞天边所画的大网中。 吞天边狠狠地锁住了血魄力,然后将她一把丢进了万鬼朝宗图。 楚天放声大笑,朝着楚天大笑了一声多谢,然后贼兮兮的眼睛就盯向了炼狱血帘,爷爷,爹,大哥,这所谓的血魔圆胎是这老鬼所画,那么,血魔圆胎在哪里? 楚天皱起了眉头,他丢出吞天边将愤怒嘶吼的血灵尊者一把捆得和粽子一样,就没说到,难不成,被血海魔尊随身带在身边。 嗯,你们可否知道,血魔圆胎究竟是什么模样? 血灵尊者茫然,有胡许许茫然。 虽然他们都亏去血魔圆胎,但是血魔圆胎究竟是什么模样,谁知道呢? 如果知道的话,血灵尊者就不会被血魄力所画的血色鹰海给暗算了呀。 楚天苦笑了起来,这下子有趣了,这么庞大的血海,在空间阵法的支撑下堪称无边无际,想要从中找到一个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血魔圆胎, 这比大海捞针也容易不到哪里去。 楚天异行人正在犯愁,轻衣的声音远远传来,我的天法宝伦,最擅长捕捉一切不为天地所容,最大恶极的罪孽气息,血海魔尊杀戮无数,身上自然积累了无穷罪孽。 血魔圆胎既然是他全部的精气神所画,那么,锁定血海之中邪气最盛的那一点去找就是。 一枚直径万丈的血色宝伦缓缓转动着,慢悠悠地破开血云飞了过来。 轻衣站在宝伦阵中轮轴位置,周身放出无量神光,抵挡着四周血色雷霆的疯狂攻击。 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很显然他可没有楚天这么轻松惬意,抵挡这座大殿中的攻击对他是一件极其沉重的负担。 如果不是天法宝伦同样拥有绝强的破鞋之力,轻衣怕是不可能如此轻松地来到这里。 轻衣,呵呵,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楚天有点苦恼地看着轻衣,因为子天尊这个混蛋东西,他可是答应有胡许许将血魔圆胎给他的。 可是轻衣却是搭允了血灵尊者,夺取血魔圆胎给血灵尊者。 轻衣淡然笑了笑,沉声道,先找到血魔圆胎,再说其他吧。 血灵,呵。 轻衣很有深意地笑了一声,血灵尊者的脸色则是有点难看。 天法宝伦上一根血色锁链喷出,坚定地指向了血湖更深处的地方,楚天等人也不犹豫,顺着天法宝伦的指引向前快速飞去。 第734章 归属 在炼玉血连后方,天法宝伦分化的锁链指向了血湖水面。 楚天丝毫不犹豫地催动无香青莲冲进血湖,清光清气流转,在楚天等人身边化为一个直径百丈的光团,将粘稠,充满可不协力的精血隔离在外。 血湖深达数万丈,楚天一行人向下沉了数万丈后,就见到血色晶石铺成的血湖底部,露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涌道入口。 涌道入口的四个脚上,分别插着一杆血色齐帆,血茫茫的翻面上,用紫色的扭曲符纹绘制了大段大段极其邪意的咒语,充斥着滔天的邪恶意志。 四面齐帆在血湖中无风自动,楚天等人目光落在这齐帆上,顿时一阵阵的头昏目眩。 那种感觉非常的恐怖,就好像灵魂要被从身体内抽出来,要被抽到了一个污秽异常,充斥着各种污物的狭小容器中,然后被无数的污秽力量侵蚀一般。 那种污秽的气息甚至透过虚空传了过来,却被无相清廉放出的清光清气隔绝。 饶是如此,楚天等人也觉得鼻头嗅到了无法忍受的恐怖臭气,浑身毛孔都变得粘糊糊的,好像被腐烂的肉汁在身上厚厚的涂了一层。 顶级的魔道污秽之气。 清衣和有胡许许同时冷哼了一声,清衣身体有轻物缠绕,看不清她的神色,而有胡许许则是小脸扭曲,露出了极其厌恶的表情。 就连楚邪都对这四面齐帆兴趣伐伐,他连连摇头道,我楚二少就算是一条疯狗吧,也只是吃肉啃骨头,但事实,是肯定不吃的。 这玩意,太脏了。 万鬼朝宗徒在楚邪身后盘旋飞舞,换为一张猙獰的鬼脸呜呜哀鸣着。 所有人都能感应到万鬼朝宗徒的意志,如果楚邪逼他吞噬这四件威力巨大但是肮脏污秽无法形容的齐帆,万鬼朝宗徒宁可自爆了刚刚诞生的灵智自杀。 楚天笑了笑,他掏出了太阳造化中,一道十几丈粗细的金色火焰从中口喷出,呼啸着向那四面齐帆烧了过去。 太阳真火最擅长对付这些邪魔外道的东西,任凭你多肮脏污秽,只要被太阳真火焚烧干净,那也就彻底净化了。 四面齐帆同时发出凄厉的鸣叫声,一缕缕粘稠的紫红色幽光从齐帆中不断喷出,化为一支支细长的箭矢向楚天等人击射而来。 无相清廉急速的盘旋着,屡屡青光喷出,将这些紫红色幽光阻挡的远远地,血壶中逐渐有一股难以形容的腐烂恶臭传了出来。 太阳真火碾压了下去,附着在四面齐帆上急昼的燃烧着,楚天不断催动太阳造化中喷出太阳真火,四面齐帆缺少人主持,只是依靠自身灵性随机应变。 在楚天的疯狂攻击下,四面齐帆苦苦抵挡了足足一个时辰,这才被太阳造化中彻底炼化。 楚天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这些魔道中的玩意儿,真是无法形容了,亏他们怎么能炼制出这么污秽歹毒的东西。 太阳真火将四周的污浊之气一扫而空,青光旋转中,无相清廉承托着楚天一行人向永道入口落下。 永道中传来低沉的轰鸣声,一波波浑厚地带着血异魔力的红光不断从永道中翻滚出来。 这血光赤裂异常,楚天等人在无相清廉的庇护下,只是盯着这血光看了一阵子,就觉得浑身血液的流速都变得不正常了。 血液犹如长江大河在血管中疯狂奔腾,渐渐地所有人都变得面红而适,浑身皮肤下面不断隆起一根根粗壮的血管,看上去整个人随时都可能爆炸一般。 无相清廉放出的青光骤然大盛,这股血液的血脉喷张的感觉这才消散了下去。 楚天等人浑身大汗淋漓,楚也,楚风也俩则是浑身哆嗦着,差点煤炭在了地上,他们修炼的也是魔道功法,更是走得血道的路子。 永道中传来的血光对楚天等人只是些许小小的干扰,对他们两个来说,简直就好似在炼狱中走过了一轮一样,差点就被引动了全身血气,将自己烧得形神俱灭。 这血海魔尊,实在是远远超过我们太多。 楚也深沉的看着永道中翻滚而出的血光,不由的苦笑道,要不是天而在,怕是你我父子两个,当死无葬身之地。 楚风也是一脸的京剧,他难难道,如果没有天而庇护,我们再见到血海魔尊的第一眼时,怕是就成了他的血奴傀儡,被他血海魔宫彻底掌控,从此生死就不由自己了。 天差的远,天差的远啊,天路世界,毕竟只是一个中等世界,孕育出的至强魔道,远比不得大罗天的这些魔道巨拨。 楚天笑看着楚也,楚风也俩,他指了指被禁锢在一旁的血灵尊者,又指了指楚邪身后悬浮着的万鬼朝宗徒,沉声道,没什么好担忧的。 我们有了这两个俘虏,血神宗也好,血魂教也好,他们的传承,都是祖父和父亲你们的,嘿。 血灵尊者慢悠悠的抬起头来,深深的看了楚天一眼,他突然笑了起来,呵呵,想得未免太好了。 清廉圣君,呵呵,鹿死水手,尚未可知呢。 你们觉得,你们能这么轻松的? 血灵尊者的话没能说完,楚邪已经用他那柄血色配件连着剑鞘一下子戳进了他的喉咙,差点没处进他的胃里面去。 血灵尊者瞪大眼睛翻着白眼,浑身一抽一抽的,面皮憋得通红,差点就晕了过去。 清一静静的站在一旁,并没有为血灵尊者求情。 楚天看看清一,看样子,血灵尊者应该做了某些让清一无法忍受的事情,否则以楚天对清一的感知,除非血灵尊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不然清一肯定会开口为他说好话的。 摇摇头,楚天暗自击朝了一声血灵尊者作死,急忙加快了向下沉去的速度。 涌到四壁上,各种歹毒古怪的禁制犹如暴风骤雨一样疯狂袭来,更有上百件威力巨大的堪比开天神器的魔道重宝连续来袭。 无香清莲妙用无穷,一道道清光洒落,这些魔道重宝都被他强行禁锢后交给了楚天。 一路向下沉了不知道多少里地,当楚天他们见到下方一片绵绵铺开的血色宫殿群时,他这一路上已经收取了168件强大的魔道重器。 按着天法宝伦的指引,楚天等人依仗无香清莲庇护,硬顶着无数金刀火雷的攻击,更斩杀了数十头通体缠绕着血煞之气的怪龙,这才来到了宫殿群正中最核心的一处大殿中。 宽敞的大殿内依旧是布置了一个粘稠的血池,紫红色的精血犹如一块硕大的宝石镶嵌在大殿正中,天知道血海魔尊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的生灵精血。 血池正中是一座通体无瑕的白玉台,台顶放着一盏通体暗紫色,造型异常古朴简单,通体透着无比神秘气息的灯盏。 见到这盏灯盏的时候,无相清莲轻移了一声,楚天眉心神翘天境中修炼大梦神典凝聚的那盏琉璃灯盏则是疯狂的跳动起来。 一串龙头凤尾子路神章从灯盏中喷勃而出,楚天顿时知道,这赫然是大梦尊当年的本命之物,宁约大梦逍遥琉璃盏的就是。 也不知道太古无量天崩毁,大梦尊又遭遇了什么。 他的本命之物原本就和无相清莲一般,淬炼的灵性十足,完全就是一个拥有自主形式能力的活生生的生灵,但是眼前的大梦逍遥琉璃盏通体光芒暗淡,灯盏上一点灯火也是宛如豆苗大小,微弱的好似轻轻一口气就能吹灭。 更不要说琉璃盏内没有半点而灵性散发出来,完全就是一具死物的样子。 饶是如此,这具琉璃盏固然是灵性全消的模样,他依旧散发出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神秘波动,浩瀚,缥缈,宛如天地大道永恒存在,充斥在整个巨大的殿堂中。 就好像一尊已经逝去的巨人,他的尸骸依旧顶天立地,让所有靠近的生灵都为之震战。 楚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梦神殿内大片神章飞出,他放出一道魂念缓缓扫过琉璃盏,这琉璃盏居然立刻给了楚天回应,琉璃盏上的灯盏上炸出了几点小小的灯花儿,大殿内的虚空顿时剧烈地摇晃了一下。 灯花儿炸开,灯火上一颗拳头大小的红色宝珠也随之摇晃起来。 一股射人心神的恐怖血气从宝珠中缓缓流荡出来,犹如一片汪洋大海扑面压来,所有人都感觉身体沉甸甸的,一股莫名的恐惧感油然而生,身体好似被浸泡在无边血水中,只想着离开这里,用全力离开这里。 无相清莲光芒闪耀,魏楚天等人隔绝了这股恐怖的血气威压。 这就是,血海魔尊的血魔圆胎了吧。 嗯,和婴孩什么的根本没关系呢,就是他用全部精气神凝聚的一颗,珠子。 楚天喃喃自语,嗯,这灯盏不错,归我了,其他的,你们自便。 也不等身边人回应,楚天左手吞天边一荡,刷的一下缠住了大梦逍遥流理斩,将它一把扯了回来。 通体暗紫色,密布着淡淡的古谱花纹的流理斩上灯火晃了晃,自行化为一道神光没入了楚天眉心。 楚天神窍天境中修炼大梦神点凝成的琉璃灯斩迅速和大梦逍遥琉璃斩融为一体,一股强大直接的神魂力量从融合后的灯斩中喷出,迅速没入了楚天的神魂,将楚天的神魂染成了淡紫色。 通体凝润,晶莹剔透,宛如最极品的紫色宝石,楚天高达数万丈,已经凝成实质的神魂内部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神魂一丝丝的压缩,一丝丝的提纯,一点点楚天自己根本无法察觉到的杂志从神魂核心处不断的被断烧出来,神魂中的紫色逐渐浓郁。 这是神魂本质上在进行进化。 大梦逍遥琉璃斩上一道道玄妙的神光闪烁,楚天的魂念下意识的和琉璃斩接触,顿时他听到了一声欣然,凝雾,同时又带着一丝丝不甘,一点点绝望的感慨声。 正是当年,楚天在盖州得到大梦神典传承时听到的那声音。 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差这么一点点,楚天,很好,很好,终究还是没能挣脱,可惜,太可惜了,可惜啊,本尊已经明白了,本尊已经看到了出路,只可惜,运气真是太差了,本尊的运气,真的是太差了。 可惜本尊没有传人,若是有传人,一定要找个运气好的,一定要找个运气逆天的,他的运气,加上本尊的传承,西,诸天,你们会有麻烦的,你们,不可能永远掌控一切,我会给你们留下一个麻烦。 可惜了,可惜了,真是,只差了这么一点点。 楚天眼角有点湿润,他莫名的感受到了那种无言以对的伤心,他不知道大梦尊遭遇了什么,也不知道大梦尊最终看到了什么,但是他能感受到大梦尊心中的不甘。 自己就是那个运气很好的,被大梦尊挑选为隔代传人的幸运儿吧。 没有任何的阻碍和波折,大梦逍遥琉璃盏自行认主楚天,让楚天的魂念在琉璃盏核心中留下了一枚主宰烙印。 随后这琉璃盏也丝毫不客气的,开始吸收楚天散发出的魂念力量,吸收楚天体内澎湃的精血气息开始恢复自身。 楚天能感受到,这琉璃盏实在是到了尤禁灯窟的边缘,只是他固然灵性全散了,和心处还保留着一丝太古至宝的骄傲,他没有胡乱认主以求恢复,只是静静的等待着真正主人的出现。 楚天这个真正的主人出现了,这琉璃盏就很不客气的从楚天身上获取他所需的魂念力量和精血,缓慢的恢复自身无数年来的损耗和亏耗。 楚天轻叹了一口气,天地熔炉中还有大量高阶天将在缓慢断烧提炼,他一咕噜的将提炼出的所有神料都分配给了琉璃盏,顿时琉璃盏上紫色神光大盛,一抹极其微弱的欢喜雀跃悠然而生,在楚天神魂边缠绕不去。 感受到琉璃盏的欢喜,楚天不由的琢磨着,看样子,得去至高天走一遭了,得多掳掠一些至高天的天兵天将塞进炉子里好生断烧,不然楚天一身的宝贝,全指望着这些神料提升呢。 这琉璃盏,可又是一个消耗神料的大户啊。 东的一声,琉璃盏被楚天取走,那颗血珠顿时缓缓落下,重重的落在了白玉台上,将密布无数尽致的白玉台碾得粉碎。 血海魔尊的怒吼声默然从血珠中传来,是谁?是谁党敢触碰老夫的性命根本?混账东西,你们怎么找到那里的?怎么闯进去的? 一股可怖的魔气从血珠中喷涌而出,虚空剧烈震荡着,似乎有某个庞然大物正要破空降临。 楚天沉声道,赶紧拿走,其他的,顾不得了。 血海魔尊若是赶来,那四个老怪物一起来的话,我们怕是。 有胡徐徐急忙伸出手去抓那颗血珠,血灵尊者突然笑了一声,他的身体一晃,数百明光头,俊俏的鞋翼的青年猛的从他身体内飞出,化为大片血影向血珠冲了过去。 第735章 宁恶 所以说,魔道的小崽子,老崽子心眼最多,折腾,真能折腾。 鼠爷窜到了楚天肩膀上,尾巴猛的一斗化为三尺长短,紧紧缠住了楚天的脖子固定好了自己的身子,然后人力而起,两个爪子指着血灵尊者比比画画的评说着。 数百光头俊俏青年身形变幻,血影漫天,血灵尊者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已经脱困而出,脚踏一个通体血色,不断发出尖锐名叫的独角骷髅头,神色冷力的站在血池前挡住了有胡徐徐。 那些俊俏的光头青年们纷纷拔出了一柄柄通体血色的震气,有震气,有长帆,有长剑,有利刀,他们在空中裂震,一股可怕的凶煞之气扑面而来,所有人眼前都幻象蝶线,耳朵边好似听到了无数尖锐的嘶吼声。 眼看血灵尊者布下这么大的阵仗,楚天不由地点头。 鼠爷说的没错,这些魔道中人真的是很能折腾,一个个就好像踩不死的蟑螂一样,一巴掌下去,你好似把他给拍死了吧,结果人家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又窜出来继续蹦打。 只不过,楚天的心思不在血魔圆胎上,所以,他能很镇定地看着有胡徐徐和血灵尊者过手。 有胡徐徐右手掌心中一块青铜色的玉符拍出,一道碗口粗细的青色雷光呼啸着从玉符中喷了出去,当面打向了血灵尊者的面门。 血灵尊者冷笑一声,他身后数百光头青年同时念诵莫名的古怪咒语,四周血雾声腾,虚空一阵如动,一只血气凝成的大手从如动的虚空中一把抓出,狠狠拍在了青色雷光上。 一声俱响,血气大手和青色雷光同时湮灭。 血灵尊者计较得像有胡徐徐摇了摇头,小女人,看你姿色不错,又是魅骨天生,你若是愿意以色于人伺候本尊,本尊不吝给你无边荣华。 有胡徐徐冷笑了一声,正要开口,血灵尊者又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像站在一旁的青衣笑了笑,不过,青衣,你放心,我的正是宝座,是为你留着的。 以后这小女人是你自家姐妹,你要好生约束她才是,若是做错了事,你只管责罚。 青衣纹丝不动,也没吭声,青色雾气弥漫,谁也看不清她的身形和表情。 只是,她身后的天法宝轮旋转的速度变快了许多,隐隐有各种形器从天法宝轮中凝聚而出,一股灰红肃杀的气息从天法宝轮上散发出来,四周虚空被强行撕开了一丝丝黑色的裂痕。 有胡许许猛的回头向青衣望了过去,她目光如刀,狠狠的在青衣身上扫了一轮。 气氛变得有点古怪,有胡许许似乎将她的大半敌意转移到了青衣的身上。 楚天,楚邪,紫天尊同时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这就是女人哪。 有胡许许这小娘儿,她现在想着的不是对付血灵尊者,而是因为血灵尊者的话而对青衣生出了极大恶意,楚天几个甚至能想得出有胡许许的心思,凭什么她青衣就是血灵尊者认定的正式人选,这藏头缩尾的女人,有什么比她有胡许许强吗? 血灵尊者身后,两名光头俊朗青年已经扑到了御台前,伸手去抓那颗散发出可怕威势的血珠。 咔嚓一声,他们身边的空间突然崩碎,一只血气生腾的大手从崩碎的虚空中一把抓了出来,轻轻一巴掌将两个青年拍得粉碎。 大片血水喷溅,喷出数百丈外的血水向内一合,两个被拍碎的青年重新凝聚了本体,只是气息比刚才弱了一截。 两人惊魂未定的看着那只从御台旁出现的大手,齐声惊呼起来,主上,当心,老魔来了。 咔咔碎裂声不绝于耳,伴随着犹如狂雷的咆哮声,血海魔尊的本体一步就从虚空中迈出,他身后一柄闪亮的牛角尖刀带起大片光雨狠狠的劈砍在他的背上,血海魔尊背后一团血色莲花光影急速旋转,死死抵挡着尖刀乱劈,可见数十片血色莲花瓣被不断劈落。 血海魔尊刚刚闯到御台旁,一个疯狂粗犷的声音就猛的响起,哈,血海老儿,这是你的根本之地。 嘿嘿,找到你的老窝了,你逃不了了。 该死的,这里的阵法真烦人,给我滚开。 一声俱响,四周虚空剧烈的震荡着,楚天等人所在的血色大殿轰然崩塌,一根水缸粗细的混铁棒震碎虚空轰了下来,蛮横的一棍轰在了血海魔尊的肩膀上。 喷的一声,血海魔尊的肩膀猛的炸开,随后无数血光闪烁,就和刚才那两个光头青年一样,血海魔尊的肩膀重新凝聚成形,下方血池中屡屡精血生腾而起融入血海魔尊身体,他的气息没有丝毫衰减,反而变得越发强横。 他反手一把抓住了混铁棒,然后用力一挥。 就听一声怒吼,一条巨大的牛头人身的身影撕裂虚空,被血海魔尊一把拖了过来。 血海魔尊身边一道血淋淋的刀光飞起,狠辣无比的在这牛头人的软肋上连劈了八百刀。 牛头人的身上穿着一套厚重异常的甲咒,但是血海魔尊的攻击灵力异常,连续八百刀劈碎了甲咒,深深的没入了牛头人的身体中。 牛头人庞大的躯体上裂开了一条长有丈许的血口子,颜色鲜艳的不正常的鲜血犹如喷泉一样喷出,瞬间就在地上汇聚了百丈方圆的一滩血。 牛头人嘶声痛呼,他猛的抬起双腿,一提字狠狠踹在了血海魔尊的脸上。 血海老儿,你还用毒,不要脸的老东西。 牛头人嘶声咆哮着,他的蹄字上喷涌着烈焰雷光,黑色的火焰和狂雷在血海魔尊的脸上爆炸开来,血海魔尊闷哼一声,护体血光被炸开老大一个窟窿,硬生生被一蹄字踹飞了数百里,一路撞碎了无数华丽的宫殿楼阁。 好东西,我要了。 牛头人,也就是魂天牛祖眼看着白玉台上那颗血珠,他不由得方声狂笑,也不动手,而是直接张开大嘴就向白玉台咬了过去,一副要将血珠直接吞下去的架势。 血灵尊者气得嘶声怒笑,他双手一晃,一根血色长脊从他手中凭空喷出,他身体拔高到石杖上下,斗手一击从魂天牛祖身后撕了过去。 一只散发出淡淡清香的桃花枝从破碎的空间裂痕中打出,狠狠一击打在了魂天牛祖的牛脚上,将魂天牛祖打得一个猎且,差点一脑袋处在地上。 花娘娘,你混账。 魂天牛祖怒吼一声,因为他这一个猎且,他的姿势变得极其微妙,血灵尊者手中的长脊,也就从某个微妙的不可描述的部位狠狠地刺了进去。 饶是魂天牛祖妖法通天,同为河道境巅峰的大能,有些地方,他是怎么也不可能修炼得太强悍的。 而且就算是他身上的重甲,有些地方,也是不会特意的加以护持的。 就听扑吱一声,一道血水从他身后猛地喷出数百丈远,喷了血灵尊者满头满脸都是。 楚天,楚邪,紫天尊同时打了个哆嗦,被那等不可言喻的地方喷出的血喷了一脸,血灵尊者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不会走运就是了。 有胡须须,包括一直都镇定不语的轻衣同时退后了好几步,看向血灵尊者的目光中,同时带上了一丝不可名状的厌恶和恶心。 一条窈窈的身影从虚空中走了出来,通体粉红色,不断向四周散发出富裕幽香的花娘娘嘻嘻笑着,手中桃花枝连续数十下劈打在魂天牛祖的脑袋上,打得他头昏目眩向后连连倒退,以至于那根肠脊跃跃发深入了他的身体,痛得他嘶吼连连,嘴里不断喷出难听的咒骂声。 老牛,这宝贝可是老血海一辈子的精华所具,嘻,你可别想着吃毒食。 花娘娘轻声笑道,要知道。 花娘娘的话没能说完,一柄牛角尖刀悄然无声的从他身后浮现,狠狠的一刀劈在了他柔嫩鲜长的脖梗上。 花娘娘愣哼一声,他身边有大片华丽,华美的花木喷出,百花齐放挡在了尖刀的刀锋前。 扑哧一声响,花木被撕开,刀尖掠过花娘娘的脖梗,差点将他半个脖子给劈开。 大片鲜血喷出,花娘娘愤怒地咒骂着,那等倾国倾城的美人嘴里骂出来的,却是堪比市井泼妇的乌颜晦语。 他拎着桃花枝,狼狈地向远处猎逃跑,一路上鲜血洒了一地都是。 黑屠夫,混账。 花娘娘气急败坏地咒骂着。 一条精瘦,高挑,犹如钢筋铸成的人影倒提着一柄硕大的,几乎有他身体一半高的牛角尖刀窜了出来,他低声咕咒道,混账不混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血海老儿受伤了,好东西,谁都想要。 话音未落,黑屠夫猛地反手一刀,一刀狂雷从他身后劈了出来,击灭雷妖恰恰从刚刚黑屠夫窜出来的空间裂痕中出现,刚一出现就是一道道狂雷疯狂轰向了黑屠夫的后心。 黑屠夫反应及时,尖刀劈在狂雷上,劈碎了数十道雷光后,终于有一道极其细小不起眼的电光狠狠轰轰在了他的心口上。 黑屠夫闷哼一声,他胸口炸开了一个硕大的窟窿,大口吐着血向后狼狈倒退。 极面雷妖痴痴地笑着,他挥动着无数的雷霆,急速冲向了血珠。 我们妖魔道,立强者胜,强者拥有一切,弱者失去一切。 极面雷妖立声喝道,谁抢道,是谁的。 一根魂铁棒裹挟着漫天黑色风云,呼啸着从远处轰了过来。 极面雷妖的注意力全在那颗血珠上,魂铁棒重重地轰在了他的身上,打得他一声惨嚎,大口吐着血飞出了数百里远。 魂天牛祖身体后面插着一根十几丈长的长脊,一路喷着血的大踏步冲了过来,他嘶声吼道,老子死了三个孩儿,死了三个,这宝贝,是老子的。 嗷乌一声仰天长啸,分明是一头妖牛,却因为震怒之下发出了犹如狼群的笑声。 魂天牛祖身后猛地喷出一道湍急的血水,长脊被血水冲得离体飞出,连带着挂在长脊上的血灵尊者也被喷了出去老远。 轰轰数十声响,魂天牛祖身后的虚空炸开,连续有十几尊气息恐怖的牛头壮汉冲了出来。 爹 爷爷 曾祖父 一群牛头壮汉拎着轻易水儿的魂铁棒,大声地朝着魂天牛祖大吼着。 这混天牛祖家人丁兴旺,大小牛头无数,而且他们这一族的禀赋极高,魂天牛祖的子孙中也有好些人踏入了河道境。 就算好些只是河道境一重天,二重天的水准,这声势却也是足够吓人的了。 看看血海魔尊,就孤零零一个独生子,还是一个起了一心反噬亲生父亲的孽子,这魂天牛祖家的牛仔们可都是听话的满汉子。 一排而十几个牛头站在魂天牛祖身后,魂天牛祖站在白玉台前,他大口大口地喷着口水,嘶声吼道,这宝贝,老子站了,谁不服。 站出来。 十几个牛头同时散发出河道境强者的威势,他们手中魂铁棒狠狠地往地上一处,顿时一阵地动山摇,四周万里内的所有宫殿楼阁全都炸成了漫天粉碎。 血猪猛地飞起,化为一道血光冲向了向这边急速飞回的血海魔尊。 急灭雷妖,黑屠夫,花娘娘同时向这边冲了过来个,各自施展手段想要接纳这颗雷珠。 血海魔尊则是猛地张开嘴,血猪骤然一闪就消失在他嘴里。 他低沉地喘息着,犹如瘦创的猛兽一样看着四周众人,突然咧嘴笑了起来,有趣,有趣,真有趣,孽子不孝,想要反噬老夫,你们却也趁着机会打上门来。 很好,很好,非常的好。 深沉地喘息着,血海魔尊看向了血灵尊者,血灵我儿,刚刚卫妇发出了紧急的令信,血海魔狱中,卫妇的那些心腹为何没有赶来增援。 血灵尊者肃然向血海魔尊行了一礼,做事,就要做绝了,这是您交给我的,所以,发动之前,他们都死了,我亲自下手,他们体内留有您的禁制,想要杀他们,不难。 摊开双手,血灵尊者笑道,不过,我只杀了那些最有可能赶来增援的人,好些人,我没有下手,可是依旧有好些人死了,或许,是别人出手了。 血灵尊者笑看了黑屠夫,急灭雷妖,花娘娘,魂天牛祖一眼。 血海魔尊沉吟了片刻,然后他点了点头,看来,你们是不杀老夫不甘心了。 不过,老夫却也不是这么好杀的,你们可知道,血海魔狱掌控了偌大的领地,为何这些年,成就合道境的人,只有这么寥寥几人吗? 不等众人回答,血海魔尊咧嘴一笑,他脚下那看起来并不大的血池中,一条又一条通体鲜血淋漓的血色人影就慢慢的升了上来。 因为,老夫将他们都炼化了,在他们还没有突破核道境的时候,就在他们体内打入了一道血海魔光,将他们全部炼成了血魔傀儡。 老夫掌控血海魔狱这么多年,偌大领地,绝世天才无数,他们都被老夫炼化了。 嘿嘿,这些年,老夫积攒的血魔傀儡数量倒也不多,不过一千二百人而已,炼制的过程中损耗太大,但是,足够杀了你们。 第736章 反杀 血魔傀儡 一千二百巨,按某种诡秘的方位站定后,躯空中就有一张血色大网延伸开来,将这方圆百万里的空间彻底封锁。 这些怪异的傀儡通体血色,好似就是粘稠的血浆凝成的人形,大团大团的血浆不断从他们身上滴落,然后又迅速飞回他们身体。 血浆翻滚中,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让人的脑袋一阵阵的发晕。 楚天等人有无相清廉庇护还好,魂天牛祖身后的十几头牛仔子中, 两个刚刚踏入河道境,气息还没稳定的小牛头人身体一阵摇晃后,就这么一头栽倒在地,浑身变得通红一片,体内血气不受控制的疯狂流动着。 渐渐的,这两个小牛仔子的身体逐渐膨胀起来,随后从毛孔中不断喷出细细的血水。 魂天牛祖纹丝不动站在原地,异常慎重的看着血海魔尊。 一千二百头血魔傀儡,每一头都是河道境三重天以上的实力,这份抵运,尾时恐怖。 魂天牛祖,黑屠夫,极灭雷妖,花娘娘他们都是河道境十二重天乃至河道境巅峰圆满的高手,但是他们的传承显然无法和血海魔尊元自血神宗的传承相比。 类似这种将人强行转化为血魔傀儡,以自身魔宫灌体,将其硬生生练成河道境傀儡的手段,也只有太古无量天的那些超级势力才能做到。 魂天牛祖四人就算将他们领地中的所有高手全部拉出来,凑齐的河道境大能,怕是都没有一千二百人。 更不要说,这一千二百头傀儡全都是河道境三重天以上的实力,而他们领地上的那些妖魔鬼怪的巨头们,好些都是刚刚踏入河道境而已。 老血海,不要做得这么绝吗? 花娘娘突然笑了起来,她袖子轻轻一晃,就有五六条窈窕诱人的身影从她身边浮现,尽是一个个花之招展的大姑娘,生得风流美艳,浑身好似磁铁一样的很能吸引人的眼光。 花娘娘轻轻地上前了几步,轻言细语地向血海魔尊笑道,您老知道奴家的性子的,从来不愿意惹是生非的,要不是这次,这几个老混账用各种花言巧语蒙骗了奴家,奴家现在好生生地在万红窟内逍遥快活,享受那些干儿子,干女儿的孝敬,怎会来这里打死打活的。 血海魔尊缓缓缓坐在了那白玉台上,她朝着花娘娘嘿嘿一笑,然后闭上了眼睛。 四周一千二百头血魔傀儡同时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四周有血雾急速涌出,天地间迅速变成了一片血色,血海魔尊布下的大阵发动了,浓郁的血气隔绝了其他一切天地灵髓,天地间只有浓郁的精血魔气在肆虐。 在这大阵中,除非同样修炼的是血道魔宫,否则任何修饰都得不到天地灵髓的补充,只能慢慢地被精血魔气侵蚀身体,慢慢地消融了修为,慢慢地被困死在这里。 花娘娘等四个巨妖老魔脸色同时一变,黑屠夫长笑一声,他身后凭空冒出了十几条人影,每个人影都是煞气冲天,分明也都是河道镜的高手。 黑屠夫立声喝道,老血海,真个要鱼死网破。 吉涅雷妖低沉地叹了一口气,他身后巨大的翅膀轻轻一抖,七八条人影轻盈地飞了出来。 合混天牛组的牛仔子,花娘娘的女弟子,黑屠夫身后的煞气人影一般,这几个人也都是河道镜的大能。 毕竟是称霸一方的妖魔巨拨,花娘娘他们的心腹高手还是很有几个的。 他们要对付的是血海魔尊这样的今年老魔头,就算是四人联手,他们自然也要带一批心腹过来助阵。 只是,他们的心腹加起来也不到百人,和血海魔尊这一千二百头和道镜的血魔傀儡相比,一行人的脸色莫名的难看到了几点,心中实在是没有半点而把握。 楚天看得直点头,不愧是太古无量天残存下来的超级高手,这份手段,果真不是当今三天之中的修士能相提并论的。 而且不愧是活了这么多年,占了这么大地盘,拥有这么多资源的老魔头。 楚天暗自私存,这血神宗的传承也就这么回事,魔道功法本来就以快捷,凶残,修为突飞猛进而著称。 给楚天足够的时间,以他得到的一念尊和大梦尊的传承,他能够拿出来的势力,肯定要比血海魔尊强出许多倍。 只不过,此时此刻,楚天等人也只能看着血海魔尊逞凶了。 若有不对,立刻逃走。 楚天压低了声音,也就别惦记着人家的那血魔圆胎了。 则,要怎么说呢? 不愧是今年的老魔头,这份手段,嘿。 有胡须须的脸色不是很好看,他幸幸然的盯着血海魔尊,嘴角微微搭拉着,身上的气息都变得有点消沉,这模样,简直就像是一头想要偷鸡的小狐狸,突然发现人家家里有数百条恶犬看守,那心情,那小模样,楚天都觉得他有点可怜了。 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楚天迅速用大梦神典中的秘法震慑心境。 这小丫头来路不对,非常不对,只是这么一点点微妙的神态变化,居然就能引发楚天如此剧烈的心情波动。 楚天居然会觉得他可怜。 这等可怕的神通秘术,简直已经融入了他的骨髓中,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中招,这份传承,了不起啊。 一旁的楚鞋,紫天尊已经是看着有胡徐徐差点流口水了,想必这时候有胡徐徐只要一开口,这两个家伙就会奋不顾身的冲上去和血海魔尊拼命吧。 楚天轻喝了一声,他用了大梦神典中的秘术,喝声如雷,在两个家伙的脑海中直接乍响。 犹如木骨沉中,瞬间驱散了一切影响他们心神灵智的外来力量。 楚鞋,紫天尊击灵灵打了个寒战,两人浑身同时喷出了大量冷汗。 他们忌惮的看了一眼有胡徐徐,丝毫不讲面子的,直接激发了震慑新神的秘宝,两人身上同时出现了色泽不同的灵光侠气。 有胡徐徐也没搭理这两个家伙,只是鼓着腮帮子,很不甘心的盯着血海魔尊。 他低声的喃喃自语,楚天听到了血神宗三个字,他不由的心里一震,这有胡徐徐,似乎很清楚血魔圆胎的来路。 一旁的青衣也突然轻叹了一声,看来,血灵尊者是不靠谱的了,闻,这里的事情,就不关我们的事了,走了也好。 楚天一行人正在盘散抽身而去的事情,那边突然发生了变故。 花娘娘一脸娇柔可怜的走向血海魔尊,他一步步的走向血海魔尊所做的白玉台,慢吞吞的从一脸狼狈的魂天牛祖,极灭雷妖和黑屠夫的身边走过。 突然间,他身上无数粉腻腻的花瓣飞出,娇柔的花瓣如刀,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疯狂的击打在魂天牛祖,极灭雷妖,黑屠夫三个同伴身上。 无数花瓣犹如暴风骤雨一样倾泻而下,三尊只顾着防范血海魔尊的巨妖老魔丝毫没想到花娘娘会在这个时候暴起发难。 极灭雷妖猛的排了数百花瓣斩射,他的速度最快,啪的一下化为一道雷光顿出了数百里,避开了接下来的花瓣袭击。 黑屠夫的心性最为狠辣,预袭的一瞬间,他猛的将身后两个心腹下属向前一抓,将他们当作人肉盾牌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两个倒霉的魔头嘶声惨嚎着,被无数花瓣打得和筛子一样,身上无数细小的窟窿中不断喷出粉红色的血浆和粉红色的烟雾。 唯有魂天牛祖最为粗犷,憨厚,他的速度不快,所以来不及躲闪,他也没有用身后儿孙的身体当盾牌,而是猛的张开双臂,犹如一堵墙壁一样挡在了自己儿孙的面前。 无数花瓣呼啸着打在了魂天牛祖的身上,点点粉红色的光芒蹦践,粉红色的光芒中隐隐可见无数极细的牛毛细针一闪而过。 这些细针上喷吐着丝丝寒芒,疯狂的击打着魂天牛祖,将他身上涌出的浓厚妖气一层层的打得粉碎。 魂天牛祖嘶声咆哮着,他猛的张开大嘴喷吐了一团黑气营绕的快撞物,化为一座大山当头像花娘娘砸了下去。 花娘娘惊笑了一声,他一声长笑,魂天牛祖身后的一头大概能有和道镜五六重天境界的牛仔子猛的拎起了魂铁棒,浑身上下燃起了黑色烈焰,奋起全力一棒子轰在了魂天牛祖的后脑勺上。 这牛仔子为了加大这一棒的威力,悍然燃烧了自己的精血和神魂,以他和道镜五六重天的修为,居然瞬间爆发出了堪比和道镜十重天修饰的全力一击。 魂天牛祖做梦都没想到,自家的儿孙会在这要命的时候给自己狠狠的捅上一刀。 魂天牛祖亮腔着向前走了几步,后脑勺上裂开了一条血口,大量鲜血喷出。 他顾不得花娘娘,异常愤怒的回头朝那小牛仔子吼了一声,你,疯了吗? 那小牛仔子双眼发直,瞳孔中隐隐有粉色的光芒闪烁,他呲牙咧嘴的向着魂天牛祖笑了一声,然后身体猛的爆炸开来。 一个河道镜五六重天的高手燃烧一切精血和神魂,瞬间自爆。 魂天牛祖被炸飞了数万里,浑身上下裂开了无数猙獰的血口子,他带来的十几个儿孙则是被炸的粉身碎骨,连神魂都没来得及逃出来就被炸成了一缕青烟。 一团黑色的蘑菇云在无边血色中冉染扩散开来,恐怖的冲击波席卷百万里,极灭雷妖,黑屠夫同时发出了不可置信的怒吼声,老牛的儿子,姓花的娘们,是你暗算了老牛的儿子。 花娘娘痴痴笑着,他已经躲闪到了血海魔尊的身后,血海魔尊头顶一座血色罗盖缓缓旋转,放出一道道血气光幕挡住了小牛仔子自爆的威力。 血海魔尊微微睁开眼睛,低沉的说道,花娘娘,是老夫的女人,只不过,你们一直不知道而已。 低沉的笑了一声,血海魔尊悠然道,老夫既然有儿子,就证明,老夫对女人,也是颇有兴致的,只是这么多年,你们可曾听说过,老夫除了血灵我儿的娘亲外,还有过别的女人吗? 血灵的娘亲死了这么多年,老夫又不是轻心寡欲的圣人,女人这东西,自然少不了,嘿嘿,我们大罗天最有名的女人是谁? 嘿嘿,嘿嘿,收了花娘娘,老夫享受的,可不仅仅是她一个。 得意的狂笑了几声,血海魔尊大笑道,花娘娘的消息灵通,你们是知道的,你们都能从花娘娘这里得知我儿要算计反噬老夫的消息,那么,老夫自然也能从花娘娘这里得知,你们要来围攻算计老夫的事情。 摊开双手,血海魔尊狂笑道,所以,你们是不是一直很奇怪? 按照我儿的说法,你们到来时,老夫应该法力全消,实力陷入低谷时期,你们四人联手应该很轻松就将老夫拿下。 但是,老夫不仅没有实力陷入低谷期,反而老夫保持着鼎盛的战力。 不仅如此,你们三个老家伙,还带着这么多门人弟子闯了进来。 嘿嘿,老夫借用血魔圆胎,力图突破河道镜,踏入那一境界,在这过程中,老夫是需要一些精血补充消耗的,更需要一些强大的神魂,从中提炼出精纯的魂力,供老夫在突破时使用。 三尊河道镜巅峰的精血和神魂,差不多够了。 再多两个,老夫也压制不住。 所以,三人正好。 血海魔尊得意洋洋的笑着,所以,花娘娘就正好引来了三个人。 是不是很凑巧? 是不是恰恰好? 是不是很精彩? 是不是,你们现在恨得想要杀死老夫啊? 极灭雷妖,魂天牛祖,黑屠夫三人怒气冲天的看着血海魔尊。 一旁的血灵尊者脸色惨白的看着自己父亲,突然他双膝一软,猛的跪在了地上,父亲大人神机妙算,孩儿钦佩不已,以父亲大人的英明神武,想来。 血灵尊者一通马屁还没说完,血海魔尊一巴掌拍出,当场打得他浑身骨头碎了大半,惨嚎着翻滚飞出去了上千里地。 你这孽子,老夫算是白养了。 等老夫成功突破后,再来和你算账,嘿,区区一儿子,花娘娘,你当年求老夫的事情,老夫今日可以答应你,等老夫突破后,老夫就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儿子。 血海魔尊笑得很灿烂,站在他身后的花娘娘笑得越发灿烂。 他娇滴滴扑在了血海魔尊的后背上,双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脖梗,轻声笑道,奴家谢谢老爷,嘻嘻,其实。 其实二字刚出口,花娘娘掌心猛地喷出两条金色的,燃烧着紫色烈焰,喷吐着红色雷光的长剑。 扑哧一声,梁炳长剑一剑击穿了血海魔尊的脖梗,一剑击穿了他的后心,然后无边烈焰,雷霆在他的体内疯狂肆虐,血海魔尊整个人猛地僵硬,然后发出了痛苦至极的惨嚎声。 第737章 花羽圣殿 在花娘娘身后,悍然出现了一副让人震惊的画卷。 漫天花雨飘落,花雨中无边祥光萦绕,烟云侠气冲天而起,其中出现了一座气势辉煌的天宫神殿,内有上百名气息森严身穿华美长袍,但是面容模糊被重重花影遮挡的男女。 这些男女站在一叶极薄的金叶上,金叶上密布着无数玄妙的纹路,这些气息可怕的男女就成了这金叶上奇异阵法的阵眼节点,一股股让人窒息的恐怖波动从这些男女体内涌出,化为滔天烟云直冲高空。 在阵法的约束下,这些男女体内涌出的庞大力量压缩成了牛毛粗细的一缕毫光,撕裂了空间直透不可测的虚空中。 最终这一缕毫光从花娘娘的天灵盖上直射了下来,狠狠扎入了花娘娘的身体内。 花娘娘的气息骤然突破了一个预值,她轻声的笑着,双手紧握长剑洞穿了血海魔尊的要害。 金光雷霆,烈焰仔细疯狂的从长剑中喷出,血海魔尊的体内不断传来恐怖的爆炸声, 一波波惊人的气泡不断从血海魔尊体内喷涌而出,震得四周虚空片片粉碎。 血海魔尊突然喷出一道血泉,然后她不断的开始大口大口的喷血。 花,花,花,血海魔尊连连吼了三个花字,没吼出一声,她就喷出一大口鲜血,但是她受创太重,根本没办法说清一句话。 花娘娘身后那画卷中,上百男女都是和道镜大能,而且,起码都是和道镜十重天以上的大能高手,他们联合在一起,将百多人的力量以密法奇阵连为一体,透过无银虚空送入花娘娘体内,聚合这么多人的力量给血海魔尊致命一击。 血海魔尊身边空有一千二百头气息惊人的血海傀儡,如今居然没有一头能够帮上她。 花娘娘身边有辛香的淡淡花雨飘落,这花雨也不知道是某件秘宝或者是什么神通秘书,居然轻松隔离了血海魔尊和一千二百具血海傀儡之间的联系,哪怕血海魔尊已经在大吼大叫的怒吼咆哮了,那一千二百具气息森森的血海傀儡居然没有丝毫反应。 如丝可不。 楚天急忙催动无相清廉,裹着众人向后退了数十里地。 花娘娘抱起发难,而且在她身后,居然有这么一群来历诡秘的男女助阵,她的真实身份,怕是会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楚天身后的子天尊已经惊呼出声,这,这是,这是和裁决圣殿,律令圣殿齐名,却比裁决圣殿,律令圣殿更让人忌惮的花雨圣殿的人吧。 吞了口吐沫,子天尊难难道,花雨圣殿,那是凤族掌控的圣灵天密探系统,形势没有底线,形势肆无忌惮,裁决圣殿杀人,还算是光明磊落的杀在明处,花雨圣殿的人杀人,好些人死了还不知道死在谁手中,好些人死了,别人还不知道他们是被花雨圣殿杀了。 楚天的眉头一皱,圣灵天花雨圣殿的密探。 他又催动无香清莲向后退去,但是他的正后方突然有一片桃花林莫名的生长出来。 一株株枝繁叶茂,树人核爆粗细的桃花树开得正好,无数粉红色的桃花连成了一片阴晕,不断散发出逼人的暖香。 狂风呼啸吹过,桃花林中无数花瓣飘落,仔细看去,那些花瓣飘落的诡计自有其妙,一股巨大的柔韧的力量从桃花林中涌出,阻挡了楚天等人后退的道路。 花娘娘的一条腿勾住了血海魔尊的胸膛,另外一条腿狠狠顶在血海魔尊的腰身上,他用这般古怪的姿势死死固定住了血海魔尊的身体,在他的身后,又有四条白皙圆润的手臂生长了出来。 这两条心生的手臂紧握着同样的雷霆金箭,狠狠地洞穿了血海魔尊的两肋和两个太阳穴。 金光烈火在血海魔尊的体内疯狂肆虐,血海魔尊再次喷出了一大口燕红的血液,他修炼的是血道魔宫,对自身的精血掌控完美,这等血道魔头不怕砍头,分尸乃至凌迟碎寡,最怕的就是吐血。 你就算将一个血道老魔头劈成粉碎,只要他体内没有流血,他的伤势就不值一提。 但是就算你只是用一根绣花针扎了这个老魔头一样,让他体内喷出了哪怕一滴精血,这就意味着这老魔头受到了很重的伤害。 类似血海魔尊这样大口的喷血,这证明他受到的伤害已经波及根源,根本,就算现在花娘娘停手,血海魔尊也要耗费数以百万年计的漫长时间,才能将伤势恢复了。 再次狠狠喷出一道老血,血海魔尊私生吼道,听清楚了吗?这娘们是圣灵天的奸细。 联手杀了他,不然的话,老夫死了,你们莫非能得到好处? 老夫这血海秘境的所有阵法机关布置,他可都是有了七成的权限。 极灭雷妖,黑屠夫和魂天牛祖祭其色变,他们相互望了一眼,就好像刚才的所有事情完全没发生过一眼,三人同时大吼一声,同时扑向了花娘娘。 一如血海魔尊所言,花娘娘是花宇圣殿的人,他今日既然暴露了身份,他想要从大罗天安然脱身的话,势必将现场的所有人杀人灭口。 尤其是花娘娘既然掌控了这一片血海中所有阵法机关的七成权限,若是他击杀了血海魔尊,他想要灭杀已经受伤的极灭雷妖,黑屠夫,魂天牛祖等人,倒也不难。 极灭雷妖和黑屠夫速度极快,他们冲在了最前面,一左一右的向花娘娘扑去。 魂天牛祖力大无穷,防御力极强,但是他的速度就比那两个老妖巨魔慢了许多。 极灭雷妖和黑屠夫快要冲到花娘娘身边的时候,魂天牛祖跟在黑屠夫身后,距离花娘娘还有数十丈距离。 黑屠夫私生长啸,他双臂突然变成两柄尖刀,带起两条寒芒直撕花娘娘的心脏和太阳穴要害。 黑屠夫身后的魂天牛祖一声不吭的,抡起沉甸甸的魂铁棒,卷起一道黑色旋风,重重的一棒轰在了黑屠夫的脑袋上。 一声巨响,黑屠夫体内一枚黑色龟甲形状的小小盾牌飞出,显而又显得挡在了魂铁棒前,但是魂天牛祖这一击沉重异常,又是打了黑屠夫一个措手不及,小盾被一击粉碎,黑屠夫的整个上半身被魂天牛祖一棍子轰成了一团血物。 言语说来这么多事情,其实就是在电光石火间发生的。 魂天牛祖一棍子打碎了黑屠夫,血海魔尊和极灭雷妖奇声尖叫,你们,是一伙的。 魂天牛祖黑黑笑了一声,他脸上再没有往日的憨厚和粗犷,而是露出了一脸的精明灵力之色。 他手持魂铁棒,连续数十棒轰在了黑屠夫的身躯上,硬生生将他打得血肉化为一缕青烟了,这才力声喝道,没错,老牛和花娘娘是一伙的,这又如何? 黑屠夫身躯抱成的血雾中,一柄尖刀化为一抹刺目的寒光,卷起一条黑气冲天飞起,一个盘旋后就向血海外逃去。 花娘娘轻笑一声,他右手一挥,天空中无边血海,大片血云翻滚碾压下来,黑屠夫本命杀气护住的魔魂发出凄厉的吼声,连续几个穿刺扎在了血海血云中,却又不断的被逼了回来。 花娘娘,事情不要做得这么绝。 黑屠夫的魔魂发出尖锐难听,歇斯底里的吼声,老夫的手段,你也知道,老夫在外有备用的天杀魔魂十八条,就算你灭杀了我的主魂,只要我一道魔魂尚存,老夫就能无限重生,你今日放手,老夫以后不和你为难,也绝不暴露你身份。 花娘娘轻巧的笑了起来,哎哟,您不说,奴家还忘了您在外面有十八条魔魂里。 不过呢,除了您藏在至高天的那两条魔魂比较难杀,您的其他十六条魔魂,怕是这时候也快要被斩杀了。 痴痴一声笑,花娘娘轻声道,至于说您藏在至高天,冒充至高天亭高阶天官的那两条魔魂吗,想来,现在至高天帝也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了。 您觉得,以至高天帝那一根筋的脾性,它会让你的魔魂活多久。 黑屠夫发出一声疯狂的咆哮,他的本命杀气猛的爆炸开来,一道长达上一里的刀光撕裂虚空,劈开了血海,一缕黑气一路怒吼慢骂着像血海中猛的炸开的裂痕冲了过去。 没用的。 花娘娘笑道,你,可是奴家这次战利品的一份子哦。 花娘娘笑着,他猛的一脑袋撞在了血海魔尊的后脑勺上,血海魔尊身上一抹血光飞起,那颗血魔圆胎滴溜溜溜的飞了起来,放出道道血光冲天,宝珠只是微微一眩,黑屠夫的魔魂就身不由己的向后倒退了回来。 尖刀炸开所画的刀光横冠虚空,将血海劈成了两片,黑屠夫的魔魂嘶声尖叫着,一溜烟的向回倒退,而极灭雷妖则是一声不吭的化为一道黑色电光,几乎是擦着黑屠夫的魔魂向天空飞起。 花娘娘,本大王记住你了。 呵呵,好,好,好,一个坑接着一个坑,本大王和你们不死不休。 极灭雷妖嘶声尖叫着,他发下了最恶毒的诅咒誓言后,所画的黑色雷光已经冲到了被黑屠夫自曝本命杀气劈开的血海边缘。 眼看着极灭雷妖就能冲出血海杀出重围,他的前方突然多了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生得冰青玉洁,周身散发出冰冷寒意,手持一株极大梅花之鸭的美丽少女。 少女身高七尺左右,手中的梅花枝条长达一丈开外,他双手捧着挂满了银白色梅花的枝条,狠狠一击抽下。 就听一声巨响,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花娘娘和魂天牛祖身上的极灭雷妖被一枝条打得惨嚎一声,黑色雷光炸开,露出了原本身形,无比狼狈的从高空一头栽了下来。 少女手中梅花枝条炸开,一片片银白色的梅花花瓣伴随着大片大片巴掌大小的六角雪片从天飘落,迅速封动了血海,将方圆百万里的虚空再次封锁的结结实实。 脚踏一朵冰晶凝成的云团,白衣少女面无表情的从空中飘落,目光森冷的向花娘娘点了点头,闻。 花娘娘咬着牙,又是一脑门撞在了血海摩尊的后脑勺上,发出极其响亮的一声巨响。 他抬起头来,看着那少女怒道,死丫头,来了还不帮忙。 看着我这么狼狈,很有趣吗? 脏 白衣少女轻轻冷冷的说了一个字。 一直表现得妖艳,风骚的花娘娘面皮骤然一黑,她的眸子里几乎能喷出火来,她死死的盯着少女怒道,脏。 是她,还是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白衣少女冷淡的看着花娘娘,轻描淡写的说道,脏。 花娘娘气的眼珠喷火,原本正在极力攻杀血海摩尊的她气息一乱,血海摩尊突然大吼了一声,她强忍着体内金雷烈火的疯狂攻击,身体突然炸开。 血海摩尊炸成了一团浓郁的,弥漫千里的血物。 无边烈火金雷在血物中疯狂批打,打得血海摩尊所化的血物骤然消失了五成左右。 这血物是血海摩尊本命精血所化,被金雷烈火劈散了五成,就证明血海摩尊当今的一身修为被化去了五成。 高空中血摩圆胎所化的血色宝珠急速旋转着,黑屠夫魔魂发出凄厉的吼声,被血色宝珠一点点的拉了进去。 血海摩尊所化的血物向内一凝,骤然凝成一道血色魔光向血摩圆胎扑了过去。 这颗血摩圆胎是血海摩尊耗费无穷心血,花费巨量时间,屠戮无数生灵才凝聚的叛道质宝,是他突破核道镜踏入叛道镜的钥匙。 如今他本体的修为被破掉了五成以上,面对花娘娘,魂天牛祖还有一个来历莫名的少女的围攻,他自存难以幸免,但是只要他融合了血摩圆胎,豁出去这些年耗费的心血,力气不要了,直接将血摩圆胎转化为自身力量,那么他多少也能在当前境界向前踏出一小步。 半步叛道镜 多少有点指望 而叛道镜和和道镜之间的差距,比和道镜和化道镜的差距还要大百倍。 只要能顺利融合血摩圆胎,斩杀眼前的孽子、叛徒,还有一切敢对他血海摩尊有坏心思的敌人,全都不是事儿。 血海摩尊所化血光快得惊人,眼看着就要碰到血摩圆胎。 一旁突然又有一道血光冲了出来,赫然就是躲在一旁许久的血灵尊者,他同样化为血光,甚至比血海摩尊还要快了一丝的靠近了血摩圆胎。 父亲大人,血灵知道这血摩圆胎的用法了。 多谢父亲大人这些年的苦功,等血灵修为大尽后,一定会杀死花娘娘这无耻叛徒,至于这白衣小娘子,血灵一定会将他灵虐致死,以报今日他擅闯血海秘境之仇。 两道血光一前一后的靠近血摩圆胎,血海摩尊气得破口大骂。 就这时,一只手突兀的破开虚空出现在血摩圆胎中,一把将他抓得结结实实。 第七百三十八章想通了 花娘娘一愣 白衣少女一呆 魂天牛祖则是手中魂铁棒重重的砸在了地上,恶声恶气的咆哮着,谁敢从你家爷爷碗里抢肉吃。 杀碎,这是圣灵天花与圣殿的勾当,你也敢掺和。 人影闪烁,上千头体型雄壮,气息强横的牛头人影,还有两三千条窈窕诱人,身穿各色彩衣的少女人影悄然浮现。 这些人并非全都是合道镜修为,只有一成不到的人拥有合道镜实力,但是其他人也全都是半部合道镜的水准。 这么数千名半部合道镜之上实力的人凭空出现,花娘娘一方的声势顿时大胜。 血海魔尊,血灵尊者父子两同时怒吼出声,他们用的神通秘术都是一般,两条血光骤然一晃,化为两柄寒气森森的血刀狠狠的像握住了血魔圆胎的那只手臂砍了下去。 这条手臂直接击穿了空间,从血魔圆胎旁冒了出来,一把将它握在了手中。 事发突然,花娘娘等人全都莫名惊愕了一番,因为白衣少女的突然出现,她用秘术风洞而来整个虚空,加上这里密布着血海魔尊部下的大阵,这血海秘境的空间结构可比外界强出了百倍,千倍,寻常人根本难以击穿这里的空间。 花娘娘等人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一个愣神后,她们全都回过神来。 仔细看看这条突兀冒出来的手臂,她的衣袖好生熟悉,宛如雨后天晴的青天色,倒是和无相清莲的色泽颇为相似。 一行人纷纷转过头看了过去,就看到数十里外,被桃花林挡住去路的楚天一行人中,楚天的一条右臂正击穿了虚空,手臂不知道延伸去了哪里。 青、莲、圣、君。 花娘娘笑颜如花,一个字一个字的笑道,你,好大的胆子,党敢掺和我们花与圣殿的事情。 嘻,你,不想活了。 楚天紧握着血磨圆胎。 这颗血色的宝珠剧烈的震荡着,宛如活物一样想要从楚天的掌心挣脱。 楚天莫运大梦神典中秘术,掌心一缕金红二色神光喷出,化为无数光丝穿透血珠,疯狂绞杀血珠中血海魔尊留下的一缕魔念。 大梦神典对灵魂,对魂念。 对各种精神力的运用已经达到了这个世间的极致,哪怕魔道也拥有各种登峰造极的魔魂运用技巧,和大梦神典中的秘术相比,血海魔尊的手段还是欠缺了一些。 若是比修为,比神魂,魔魂的修为强度,楚天自然是拍马不及血海魔尊。 所以楚天神窍天境中,大梦逍遥琉璃展放出厚重的紫色神光,无穷无尽被梦中侵染的生灵七情六欲微微震荡,一缕缕渺小,微不足道的信仰念力疯狂汇聚而来,击杀成山,滴水成海,瞬间就在大梦逍遥琉璃展中凝聚成了比血海魔尊强大百倍,魂厚千倍,精纯万倍的灵魂力量。 犹如一片金刚石凝成的魂念大海当头碾压下来,拥有了大梦逍遥琉璃展这盏大梦尊的本命之宝,楚天对于灵魂力量的运用技巧如果原本是一,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万,至于他能够掌控,能够调动的外来信仰念力的数量,原本是一万的话,此刻已经成了一亿。 面对血海魔尊这等魔道巨破留下的魔念,楚天居然形成了彻底碾压的事态。 外人只看到楚天手掌心金红二色神光一眩,那颗煞气生腾散发出庞然气息的血色宝珠就变得光芒内敛,晶莹剔透好似一颗极品的割血红宝石一般乖巧的躺在楚天手中。 血海魔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嚎,他扑的一口老血喷出,再也无法维持神通幻化的利刀形态,猛的化为本体原形,一头栽倒在地上。 这颗血魔圆胎对血海魔尊太重要了,所以他将一半的本命神魂寄托在了血魔圆胎中。 楚天只是消除血魔圆胎中的魔念,却是硬生生在瞬间歼灭了血海魔尊一半的本命神魂。 可怜血海魔尊刚刚被毁掉了一半的本体修为也还能忍受的,如今一半的本命神魂崩溃,几乎对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痛得不断嘶吼,在地上不断的挣扎打滚,浑身不断有血水渗出。 一千二百尊修为在河道境三重天之上的血海傀儡突然有了反应,他们纷纷放出夺目的血光,然后嘶吼着向楚天一行人劈出了漫天血色雷霆。 楚天冷哼一声,他眸子里喷出金红二色神光,神光宛如深夜港口灯塔上的射灯一般逐兆万里,神光所到之处漫天血色雷霆轰然崩碎,楚天眉心飞出了一千二百到金红二色缠绕的神光,猛的注入了这些血海傀儡的眉心中。 血海魔尊掌控这些傀儡,无非是用分神控制的方法。 刚才花娘娘都能用秘术隔绝血海魔尊对这些傀儡的控制,更不要说楚天凭借滔天念力,以大梦逍遥流离斩的神妙驱动,强行抹杀这些血海傀儡体内的控制分神。 一千二百条分神瞬间抹杀,一千二百到新的控制烙印瞬间成形。 不仅是成形,而且这烙印直接浮现在大梦逍遥流离斩上,这可比楚天自己的神魂控制还要牢固。 血灵尊者所画的血刀距离楚天的手臂还有三尺远,一千二百尊血海傀儡放出的雷霆就呼啸着画出一个巨大的弧线,重重的砸在了血灵尊者的身上。 可怜血灵尊者一生惨嚎,他的身躯被炸得四分五裂,漫天血雾剧烈的翻滚如洞着,好艰难才重新凝聚成人形。 还不等血灵尊者开口说话,楚天眉心一道金红二色神光喷出,大梦神典中秘术镇魂印凝成一方威势无边的金红二色三丈大印,狠狠的一印拍在了血灵尊者的脑门上。 楚天右手慢慢吹回,掌心赫然握着乖巧听话的血魔圆胎。 他将血魔圆胎交给了目瞪口呆的楚风,淡然一笑道,爹,你和祖父大人快快将这血魔圆胎均分练化,以血海老魔和道境巅峰极致的修为,怎么也能强行将你们推进到和道境十二重天的水准。 有了祖父大人和您坐镇,以后老二就能真的甩开膀子做一个顽固了。 楚协在一旁灿然一笑。 楚天又是一拳轰出,击破虚空。 一把抓住血灵尊者的脑袋,将他拉到了自己身边,吞天边一个缠绕,就开始疯狂吞噬血灵尊者体内庞大的精血能量。 我,突然想通了。 楚天笑盈盈的向轻衣点了点头,然后看向了花娘娘一行人。 楚天将血魔圆胎交给了楚也,楚风爷俩,这爷俩也从来不是什么假惺惺会推脱的好人,作为商骨出身,尤其是曾经垄断一周的巨商出身,他们的手段和拦路发财的镇三周汉匪其实也没什么两个人。 只是略微好看一些而已。 楚也,楚风爷俩端坐在一旁,正中放着那些血魔圆胎,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安全,自顾自的催动自身功法,从中汲取庞然精血,开始推动自身修为向上飙升。 楚邪很孝顺的凑到了自己祖父,父亲身边,寄出了万鬼朝宗徒,已经在里面被折腾的死去活来的血魄力乖巧的用魔功传音,将自家血魂交的真传详详细细的说给了楚也,楚风听。 从此,楚也,楚风就脱离了来自天路世界那个中等世界孕育的血道魔功的居幼,踏上了正儿八经的太古无量天超级魔道宗门的真传大道。 祖孙三人在这里忙碌的时候,楚天笑吟吟的向花娘娘等人点了点头。 我,突然想通了。 楚天重重的叹了一口气,我就说,圣灵天那群对我起了坏心思的老鬼,会放我平安无事的来大罗天。 他们就不怕我带着无相清联逃走吗? 可见,他们安排的有后手。 是什么后手呢? 他们让我来杀血灵尊者,呵呵,其实他们根本不担心我是否能杀了血灵尊者,而是只要我踏入大罗天,就有你们花与圣殿的人等着我。 楚天看着一脸笑容的花娘娘和那一脸冰冷的白衣少女,很无奈地摊开了双手,而我,居然还很主动地跳进了这个大坑里面。 不过,也好,起码现在我已经想明白了前因后果,这总比我突然被整个血海魔玉无数凶神恶煞围攻来得好。 花娘娘轻叹了一口气,她温柔地看着楚天轻笑道,在我们的原计划中,等我们收拾了血海老魔,我们正是要发动血海魔玉以及她掌控的所有领地中的所有化道境。 和道境大妖巨魔围攻你,夺取吴湘清莲,并且,让你永远无法回到圣灵天。 吴湘清莲发出一声冰冷的冷哼声,很显然,夺取吴湘清莲这句话,已经触怒了她。 堂堂清莲圣尊,太古无量天防御志强的吴湘清莲,是你们想夺取就能夺取的吗?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吧? 就楚天这小子,如果不是零九带路的话,她敢跑到吴湘清莲面前招摇,早就被吴湘清莲一巴掌拍死了。 花娘娘温柔地看着楚天,你觉得,你逃得出去吗? 上千牛头人,数千花之招展的美貌少女从四面八方合围,将楚天一行人围在了正中。 白衣少女手中梅花之条微微晃动,大片雪光升腾而起,将整片血海动得和一片穷摇世界一般,到处都是冰天雪地,白色的冰晶和血色的冰块相应成去,乍一看去美轮美奂好生漂亮。 楚天笑看着花娘娘一行人,一千二百尊血海傀儡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楚天身边,他们身形急速变幻,正在蜕变的磨合阵图放出一缕缕淡淡的烟气从楚天体内喷出,在无相清莲中凝成了一座奇异的阵盘。 一千二百尊血海傀儡分别站在了阵盘中,他们逼沉地嘶吼了一声,顿时一股厚重如山的血腥煞气冲天而起,在无相清莲放出的清光清气中,一股可怕的血气营绕,一座杀意惊人的大阵瞬间成形。 这是太古无量天真发第一的天机门,和阵道起宝魔喝阵图的完美结合。 天机门是一座无穷无尽的宝库,魔喝阵图就是最完美的中介,楚天不需要自己去宝库中寻找,只要通过魔喝阵图,就能自如地驱动天机门的一切大阵。 更不要说,楚天已经将天机门的阵法傲益吸收了不少。 杀阵一成,一道道血煞之气凝成一饼饼长剑直冲天空,将白衣少女部下的冰晶世界批的咔咔直响,好些地方都露出了一条条巨大的裂痕缺口。 我干嘛要逃? 楚天笑看着花娘娘,说出来的话却差点气死他,我就待在这里,等我祖父,父亲吸收了血魔圆胎,等他们修为大尽之后,呵呵,在这里闭关修炼, 有诸位帮忙看门,最是安全不过。 不等花娘娘再开口,楚天已经带着一丝歉意看向了清一,清一,这血灵尊者不是个好东西,他给你的承诺,我接了,等我有了足够的实力,我定然帮你实现你心中的那件事情。 清一沉默了一阵子,他周身轻悟突然大胜,然后他用力的点了点头,一言不发的向后退了两步,目光森冷的向血灵尊者扫了一眼,是我的错,不该约你过来,只是没想到,这些魔道中人,果真是信不得他们。 有胡许许在一旁极其眼热的看着楚夜和楚风,他还没开口,可怜,可心已经大叫了起来,清廉圣君,这血魔圆胎,你可是答应过我们家小姐。 楚天转过身,很认真地看着有胡许许主仆三个,白皙的面皮上闪过一抹飞红,他干笑道,对不起三位了,我想通了,嗯,有时候,不遵守承诺比遵守承诺更好。 尤其是三位对我,似乎有点别的心思,所以,我就算食言一两次,也怪不得我。 有胡许许和可怜,可心骤然一愣神,他们呆了呆,楚天就知道,有胡许许他们一行人,果然对自己,或者说对自己一行人有着别样的心思。 不管是谋财,还是害命,或者是人才两得,总之,这三个女人不像他们看上去的那样俏丽简单。 楚天咧嘴一笑,他心中的最后一点压力也就消失了。 他笑着向有胡许许点了点头,淡然道,所以,现在是有胡姑娘欠我一次人情了。 记住,救命之恩,你们是一定要报的,不然的话,以后一定要遭报应的。 有胡许许气得小脸泛白,他怒道,救命之恩? 你什么时候? 楚天指了指四周围困的牛头人和花衣少女们,他轻声道,如果有胡姑娘不承认这次的救命之恩,就请姑娘主仆三人,离开无乡清莲庇护之地,可好。 有胡许许不吭声了,可怜,可欣两个老丫头死死的盯着楚天,那目光冰冷,僵硬,好似能将楚天直接给斯巴勒吞下去。 楚天笑呵呵的看着花娘娘一行人,丝毫不把有胡许许三人的态度放在心上。 他微笑道,诸位,还有什么话说吗? 摇摇头,楚天轻声道,估计你们也没什么话说了,那么,该收尾了。 该收尾了四个字一出,整个血海秘境骤然天翻地覆。 第739章 沧桑 有钱,真好。 用摩河阵图结合一千二百尊血海傀儡,布下一座血道杀阵的同时,摩河阵图也开始牵引整个血海秘境甚至是整个血海大世界中布下的无数阵法。 摩河阵图和天机门传承已经融合得七七八八,楚天对天机门的阵道传承也领悟了不少,摩河阵图一动,四面八方无数大阵立刻做出了反馈,无数阵法信息犹如潮水一样涌入楚天神魂。 楚天感受着四面八方传来的大阵信息,不由的由衷感慨,有钱,真是一件好事情。 起码对于修炼阵道的修饰而言,有钱,绝对是一个强大的阵道宗师必须有的条件。 血海秘境暂且不论,整个血海大世界,看上去风平浪静无风无浪的血海大世界,整个背部上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嵌套阵法。 一杀一土,有阵,一步一尺,有阵,方圆丈许,有阵,离许之地,有阵,千百里的山脉河流,有阵,方圆数万里的海洋,有阵。 大大小小,天空地下,山岭河流,花草树木。 血海魔尊丧心病狂地在整个血海大世界中部下了数以百亿计的大小阵法,其中用来做阵眼的,品极堪比开天神器的魔道重器就数以一计。 虽然这些阵法运转之时略微带着一丝僵硬,质色的味道,显然血海魔尊在阵法上并没有下太多心思,但是这些阵法恢红庞大,威力着实非同小可。 在花娘娘一行人还没有察觉之前,楚天通过磨合阵图,瞬间引动了整个血海大世界的所有大阵。 血海大世界中的大阵一动,就看到一座座立体的阵法图影从血海大世界中升腾而起,数千座直径数亿里的巨阵连环而动,犹如一枚枚巨大的,精巧的,复杂的齿轮组在虚空中急速旋转。 血海大世界周边的一颗颗恒星,一个个大世界也随之而动,这些恒星,世界被恢红的大阵距离牵引着。 在虚空中缓缓挪移,用极快的,足以对星体和世界本体造成极大破坏的速度挪移到了一处处玄妙的位置上。 这些恒星,世界剧烈的震荡着,一道道直径百万里的光柱从这些恒星,世界中喷泊而出,狠狠注入了血海大世界,注入一座座发动的大阵中,成为这些大阵运转的动力。 数万颗大小恒星,数百万座大小世界,无穷无尽的天地灵髓涌入血海大世界,天地为棋盘,星辰为棋子,数百万世界,星辰的庞大压力透过一座座大阵直透血海秘境,通过血海秘境中无数阵法的融合,炼化,提炼,组合,最终化为无形的力量碾压在花娘娘等人身上。 楚天发动阵法的一瞬间,无形距离自天而降,措手不及的花娘娘,魂天牛祖,白衣少女等人同时闷哼一声,蹊跷中同时炸开一道血剑猛的喷出。 魂天牛祖皮粗肉厚,他的蛮力最为强大,肉体最为强悍,他仰天大吼一声,一道黑气冲起来数万里高,一尊高有数万里的巨大公牛站在黑气中仰天怒吼,挺起头上两根硕大的弯曲的牛角狠狠像天穷撞去。 一声巨响,天穷震荡。 无数细细的黑色裂痕向四面八方蔓延开去,魂天牛祖的身体猛的一晃,他的额头上猛的坍塌了一块下去,他的头骨莫名的被蹦碎了一大片,鲜血迅速从额头崩塌处喷出。 咔嚓一声,魂天牛祖额头上的牛角断折了一只,随后从他的头顶开始,密集的骨裂声绵绵不绝,从头顶到脖梗,从脖梗到肩胛骨,从肩膀到脊柱,从脊柱而盆骨,腿骨。 魂天牛祖的身体猛的软了下去,鲜血不断从他嘴里喷出,他嘶声大吼着,黑气中的巨大公牛怒吼咆哮,在黑气中不断的蹦跳挣扎,四周虚空不断扭曲,但是空中血海骤然大胜,一道道血光犹如痞链般坠落,重重的落在了魂天牛祖的身上,在他身上劈开了一条条深深的伤口。 花娘娘和白衣少女不知道什么时候凑到了一起,花娘娘周身喷吐出无量灵光,无数鲜艳的花瓣在灵光中盘旋飞舞。 白衣少女头顶一道白光冲起来数千丈高,白光化为阴寒刺骨的琉璃光照向四周垂落,艰难地撑起了一个不大的圆形护照,将数百名花娘娘的干女儿护在了中间。 至于其他的上千牛头人,数千花之招展的花衣少女,无论是花娘娘还是白衣少女都没有余霞庇护,上千牛头人闷哼一声,纷纷被碾压的筋骨碎裂,骨肉成泥,一个个狼狈的吐血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那些花衣少女们,楚天还略有几分怜悯之心,对女人,只要没有直接威胁到她本尊和亲朋好友,她是不会直接下重手的。 这些花衣少女只是不断吐血,一个个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倒是没有这些牛头壮汉那样凄惨。 大梦逍遥琉璃展在楚天神俏天镜中放出厚重紫光,一波波飓风一样的魂面波动呼啸着向四面八方涌去。 血海魔尊重伤,血灵尊者背擒,花娘娘只顾着自保,血海秘境也好,血海大世界也好,一时间完全没有人操控,就只能任凭楚天在大阵的阵眼和心中肆意活动。 一座坐镇眼中的神魂烙印被抹掉,被打下了楚天的神魂烙印,一件件镇压大阵的魔道重宝被恐怖的魂面冲击镇压,射服,被烙印上楚天的神魂烙印。 血海秘境中的所有大阵在两个呼吸后完全被楚天掌控。 花娘娘在第三个呼吸的时候,她终于醒悟过来,她长笑一声,长袖中飞出一枚血光四射的令牌,想要掌控血海秘境的大阵。 令牌剧烈的晃动了一下,然后喷的一声炸成了粉碎。 花娘娘惨嚎一声,一口血喷出了数百丈远,整个身体看上去都干瘪了许多。 九个呼吸的时间后,整个血海大世界的所有阵法都被楚天完全操控,所有阵法运用自如,在魔喝阵图的驱动下,楚天轻轻松松将所有大阵纳入掌中。 血海魔尊艰难的抬起头来,她仰天嘶吼着,一波波魔魂波动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不断沟通四周大阵,想要重新掌控血海秘境和血海大世界,但是晚了,已经太晚了。 楚天干脆的盘坐在了地上,她冷眼看着花娘娘等人,突然笑了起来。 花与圣殿。 呵呵,看看你们能挡得住这大阵绞杀多久,嗯,不如,你们献出九成的精血给我祖父大人和父亲,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如何? 楚天,楚邪,子天尊大孝,花娘娘,白衣少女,魂天牛祖则是同时破口大骂,摆出了一副宁可遇碎的拼命架势。 宁可遇碎不能瓦全,这只是一个美好的院想。 整个血海魔狱的星辰,大小世界全都动了起来,甚至引发了四周万腰深渊。 极乐天宫等众多附属势力中大量世界群的异动。 站在血海大世界向天穹望去,漫天星光都在杂乱无章地运动着,一波波宏大的波动从天穹顶部用来,一道道辉煌的光柱呼啸着注入血海大世界,在血海大世界的大气层上荡开了一个个巨大的漩涡。 整个血海魔狱连同周边数百个归附血海魔尊所属的领地大乱,天地一想也就罢了,血海魔尊和血灵尊者对这些领地的掌控力在急速衰减,随着大量妖魔巨拨的突然遇刺身亡,无数野心勃勃的大妖巨魔站了出来,竖起杆子,插上旗子,招兵买马的开始了乱战。 无数妖魔鬼怪死亡,无数生灵被杀。 所有死掉的生灵,它们的灵魂,精血都在覆盖了整个血海魔狱的庞大阵法的拉扯下,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血海大世界,送入了血海秘境中。 这座大阵,楚天只能运用,无法改造。 这是血海魔尊耗费了无数年苦工,耗费了无数资源和人力打造的最后底牌。 这是血海魔尊用来做万一准备的后手,万一血魔圆胎都无法让它突破盼道径,它就准备动用这座大阵击杀血海魔狱和周边数百个附属势力的所有生灵,用无数生灵的精血做燃料,孤注一致的用魔攻秘术,用无数生灵的生命将自己强行推入那个妙不可言的境界。 楚天控制住了大阵,没有让大阵主动击杀血海魔狱和周边领地的生灵。 但是那些妖魔鬼怪自发的相互残杀,楚天无力制止,他只能看着无数的妖魂、魔魂,精血犹如长江大河一样滚滚而来,不断注入血海秘境。 花娘娘,白衣少女,魂天牛祖在嘶声咆哮,他们带着各自的门人弟子,倾尽全力地攻击血海秘境中骤然活跃起来,威力越来越大的血海大阵。 楚天将自己一行人挪移到了血海大阵的阵眼核心位置,也不和花娘娘他们交手,只是用一波一波大阵威力不断地攻击他们,一点点地磨灭他们的反抗之力,一点点地消耗他们的力量。 一千二百尊和道境三重天之上的血海傀儡在大阵中神出鬼没,随时铺击花娘娘一行人。 这些血海傀儡诡秘莫测,他们不知道被花娘娘他们打碎了多少次,但是只要血海没有溃节,这些血海傀儡就是不死之身。 尤其是随着血海中融入的精血和魂魄越来越多,这些类血海傀儡也在不断吸收血海精华,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随着外界死伤的妖魔鬼怪越来越多,逐渐地就有和道境的大能战死后精魂被强行吸入了大阵。 这些和道境大能的精血第一时间被这些血海傀儡强行分食,吞噬,这些血海傀儡的实力就逐渐变得越来越强悍。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楚天镇定自若的坐镇血海大阵,运转大阵彻底隔绝了血海魔狱和外界的联系。 花娘娘等人用尽了全部的手段也无法逃脱大阵围困,任凭他们如何咆哮咒骂,如何威胁利诱,楚天丝毫不为所动,只是用大阵一点点的困杀他们。 楚也,楚风也俩已经被一团血色光碱包裹,他们的气息和血魔圆胎融为一体,正在消化吸收血魔圆胎中庞大的力量和血神宗的奇妙传承。 楚邪则是记起了万鬼朝宗徒,一般吞噬血海大阵中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纯的精血,一边挑选被吸入血海大阵的那些凶魂力魄,将其补充进万鬼朝宗徒炼成万丈鬼王。 这些血海魔狱的妖魔鬼怪,质量比楚邪之前吸收的那些杂兵要强悍许多,进入万鬼朝宗徒后,他们迅速被锻炼成了威势可怕的凶煞恶鬼,一个个战力超强,实力强悍的吓人。 紫天尊也罕见的静下心来,他盘坐在无香清莲和血海大阵交界之处,周身有黑白二色奇光营绕,谁也不知道他在参悟什么,谁也不知道他得到了什么力量。 轻衣和紫天尊一样,坐在无香清莲和血海大阵交界处,不断用天法宝伦碾杀那些煞气冲天的大妖巨魔的神魂,每碾杀一条,天法宝伦就光芒闪烁一阵,通体散发出的威势就骤然增加一大截。 楚天同样沉浸在了某种难以形容的奇异境地中。 大梦宝典,一念造化,无量宝集,天机悬殊,血神魔典,血魂秘典。 这些传承自太古无量天的高深典籍,任何一步都需要一位大能耗费无穷心力,无量心血才能参悟一二。 但是楚天得了大梦逍遥流离斩后,有无量信念加持,他就好像智慧骤然翻了几万番一样,变得绝顶聪明,无数玄机傲义只是一眼扫过就能明悟在心。 底蕴,一点点的夯实。 实力,一点点的提升。 血海大阵中的无量精血,在天地熔炉的提炼下,化为最精纯,最本源的力量任凭楚天取用。 时间一点点过去,所谓沧海桑田不过如此。 血海魔狱已经变得一片混乱,这种混乱正在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在血海魔尊的邻居家里,同样出现了妖魔巨拨被刺杀,无数妖魔鬼怪群起逐鹿的局面。 小半个大罗天都陷入了莫名来路的乱战中,而且混乱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几乎每个月,都能听到河道境大能陨落的消息。 几乎每一年,都能听到某个一方霸主湮灭的消息。 如此,时间过去了三百年。 一眨眼,三百年一晃而过。 这一日,楚天已经将无量宝集中记载的所有天道法则全部雾透,一应收集来的,包括天机门、血神宗、血魂教等太古无量天的高深传承都被他熟忍于心。 他已经一脚站在了河道境内。 河道,河道,选择一门根本大道,以其为大道根基,强行将自身参悟的所有道运,都融入这一门大道范畴,悬而又悬,妙不可言。 河道的根本无数,有难有意,楚天站在无数岔道口正在犹豫选择每一条道路,大梦逍遥琉璃斩剧烈震荡着,楚天神魂外漂浮着的阴阳五行造化神卵同时崩解,七团庞然神光撞击在一起,化为一点混沌。 混沌,万物之始,万物太初,万物之母。 混沌,包容万象,不可言喻,不可形容。 混沌 楚天心头灵机一动,他神魂后无数的大道符纹犹如飞鸟扑火,呼啸着像那一点混沌灵光撞了过去。 第七百四十章 河道 好些年前,楚天得来的这七颗阴阳五行造化神卵,终于是派上了用场。 以楚天凝聚的天道宝轮汇聚同源天地之力不断滋养,与楚天突破的关键时机,七颗造化神卵同时孵化,其中分别孕育一道先天阴阳五行神光,七道神光撞击之后,化后天为先天,更化先天为混沌,滋生出一点珍贵无比的混沌灵光。 混沌 非万物,却包容万物。 以混沌为根本,以混沌为根基,融合天地大道,以此踏入河道妙境。 楚天身上突然有一层灰蒙蒙的雾气升腾而起,雾气从他头顶直冲高空,冲出百丈后,就化为一朵灵枝状云台,随后雾气再冲起两百丈,又是一片面积更大的云台,随后冲起三百丈,又是一片面积更加广阔的云台。 如此灰雾冲起来数万丈高,化为三十三重云台悬浮于楚天头顶。 一点混沌灵光从他眉心冲出,瞬间突破三十三重云台,直上高空后,四周有无数法则锁链凭空凝形,一根根缠绕在这一点灰蒙蒙的灵光上。 随后无数锁链断裂,化为无法计数的奇妙符纹迅速融入灵光中,这一点小小的灵光体积逐渐扩张,渐渐地化为一枚巴掌大小的灰蒙蒙的圆蝶,伴随着一声声奇异的天籁妙音,逐渐向楚天头顶落下。 随着这小小圆蝶的落下,四周虚空如洞,时间,空间,光明,黑暗,生命,死亡,诸多庞大灰红的法则气息犹如巨龙翻滚,不断地向这枚圆蝶汇聚过来,将这枚圆蝶紧紧包裹在内,逐渐和圆蝶融为一体。 所谓河道,以一条根本大道为根基,将天地间所能参悟的所有道运尽情融为一炉。 打个比方,若是一名修炼烈焰大道的大能河道,则未来它一旦出手,天地万物在它手中尽是火焰,岩石是火,泥土是火,草木是火,就算是一片浩瀚大海,它一指点出,那也是一片无边火海。 而楚天使用的,是造化神卵相互撞击湮灭后,诞生的那一点天地出开始的混沌灵光。 灰扑扑的圆蝶落在楚天天灵上,然后缓缓进入它的身体。 楚天只觉身体一沉,好似整个天地骤然压在了它的身上。 它又似乎觉得身体一清,就好像一条落在岸上无数年的大鱼,突然重新回到了无边的水域中。 它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周边天地间一切最细微的变化,天地似乎变成了它肢体的一部分。 但是它又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身体,它的神魂似乎都融入了这一片天地中。 如果说,天地是一台巨大的精密的机器,那么楚天如今就成了这台巨大机器的一部分。 一枚精巧的齿轮。 楚天有一种它被死死固定在这一方天地中的错觉,似乎它的任何行动,只要超出了这一方天地的某种规则,那么就会有灭顶之灾即刻降临。 虽然其他的生灵都生存在这一方天地中,它们同样面临天地的某种约束,但是踏入何道境后,楚天才真正的,能够清楚的,能够很真实的看到这一种约束。 犹如一柄利剑悬浮在头顶,稍有不慎利剑落下,则立刻盗销人亡,没有幸免的道理。 楚天轻叹了一声,他终于明白血海魔尊所谓的叛道境是何等意思了,无论如何,楚天是一定要挣脱何道境,踏入叛道境的。 这种随时可能被同化,随时可能被操控,随时可能被制裁的感觉,真心不妙。 何道境之下,无数生灵身处这一方天地规则约束中却不自知,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踏入何道境后,可以清楚的感受到这种约束,这种威胁,所以恐惧,所以不甘,所以想要挣脱,所以就有了叛道境,就有了血海魔尊不惜一切的做法。 灰蒙蒙的元蝶返回楚天身体。 楚天的神魂盘坐在神窍虚空中,双手托着大梦逍遥琉璃盏,太阳造化中,太阴万化轮等一众奇珍至宝悬浮在神魂附近缓缓旋转。 小小的元蝶悬落回到楚天神魂脑后,巴掌大小的元蝶开始吸收楚天这些年来参悟的大道玄机,无数法则符纹纷纷投入元蝶。 四面八方也有一道道灰扑扑的气流不断注入楚天身体,元蝶的体积急速的扩张。 最终,楚天盘坐的神魂高达三万六千丈,小小的元蝶直径一亿五千万丈开外,化为一个巨大无棚的灰色宝轮悬浮在神魂身后。 楚天参悟的一亿五千多万门类的大道法则化为一颗颗硕大的晶莹宝石,循着一种妙不可言的方式,整整齐齐的镶嵌在这枚硕大的灰色宝轮上。 每一颗法则凝成的宝石都好似自成一方世界,内有无穷玄机。 当楚天最初凝聚天道宝轮的时候,一门大道法则只能容纳一节法力,而成就和道镜,凝聚这枚灰蒙蒙的大道元蝶后,每一门大道法则可以容纳的法力,居然飙升到了一百节。 神窍天镜中响起了恐怖的龙龙巨响,一道道天地灵髓化为各色巨龙,摇头摆尾的向大道元蝶冲了过去。 这些天地灵髓不断注入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法则宝石中,隐隐可见一颗颗宝石逐渐亮起。 这些宝石依旧保持着它们原本应有的色泽,诸如说火系法则多为红色,水系法则多为蓝色,木系法则多为青色,但是在灰蒙蒙的大道元蝶的河道效用下,这些色彩中都融入了一层灰扑扑的云霞。 楚天的心念微动,大道元蝶上当朗朗一阵响,一根根细细的灰色锁链飞射而出,狠狠扎进了楚天随身的一众质宝中。 一丝丝蕴藏了千万种色泽的灰色雾气逐渐进入这些质宝,开始将一缕缕玄妙契机注入其中,让这些质宝的根源,根本急速的提升,向着某种不可测的妙境提升。 吴湘清莲悄然显出了身形,他站在楚天身后,静静的看着楚天头顶的三十三重灰色云台,愕然道,混沌。 真是,好运气,居然能找到后天转化仙天混沌的好东西,但是,这题目太大了,以后的文章,怎么做? 吴湘清莲呲牙咧嘴的哭笑不得,当年,就算我,也只是以仙天假木而入河道,以木之无穷生机而破河道,混沌,这题目太大,太大。 蜀爷趴在楚天肩膀上,轻松的啃着果子,轻松的含糊其词的说道,那是你,天歌儿,不同,这小子,运气好着呢,无缘无故的就得了一堆阴阳五行造化神卵,谁知道他未来的造化呢。 蜀爷轻声说着,楚天已经睁开眼睛,眸子里喷出两条灰色神光,瞬间穿透了整个血海秘境。 境界,不对呀。 无香清莲呆呆的看着楚天双眸喷出的灰色神光,眸子里突然闪过一抹青芒,两颗瞳孔变成了两朵青色莲花急速旋转。 楚天对无香清莲并无保留,无香清莲清楚的看到了楚天神魂后那硕大的,直径一亿五千多万丈的灰色圆蝶。 无香清莲骤然浑身寒毛直竖,瞳孔缩小成了针尖大小。 出入河道境,就凝聚如此庞大的大道圆蝶也就罢了,要命的是,无香清莲看到了什么。 镶嵌在那大道圆蝶上的,灿若星辰的这么多代表了分门别类诸斑法则奥义的精英宝石。 普通刚刚踏入河道境的修饰,他们的大道圆蝶能有数百丈大小,这已经是极致,他们出入河道,能够以根本大道融合三五种道运,正是正常的,能够融合三五十种道运,那是小天才,能够融合百种道运之上的。 出入河道就融合百种道运,放在三天中的那些门阀氏族,超级宗门中,这都是值得百艳庆祝的妖孽天才。 能够在踏入河道境的瞬间,就融合千种道运的,好吧,三天之中,也唯有当今至高天十三氏族,圣灵天七大门阀的掌家家主才有这个天分。 也正因为他们有这个天分,所以他们的修炼一日千里,他们的实力高深莫测,他们才能成为自家的家主。 而楚天,无相清廉保留了关于太古无量天的全盘记忆,他知道,太古无量天对天地大道称量的总量是一亿五千多万门类。 河道境修士,每融合一门道运,大道圆蝶上就多出一颗代表了纳门法则的大道符纹凝成的宝石。 寻常河道境修士,苦苦闭关三五百年不能在大道圆蝶上多落下一子的多的是,毕竟到了河道境,每在大道圆蝶上多落下一颗大道符纹宝石,实力就能增长一大截。 楚天这完全是破坏规则的,不讲道理的,全盘烙子。 一颗不落下,一亿五千多万门类的大道奥义,在他踏入河道境的一瞬间,全盘融入了大道圆蝶中。 而且,他还是以莫测的混沌奥义为根本,融合天地之间全盘大道。 我有点头晕,我想静一静。 吴湘清莲重重的吐了一口气,他转过身去,目光深沉而犹豫的看着无边血海,给我出个主意,我是不是要把炼狱血连给生吞活泼了? 呵呵,我的道,不全,所以我防御天下第一,但是攻击力们,吞了炼狱血连,是不是我就能补全我欠缺的这一块呢? 楚天站起身来,一道道犹如巨龙的灰色雾气在他体内不断穿梭,一道道庞大的天地灵髓不断融入他的身体,被他的身体贪婪的吞噬着。 整个血海魔狱的惊天大阵此刻都在为楚天服务。 寻常人踏入河道境,融合三五种大道奥义,身躯,神魂所要补充的天地灵髓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楚天进入河道境,一如无相清莲所言,有点太过于逆天,太过于过分了。 寻常修饰,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庞大的神魂力量承载如此可怕的大道道运。 所以楚天的身躯和神魂都在疯狂的索求更多的天地灵髓,更多的力量,无论是什么品种的能量,无论是什么属性的力量,反正楚天以混沌合道,他的身体怎样都能承受,都能吸收。 整个血海魔狱无数个大小世界群都掀起了滔天的天地灵髓潮汐,无数世界喷吐出恐怖数量的天地灵髓,不断的跨越虚空冲进血海大世界,被血海秘境吞噬后迅速进入楚天的身体。 以一人,一身之力,吞噬整个血海魔狱无数世界群的天地灵髓。 偌大的血海魔狱在疯狂震动,楚天的身体也在剧烈的起伏着,他的身体一丝一丝的不断的很坚定的拔膏,浑身皮肉,毛发,筋骨,内脏等等,都变成了灰蒙蒙却又蕴藏了亿万种颜色的奇异色泽。 肉体力量在不断的提升,疯狂的提升。 如海啸一般的天地灵髓冲刷着楚天的身体,一念尊一则对楚天的身躯进行了可观的改造升级,楚天吞噬天地灵髓的效率变得堪称魔怪,他的肉体力量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效率在疯狂提升。 楚天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里,面带微笑,目露神光地笑着,青莲前辈说的是,这些日子,我调动整个血海魔玉的全部力量,好生地让那一朵炼狱血帘滋补一下,然后我将其的大道根基强行掠夺出来,前辈将它合并之后,真正是攻防无缺,前辈就再也没有其他纰漏了。 无相青莲骇然看着楚天,掠夺炼狱血帘的大道根基。 这等手段,楚天才刚刚踏入河道境啊。 楚天笑着,然后他的脸色骤然变得极其古怪,我低估了自己,嗯,低估了以混沌和道的根基,不是一百节,而是万节法力。 楚天的脸抽成了一团,随着他的肉身和神魂在急速的蜕变,在混沌气息的冲刷下不断的强大,大道圆蝶上的那些大道符纹凝成的宝石也变得更加的深邃,厚重。 大道圆蝶出城的时候,一颗宝石能够容纳的法力只是一百节。 但是随着楚天的肉身和神魂不断蜕变,一颗宝石能够容纳的宝石已经达到了可怕的一万节。 而且楚天的肉身和神魂还在蜕变,这些宝石也在急速的发生更加神妙的变化,未来这些宝石的容量,或许还会提升,提升到楚天都会感到无奈和绝望的程度。 境界上,楚天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是法力修为上,想要补全他如今的法力上线,这消耗的时间堪称漫长。 无相清连眸子里清光闪烁,他力声喝道,还请主君注意根基稳定,最好,将大道圆蝶上每一颗大道投影都打磨到完美无暇的地步,这,关系着主君未来的道路。 楚天的脸骤然苦了下来。 一亿五千多万颗大道宝石,每一颗都要打磨雕琢到最完美的境界。 那,每一颗宝石要耗费多少时间?能容纳多少法力?这是和其漫漫的一条征途。 不过,无相清连才是真正的走过这条道的老江湖。 楚天咬咬牙,决定全盘接收无相清连的意见,好生的将自己的根基标着的完美无缺。 深吸一口气,楚天驱动大阵一阵变幻,一条高有七八丈的牛头壮汉默然出现在楚天面前。 这是魂天牛祖的一个孙子,和道静二仲天的修为。 楚天披面一拳轰在了这牛头汉子的脸上,大声吼道,牛仔子,来,陪本座走两趟拳脚。 夯实基础,就从熟悉如今的肉体力量开始吧。 第七百四十一章五百年 时间过得依旧很快。 血海秘境,血海大阵中,花娘娘等人的境况变得极其艰难。 天地灵髓隔绝,四周血雾生腾,可怕的血道魔力充斥虚空,花娘娘他们已经很多年没能从虚空中获取半点天地灵髓的补充,只能依靠自身携带的丹药,灵精,鲸河等物苦苦支撑。 幸运的是,花娘娘他们都是和道静高手,在大罗天也都是独霸一方的巨拨,他们随身携带的修炼资源极多,就算在血海大阵日以继夜的绞杀。 煎熬下,他们依旧支撑了大几百年。 只是,自从楚天踏入河道静后,日子就逐渐艰难了。 血海大阵的威力更加增强了数倍,这一日,又是一个直径万里的血色漩涡在花娘娘等人上空出现。 一阵密集的雷霆声后,就看到无数水缸大小的血色雷光从天而降,犹如一场绚烂的流星雨,欢乐地砸在了花娘娘和白衣少女撑起的冰晶桃花结界中。 漫天冰晶混着无数桃花林苦苦抵挡着血色雷霆的轰击,一颗颗血雷落下,炸得天摇地动,炸得四周血海翻腾,无数血海傀儡低声笑着,犹如鬼魅一样从冰晶桃花结界附近一闪而过,他们偶尔停下脚步,双手挥动,带起一道道血浪暴力冲击结界,震得结界一阵乱晃。 雷光中,漫天冰晶崩裂,一枝枝桃花枝粉碎,花娘娘和白衣少女发际凌乱地坐在桃林深处,花娘娘周身粉色光芒缠绕,白衣少女被一块厚重的悬冰包裹着,两人倾尽全力支撑结界,却支撑得很苦,很苦。 时不时的,花娘娘和白衣少女嘴里会有一道血水溅出,这种感觉,就好像他们是两片鲜嫩的柠檬,正有人用血色的大浅子狠狠地碾压他们的身体,不断将他们体内的汁水碾的喷射出来。 根基受损的血海魔尊躺在一株桃花树下,他被无数重强力的禁制死死禁锢着。 他抬头呆呆地看着天空,看着他亲手不下,正在全力运转的血海大阵。 大阵依旧是那座大阵,却变得如此的陌生,如此的古怪。 以血海魔尊的阵道修为,他居然看不清大阵的变化了。 而且,大阵的威力,似乎不应该有这么高。 该死,老夫上当了。 不该给那小子天机门的传承。 血海魔尊苦笑着,他低声难难自语,难不成,他真是阵道的天才。 这才几百年时间,他居然将血海大阵掌握到了如此程度。 而且这等变化,连老夫都没能揣摩出来。 摇了摇头,他看了看花娘娘和白衣少女,眸子里闪过一抹奸诈,恶毒的幽光,嘿嘿,严刑拷打老夫,想要问出破阵的法子,嘿嘿,不要说现在老夫真的不知道,就算是知道,呵呵。 血海魔尊搭拉着眼皮,陷入了沉思中。 要如何才能脱身呢? 现在看起来,脱身似乎很艰难。 花羽圣殿这是针对血海魔尊部下了一个杀局,虽然这个杀局演变得有点古怪,结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但是血海魔尊的结局没有变,他依旧陷入了绝境。 无非是,掌控局面的人从花羽圣殿,变成了楚天一伙人而已。 血海魔尊想要绝的求生,好不容易从无量天的毁灭天灾中活了下来,他可不甘心就这么一朝魂飞魄散。 桃花林的震荡骤然变得更加剧烈。 树石株外围的参天桃花树轰然崩碎,无数花枝,花瓣撒了一地都是。 花娘娘和白衣少女同时闷哼,嘴里的鲜血犹如小溪一样不断流淌出来,眼看着已经伤损到了根本元气。 他们艰难的掏出了一颗一颗光芒四射,幽香四溢的丹药塞进嘴里,很难受的将当丸吞下腹中,迅速的吸收炼化。 这种动作,他们这些年已经重复了无数次,已经彻底麻木。 血海魔尊看着四周沸腾血海中纵横穿梭的血海傀儡,不由的暗自恼火。 一千二百尊血海傀儡,血海魔尊将他们炼制出来的时候,不过是核道境三重天的修为,但是这才几百年时间,天知道楚天对他们做了什么,这些血海傀儡的气息,居然全都提升到了核道境六重天之上。 这样的势力,就算放在整个大罗天,也足以成为最强横的几大妖魔巨头之一了。 更让血海魔尊惊害的是,他分明能感受到,在血海的深处,还有更多的核道境存在正在孕育。 有一些气息分明是纯正的血海傀儡的气息,还有一些气息,却是纯正的鬼道路子。 甚至还有一些气息更加古怪,似乎有点龙族的味道,有点天兵天将的气息,更有点太古无量天时血海魔尊很是熟悉的味道,似乎是,以肉身强横而出名的狱族的味道。 只是这些正在孕育的家伙,数量未免太多了一些。 血海魔尊咧嘴凝笑,他的目光贪婪而凶狠地扫过花娘娘和白衣少女柔嫩的腰脂,他低沉地笑了起来,贱人,真是贱人,亏老夫这般待你,你居然是花雨圣殿的暗子。 嘿嘿,如今落到这等境地,我看你们是什么下场。 那清廉圣君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他不像是会欺辱女人的货色,只不过,他身边的那几个,嘿嘿,老夫看你们怎么死。 又是数百条血色魔影交错掠过面积越发狭窄的冰晶桃花结界,数百条修为大尽的血海傀儡猛的联手一击,就听一声巨响,又是百多颗最外围的桃花树轰然粉碎。 花娘娘身体一晃,蹊跷同时喷血。 魂天牛祖声嘶力竭地咆哮着,他化身百丈高下,拎着巨大的魂铁棒朝着四周疯狂怒吼,清凉圣君,小崽子,狗杂种,给老子滚出来受死。 你把老子的儿孙带去哪里了? 这些日子,魂天牛祖手下的牛崽子们隔上几年就被莫名失踪一头,百多年来,已经有四十多头牛崽子莫名不见了。 魂天牛祖带来血海大世界的牛崽子拢共就这么千多头,其中核道径的不过百头上下。 四十几头核道径的牛崽子莫名消失,魂天牛祖心痛坏了,他也气得快要封魔了。 怒吼声中,魂天牛祖突然不顾一切地冲出了冰晶桃花结界的保护范围,昏头昏脑地冲进了血海大阵,拎着魂铁棒就是一通乱杂。 数十头血海傀儡被他一击粉碎,然后迅速在极远处的血海中重新凝聚。 魂天牛祖正要继续追杀这些血海傀儡,一记重拳突然从一座血浪后面飞掠而出,一击重拳轰在了魂天牛祖的脑袋上。 一声巨响,以肉体力量强横而闻名大罗天,肉身实力堪称大罗城前三的巨妖魂天牛祖被一拳轰飞。 所有人都听到了魂天牛祖脑梗被拉长,颈骨和附近的肌肉,金剑发出的咔咔声响。 血海魔尊更是眼尖,他甚至看到魂天牛祖的脑梗被打得拉长了三尺左右,面颊上更是出现了一个身有持续的拳印子。 身高百丈的魂天牛祖们哼着被轰飞千里,一头撞在了一座血色巨浪上,这才猛地弹了回来,狼狈地摔进了滔天血浪中连连翻滚挣扎。 通体灰气弥漫,楚天坦露上半身,露出一身流线形的肌肉,撞碎一座血色大浪冲了出来。 在楚天身后,数十个血色十字架静静地矗立在血海中,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都变形的河道镜牛仔子被死死地捆在血色十字架上,一个个哭天喊得地叫着魂天老祖。 魂天老祖,这些年,多谢你的儿孙帮本座夯实根基。 百多年前,楚天一脚踏破河道镜,利用大阵之力,不断劫掠魂天牛祖的牛子牛孙们充当炼权的对象,每天和这些皮粗肉厚的牛子牛孙摔打在一起,不断淬炼肉身修为。 到了最近几年,楚天甚至让数十名牛子牛孙手持兵器同时朝着自己出手,但是这些最强修为达到了河道镜六重天之上的牛子牛孙们,他们手持各色神兵利器,居然再也难以伤损楚天分毫。 终于,楚天直接向魂天牛祖挑战。 一拳轰出,魂天牛祖措手不及,居然被楚天一拳打飞。 冰晶桃花结界中,花娘娘,白衣少女,还有魂天牛祖的一群牛子牛孙,花娘娘的一群门人弟子干女儿什么的,所有人全都傻眼看着被打飞的魂天牛祖。 就算是偷袭吧,整个大罗天,能够用纯粹的肉体力量撼动魂天牛祖身躯的人,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个吧? 应该,或许会更少一些。 我们被大阵困了多少年了? 花娘娘有点呆滞的问白衣少女,一亿年? 十亿年? 这小子,当初只是画道镜巅峰吧? 就算他踏入了河道镜,怎么可能? 白衣少女冷静的看着花娘娘,快五百年了,这小子身上,有古怪,就算是人族,就算是人族,魂天牛祖的跟脚放在那里,他的肉体力量是天生的禀赋天资,人族就算潜力无穷,不过五百年呐。 固然一直冷若冰霜,一直冷静的近乎冰冷,白衣少女的声音到了最后都出现了颤音。 这样的修炼速度,不对,太不对了。 就算是大能转世重修也没有这么快。 楚天身上,肯定有大古怪,有极大的秘密,这秘密,甚至比那些河道镜巅峰的大能陨落后,带着前世所有的记忆转世重修还要来的古怪和珍贵。 我们,估计不能活着回去了。 白衣少女冷淡的说道,她,不可能容忍我们泄露任何消息。 我倒是不怕。 花娘娘妩媚的朝着白衣少女笑了,姐姐我,大不了做她的奴婢,任她享用就是,嘻嘻。 姐姐我,最喜欢强大有力的男人,但是妹妹你呢,嘻嘻。 我还记得,你说我脏。 花娘娘眸子里闪过一抹绿色,我就怕,以后你想干净,都干净不了。 白衣少女冷静的看着花娘娘,我想要干净,就能干净,无非一死而已,而你,再也干净不了。 花娘娘面皮骤然长红,万分恼怒的盯着白衣少女。 如果不是还要联手应付血海大阵的绞杀,怕是她已经飞扑过去,用指甲抓烂白衣少女那张俏丽的小脸。 浑天牛祖狼狈的从血水中站了起来,她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将身体压缩到了三丈高下,远远的看着身高和自己相仿的楚天,慢慢的举起了手中的浑铁棒。 但是过了一会儿,浑天牛祖看了看楚天身后的数十个牛子牛孙,他沉默了一会儿,将浑铁棒丢在了一旁,肃然向楚天抱拳行了一礼,老牛的儿孙,一个比一个金贵,花与圣殿的娘儿给老牛的条件不错,但是比不上老牛儿孙的性命。 眸子里闪过一抹灵力的胸光,浑天牛祖朝着楚天沉声道,赤手空拳,走一趟拳脚,打得过老牛,老牛任你为主,任凭你居策。 不用神通法术。 楚天歪着脑袋看着浑天牛祖。 不用神通法术。 浑天牛祖咧嘴一笑,他突然仰天大吼了一声,右拳破空,一拳向楚天轰了过来。 这一拳? 饶是楚天已经误透了无数大道傲义,就连拳道也已经明误透彻。 但是他悟得太多,掌握得太多,就好像一个熟读了无数武功秘籍的理论家,他其实在拳道上并没有下过太多苦功。 这些年熬练身躯,他也只是淬炼筋骨皮,让肉身变得无比强大而已。 对于拳道,他明白一切,却没有真正上手。 浑天牛祖的这一拳,却将天地间的拳之一道演绎到了极致,推演到了巅峰。 一拳轰出,百万里虚空骤然一空,变成了真正的真空,除了拳,万物不复存在,时间,空间,血海,任何一切有意义无意义的概念全都粉碎。 唯有那海碗口大小的拳头充斥整个天地,犹如一轮散发出无量强光的太阳,呼啸着穿透了时间,穿越了空间,超越了命运,粉碎了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直接落在了楚天的胸膛上。 好。花娘娘不由的尖叫了起来。 一声巨响,楚天的胸膛上好似炸开了一座巨型火山,无边的光和热呼啸着轰了出来。 浑天牛祖这一拳好似简简单单的一拳,内部却融合了无数可怕的毁灭性的天地奥义。 这一拳,胜过寻常河道竞仪一拳。 无穷天地奥义尽在这一拳中,这一拳,足以匹敌普通数千河道竞修士对楚天联手攻击三年造成的杀伤。 楚天身边的虚空爆炸开来,犹如爆裂的镜片一样,无数黑漆漆的碎片向四周呼啸着飞溅而去。 浑天牛祖得意而自今的大声吼叫着,老夫这一拳,只用了五成力。 只用了五成力。 楚天面不改色的向后退了一步。 一步踏碎万里血海,万里血海蒸发成浓云血雾生腾而起。 然后再退一步,这一步血海只崩裂了三千里。 然后再退一步,这一步,血海只有百里方圆蒸发成血色浓云。 第四步退出,楚天脚下的血海只是荡起了一圈圈小小的涟漪,然后他周身肌肉骤然粉起,一条条莽龙一样肌肉剧烈的跳动着,楚天只退了四步,就骤然反弹,一拳轰出,狠狠砸在了浑天牛祖的胸膛上。 一声俱响,浑天牛祖立足不稳,踉呛着向后倒退。 第七百四十二章 大罗天乱 纯粹的肉体力量,纯粹的暴力。 浑天牛祖一拳只让楚天退了三四步,楚天反击一拳,却让浑天牛祖狂退十八步。 更让花娘娘和白衣少女目瞪口呆,让浑天牛祖一群牛子牛孙瞠目结舌的是,浑天牛祖被楚天一拳打得浑身骨骼咔咔乱响,厚厚的肌肉下方一块块骨节糊乱的凸起,跳动,好似差点被楚天一拳打散架了一般。 浑天牛祖向后连退十八步,一步退出十里开外,每一步都在血海上留下了一个硕大的窟窿,大片血水蒸发化为阴晕血云弥漫四方。 好容易稳住了身形,浑天牛祖仰面张开大嘴,一口血气喷起来数千丈高,在高空血云中硬生生轰出了一个直径万丈的大窟窿。 他喘着气,低下头看着楚天,脸色已经变得无比的凝重和严肃。 老子闯荡大罗天这么多年,单从肉体力量上,从未遭逢敌手。 浑天牛祖很认真地看着楚天,一拳,再来一拳,一拳定胜负。 老子输了,老子和一群儿孙给你做牛做马,老子赢了,你让老子带着儿孙安然离开。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缓缓点头。 咔咔声密集的响起,楚天的身体一寸一寸的拔高,他的皮肤上有一层凝润的玉色光芒亮起,更有一层犹如琉璃宝光的光芒向四周喷出。 随着身体越来越高,等楚天身高达到十丈左右的时候,他的皮肉已经变成了透明状,透过他的皮肉,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的经络,血管,骨骼,内脏等物。 身高十八丈的时候,楚天通体已经变得好似极品宝石一般晶莹剔透,体内不见丝毫瑕疵,一层润泽的宝光环绕全身,他就好似一座纯净无瑕的琉璃雕像,浑然一体。 在楚天的身体下方,血海被一股无形的立场压开了一个直径十万里的半球形大坑。 魂天牛祖呆呆地看着楚天身体的异象,他喃喃自语道,老子曾经听说,太古无量天,有个肉身号称天地间最强的族群,玉族断体传承。 楚天向魂天牛祖比划出了一个大拇指,他沉声道,有见识。 准备好了吗? 魂天牛祖身后一道黑气咕噜噜地冲起来有数万丈高,黑气中一头硕大的六角狂牛缓缓地展露身形,魂天牛祖的身体一如楚天一样快速地拔高,他的身体内转来血气喷涌犹如长江大河起浪的巨响,和楚天一般,他的身体下方,血海也被破开了一个硕大的圆洞。 两人都以秘法将身躯拔高到了万丈高下,右眼可见一层层狂躁不安的光运在他们体表疯狂的盘旋卷动,阵的四周虚空裂开了一条条细细的黑色裂痕。 这里是血海秘境,这里是血海大世界的核心地带,这里是整个血海魔狱大阵的阵眼位置。 这里的空间结构比外界的空间起码牢固了万倍以上,楚天和魂天牛祖不用任何神通法力,单单肉体力量就把虚空蹦出了裂痕,这等肉体修为堪称惊世骇俗。 花娘娘和白衣少女没有看向魂天牛祖,而是呆滞地看着楚天。 狱卒真传 花与圣殿中保存着关于狱卒的记载,甚至花与圣殿中还有灵星半点的关于狱卒的传承。 楚天居然能够得到狱卒断体传承,这是出乎他们预料的。 问题是,就算是得了狱卒传承,楚天这小子才修炼了多少年? 加起来能有一万年吗? 肯定没有。 区区万年以下的修行时间,他的肉体力量难不成能和魂天牛祖并驾齐驱。 花娘娘喃喃自语道,这头老牛,他是故意认输以保全他的儿孙吗? 不要让姑奶奶离开这里,否则一定让他这一窝老牛小牛死无葬身之地。 白衣少女咬着牙,面无表情地说道,先想办法活下来吧,不论输赢,这老牛和他的子孙都性命无忧,而我们,你说,我们能和他赌斗一番吗? 花娘娘计较地扫了白衣少女一眼,你糊涂了吗?我们来这里,除了对付血海魔尊,就是要击杀青莲圣君,你就算和他赌斗,赢了又如何?赢了回去,那些老家伙会如何处置我们? 白衣少女的脸色越发的冰冷,他双手掌心同时冒出了一团寒气升腾的悬冰,心中恼怒的他食指用力,将两块悬冰捏得滋滋直响,很快炸成了大片的冰渣子。 楚天和魂天牛组相隔数百里站定,身高万丈的他们呼吸如飓风,一呼一吸之间血海上卷起了一条条湍急的龙卷风。 他们默默地积蓄力量,默默地鼓荡精血,逐渐将自己的精气神提升到了巅峰的极限。 突然一声大吼,楚天灰蒙蒙的双眸和魂天牛组血色双眼狠狠对上,两人同时发动。 两条万丈高的巨大身影骤然向中间移动,两道全影击穿虚空,狠狠撞击在一起。 一声巨响,两人的全道都到了大道无形,大巧不公的地步,纯粹的极致的霸道的力量撞击在一起,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外泄,所有的力量都被两人实打实的承受。 整个血海秘境微微的颤抖了一下,两人身边直径百万里内的血海轰然炸开,无数血水炸成了血雾喷向四面八方,花娘娘和白衣少女联手不下的冰晶桃花结界轰然炸碎,无数桃花树纷纷粉碎,花娘娘和白衣少女奇奇吐血,花娘娘坐下的众多女弟子更是直接被轰飞了数万里不知死活。 半空中,楚天和魂天牛祖的右拳紧紧撞击在一起,两人的拳头之间相隔还有三寸,三寸间的虚空变成了一片黑色的混沌,一股莫名的巨大力量在内酝酿。 下一瞬间,楚天右臂上的所有血肉纷纷裂开,大片裂痕从拳头上一直延伸到了上半截身体,大片血肉崩裂,却没有一滴鲜血流出。 魂天牛祖的身体猛的一颤,他体内传来了清晰的骨骼碎裂声,他猛的向后倒退了数百步,一步百里,他连连退后了数万里地,然后颓然单膝跪倒在地。 大量鲜血从蹊跷中渗出,魂天牛祖骇然抬起头来,神色呆滞的看着楚天,你,出入何道境,没道理。 楚天不会向魂天牛祖解释自己的境界和修为的玄虚,他只是看着魂天牛祖,你输了,你,和你所有的牛子牛孙,奋出一丝本命神魂烙印,从今以后,我是你们的主人。 又十年后,血海秘境轰然开启,一条杜须神舟冉冉飞出。 长达百万里的杜须神舟加班上,一千二百尊修为达到了何道境八重天之上的血海傀儡面容宛如生人,身穿素雅的大袖长袍,摆出斯文儒雅的派头,手里握着精卷,长笛,戒齿,玉霄等风雅之物,三五成群的站在甲板上轻言笑语。 在血海魔尊手上,这些血海傀儡是完全没有任何灵智的傀儡大手,通体邪气冲天,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在楚天手上,楚天洗去了他们身上滔天的魔气,邪气和煞气,让他们滋生出了属于自己的灵智,已经和正常生灵没什么两样。 当然,这也是因为楚天手掌大梦逍遥琉璃斩的缘故。 这件大梦尊的本命之宝青松就化去了这些血海傀儡的猪斑博杂气息,让他们变得通体邓静,纯洁,这才有了滋生本我灵智的基础。 没有大梦逍遥琉璃斩的话,就算是始作勇者血海魔尊,他也只能制造血海傀儡,掌控血海傀儡,但是让这些血海傀儡再进一步,进化成如今这等模样,那也是绝对做不到的。 除开这一千二百尊强悍可怕的血海傀儡,另有万多尊刚刚凝结成型的血海傀儡化为总角童子,一脸呆萌的跟在这些风雅秀式的身边听从教诲。 这些血海傀儡体内的猪斑博杂之气已经被楚天洗涤干净,但是他们刚刚踏入河道境的门槛,还没能滋生自我灵智,一个个智力大概就和刚刚长大的狗子差不多。 所以楚天暂时还不能放任他们自由行走,而是让这些成了气候的血海傀儡待在身边加以教训,加以约束,省得他们本性发作,骤然暴起屠杀一两个世界群,这也是难说的事情。 楚夜,楚风野俩笑呵呵的坐在杜须神舟的船头,面前放着一张小方桌,摆着两坛子血海魔尊自家酿造的绝品美酒,还有两碟子小菜,一边品酒,一边闲聊,顾盼之间双眸之中有滔天魔气冲天而起。 野俩身边方圆千里之地看似干干净净,空荡一片,但是一旦有外人踏入一步,就立刻会觉得深陷无边血海,身边是无数血海魔头怒吼咆哮,更有无数巨大的漩涡拉扯身体,精血和灵魂,好似要将他们整个撕碎了扯进血海深处一般。 野俩的修为,超过了楚天最初的预估。 他们耗费了三百多年才消化了血魔圆胎,一举踏入河道境十二重天妙境。 楚天又从无量宝集中,将太古无量天的大道奥义,借助大梦逍遥琉璃展妙用,以醍醐灌顶秘术,为野俩强行提升道横修为。 加上无边血海中汇聚的无量精血之力为辅助,楚野,楚风野俩如今已经超过了血海魔尊当初的修为,达到了河道境十三重天的极致。 虽然距离太古无量天和道境的大圆满境界还差了两重天境,但是在如今至高天、圣灵天、大罗天的和道境大能中,楚野,楚风野俩绝对属于顶而兼而的存在。 除非至高天、圣灵天的士族,门法也得到了太古无量天的完整传承,否则和道境中,野俩是难以找到对手的了。 不过正因为他们进步太距,野俩如今用尽全部精气神,也只能将自己的气息约束在身边千里之内。 外人一旦踏入他们身边千里,立刻会受到他们外泄的魔气源源不断的攻击,从肉体、精血、神魂全方面的疯狂攻击。 什么时候,他们能够将气息完全收敛体内,一丝半点都不外泄,他们就能向河道境十四重天,十五重天乃至更高的大圆满极致攀登了。 魂天牛祖得意洋洋的穿着一套楚天从青莲形宫中翻出来的,当年一念尊亲自创造的顶级重甲,笑呵呵的抚摸着一根油光水滑,同样出自一念尊之手的大力崩天棍,大声的向楚天笑着,主上,这距离老牛的牛窝也不远,先去老牛的老窝走一遭。 摇摇头,魂天牛祖笑道,老牛生平也没其他的本领,就是能生,老牛的孩儿们一个比一个能生,都找得腰粗屁股大的娘儿拼命的下肿,这些年来。 老牛也积攒了过亿的子孙后代。 舔舔嘴角,魂天牛祖笑道,这些儿孙辈,和老牛领地中的那些妖魔鬼怪山主洞主联姻,殷亲无数,亲戚无数,他们全都对老牛为命适从,以后他们都是主上您的奴仆。 魂天牛祖笑看着楚天,以后无论主上去哪里,老牛是自然要跟着主上的,所以,主上先去老牛的老窝走一趟,让孩儿们先认识一下主上,给主上孝敬一点供品,然后主上再出发去做正事,如何? 楚天笑了,他回头看了看被挂在第一座船楼上,捆得和粽子一样的花娘娘,白衣少女一行人,轻轻点了点头,去吧,去吧,去看看。 呵呵,我很好奇,你的洞府是什么样子? 在混天牛祖的指引下,杜须神舟偏转航线,向血海大世界外航去。 行走了刚刚两三天,一众人的脸色都有点不自然了。 虚空中,多出了太多太多残破的星体。 无数大大小小的巨石漂浮在空中,分明可以看到,有些巨石上还残留着一些生命力极强顽强的动植物。 很显然,这些巨石曾经属于某个世界,属于某条山脉的一部分。 无数巨石浩浩荡荡的在空中流淌着,一时间居然给楚天一种回到了混乱天狱的错觉。 血海魔域周边,应该属于大罗天最繁华的地带,无数的世界群,无数的日月星辰分布在这附近,但是一眼望去,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世界,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星辰。 虚空中充斥着博杂的能量潮汐,一波波灼热的,毁灭一切的能量洪流在虚空中奔流沸腾,极远处,还能看到一圈圈缓缓扩散的光影,那是某个世界或者某个世界群正在发生毁灭性的大爆炸。 楚邪这种修炼轨道功法的,他更是脸色苍白的告诉楚天,他能从虚空中听到无数亡灵宾死前的惨毫。 有数以万兆一计的生灵被杀死,好些生灵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就随着崩毁的世界瞬间湮灭了。 正因为死得不明不白,所以这些生灵才留下了如此强烈的,让楚邪都为之挡寒的怨气。 魂天牛祖神色不对的掏出了一枚传信印符,他倒固了一阵子后,突然惊恐的抬起头来,向楚天撕声道,主上,加快速度,大罗天大乱,好些大罗天的霸主莫名陨落,大罗天已经狼烟四起,遍地乱战了数百年,老牛的老窝,居然正在被人围攻,孩儿们损失惨重。 楚天愕然。 大罗天,大乱。 好些大罗天的霸主莫名陨落。 谁干的? 谁能干成这样的事情? 第七百四十三章有黑手 魂天牛祖的老巢正在被围攻。 楚天心头一晃,急忙掏出一块玉符,用最快的速度联系留守囚龙海的龙王,虎老,虎爹一行人。 他不由得有点自责,这些年来,他只顾着在血海秘境提升自己,却忽略了留守囚龙海的一众亲友。 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出了任何纰漏,楚天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玉符上一抹灵光闪过,楚天已经感应到了留在龙王手中的传讯印符反馈的信号,证明两块玉符之间已经产生了联系。 有反馈的动静,楚天顿时心中一喜,他正要询问龙王那边的情况,突然以他手中的玉符为核心,一波波空间波动急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随后虚空突然裂开了一条巨大的裂痕,一口向整条杜须神舟吞下来。 楚天心头一颤,正要反抗,船头坐着的楚也,楚风也俩一跃而起,正要释放体内浩瀚如海的血海魔力,突然所有人同时露出了轻松之色,楚天沉声道,无需反抗,任凭他带我们走。 从这看似可怕的空间裂痕中传来的,是一抹极其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气息。 是洛儿的气息,但是比楚天印象中的洛儿气息强大了太多,已经达到了核道镜,而且绝非普通核道镜的水准。 囚龙海位于万腰深渊边缘,和楚天等人所在的位置相隔了整个万腰深渊和小半个血海大世界。 洛儿能够通过楚天留下的一枚传信玉符,并非专门的空间倒标,直接就能定位楚天的位置,并且撕开一条足够杜须神舟通过的空间裂痕。 如此手段,堪称恐怖。 杜须神舟被空间裂痕一口吞下,四周虚空一阵旋转,下一瞬间,杜须神舟在囚龙海核心部位骤然出现,庞大的剑体猛的砸在了一片蔚蓝色的海面上,溅起了万里巨浪,震得整个囚龙海都在剧烈颤抖。 一条倩影悬浮在巨浪旁,洛儿瞪大眼睛,愕然看着几乎一头扎进海底的杜须神舟,有点尴尬的捂住了脸,呵呵,怎么是这么大条船? 呵呵,估计错误,吸。 大群大群囚龙嗷嗷惨嚎着被巨浪冲飞到半空中,然后一头狼狈的栽了下来。 一条巨大的,背声双翼,绞成七彩,体长万里,林甲金黄的巨龙长笑着从一片云矮后叹下了半截身体,他只是盯着下方海面上的巨浪瞪了一眼,沸腾的海面就骤然平静下来,海面光滑如镜,就连一丝连衣都不复存在。 楚天感受到一股熟悉,庞大,同样带着一点陌生的恐怖气息从天空落下。 他抬起头来,笑容满面的向那条通体金黄的巨龙挥了挥手,龙王大叔,则,您换皮了。 怎么颜色都变了。 一声长啸传来,龙王身体一晃,依旧化为身穿黑袍的斯文秀士站在半空。 他向楚天点了点头,沉声道,回来就好。 这些年,知道你去办正经事,也就没打扰你,碰到了一些麻烦,不够幸好有洛尔丫头赶来,我们求龙海这些年,发展得不错。 东的一声,极远处,大概在囚龙海的边缘地带有巨大的震荡传来。 龙王的脸色微微一变,他冷笑道,又来了。 一群杀不怕的狗仔子。 哼,天歌儿,你歇息一会儿,本王赶去,看看他们有多少脑袋好看。 一声长啸,龙王保持人形,身后一对金色的巨龙翅膀猛的张开,一盏达到了可怕的万丈左右,巨翅只是一阵,他就骤然裂空飞去,瞬间不见了踪影。 穿着一件简简单单,刚刚净净的长裙,头发很简单的用发带竖了一下,很柔顺的劈散在身后,洛尔站在杜须神舟旁,带着一丝小小的狼背,一扁轻轻的尴尬,瞇着眼看着楚天。 他一言不发,有点心虚的样子。 楚天一步就到了他身边,向他伸出手去。 洛尔顿时犹如春天里骤然开放的兰花一样笑了起来,他伸出双手,和楚天紧紧握在一起,然后吐了吐舌头,飞快地说道,拿,和我娘亲没关系的,他也是被逼得没办法理,不过,除了我娘亲,其他的人嘛,呵呵。 无头无脑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洛尔得意地看着楚天,就差点长出条尾巴在身后摇晃了,我逃出来的时候,嘻,紫伐的库房被我搬空了,那群老家伙肯定都要哭死了,不过,也不会太伤心的,他们,哼。 洛尔的眸子清澈如初,但是眸子的深处,显然带着一丝欠然和软弱。 很显然,他知道所有应该知道的东西。 楚天深沉地看着洛尔,沉声道,和你有什么关系? 反正,你只要开心就好,其他的事情,自然由我来做。 呵,亏了你,不然的话,龙王,虎老,虎爹他们,还有祖父,父亲和楚邪那不成器的,这次可就糟了。 洛尔笑得格外灿烂,他轻轻摇头道,我也没办法理,哎,公羊是太强,太不讲道理,嗯,那时候,我也只能让他们先全身而退。 不过这些年,要感谢娘亲里,汉翠衙你的那些弟子,还有无风峡谷你的那些老朋友,都被娘亲给安置好了。 楚天脑子骤然闪过无数的画面,他咧嘴笑了,心里一阵阵的热流直冲了上来,就好像突然喝下了一大口炽热的烈酒,这股热流莫名的流转全身,然后就冲着两个眼珠去了。 大眼角有热流想要冲出来,楚天强大的过分的身体自行控制了每一声肌肉的运动,这股热流距离大眼角的出口还有三里,就被强大的肌肉力量碾压回了身体。 他张开双手,用力的搂住了洛尔。 洛尔满族的哼哼了一声,像一条小狗一样,舒舒服服的用脑袋磨蹭了几下,闭上眼,轻声说道,好久不见,一切安好,这就很好,啊,真是混蛋,汉翠牙这么漂亮的地方,我知道是谁请了鸣角一族,炸掉了天鹿世界,连带汉翠牙一起都炸掉了。 楚天笑着点了点头,找机会,打他。 洛尔笑得格外灿烂,往死里打,不用给我面子,公羊式的人,哼。 没一个好东西,不过,要小心哦,公羊式,家笛子还是蛮厚的。 洛尔笑得开心,话语中没有半点担忧。 能够和楚天在一起,还能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风也好,雨也好,雷霆也好,冰雹也好,反正,能够在一起,什么都不怕了。 过去数百年的种种,一如云烟,眨眼间就被洛尔丢得无影无踪。 有胡许许笑盈盈的,突然出现在楚天和洛尔身边,嗯,楚公子,这位姑娘是。 楚天松开搂着洛尔的手,两人手拉着手,肩并肩地站着,带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笑容看着有胡许许。 有胡许许不看楚天,而是笑容满面地看着洛尔,轻轻笑道,哎哟,我们相处了数百年,楚公子居然没对许许说过,您居然还有这么一位红颜知己呢? 楚天笑了,他轻声道,不是红颜知己,而是骨肉一般的爱人。 不过,或许你不懂。 嗯,想来你是不懂的。 洛尔眨巴着眼睛,目光如刀,飞快地扫过有胡许许的头发,眉毛,脖梗,肩膀,胸部,腰身,胯部,长腿,扫过他身上宽大的长袍,以及各色各样零碎的小配饰。 只是一扫之后,洛尔就笑了,他轻声道,这位姑娘,你的衣饰,还有发际,还有袍裙的配色,嗯,满老气的,感觉,就好像古墓中挖出来的太古女尸,纵然殉葬品在华贵,但是毕竟太老气了,和当今当事的时宜不合了。 楚天愕然,然后哑然失笑。 他一直以为洛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行动派,他只知道洛尔敲闷棍,拍板砖的功夫很有一套,当年暴打那一位子天尊的手段也很是凌厉,但是真不知道,这丫头还有这么一张利嘴。 好像古墓中挖出来的太古女尸。 这句话,楚天用强大的肉体力量约束了自己胸部,喉部的一切肌肉和神经,这才没有效出生来。 有胡许许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子,她的出身来历也颇为不凡,被洛尔当面喷了这么一句,楚天真不知道这时候有胡许许的心情是怎样的。 有胡许许的脸色一阵阵的难看,小脸崩得紧紧的,一脸铁青的盯着洛尔。 可怜,可欣两个老丫头犹如鬼妹一样出现在有胡许许身边,一言不发的死死盯着洛尔,一股莫名的压力凭空涌现,化为无形的巨浪一波一波的向洛尔碾压了过来。 楚天微微一笑,她眉心一抹青光一眩,所有压力骤然消失,犹如微风拂面,没能给洛尔带来任何影响。 洛尔猛的抽了抽鼻子,她突然又笑了起来,看着有胡许许说道,得多么不自信的女人,才会在身上撒这么多,这么重,这么有特殊效用的香粉呢。 这是用来招风引蝶呢? 还是用来招风引蝶呢? 还是用来招风引蝶呢? 抬起头来,洛尔甜滋滋的看着楚天,轻声笑问道。 楚兄,你喜欢香粉气味吗? 楚天低头看着洛尔,两人目光交缠,他沉声说道,当年在旱翠崔牙的药香,也比香粉味道好,和洛尔在一起,在旱翠崔牙种花种草的时候,那泥土滋味,也更让我心旷神怡。 洛尔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他轻轻柔柔的说道,嗯,我就知道楚兄这种好汉子,不会喜欢那种妖艳贱货,吸,难怪某些人,要用这种低劣的手段,我洛尔是什么人? 会上这种手段的当吗? 有胡许许的脸色已经阴郁得犹如暴雨前的天空,黑漆漆的一片。 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见到洛尔的第一眼,有胡许许就很不舒服,他本能的想要对洛尔做些什么。 但是洛尔的反击如此犀利,有胡许许就好像一个拎着板砖,小心翼翼的凑到别人身后想要拍板砖的熊孩子,刚刚举起手,就被对方数十个镖形大汉按在地上用狼牙棒暴揍了一顿。 如此羞辱,如此挫折,有胡许许这辈子,从未吃过这样的闷亏,受过这样的闷气。 可怜,可欣同时怒笑一声,他们猛的举起手指向了洛尔,他们正要开口呵斥,说一些不怎么好听的话,楚天已经猛的一步踏上前,向可怜可欣冷笑了一声,两位,你们只是客人,这里,我才是地主,洛尔,也是女主人的身份,作为客人,就要知道客人的本分,客人若是敢胡作非为,可是要被收拾的。 鞋刺里一道人影猛的冲了过来,有胡许许的车夫胡子闷不吭声的出现在楚天身边,双眸如雷死死盯着楚鞋,楚公子,这球龙海,也不是你的地盘,你自诩主人,却也过了,而且,就算你是地主,党敢对我家小姐不敬,那也是天大的罪过。 一左一右,楚也,楚风也俩同时出现在胡子身边,滔天的魔气翻滚而出,四面虚空骤然化为一片血色。 胡子的脸色骤然一变,他浑身皮肤骤然好似被血染了一般变得通红一片。 他问哼一声,猛的向后倒退了一步,吐了一口血,然后再退一步,又吐了一口血,随后是再退一步,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 连续喷了三口血,胡子的脸色变得煞白一片,好似脸上的大胡子都变成了白色。 楚也笑容可居的向胡子点了点头,我们楚家,是生意人,打开门来做生意,广迎天下客,呵呵,但是谁敢欺负咱楚家的儿孙,呵呵,这些年呢,我楚家转行了,从做伤转成了山匪,砍几个人头,也不算什么。 楚风背着手,傲然昂起了头,冷冷的吐了一个字,滚。 胡子身体骤然一晃,然后蹊跷中同时喷出血来,狼狈北向后不断倒退。 楚夜,楚风爷俩,对洛儿的好感已经到了极致,在他们心中,洛儿是楚市长房主妇的唯一人选,是楚天唯一的良配,当着他们的面,有胡徐徐用这种小手段挑衅自己看中的孙媳妇,而媳妇,真当他们没火气还是怎么的。 有胡徐徐的脸色一阵青红不定,他也弄不清为什么他会突然做出这么莫名其妙的事情。 但是他很快定下心神,微笑着向楚天和洛儿行了一礼,然后一言不发的转身就走。 可怜,可心,胡子三人紧跟在他身后,不多时,就看到一缕寒光冲天而起,主仆四人居然驾着有胡徐徐之前的那架马车离开了囚龙海。 洛儿眸子里一抹神光闪烁,他紧盯着有胡徐徐一行人远去,最终他悠悠说道,楚兄,最近数百年,大罗天一片混乱,乱得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一片混乱幕后有黑手,而且,和他们主仆几个有关系呢。 吐了吐舌头,洛儿轻声道,我可不是在说他们坏话,而是,真的和他们有关系呢。 楚天拍了拍洛儿的脑袋,轻声道,我知道他们来历不凡,但是没想到,如果这事情真和他们有关系,这事情就有趣了。 魂天牛祖大踏步的走了上来,大咧咧的吼了一嗓子,老牛见过主上,见过主母,主上,赶紧去老牛老窝救援吧。 牛仔子们,这些年吃苦了。 洛儿笑颜如花,面皮红得好似涂了胭脂一般。 第744章有壶,来袭。 一声令下,三条百万里旗舰级杜须须神舟为首,数千条大小神舟环绕四周,囚龙海归顺楚天的所有下属站在甲板上齐声欢呼,庞大的舰队冲天而起,离开了囚龙海。 杜须神舟的船头主炮,两弦副炮齐齐展开,无数能量炮在虚空中带起一道道刺目的强光,恐怖的爆炸声震得虚空震荡,无数大小非洲,无数妖魔鬼怪都在强光中炸成了粉碎。 大罗天大乱,囚龙海被无数不知来路的妖魔鬼怪围攻了数百年。 今日被楚天挥下舰队一通狂轰烂炸,无数妖魔鬼怪闻风丧胆,一个个狼狈的向四周逃窜。 逃窜,哪里逃得了? 两片滔天血海一左一右向内合围,楚邪祭出万鬼朝宗图从高空向下一兜,都还不用楚天出手,围攻囚龙海的所有妖魔鬼怪就被一网打尽。 楚天笑着,他看着四周无数凄厉哀嚎的妖魔鬼怪,左手吞天边骤然一闪,一道强光狠狠轰击在囚龙海上,整个囚龙海所有大小世界同时一阵,吞天边分化出无数细小分支狠狠扎进了这些世界的核心本源,开始疯狂的吞噬。 轰鸣声中,整个囚龙海在吞天边的疯狂吞噬下只坚持了短短一个呼吸时间,若大一个世界群就被吞天边吞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了一些浑然无畏的残破石块悬浮在虚空中。 主上,出发! 魂天牛组站在最大的一条杜须神舟船头,挥动着大棒子仰天嗷嗷大吼。 三条旗舰级杜须神舟向前飞驰,若而站在正中最高的一座船楼上,手持魂天牛组给出的他老巢所在的精确空间倒标,小手向前轻轻一挥,就见到前方一条巨大的空间裂痕悄然出现,庞大的舰队迅速没入了空间裂痕中。 紫天尊坐在船楼下,嘴里塞满了美味佳肴,一边艰难的往嘴里倒着酒水,一边含糊其词的大声咕农着,大姐厉害,大姐威武,哈,这块羊羔肉,我的。 虚空扭曲,下一瞬间,庞大的舰队前方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巨型世界群。 十几颗巨型恒星为核心,在正中组成了一个稳固的圆球态结构,数以千万计的大小世界以这十几个巨型恒星组成的结构为核心,在虚空中缓缓的运转着。 这些大小世界又各自自成体系,分别围绕着一颗颗大小恒星旋转,一些中小世界又围绕着一个个大世界,巨型世界在旋转,远远看去,这个巨型世界群就好像一个个大小漩涡嵌套在一起,灰红,壮观,美丽,充满了诱人的魅力。 主上,这就是老牛的老巢狂牛山。 魂天牛组挥动着大棒子大声嚷嚷,突然间,他的眼珠子变得一片通红,鼻孔内猛地喷出两条炽热的火气。 如果说狂牛山世界群是一个硕大的圆蝶,如今这个圆蝶的外围,大概占了整个狂牛山世界群直径三分之一的范围,大大小小的世界尽被摧毁。 无数世界残骸,大大小小的巨石悬浮在半空中,在正中那十几个巨型恒星的牵引下,犹如一群行尸走肉围绕着整个世界群旋转着。 无数的残骸中,随处可见细微的闪光,一条条黯淡的顿光往来飞掠,无数修饰,无数妖魔鬼怪在这面积巨大,绵延无数万亿里,厚达无数万亿里的乱石流中厮杀,追逃,不时引爆一颗颗大大小小的世界残骸。 老子的,牛窝。 魂天牛组的眼珠子里喷出两条刺目的血光,咔嚓一声巨响,两条血光撕裂虚空,狠狠撞击在那绵延不知道多少万亿里的世界残骸组成的乱石流上,硬生生在里面劈开了两条直达狂牛山核心的巨大涌道。 沿途所有的世界残骸,无论体积大小全都被瞬间气化,无数在里面厮杀挣扎的妖魔鬼怪全都粉身碎骨。 老牛,回来了。 魂天牛组一声大吼,震得整个狂牛山世界群剧烈的颤抖了一下,正中十几颗巨型恒星猛的喷出了一道道巨大的火焰,沸腾的火焰泛滥成河,在虚空中形成了数万条巨大的火焰长河。 下一瞬间,整个狂牛山世界骤然乱了。 那种感觉,就好像一堆发酵的水果堆在地上,无数绿头大苍蝇趴在上面尽情的瞬息香甜的果汁,突然有人狠狠将一块石头砸在了水果堆上,无数绿头苍蝇温温的向高空飞起逃窜。 无法计数的非洲,无数稀奇古怪的飞行秘宝,甚至还有大大小小的飞行战宝纷纷从狂牛山世界群中冲了出来,犹如无头苍蝇一样向着四面八方急速飞掠。 楚天庞大的魂面瞬间覆盖了整个狂牛山世界群,他清楚地听到了无数修士,无数妖魔鬼怪歇斯底里的哭喊声。 所有人都在哀嚎某个杀人如麻的疯狂牛魔回来了,赶紧逃命。 更有甚者,楚天见到好些被吓得魂飞天外的妖魔鬼怪疯狂地用兵器劈砍自己的面孔,更用各种秘法更改自己的体貌特征,甚至有人不惜燃烧神魂,也要让自己的神魂波动变得和平日里不同。 这些家伙被魂天牛祖吓出毛病了,他们唯恐被魂天牛祖记住了自己的面孔,记住了自己的体貌特征或者魂念波动,事后找上门去将他们抄家灭族。 所以宁可自枪,他们也要杜绝魂天牛祖上门讨债的可能。 楚天摇了摇头,他看着这些吓得魂飞天外的妖魔鬼怪,突然大喝了一声,放我忠仆领地,还想逃出生天。 不想死者,日后为奴为仆,供我虚浅,以此赎罪罢。 青莲行宫的入口在楚天身后冉冉张开,好似一片乌云铺天盖地的飞出,无数龙魔嘶吼着从青莲行宫中冲了出来,他们巨大的肉翅连在一起,好似一片死亡阴影笼罩了小半个狂牛山世界。 数百年时间过去了,经过血海秘境的一番熬练,楚天创造的龙魔一族中,也有了河道镜的高手坐镇,而且数量还非常不少。 上千河道镜的龙魔同时散发出恐怖的气息,宛如海啸一波一波地轰向了狂牛山世界,顿时吓得那些逃窜的妖魔鬼怪肝胆剧烈。 魂天牛组带着一群牛子牛孙冲了过去。 一千二百尊河道镜八重天之上的血海傀儡冲了出去。 万多名出入河道镜的血海傀儡紧跟着那些强大的傀儡前辈冲了出去。 更多的杜须神州从七巧天宫中冲出,无数战争傀儡站在杜须神州上,同时仰天发出了低沉的战号。 一场完美的围捕战。 狂牛山世界中,魂天牛组的那些儿孙,属下也纷纷冲杀了出来,漫天遍野的追杀那些围堵了他们数百年的敌人。 到处都是喊杀声,到处都是跪地求饶的妖魔鬼怪,到处都是各种非洲,飞行秘宝和飞行战宝被轰爆而发出的闪光。 楚野,楚风野俩辽发少年狂,带着楚邪和一众楚氏心腹也冲了出去。 龙王,虎老,虎爹他们见烈欣喜,也急匆匆地带着镇三周的汉匪们,扛着各色罗网,绳索去挑选精壮的,凶悍的妖魔鬼怪,强行加入镇三周匪团。 紫天遵也大呼小叫地冲了出去,拎着一根棍棒冲着一些倒霉的妖魔鬼怪就是一通乱打乱砸,这丝似乎和楚邪一样,很喜欢仗势欺人,这种痛打落水狗,炫耀自己武功的好机会,他怎么可能错过。 紫天遵冲出去了,云梦瑶自然屁颠屁颠地跟在了一旁,静止静业地做保镖打手。 虚空中就有一股浓郁的酒香气弥漫开来,无数妖魔鬼怪还没靠近紫天遵,就被云梦瑶的酒道放翻在地,一个个昏天黑地地只能任凭紫天遵乱打痛殴。 洛儿从船楼上飘然而下,落在楚天身边,两人手拉着手站在杜须神舟旁,静静地看着乱成一团的狂牛山世界。 今时今日,楚天,洛儿身边的人已经非同西比。 两人只是静静地站在这里,感受着这宁静的,祥和的,心头没有丝毫担忧顾虑的轻松和闲适。 血灵尊者大活人就在楚天手上,血海魔尊也在楚天手上,圣灵天的那群老家伙对楚天的故意刁难,已经完全不是问题。 只要带着血灵尊者返回圣灵天,谁敢说楚天没能完成他的天命之争的任务。 更不要说,楚天的修为已经到了这个层次,除非圣灵天的七大门法死不要脸,出动压箱底的镇足老怪物,那几个叛道镜的老家伙来对付楚天,否则楚天何惧之有? 这天命之争,楚天赢定了。 他要堂堂正正的和洛儿在一起,当众登上圣灵天大天尊的宝座,成为圣灵天至高的那一人,虽然,这些东西他不稀罕,但是既然是圣灵天的那些老家伙定下来的规矩,楚天很想看看他们最终的表情是怎样的。 洛儿只是轻松而愉快的笑着,现在这样,就很好,一切都很好。 唯一可惜的是,看着紫天尊在那里耀武扬威的暴打那些倒霉的妖魔鬼怪,洛儿的手掌心好痒痒。 他好像弄点造型规整的,方方正正的,沉甸甸的,硬邦邦的东西,往那些妖魔鬼怪的脑门上,更好是后脑勺上拍一下。 只不过,楚天在身边里。 洛儿瞇着眼,强忍着心头给这些倒霉蛋拍上一板砖的冲动。 好吧,好吧,风仪说的没错,有时候,得摆出一副淑女的模样来。 那种凶神恶煞拍板砖的模样,还是拿去对付那些圣灵天的癞蛤蟆吧。 洛儿想起了当年在盖州,楚天对他说过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典故,不由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眼睛弯得和月牙儿一般。 一抹轻颖无声无息的,没有发出任何动静的凭空出现在楚天和洛儿身后。 他静静的在楚天和洛儿身后站了一小惠儿,然后巧然伸出了右手。 他的右手五指呈现五色,五种先天雷霆在他指尖滚动,无声无息,却蕴藏了无穷可怕的杀机。 五种先天雷霆相互生刻变化,五五二十五,再五五而六百二十五,简简单单的先天五行雷霆,居然硬是被他演化出了上万种莫测的神通变化。 他的整个右掌都变成了一团电疆,无声的,无息的,没有散发出任何法力波动的,巧然按向了洛儿的后心要害。 一点点,一丝丝,没有带起半点而空气波动,巧然无声的按了下来。 手掌距离洛儿的后心还有不到三寸,一声冷哼传来,一抹青光浮动,迅速笼罩了楚天和洛儿全身。 密布电疆的手掌重重轰在了青光上,就听晴天霹雳般一声巨响,电疆猛的爆发开来,无数手臂粗细的电流向四周喷溅,电疆所过之处,杜虚神舟的防御大阵骤然开启,一重重大阵不断浮现,然后急速的被电疆轰得支离破碎,甲板上到处都是一条条深深的裂痕,更有融化的金属将之四处喷溅,犹如无数烟花在甲板上炸开。 楚天和洛儿同时转过身来,洛儿没吭声,楚天则是怒视这条轻盈。 以楚天如今的修为,他的境界放在那里,虽然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都被狂牛山世界的乱战吸引了,但是一个大活人能够这么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他身后一仗之内。 这人的修为可想而知,就算他身上有如同太阴万化轮一般隐匿行踪的秘宝,以楚天如今的修为,这丝的实力起码也要和楚天相当,才能借助秘宝这般靠近楚天。 如果不是无相清廉,这家伙的这一击岂不是已经落在了洛儿的身上。 咔咔巨响声传来,楚天和洛儿所在的这一条杜须神舟居然被四处喷溅的电浆撕成了三结。 百万里级别的旗舰级杜须神舟,在这轻盈的攻击下,就好似纸片一样被轻松撕开。 另外一条青影从船楼内击射而出,青衣脚踏天法宝轮站在高空,俯瞰着和楚天,洛儿对峙的青色人影。 眼看这条杜须神舟缓缓崩裂的模样,青衣一言不发地落在了青色人影的身后,天法宝轮的直径在快速地扩大,一股肃杀的气息逐渐笼罩虚空。 青莲圣君。 呵呵。 果然有点意思,无相青莲,果然名不虚传。 青色人影笑着,他背起双手,就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像楚天和洛儿笑着。 身材高挑,面容俊朗,一头水青色的长发随意的劈散在身后,身披一球用青色翠鸟羽毛织成的大肠,内衬青色的长衫,飘逸俊秀,超凡脱俗。 这是一个浑身一态挑不出半点儿瑕疵的俊朗青年。 你这模样,不像是背后偷袭暗算人的那种人。 楚天看着这家伙,冷声道,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青年笑看着楚天,轻轻地点了点头,某,有狐无忧,嘿,知晓某为何而来的吗? 淡然一笑,有狐无忧轻声道,许许说,你颇有几分本领,也有几分造化,所以,我给你一个,做我属下的机会。 跪下,奉我为主,我保你一世无忧。 有狐无忧如此说。 第七百四十五章 阴云 一股磅礴重力从四面八方碾压下来。 有狐无忧轻声笑着,一如他所说,他要让楚天在他面前下跪。 楚天头顶一团轻气冲出,无相青莲冉染染绽放,青光轻气盘旋缠绕,无形的重力被抵消一空,楚天和洛儿镇定自若地悬浮在原地,楚天更是讥笑地看着有狐无忧。 你在做什么? 我似乎,什么都没感到。 冷笑声中,楚天右手食指中指成剑绝,随手一荡,就是漫天剑气呼啸而出,狠狠地向有狐无忧化了过去。 河道,河道,以一门根本大道根基融合天地大道,举手投足之间,随心意变化,天地大道法则随心而动,变幻莫测,威能无穷。 漫天剑气,有寒冰,有烈火,有雷霆,有狂风,有金芒,有石锋,更有剧毒,狂潮,巨响,金光珠般异响。 但是无论这些剑光表象如何,泪里都有一抹深邃的混沌灰色若隐若现。 因为这一抹混沌,无论这些剑气的皮相属性如何,剑气都带上了一丝古老,洪荒,古朴,莫测的巨大威能,更多了无数的变化,蕴藏了一丝化腐朽为神奇的无穷可能。 有狐无忧带着一丝惊艳之色看了一眼无相清廉,他赞叹了一声好,随后一枚通体赤红色的骑形长锥从他头顶冉冉飞起,开始急速的旋转起来。 这枚长锥就好像一枚长长的花孤朵,通体长有七八痴,只有手臂粗细,随着长锥急速旋转,一片片急薄的光运从长锥中冉冉绽放,就好似花孤朵开放一般。 长锥的首尾更有蓝白色的电芒喷出,笔直的电芒一剪一后撕裂虚空,好似将整个虚空都劈成了两半。 无数剑光纷纷扬扬落下,长锥上无数条细小的电芒跳动闪烁,精准的劈打在了楚天放出的剑光上。 剑光和电芒相互撞击,爆裂,最终同时湮灭,虚空终满是剑气和电芒爆炸时发出的沉闷巨响。 分明是细细的电光和细细的剑气的撞击,这声势却好似两个巨人在挥洞硕大的狼牙棒相互轰击,那声响堪称恐怖,四周虚空更是不断被炸开一个个巨大的黑洞,然后黑洞急速愈合,又掀起了巨大的空间潮汐,镇的附近一座座杜须神舟剧烈翻滚,打着旋儿向四周飞远。 楚天镇定自若地挥洒一波波剑气,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剑道领悟,驾驭天地俱力发出剑气攻击。 有狐无忧依仗那枚骑行电锥应付楚天的剑气攻击,但是很显然,每一波剑气轰下去,有狐无忧的电锥放出的电芒就像内蒙的塌陷一大截。 楚天的剑气比有狐无忧借助一宝发出的攻击更加灵力,更加强大,眼看着一盏茶时间后,楚天的剑气几乎就要碰触有狐无忧的身体,更有剑气已经扫过他的长发,几缕水清色的长发被剑芒削断,纷纷扬扬地向外飘散。 楚天击翘地笑了起来,他双眸呈混沌色泽,完全分不清黑色的瞳孔和白色的眼珠,只有一片原始的混沌在翻滚奔腾。 就这点修为,这点能耐,你也敢说,让我做你的奴仆。 楚天摇头冷笑,骤然间他身边一抹寒光一闪,伴随着一声极其尖锐,极其悠长的剑鸣声,青椒剑以一种极其可怕的高速向有狐无忧斩杀过去。 有狐无忧腰间一枚精盈剔透的九龙玉佩突然宝光一闪,就听一声声龙银声中,九九八十一条巴掌大小的玉色小龙从玉佩中飞出,在有狐无忧身边化为一重龙影缠绕的光照。 青椒剑狠狠劈砍在光照上,弹指尖数亿次密集的刺激狠狠撕扯着光照。 眼看着光照急速变形,扭曲,小龙发出凄厉的长啸声,随后光照骤然爆炸开来,无数细小的光点点点飘落,有狐无忧腰间的玉佩轰然炸开,细小的碎片将他的长山和翠羽大肠炸开了一个海碗大小的窟窿。 有狐无忧们哼了一声,他猛的倒退了几步,一直镇定自若的他脸色骤变,他嘶声吼道,青莲圣君,你可知道,我是。 一声惨嚎,楚天倒是想要听听有狐无忧在这种情况下能说出什么话来,但是青椒剑可不懂这些人情世故,他欢天喜地的用最快的速度一剑洞穿了有狐无忧的腰肢,从他身后拉出一条长达千丈的血剑,然后一声长鸣,骤然掉头继续向有狐无忧斩杀过来。 以青椒剑的恐怖速度,这一切只是万分之一个刹那间发生的事情。 因为青椒剑的速度太快,快得有狐无忧根本没意识到他已经中见,他甚至没能察觉到腰部传来的剧痛。 下一瞬间,他身上被炸开一个破洞的翠羽大肠发出一声明亮的长银,无数片青色明光翻滚而起,化为一个明亮的青色光照将有狐无忧笼罩在内。 青色光照上,一头肥头大耳的青色翠鸟张开两只硕大的羽翼团团裹住了有狐无忧。 这青色大肠是一剑有灵性的防御秘宝,有狐无忧自己还没感受到自己受伤了,这剑大肠已经自行护主,只是,青椒剑的速度太快,以至于这剑青色大肠的反应还是慢了一步,青椒剑已经洞穿了有狐无忧的腰身,这剑大肠这才激发出了全部的威能。 一股让人窒息的血腥味扑面而来,楚天身边出现了十二尊身高十几丈,通体血色的巨大龙魔。 在血海秘境数百年,楚天还是颇有一些成就,比如说他用血海傀儡和自己创造的龙魔结合,经过多次的失败,终于创造出了这种新型的密血龙魔。 密血龙魔,有着血海傀儡的诡秘和狠毒,也有着龙魔一族的强悍和霸道。 失败了多次,楚天隆共就创造出了这十二尊密血龙魔而已。 在血海秘境中用无数资源填色了数百年,这十二尊密血龙魔都有着和道径十重天的实力,强悍,强大,无畏,残酷,是一等一的杀戮利器。 唯一不好的,或许就是,这些密血龙魔实在是太笨了一些。 因为是两种强大战争机器的结合产物,楚天一时半会还没能解决他们灵智的问题。 这十二头密血龙魔,根本就是十二头发病的疯狗,没有任何灵智可言。 这天下除了楚天能够勉强控制他们的行动,这十二头密血龙魔完全是失控的野兽。 十二头密血龙魔发出含糊的咕嚣声,咆哮声,瞪着通红的双眼扑向了有狐无忧。 青椒剑带起无数条极细的剑光,狠狠劈砍在青色翠鸟所化的光照上,就和刚才的龙形光照一样,这翠鸟环绕的光照极速的扭曲变形,不时发出可怕的爆裂声。 十二条血影猛的缠在了有狐无忧的身上。 下一瞬间,有狐无忧体表的青色光照彻底粉碎,有一尊密血龙魔骤然化为一团粘稠的血浆包裹住了有狐无忧,疯狂的向他的蹊跷中钻了进去。 有狐无忧从胸膛中发出凄厉的惨嚎声。 他原本以为楚天是个软柿子,他得来的情报中,楚天并不是一个太难对付的对手。 他做梦都没想到,楚天不仅仅是自身修卫足以和他并驾齐驱,而且楚天的大道根基乃至随身的秘宝都不比他差,甚至比他更强了几分。 尤其是,有狐无忧以雷霆大道而合道,天地万物在他手中,都能化为律令雷霆,拥有巨大的杀伤力。 但是楚天居然是以混沌入道。 以混沌为道基,包容万象,更能生成万象,混沌之力掌控起来极其困难,运用之时更加艰难,但是必须要承认,混沌之力的威力和玄妙,可比雷霆之道强出太多了。 所以,有狐无忧大败亏输。 于是,有狐无忧在心中破口大骂。 几条黑影突兀的横移而过,一柄造型怪异的尖刀狠狠划过无香清莲,带起了一点点曼妙的涟漪。 尖刀上蕴藏的力道极其可怕,虚空被展开了一条黑色的裂痕,无香清莲都被撞得微微晃悠了一下。 无香清莲发出一声低沉的冷哼,一股绝强的反震力轰出,尖刀轰然粉碎,手持尖刀的黑影尖叫一声,被距离震得倒飞数万里,一头撞在一块直径数百里的世界残骸上,那块灰扑扑的巨石顿时轰然粉碎,炸成了漫天尘埃。 一块龙凤盘绕的巨型圆镜出现在有湖无忧头顶,一道奇光落下,几乎钻进有湖无忧体内的蜜血龙魔发出一声低沉的痛呼声,浑身猛的喷出无数黑烟,狼狈的向后脱离飞出。 十二尊蜜血龙魔似乎对这圆镜有着本能上的畏惧,他们下意识的向后大步退后,一个个不断发出猙獰难听的怒吼声。 楚天眯起了眼睛。 蜜血龙魔看样子还是有很大的缺陷,在拥有了血海傀儡的诡秘和狠利之后,他们也拥有了血海傀儡的某些缺陷,一些对魔道功法有着克制功效的秘宝,很容易对他们造成强大的伤害。 四个身穿造型怪异的难看长裙,生的娇嫩俏美,外形只是七八岁总角童子,但是眸子里却充满了沧桑之色的小丫头凭空出现在有湖无忧身边。 一个小丫头手持一面三角形黑色盾牌,重重叠叠的三角形光盾不断从盾牌中喷出,艰难的抵挡着青椒剑的穿刺。 青椒剑带起漫天光雨,犹如疯狂一样向下击刺,光盾不断被刺破,不断被轰碎,但是光盾不断喷出,青椒剑一根筋的只顾着乱打乱轰,一时间倒也勉强维持了一个平衡。 另外一个小丫头站在有湖无忧的身边,她的右手五指皮开肉站,鲜血不断的滴落。 楚天看到她的伤口上皮肉在急速的蠕动,但是一缕淡淡的轻气缠绕在她的伤口上,阻止了她伤势的愈合。 小丫头的脸色很难看,几乎是呲牙咧嘴的盯着无香青莲发痕。 楚天冷笑了起来,有湖无忧。 你是有湖许许的,兄长。 指了指那四个小丫头,楚天冷声道,看看这四个老丫头, 他们长得何可怜,可心是一模一样,难不成,你们是一母同胞的六胞胎。 嘖嘖,真是难得,六胞胎。 楚天说六胞胎的时候,四个丫头的脸色微微一变,冰冷的脸上戴上了一层技巧,一丝不屑。 楚天顿时知道自己弄错了,这些老丫头,不是一母同胞的六胞胎,那,他们是更加诡异的存在。 有湖无忧深吸了一口气,他用力的一拍自己的后脑勺,一股沉闷的,让人窒息的厚重气息从他体内扩散开来,一块四四方方,高有十二丈,宽有八丈许,通体雕刻了无数云纹,云纹中隐隐有九龙引线的金色盾牌缓慢的从他脑后升起,放出一道厚重的光状将他和四个老丫头包裹在内。 青椒剑猛的向前一次,钉的一声,青椒剑撞击在金黄色的光状上,居然被弹得倒飞了数百丈,光状只是荡起了丝丝连衣,反而是青椒剑的剑身在撞击的一瞬间几乎弯成了九十度。 自从楚天不遗余力的升级强化他随身的这些秘宝后,青椒剑这些年功无不克战无不胜,几乎就没碰到能够挡住他锋芒的秘宝。 这面九龙金盾却不知道是何等来历,青椒剑居然在他面前全面落了下风。 不由的暗自私存,看来,还要继续收集天文数字的珍稀材料,继续对这些随身的秘宝升级才行。 心里闪烁着这等念头,楚天轻轻鼓掌笑道,好宝贝,好宝贝呀! 真是好宝贝! 嘿,有狐无忧,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有狐无忧深深的看了楚天一眼,他突然风轻云淡的笑了起来,许许那丫头坑我,嘿,本来听说你有趣,想要给你一个飞黄腾达,长生久世的机会, 对,既然你不识抬举,一切也就不用再提了。 痴痴笑了一声,有狐无忧看着楚天轻声问道,你发现了? 大罗天,乱了,彻底乱了。 因为,大罗天的各方霸主,都死得差不多了。 而剩下来的这些废物,只要轻轻一推,他们就会自相残杀乱成一团。 比出一根手指,有狐无忧轻声道,一千年,最多只要一千年,大罗天的这些废物就会死伤殆尽。 楚天看着有狐无忧那故作神秘的笑容,轻声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有狐无忧指了指自己,然后指了指楚天,你拒绝了我的要求,那么,很快就轮到你了。 呵呵,希望你看到你的亲朋好友宾死惨毫,看到他们魂飞魄散,看到他们神形俱灭的时候,不会痛哭流涕,不会后悔你今天的决定。 轻轻一挥手,有狐无忧轻声道,现在,让你见识一下,我掌握的真正的力量。 有狐无忧和四个老丫头骤然消失无影,狂牛山世界的十几颗巨型恒星则是猛的爆发开来,一波波火焰犹如怒海兰涛,疯狂的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魂天牛祖的怒吼声响彻虚空。 他的儿孙亲眷居住的,狂牛山世界最核心的几个大世界瞬间被火焰吞没,没有丝毫转移逃窜的机会,上面所有的生灵就和世界本身一起,化为烈焰中的一缕青烟。 第746章 圣灵天的暗流 体型庞大的杜须神舟在虚空中及时,无数战争傀儡和龙魔密密麻麻的布满了一条条杜须神舟的甲板和船舱, 无数能量武器从船头、船尾和两弦厚厚厚的装甲板后面伸了出来,带着一股让人心寒的煞气指向四方。 整整三百条旗舰级的杜须神舟,搭配上固定比例的十万里级、万里级、千里级的辅助神舟,规模巨大的舰队犹如一群深海的猎杀巨兽,在虚空中急速的穿梭。 四面八方,到处都有一点点大大小小的闪光出现。 每一点闪光,都代表着一个世界的崩毁,代表了无数生灵的湮灭。 整个大罗天彻底失去了秩序,无数野心勃勃的妖魔巨头惊喜的发现,无数年来压在自己头上的恐怖大山消失了,于是他们立刻揭竿而起,兴奋的大打出手,为成为新的大罗天巨拨而奋斗。 生态保护,可持续性发展什么的,他们是不在意的。 他们信奉的是弱肉强食,力强者胜,但凡不归顺的,就统统毁灭吧。 反正大罗天有无数的世界供他们尽情的肆虐,破坏,所以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世界被放了烟花。 楚天所在的旗舰上,魂天牛组正叙叙叨叨的叫选自己一票死里逃生的儿孙。 狂牛山世界被彻底摧毁,十几颗被引爆的巨型恒星发挥出了让人惊恐的毁灭力。 魂天牛组的儿孙们,除了那些正在四处追杀来袭的敌人的男丁,其他的女眷,亲属等等死伤殆尽。 好些小牛才子这些天情绪低落。 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魂天牛组正在用他的那一套独特的生存理念大声的咆哮。 不就是女人吗? 男子汉,大丈夫,只要胳膊腿还在,只要还能征战,还能厮杀,大丈夫何患无期? 哈,我们这就要去圣灵天,圣灵天的那些小娘儿,可比大罗天的姑娘水灵多了。 小崽子们,老子告诉你们,去了圣灵天,你们才是真正享福呢。 在大罗天,你永远不知道你勾搭的女人是什么东西,狐狸精还算好的,母猪精,你们不觉得,呵呵,甚至,一个披了人皮的骷髅怪,嘖嘖,想起来就恶心。 到了圣灵天可就不同了,全都是水灵灵的修士大妹子。 人族的,或者是龙族的,或者是凤凰族的,或者是麒麟族的,嘖嘖,老子给你们说呀,凤凰族的女人有多水灵,你们看看被关在船舱里的花娘娘,她就是凤凰族的。 圣灵天有无数的女人。 圣灵天也有无数的地盘。 被打碎的那些坛坛罐罐,会有的,被毁掉的老巢,会有的,被干掉的那些小妖喽啰,会有的。 握紧你们的拳头,看着你们的拳头。 扛着你们的棍子,握紧她。 魂天牛祖大声的嘶吼着,去了圣灵天,只要你们还有拳头,还有棍子,还能打,还能战,什么都不会缺。 不会缺的。 楚天一行人静静地聆听着魂天牛祖的咆哮怒吼。 一群牛仔子被他蛊惑得热血沸腾,一个个晃动着硕大的牛头嗷嗷直叫。 一旁的蝴蝶拎着一条烤牛腿,一边大口撕扯着鲜嫩多汁的小牛腿肉,一边大声的感慨,都是一群好苗子啊,加入咱们镇三周,嘿嘿,什么都不会缺。 嘿嘿,看他们嗷嗷叫的尽头,都是好苗子啊。 蝴蝶笑得开心,楚天在一旁直咧嘴。 当着一群牛腰的面啃烤牛腿,虎爹,你这样做,好吗? 摇摇头,楚天转过身,看向了前方无垠的虚空。 杜虚神舟在吉池,前方有一道道顿光急速掠过。 大罗天的妖魔鬼怪们之间的乱战已经变得越发的混乱,到处都是杀戮,到处都是征战,虚空中随处可见一具聚飘过的尸体。 可怕,真心可怕。 楚天心中大致有个结论,大罗天的混乱,就是有狐无忧和有狐许许兄妹俩,或者是更多的某些人造成的。 他们刺杀了大罗天的那些独霸一方,镇压一方的妖魔巨拨,再加上一点并不需要太高明手段的挑拨离剑,这些妖魔鬼怪们自然而然的就开始了疯狂的厮杀。 三天势力中,大罗天算是彻底废掉了。 被刺杀的那些妖魔巨拨,其中不乏和血海魔尊实力相当的和道径十二重天巅峰的大能,按照如今三天之中的力量传承,和道径十二重天巅峰,已经是三天势力中的修士所能掌握的最强力量。 再强,就只能是从和道径十二重天巅峰,直接突破盼道径。 至高天有盼道径大能坐镇,圣灵天也有,唯独大罗天没有。 或许,这就是大罗天被守当其冲荡作目标的原因吧。 因为没有盼道径的高手坐镇,势子减软的捏,有狐无忧和有狐徐徐,以及他们身后的人,自然而然就挑选了大罗天下手。 洛儿,你说,他们会继续对圣灵天和至高天做手脚吗? 楚天看了一眼站在身边的洛儿。 洛儿的眸子里泛起一层蒙蒙的光芒,在这一瞬间,她的目光穿透了虚空,降临了莫测的命运长河。 目光如炬,瞬间扫过浩瀚的命运长河,随后一个巨浪呼啸着扑打了过来。 洛儿轻哼了一声,她身体一颤,向后倒退了一步,眼睛的大眼角有两行细细的血迹流淌了下来。 楚天皱起了眉头,她急忙掏出手卷帮洛儿擦干净脸上的血迹,沉声问道,怎么? 对方也有很强大的,掌握了命运之力的存在。 洛儿喘了一口气,闭上了剧痛的双眼轻声道,不是掌握,而是,扰乱,我能感觉到,那个存在的本源之力并非命运之力,但是他的修为太强大了,强大到他能够以本我的力量,强行降临命运长河,扰乱命运轨迹,禁止一切利用命运长河进行补算的手段。 洛儿有点不安的喃喃自语,之前,这样的事情还没发生过,就在这几天,这个可怕的家伙,他是这几天才降临命运长河,用他的力量覆盖了一切。 欲盖弥彰 楚天点了点头,沉声道,他们这般做,反而越发代表了,有狐无忧和有狐栩栩深厚,有强大的势力存在,有狐无忧和有狐栩栩,他们可没有这份能耐占领命运长河。 楚天突然有点担忧的问道,圣灵天的那群老家伙,突然这么火急火燎的举办什么天命之争,难不成,和他们有关系吗? 杜虚神舟在虚空中急速穿行。 前方虚空中,一片无边无际的暗影好似墙壁一样悄然浮现。 混乱天狱到了,无数大大小小的乱石密布虚空,乱石流在急速穿梭,偶尔石块撞击,就有点点火光蹦剑。 杜虚神舟距离混乱天狱越来越近,借着巨石蹦剑出的火光,隐隐可见乱石流中好些巨大,奇异的尸身残骸在胡乱的飘荡。 楚天等人神色严肃的看着混乱天狱中的那一滩狼藉。 一条缺了半个脑袋,腹部被剖开,心肝内脏等都被挖走,四足被砍断,显然筋骨也被抽出来的巨龙尸体慢吞吞的从一块巨大的乱石后飘了出来。 体长上千里的巨龙,虽然已经死去,依旧通体散发出逼人的气息。 巨龙强大的生命力,哪怕是龙魂彻底消散后,依旧在这条巨龙尸身上发挥着奇妙的作用。 天地灵髓犹如流水,不断的向这条巨龙尸身汇聚过去,他的伤口再蠕动,再缓慢的愈合。 甚至他的腹腔中,有内脏肉芽在缓慢的生长,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这条巨龙尸身就能愈合如出。 只不过,龙魂消散的巨龙尸身,最终的结果,怕是要和囚龙海的那些尸鬼道的囚龙一般,变成类似于僵尸一样,介于生死之间的恐怖族类。 子天尊猛的窜了出去,云梦瑶急忙跟在了他身边。 子天尊跳到了巨龙的头颅上,仔细的翻找了一阵,突然拎着一条细细的玉石链条大叫了起来,这是凤红叶送给敖秀的定情之物,这丝,是敖秀。 龙族排名第九十二名的少主。 细细的玉石链条上,一个拇指大小的玉石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子天尊的脸色变得不是很好看。 子伐在圣灵天的地位特殊,作为公羊瑶丈夫的本家,子伐只能是公羊氏的附庸。 子天尊这个子伐的少主,面对其他大门伐的公子小姐时,未免身份就有点狼狈。 不过这些年来,他在七大门伐中,多少也有了几个朋友。 凤凰一族的凤红叶算一个,龙族的敖秀更是极少数和他聊得来的好伙计。 甚至凤红叶送给敖秀的这个定情之物,还是子天尊出的主意。 龙族族归森严,内部尊卑意识极其强烈。 龙族青年一代的优秀子弟数以千万计,敖秀能够在这么多的龙族青年中挤进千百之列,成为有数的被龙族大力培养的少主,证明敖秀就算不如龙族的那几个妖孽天才那般优秀,也是顶级的精英。 在族中有着不低地位,深受好些龙族长老喜爱的敖秀,居然死在了这里。 不仅死在了这里,更是被人取走了龙肝龙心龙髓,还被抽掉了龙巾,甚至最坚硬的那些块龙鳞也被拔走,真正落了个死无全尸。 子天尊静静静的站在敖秀的脑袋上,低头看着敖秀残缺不全的头颅。 漠然的,子天尊眼角有两行眼泪滑落,但是他迅速用衣袖擦干净了眼泪,然后狠狠的踹了敖秀的脑袋一角。 混账东西,你死了,凤红叶那疯婆娘怎么办? 你,怎么会跑到这里送死? 你又没有参加什么狗屁天命之争? 你跑来混乱天狱做什么? 楚天,洛儿,楚邪,还有好些人纷纷赶了过来,他们绕过刚刚敖秀尸身飘出来的那块巨大的陨石,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个极其惨烈的战场。 虚空中,起码有上百座圣灵天标配的浮空战宝,那种长宽在万里上下的战宝被彻底摧毁,无数金属残骸漂浮在空中,犹如一个漩涡一样缓慢的旋转着。 四周密布着无数的尸体,好些巨龙的尸身残缺不全的蜷缩在空中,和敖秀一样,他们身上的精华部位都被取走了。 除开这些依旧散发出强大气息的龙族尸身,在这一片狼藉的战场上,密布着无数水族的尸体。 龙族乃水族之主,好些水生族群修成人身,开了灵制,拥有了强大力量后,都本能地归附在龙族之下。 数以十亿计的水族尸身静悄悄地漂浮在空中,随着那些大大小小的金属残骸缓缓飘动。 在这个巨大的,由尸体和金属残骸组成的,直径超过两百万里的漩涡阵中,一条体积惊人,长度达到了三十万里的巨龙,还有一头背甲直径超过二十万里的巨龟死气沉沉地飘在那里。 那条巨大无棚的巨龙和敖秀一样,也被取走了身上的珍稀材料。 而那头巨龟散发出的气息比那巨龙还要强出几分,分明是一尊和道径十二重天巅峰极致的大能。 他两类的龟甲也被剖开,岁月长久的灵龟体内必然孕育的龟灵珠连同一些精华的筋骨甲鞘之类的,都已经被人取走。 楚天一眼望去,这一片战场上,那些水族的尸身也都被人洗劫一空。 比如说,数十头巨型鲨鱼的尸身上,所有的鱼鳍都被切走,鲨鱼尖锐的牙齿也都被扒得干干净净,数百头硕大的胖头鱼,它们的鱼肚也都被取走,身上最坚硬的那些鱼鳞,也都不知去向,有一大群巨毒的海蛇,它们的毒牙,毒囊都被取走,蛇皮,蛇巾更是被抽得干干净净。 谁干的? 紫天尊哆嗦着看着这惨烈的一幕,他哆哆嗦嗦的指着那条巨龙丝声道,他,他是敖秀的曾祖父敖鞋,龙族当今负责执掌司军进位的长老之一,那头巨龟,是敖鞋身边的首席师爷,更是敖鞋这一脉传承了上百代的大总管。 为什么要这么干? 楚天难难道,一个龙族的长老,还有一个前途光明的龙族少主,连带着这么多的龙族族人和附庸死在了这里,而且,既然是首席师爷和家里的大总管,这位龟爷子,应该,应该不会轻易离开本家住地吧。 圣灵天,也出问题了。 若儿的小脸蛋一片惨白,他抓着楚天的手,身体微微的哆嗦着,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娘亲怎样了? 不够,他这么聪明,应该没事情吧。 前方一声沉闷的战鼓声响起,大群大群的非洲战舰犹如猎食的鲨鱼群一样从一条乱石流中冲出,快若闪电的向这边包抄了过来。 隔着老远的距离,楚天等人都听到了龙族特有的愤怒长笑声。 第747章 挑衅和镇压 数十倍的非洲战舰从三方包围了楚天麾下的舰队。 对方的非洲战舰固然数量庞大,但是楚天的杜须神舟体积却占了绝对的优势,这些非洲就好像一群调皮的沙丁鱼包围了一群掠食的蓝鲸,丝毫没能给楚天身边的人带来任何的威胁感。 似乎也意识到了非洲战舰体积上的悬殊对比,上百条人影从对面一条万里战舰上飞起,几个闪烁就到了楚天等人前方。 一波波雄浑的威压气息翻滚袭来,逼得远远近近无数乱石流和金属残骸翻滚着向四面八方退开。 楚天等人悬浮在空中,冷眼看着这些来势不善的人。 楚天乘坐的旗舰上,大群人影腾空飞起,迅速向楚天这边增援了过来。 六百十例最强的血海傀儡,数千普通血海傀儡,还有大群的龙魔,他们刚刚脱离旗舰防御大阵部下的防护结界,一波一波恐怖的气息就好像海啸一样四处扩散。 对面百多个人散发出的气息只是让四周的乱石流和金属残骸退散,而楚天麾下这群强横霸道的家伙一出现,无数乱石无声无息化为粉碎,无数的金属残骸伴随着刺耳的扭曲声被碾成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模样,随后炸成了细细的金属粉尘。 原本气势汹汹想要围住楚天等人的摆来条人影被这股气息一冲,他们高亢的龙银声骤然中断,一个个脸色惨白的向后不断倒退。 楚天笑了。 对面这摆来个人当中,河道镜的大能只有一人,一名龙头人身,保留着强烈龙族外貌特征的老人,其他的百多个人,实力最强的不过是半部河道镜。 而那特意保留了龙族外貌特征,硬生生顶着一个硕大龙头的老人,他最多不过河道镜七八重天的实力,楚天手下任何一个血海傀儡都能轻松的镇压。 实力对比如此,楚天不由的冷笑了一声,诸位,这么气势汹汹的,是什么个意思? 那龙族老人惊骇万分的看着楚天一行人,他用力的揉了揉眼睛,死死的盯着楚天身后那大群的血海傀儡和龙魔战士看了半晌,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他眸子里本来充满了狂怒的恶意,但是随着楚天麾下这些强横之辈的出现,他心头的怒火被硬生生的压了下去,就连最后一点点小火星都自行熄灭了。 楚天手中拥有的实力,太可怕。 沉默半晌,老人肃然向楚天拱手行了一礼,看着楚天眉心那一朵醒目的青莲纹印,惊疑不定的问道,敢问,可是青莲圣君在此? 老夫敖墨,和敖鞋长老奉命带领族人,前来混乱天狱公干,查看我龙族子弟在混乱天狱玉席陨落事件。 敖墨张了张嘴,却突然发现,怎么都说不出接下来的话来。 他只是正正的看着巨大的尸身悬浮在虚空中的敖鞋,眼眶里两行拳头大小的泪珠不断的涌出来,顺着硕大的头颅不断的滑落。 突然间,这位和道敬的龙族长老,居然蹲了下来,抱着脑袋嘶声痛哭。 楚天呆了。 子天尊则是大踏步走上前,手里紧紧抓着敖秀的那件定情信物,看着敖墨气声道,是敖墨老祖。 我听敖秀说起过您,我是子天尊,您知道我吗? 敖墨毕竟是龙族长老,他用力擦干脸上的泪水,抬起头来,深深的看了子天尊一眼,哦,你就是子天尊那小子。 敖秀这娃娃,很少有说得来的伙伴,你,凤红叶,还有其他几个小家伙,算是他仅有的朋友。 我当然,听说过你。 子天尊的脸色也阴沉到了极点,他脸蛋一抽一抽的,指着那一片战场狼藉黯然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敖鞋老祖,还有敖秀他们,您和他们分开多久了? 敖墨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然后他竖起了两根手指。 子天尊骇然道,两天。 您和他们只分开了两天。 敖墨惨笑一声,他看着那惨死的敖鞋尸身,咬着牙恶声道,两个时辰,我和敖鞋,只分开了两个时辰,我们分别带了一半人手,分左右两路搜寻这一片混乱天域,我们只分开了两个时辰,我感应到他的气息突然消失。 急忙带人赶来,但是…… 敖墨回头,看向了身后规模庞大的舰队。 我知道,出事了,我想赶过来增援,但是,还有这么多小仔子在。 我若是走了,若是他们遇袭,敖墨转过头来,一脸茫然的看着子天尊和楚天等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最近这几年来,我龙族的子弟在外遇袭陨落的太多了,这一次,居然熬斜野。 熬墨说着说着,拳头大小的泪水又从眼眶里喷了出来,犹如两条小溪潺潺而下。 楚天漠然不语,脑子里无数念头闪过,却无半点灵光闪现。 大罗天乱成了一团,圣灵天也出现了如此变故,幕后黑手,是有胡无忧和有胡许许姐妹们。 他们身边的那几个老丫头给楚天的感觉总是很怪异,总感觉,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 无论是刺杀大罗天的那些独霸一方的妖魔巨拨,又或者,在圣灵天和大罗天交界处的混乱天狱中轻松击杀一位龙族长老,将一大群龙族的族人抽金扒皮,大谢八块。 看到敖墨如此伤心,楚天莫名的觉得有一片阴云铺天盖地的笼罩了过来。 说不清的别扭,总感觉,好似有尖刀顶在后心要害上,浑身都很不自在。 就在这时候,远处一点暗金色光芒闪烁,一颗直径万里,通体用金属铸成的流星一路呼啸着,撞碎了沿途无数的乱石流,犹如一头疯狂的野兽,笔直的向这边闯了过来。 敖墨迅速收住了哭声,他擦干净脸上的泪水,整理了一下衣衫,板着脸转过身去,向那颗横冲直撞的金色流星看了过去。 呵,就知道,是你萨老儿来了,除了你,谁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嚣张跋扈的。 敖墨强笑了几声,笑声却比哭声还难听。 那金色流星中,一个带着一丝轻挑之意的声音传来,敖墨,看样子,你们损失惨重啊,呵呵,这位是,清莲圣君吧。 你不去击杀血灵尊者,为何在这里? 口风一转,那声音突然冷笑道,难不成,是你勾结敌人,谋害了龙族这只族人。 敖墨呆了呆,怒声喝道,撒老儿,不要胡说八道。 清莲圣君他。 金色的硕大流星飞驰而来,却在接近战场边缘时骤然停了下来。 从堪比电光流火的惊人高速,到骤然彻底停滞下来,这颗通体金属铸成的流星没有任何减速的过程,就这么完全不符合常理的停了下来。 无数条细细的闪光在金色流星表面急迟而过,随后一座华美的,高有万丈的牌坊凭空从金色流星表面上冉冉升起。 大片云烟从牌坊中喷出,一名身穿紫色长袍,披散长发,浓眉凹眼,长相颇带着几分邪义之气的山羊虚老人缓步走了出来。 十几名气息雍容的中年男子紧跟在老人身后。 楚天魂念如水,迅速扫过这些人,这山羊虚老人的修为怕是能有核道镜十重天以上的修为。 他身后的那些中年男子,最强的三人也稳稳地踏入了核道镜,其他人全都是半部核道镜的水平。 这股力量放在五百年前,对楚天而言会是一只足以碾压他所有的恐怖存在。 但是放在五百年后,这些人在楚天面前就有点不够看了。 不要说那些出入核道镜和半部核道镜的中年男子,就这个敖墨口中的萨老儿,区区核道镜十重天的修为,随便去三五头血海傀儡就能教他做人。 楚天就很笃定的双手揣在袖子里,瞇着眼看着这老人大踏步的行来。 真正是威风,气派,这萨老儿每一步迈出,他脚下都自然而然有一块紫玉雕成的玉墩子悄然浮现,稳稳地拖住他的身体。 这些玉墩子造型精美,装饰华柜也就不用提了,就那玉智就堪称绝顶。 每一步迈出,脚下都有一座玉墩子浮现,在萨老儿走过之后,这些造架惊人的玉墩子就留在了半空中,散发出淡淡的紫色光辉,就好像一六耳萤火虫悬浮在空中。 好气派,好气派,不过,有什么用? 敖墨阴沉着脸冷声道,萨老儿,你还是喜欢这些莫名其妙的排场。 萨老儿淡然笑着,矜持而自傲地笑着,他一步三摇晃地带着人走了过来,瞇着眼上下打亮了楚天一阵,然后犹如毒蛇一样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了洛儿,一抹韵意深长的冷笑悄然在萨老儿脸上浮现。 青莲圣君,天命之女,为何在你身边? 萨老儿猛地上前了两步,指着楚天立声喝道,是你勾结我圣灵天的敌人,劫走了天命之女,嘿嘿,还在这里坑杀了这么多龙族族人。 楚天轻轻摇了摇头,您,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或者,是您老糊涂了。 再用嘴放屁不成。 此风严厉,毫不退缩,楚天很不客气地狠狠捅了萨老儿一刀。 萨老儿就猛地退后了一步,愕然看向了敖墨,呲牙咧嘴地笑道。 老敖,听听,听听,这年头的年轻人,敢大妄为劫走天命之女也就罢了,居然还不尊长辈,口出忤逆之言。 摇摇头,萨老儿深深地盯了楚天额头上的青莲纹印一眼,呲牙咧嘴地说道,青莲圣尊居然有你这样的门人弟子,真正是瞎了眼了。 青莲圣君,今日我就替你师尊,好生教训教训你。 萨老儿只求口头快活,他说青莲圣尊瞎了眼,无相青莲顿时发出一声冷哼,楚天神翘天镜中无量清光闪烁,引得楚天庞然魂念剧烈震荡,犹如掀起了一场海啸。 去一个人,教训教训这小子。 把天命之女请回来。 萨老儿指着楚天立声喝道,记住咯,客气一点,不要惊吓了天命之女,你们那位侄儿这次任务很是顺利,三百年前,他就已经斩杀了至高天灵墨天庭大天地,嘿嘿,是所有参加天命之争的剧烟中最早完成任务的。 萨老儿摇头晃脑的笑道,说不好,你们那宝贝侄儿就是这次的天命之子,用不了几年就能登上圣灵天大天尊宝座。 天命之女会是他的天妃,可万万惊扰不得。 两个半步合道镜的中年男子一脸威严的向楚天和洛儿大步逼近,他们每一步迈出,脚下不像萨老儿那样有紫色的玉墩子垫脚,但是脚下也有一朵一朵金色的半透明花朵浮现,一脚踏在金色花朵上,无数金灿灿的花粉犹如星辰一样散发出瑰丽的光芒飘落,那场景也是美得很,赞得很,华丽堂皇得很。 这是一个何等骚包的家族。 圣灵天七门阀之一的萨氏。 一名威严的中年男子走到了楚天面前,背着双手镇定自若的看着楚天,清廉圣君,你是后生晚辈,无不欺负你,俯首就擒,让无禁锢了你的修为,你最多吃点皮肉之苦,看在你是尊清廉圣尊的面子上,死,是不会死的,但是你要将无相清廉交出来。 这萨氏男子冲着楚天教训道,你德性浅薄,举止不端,居然诱拐天命之女脱逃数百年,嘿嘿,无相清廉,你是保不住了,就算你是尊没有闭关,你也保不住无相清廉了。 另外一个中年男子则是站在洛儿面前,异常威严地摆出了一副家族长辈的面孔,子天玺,你要明白你的身份。 你是天命之女,未来注定要下架圣灵天大天尊的人,你居然勾结清廉圣君私奔,如此行径,如何匹配得上你的身份? 这萨氏男子沉生感慨道,未来,我那侄儿,也就是我萨氏排名第一的少主萨天明成了圣灵天大天尊,你如此行径,岂不是辱没了我萨氏的家风? 摇摇头,这萨氏男子声色俱力地训斥洛儿道,未来我萨氏的主妇,当母仪天下,是天地间顶尖的尊贵之人,你,要多多学学规矩。 一块漂亮的,镶嵌了好些七彩宝石的金砖重重地拍在这萨氏男子的面门上。 洛儿手持这块长宽一尺的大方砖,很认真地看着这鼻血狂喷的萨氏男子,您是谁呢? 我爹都不会这样和我说话,您以为,您是什么个东西? 我子天喜要做什么,轮得到你们这群莫名其妙的绣花枕头来过躁。 敖墨和萨老儿同时张大了嘴。 这天命之女,举止居然如此威武奔放。 萨老儿猛地跳了起来,指着洛儿立声喝道,斗胆,你,你,你,简直是泼妇。 楚天猛地瞪大了眼睛,他右手一挥,只听一声巨响,一只方圆万里,通体挥气营绕的巨大手掌从天而降,狠狠地向萨老儿还有他身后的所有随行人等拍了下去。 第748章 圣灵天公敌 见到楚天出手,萨老儿本来还想要摆摆前辈高人的驾驶,对楚天的手段评头论足一番。 但是眼看一只方圆万里的大手掌呼啸落下,原始混沌,包罗万象,大手掌内似乎自成一方天地,有无数大道奥义融会其中,目光落在大手掌上,就好像看到了日升月落,花开花谢,星辰运转,四季轮回,目光被吸引,整个神魂都被粘在了上面。 就是一瞬间的功夫,萨老儿顿时心知肚明,楚天的法力修为还不如他,毕竟这是需要耗费时间做水墨功夫的事情,任凭你资质逆天,有天大的气韵,法力修为需要天长地久的熬练。 但是楚天的境界修为,居然凌驾于萨老儿之上。 他的目光被吸附在这大手印上动弹不得,分明是楚天的大道境界远超萨老儿的征兆。 怎么,可能? 萨老儿私声尖叫了一声,随后他和他的十几个随从就惨毫一声,被巨大的手掌一巴掌拍在了那颗通体金属铸成的暗金色流星上。 一声巨响,楚天拍出的大手印和那流星的直径相当,原本溜原的流星被暴力一掌拍成了一块金饼,萨老儿和那几个中年男子更是被拍得深深陷入了金饼中,整个人好似都平成了一幅画儿。 金饼上裂开了无数的裂痕,大量火光从中喷出,更有浓烟一股股的冒了出来。 敖墨和一众龙族族人看着这一幕,顿时一个个说不出话来。 这金色流星,是萨士为自家长老专门设计制作的飞火流星,防御力惊人,更坚速度极快,攻击力也堪称强大。 飞火流星的攻击方式,就是依靠自己强横的身躯,在虚空中横冲直撞。 一个巨型世界群若是被萨士盯上,萨士长老只要驱动飞火流星在这巨型世界群中乱撞上一阵子,就能将这巨型世界群中无数世界撞的支离破碎,将整个世界群在极短时间内彻底摧毁。 这飞火流星号称敢于和一切虚空中的常见的自然天体对撞而丝毫无损。 除非某些极其罕见的,极其凶险的天体存在,才能威胁飞火流星安全。 就算是核道径的大能出手,普通核道径三重天以下的高手权力一击,也只能让这飞火流星晃动一下,想要在表壳上留下一点痕迹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但是楚天一掌,只是如此轻描淡写的一掌。 五百多年前,天命之争第二轮开始的时候,楚天还是化道径修为吧? 他仅仅是化道径修为吧? 一掌将一颗飞火流星轰成金饼,这实力怎么也应该有和道径十重天以上吧? 化道径和和道径那是天剑般的差距,进入和道径后,一重天之间的差距更是天差的远,寻常和道径高手闭关苦修亿万年,不见得能参悟足够的大道奥义突破一重天呢。 青莲,圣君 敖墨呆呆地看着楚天,过了许久,他才摇了摇头,圣君不是伤害我龙族族人的人,老龙这就去寻找真正的凶手。 楚天一掌拍飞了挑衅叫嚣的萨老儿一行人,看着敖墨沉声道,敖长老小心,他们能击杀敖鞋长老和敖秀他们,您和您的族人,应该不是他们的对手,若是碰到敌人。 楚天很直率地告诉敖墨,要是碰到了击杀敖鞋他们的敌人,对方能击杀敖鞋他们,那么击杀敖墨和他带领的龙族族人,大概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敖墨的脸色阴沉下来,他缓缓点头,凝重地说道,老龙会向族中求援,自然有族中实力更强的起诉赶来增援。 倒是清莲圣君,你要当心。 敖墨目光在洛儿身上转了一圈,若有所指地说道,圣君如今的身份,怕是已经掩盖不住了。 好些人,对圣君虎视眈眈,这一路前去圣灵天,老龙祝圣君一路平安,秦瑟和谐。 秦瑟和谐四字一出,楚天黑黑笑着,洛儿面皮起初有点发红,但是很快,他就很落落大方的一把抓住了楚天的胳膊,向敖墨认真的点了点头,洛儿也祝敖墨长老此行平安。 敖墨仰天大笑一声,眼眶里又是两颗眼泪垂落,他喃喃道,听闻大罗天乱了,看来,这圣灵天,也要乱了。 嘿,嘿,天命之争,老龙还真不知道,他们在争些什么,有什么事情,需要拿一个女娃娃出来做幌子。 摇摇头,敖墨大吼一声,他身边的众多龙族族人,还有众多附属族群的战士纷纷返回非洲战舰,浩浩荡荡的就要离开。 楚天沉吟了一会儿,他叫住了敖墨,从七巧天宫中释放了三条旗舰级杜须神舟,还有一鹰配套的大小神舟放在了敖墨的舰队旁。 也不等敖墨开口,楚天很直接的告诉他,杜须神舟的性能远比圣灵天如今的主力非洲战舰强悍百倍,千倍,这些杜须神舟,就当是楚天送给敖墨的礼物了。 敖墨也不客气,他欣然接收了这些杜须神舟,将自己麾下的战士,连同那些体积娇小的非洲战舰都纳入了杜须神舟中,随后改头换面的神舟舰队就迅速没入了混乱天域的乱石流中。 望着敖墨等人远去,楚天喃喃道,总有些不怎么好的感觉,希望,这些杜须神舟,能帮他们增加一点点生存的机会。 楚天麾下的舰队继续向圣灵天内行去,穿过了混乱天域,循着楚天出发时的航向,混乱天域的另外一端就是苍灵舟,那正好是萨氏的地盘。 回头看看被拍成金饼的飞火流星,再看看犹如纸片一样贴在金饼上半赏动弹不得的萨老儿一行人,楚天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杀人灭口,但是想想,敖墨带着这么多人,他麾下的那些附属族群的战士人多口杂,消息搞不好已经散播了出去。 杀人灭口是没有意义的,也只能是兵来降挡水来吐掩了。 舰队向前急迟,很快,楚天一行人进入了苍灵舟的地盘。 混乱天域大冲之期已经进入了中期,至高天,大罗天的联军依旧在萨氏的领地中肆虐。 哪怕大罗天已经彻底乱了,大罗天各家势力派出的军力依旧在持续攻伐,至高天的军队更是没有收回。 虚空中随处可见大战留下的痕迹,苍灵舟中各处郡至下辖的世界群附近,都有至高天和大罗天的人手铸扎,战旗在虚空中飘荡,煞气在虚空中营荡,到处都能看到规模不大的战斗。 楚天等人升紧了一些交战三方的人手,一通盘问后,楚天这才知道,由至高天云是主导发动的侵袭战,正逐渐朝着全面战争的深渊滑落。 谁也弄不清局势为何变成这样,但是三方已经收不住手。 两百多年前,至高天,大罗天的联军还保持着狂野的进攻势头,双方联手,在圣灵天的其他家族并没有对萨士加以援手的情况下,在河道静大能没有出手的前提下,两家打得萨士节节败退,在苍灵舟之后,又有七十一个州制被双方联手拿下。 但是两百多年前,随着大罗天各方巨头接连被刺身亡,大罗天一片混乱,大罗天侵入圣灵天的大军失去了后援,进攻的势头猛的一下子就弱了下来。 随后至高天似乎也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云士和其他十二氏族的军力也回缩了许多,加上萨士也不知道和龙族,麒麟族达成了什么契约,龙族,麒麟族向萨士派出了援兵。 三方就在被攻占的这七十二个州制中打成了拉锯战,好些州制在百多年中数次一手,修士,凡人死伤无数,好些个世界被彻底崩毁,三方损失都堪称惨重。 楚天等人一路上见到的,正是萨士天驾聘用的一些胆大万为的散修以及散修团体,他们成群结队的进入苍灵州,袭击至高天和大罗天的后勤基地,扶杀他们的重要人物,偷袭一些小规模的巡逻队等等。 一路盘问下来,楚天等人对如今三天的局势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但是楚天也发现,那些被生禽活捉的圣灵天修士中,但凡是知道了他身份的人,无不用古怪的眼神盯着他。 这些人的眼神极其古怪,有时候看得楚天都有点心头发毛。 这一日,舰队快要离开苍灵州,正是进入原本的萨士领地时,楚天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怪异感觉,亲自询问一个被生禽的圣灵天修士雍兵团的首领,询问他们为何要用那样的目光打量自己。 那拥兵团的首领起初没吭声,等到楚邪和紫天尊两位大爷恼怒,亲自给他上了一点手段后,这个拥兵首领顿时乖乖的开口了。 清连圣君,如果我是你,我会立刻转身离开圣灵天,随便找个什么地方藏起来,比你这样招摇过世的找死好得多。 生得相貌粗豪的拥兵首领苦笑着,你的大名,我们早有听闻,嘿,拐走了宫阳式的族女,更是圣灵天无数天骄俊艳竞争的天命之女,你知道你的这颗脑袋,值多少钱吗? 楚天好奇地问这修士,我的脑袋,值多少钱呢? 这拥兵首领明知道自己的生死尽在楚天掌握中,他依旧忍不住心头的贪婪,目光炽热地扫了一眼楚天的脖梗。 楚邪反应极快,他立刻一耳光抽在了这家伙的脸上,打得他半口大牙都飞了出来。 拥兵首领狼狈地吐了一口牙血,低下头不敢再看楚天,老老实实地说道,谁能杀了清连圣君及汉翠崔衙山主,急镇三周匪首,急楚氏大公子楚天,圣灵天七大门阀分别拿出自家领地的二十分之一。 作为赏阁。 楚天呆了呆,然后笑了,清连圣君,汉翠崔衙山主,镇三周匪首,楚氏大公子,他们这事,把我的底细都给挖空了呀。 不得了,真是,不得了。 真是不能小看了圣灵天的这些老牌势力,楚天和洛儿的事情,他们的详细情报,估计都摆在他们的案头了吧。 七大门阀,分别拿出二十分之一的领地作为赏阁,这就是说,谁能杀了楚天,就能一跃成为七大门阀之下的最强势力。 楚天不由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后颈。 洛儿也装模作样地拍了拍自己的脖梗,轻叹了一口气,脑袋呀,脑袋,你可没有楚兄的那颗头颅直前里,你生得这么貌美如花,可惜,可惜,奈何世人不知道欣赏。 洛儿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笑了。 楚天则是摇摇头,随手向圣灵天身处一指,大声笑道,不管他们这么多,总之,继续前进。 抬起头来,楚天看着舰队前进的方向大声笑道,这么多人想要杀我。 我偏要堂堂正正地站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洛儿是我的,谁也别想把他抢走。 不管他们有多高尚,多正义,多道貌岸然的借口,洛儿是我的,就是我的,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 被楚天和紫天尊狠狠收拾过的拥兵首领呆呆的看着楚天,过了半晌,他一边吐牙血,一边怪笑了起来,疯了,一定是疯了,你一定是。 楚天一言不发的脱下靴子,扯下自己的裹脚布,狠狠的塞进了这个倒霉蛋的嘴里。 楚天笑看着前方,疯了吗? 或许吧。 杜虚神舟在虚空中急速前行,楚天和洛儿归来的消息,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已经快速传遍了整个圣灵天。 渐渐地,就有一些小型非洲远远的跟在了楚天的舰队旁。 渐渐地,楚天的舰队路过的时候,那些正在和至高天,大罗天修士纠缠的圣灵天修士们,他们迅速的脱离了战场,犹如一群闻到血腥味的猎狗一样,跟在了楚天的舰队后面。 渐渐地,楚天的舰队离开了被至高天,大罗天侵占的七十二洲,逐渐进入萨士的领地腹地。 一个个周至,郡志的核心世界中,开始有修为强大的修士成群结队的出现,他们驾驶各种强大的飞行器,紧跟在了楚天等人身边。 就这么不远不近的跟着,不靠近也不远离。 好些人隔着远远的,朝着楚天等人比比画画,目光中充满了纯粹的不掩饰的恶意。 更有人堂而皇之的在甲板上展开了一幅一幅清廉圣君的大幅画像,笔笔画画的指着楚天对比他是否和画像上的人生的一模一样。 随着楚天逐渐深入萨士领地,围绕在楚天舰队旁的丁烧者,也从普通的散修,小门小户的家族和宗门,逐渐变成了大家族,大宗门。 他们的非洲战舰都比那些小势力的庞大许多,门人弟子,麾下战士也都穿着统一制式的制服和衣甲,更有各种奇形怪状的大型军械不断出现。 回到圣灵天一年多时间后,楚天的舰队快要离开萨士领地时,围绕在他舰队旁的飞行器已经铺天盖地,将虚空整个封锁。 四面八方无数人盯着楚天,一个个贪婪犹如恶狼。 第七百四十九章群起而攻之 艰难的向前行进了数日,刚刚离开萨士的直辖领地范围,进入了圣灵天的一处算是公开的天狱中,楚天的舰队再也无法向前行进半步。 一颗中等恒星被人用大神通移到了楚天的舰队前方,十八座烟云生腾的大型世界环绕着这颗中等恒星部下了一座气息森严的大阵,配合着无数大小非洲战舰拦住了去路。 在这座以星辰布下的大阵四周,无数满怀恶意的修士驾驭着各色非洲战舰,各种古怪的飞行秘宝,各种浮空堡垒重重叠叠的围问上来,将楚天的舰队围得水泄不通,除非楚天加大动力,从这些人当中碾压过去,否则他再也难以前进半步。 在那颗被人用秘法催动,时刻爆发出可怕日耳,整个陷入了狂躁期,每一秒都在散发出无穷热量的恒星正前方,一名身穿银灰色长袍的老人双手揣在袖子里,镇定自若的看着楚天等人。 老夫,萨行虚,是行虚,而不是心虚。 面旁生得方方正正的老人看着万里之外,站在旗舰船头的楚天和洛尔,轻轻的摇了摇头,还记得,在混乱天狱,被你一掌拍死的我萨氏族人吗? 他是老夫第七代孙儿。 被楚天一掌拍成肉饼的萨老儿,是这个萨行虚的第七代孙儿。 萨老儿已经是萨氏的长老身份,以这些大门阀的习性,这个萨行虚定然是隐居了无数年,只在家族内部享受儿孙供奉,静静享受无边富贵,轻易不出现在人前的底牌之一了。 萨行虚的气息森严,犹如一座刀山剑林矗立在前方虚空中,隐隐可见一道道黑色的剑芒刀光撕裂虚空,让他看上去就好像一头巨大的刺猬。 这家伙,怕是以剑道、刀道,或者是征伐厮杀之道、杀戮血腥之道之类的强占大道进入的河道境。 这满身的煞气和锐气,换成寻常人,怕是都无法在他面前站直身体。 他的气息,起码也是河道境十二重天的水准了,放在大罗天,也是足够称霸一方的霸主及实力。 楚天拍了拍手,在无数人的炯炯目光下,他大声笑道,萨心虚。 呵呵,本座还以为,你们会在萨氏的领地中动手,真不懂,为什么要等本座离开了你们萨氏领地你才出现? 萨行虚淡然一笑,他沉声道,自然是要让其他六大门阀看清了,我萨氏可没有瞒着他们做任何手脚。 老夫当众杀你,当众赢回被你绑票的天命之女,让天命之争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楚天点了点头,他若有所思的看着萨行虚,这么说来,你们已经开始狗咬狗了。 呵呵,抢回洛尔这等事情,还要当众做,不过,洛尔可不是我绑票的,我。 萨行虚冷笑一声,右手一指,一道漆黑的剑芒呼啸而出,撕裂虚空瞬间到了楚天身前百里之处。 随后这一道剑芒炸开,屡屡黑色剑芒化为无数身披重甲,手持戾气的黑色战士,摆成了军阵嘶吼着向楚天冲杀了过来。 这就不是纯粹的剑道手段了,分明是剑道融合了高深的厮杀战争之道才有的效果。 只不过,剑芒能够幻化成数万甲式列阵前行,萨行虚单纯在剑道上的造诣就非常可怕,远比当年天鹿世界一天剑宗的至高剑点还要强出了无数。 杀?除了天命之女子天玺,其他人,全部杀了。 萨行虚意指点出,朝着四面八方无数目光凶狠的修士冷声道,杀死清廉圣君者,他的好处自然是一点都不会少,击杀清廉圣君身边忍者,也会有他相应的报酬。 七大门阀作势,公平,公正,公开,大家只管放手思维,还怕我们七家赖账准地。 萨行虚笑得很灿烂,声音犹如一根根尖尖细细的锥子,狠狠地穿透了无数修士的耳朵,让无数修士听得清清楚楚。 楚天右手一掌拍出,一只方圆万里的灰蒙蒙大手印横扫虚空。 一如萨行虚轰出的剑芒,楚天的大手印轰出数十里后,大手印炸开,化为数万座巨大的工程冲车呼啸着向前冲去。 萨行虚用剑芒幻化假释,楚天就用大手印演化冲车。 假释只是纯粹的剑芒凝聚而成,楚天的冲车中却使用了一念造化的手段,这些冲车介于虚实之间,它们一部分是由楚天的大手印力量凝聚而成,一部分则是实实在在的金属构建。 双方重重的撞击在一起,就听得巨响声绵绵不断,假释被冲车撞得七零八落,冲在最前方的假释更是炸成了无数尖锐的黑芒向着四周蹦剑,身体瞬间粉身碎骨不成人样。 萨行虚的脸色就变得极其难看。 它冷哼一声,食指骤然向前喷射出无数条黑色剑芒,就听得呐喊声不断,一波一波通体寒光闪烁的假释冲锋而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军阵向楚天碾压下来。 楚天也是放声大笑,他同样拍出一只只大手印,一座座冲车,一座座楼车,一架架战车,无数身披重假的假释呼啸着从大手印中蹦剑出来,同样组成了规模庞大的军阵向萨行虚冲杀过去。 分明是两人出手,却变成了两只规模庞大的军团在虚空中相互绞杀。 只是很明显,楚天幻化的军阵在强度上远超纯粹剑芒凝聚的萨行虚,双方军阵刚刚接触,萨行虚剑芒幻化的军阵就丢归气甲,溃不成军,楚天的军阵几乎是墨盘碾压鸡蛋一样的向着萨行虚不断突进。 萨行虚再也无法维持那风轻云淡的镇定表情,他骇然瞪大眼睛看着楚天,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剑芒幻化假式的手段,放在核道镜大能中也算是高级神通了,萨行虚曾经依靠这手段独立挑战五名同阶的核道镜大能,依仗无穷无尽的剑芒假式而维持不败。 楚天才多少岁数? 他居然掌握了同样的高等神通技巧,而且还对萨行虚造成了碾压态势。 岂不是说,楚天拥有一人击败数位核道镜十二重天大能的能力? 这不可能,老夫才不信,世间真有如此妖孽。 就算你是转世重修的大能,也没有这么快就拥有如此修为的道理。 萨行虚愤怒地咆哮着,不断向楚天轰出一道道剑芒。 楚天和萨行虚争斗的时候,四面八方无数的修士驱动着非洲战舰,驱动着飞行秘宝,驱动着浮空战宝,犹如一群群疯狂的马蜂一样向楚天的舰队攻了过来。 楚天麾下的所有杜须神舟迅速以那些百万里长的旗舰级非洲为中心,向着中间位置合并了过来。 一座座杜须神舟两侧厚重的装甲板开启,一根根粗壮的金属装子向两侧伸出,这些直径百里的金属装子头部有着巨大,精巧的机过结构,一根根金属装子相互接拨,锁死,厚重的装甲板犹如流水一样在这些金属装子上滑动,很快数万条大小不等的杜须神舟就连为一体。 一座巨大的金属平台出现在虚空中,一座座高耸的船楼就成了这座金属平台上的防御核心,阵法枢纽。 一个个巨大的出口在甲板上浮现,无数战争傀儡,无数龙魔纷纷从船舱中冲出,嘶吼着在甲板上布下了巨大的军阵。 更有大大小小的能量武器从甲板下翻了上来,密密麻麻的能量武器犹如麻田一样处向了天空。 这些战争傀儡,小的只有三丈高下,大的足足有万丈长短,那些龙魔则是最矮都有十丈左右的身高,身躯最庞大的龙魔更是超过了万丈,背后巨大的肉翅一盏超过两万丈,庞大的肉翅轻轻一挥舞,就荡起了恐怖的能量乱流,小的四周星辰,陨石乱飞。 而那些能量武器,楚天很有点巨见大炮主义的倾向,他制造了如此庞大的杜虚神舟也就罢了,他在这些杜虚神舟上架设的能量武器,那些旗舰级的神舟主炮主体部分长度超过十万里,炮口直径超过百里。 而那些辅助用的副炮,长度也都在万丈以上,一座座闪耀着夺目流光的多棱锥形炮管斜斜的指向天空,斜斜的指向了四面八方呼啸袭来的无数修士。 洛儿站在楚天身边,身边环绕着数十个人头大小的金球,每一个金球都闪耀着夺目的电光,金球和金球之间有无数细细的电芒相连,电芒流动,带起了痴痴声响。 这些金球就是这些杜虚神舟的主控核心,洛儿庞大的魂念沟通金球,这一座巨大的金属平台就好似洛儿的躯体,任凭他驱策自如。 无数修士相距还有上万里,洛儿念头一动,数万门主炮,无数大小副炮同时喷吐出夺目的光芒。 一根根粗细不等的强光撕裂了虚空,在这一瞬间,楚天这座由数万度虚神舟组成的金属平台被能量武器喷出的光芒覆盖,俨然一颗新的恒星出现在虚空,其光芒将洛形虚用来布阵的那颗中等恒星都压制了过去。 在无数主炮,副炮骑射的光芒照耀下,萨形虚用来布阵的中等恒星,简直就变成了太阳下的萤火虫,丝毫的不起眼。 只是一弹指尖,从相距上万里到相距数万里,这个区域内的一切都彻底蒸发。 修士的身体,修士的神魂,修士的衣甲,修士的兵器,乃至它们的非洲,它们的秘宝,它们的堡垒,它们的一切的一切,连同最细小的沙尘,陨石,全都彻底蒸发。 金属平台四周的温度飙升了十几万度,寻常金属在这一片区域终会瞬间气化。 于是靠近金属平台,温度越高。 唯有杜虚神舟接驳而成的金属平台,甲板的温度依旧清凉,铸造杜虚神舟使用的合金技术来自太古无量天,更经过了楚天的精心微调,四周的高温连让这座金属平台表面温度发生变化的资格都没有。 四面八方无数修士愣了一下,但是眨眼间,有无数的修士齐声呐喊嘶吼。 他们就好似一群亡命的恶鬼一样,继续向着金属平台冲了过来。 能量武器威力强大,但是越是强大的能量武器充能的速度越慢,越是强大的能量武器消耗越是可怕,在这些修士的印象中,类似于非洲战舰的主炮,每一次发射后,起码要休息一刻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进行下一次的充能。 一刻钟,足够这些修为都非常不弱的修士冲到金属平台上进身战了。 洛尔修长的眉毛紧紧促起,他轻声喝道,不要来送死了,你们根本不知道,杜虚神舟的强大,不要来送死了。 好些个声音同时压过了洛尔的清喝声。 杀死青莲圣君。 夺回天命之女。 哈哈,七大门阀的闪阁放在这里,兄弟们,是虫是龙,就看这一遭了。 杀,杀,杀,杀光他们。 杀不死清莲圣君,他身边的人也都很值钱,很值钱。 楚天拍出一只巨大的灰色手印,化为大量军团和萨行虚敖战,他伸出一只手,用力地握住了洛尔的小手。 洛尔微微一笑,反手用力握住了楚天的手掌,另外一只手,用力地拍在了一个主控金球上。 修士们已经冲到了距离金属平台不到千里的位置,四面八方的修士犹如乌云,团团围了上来。 下一瞬间,无数的主炮,副炮再次骑射,所谓的充能间隔,所谓的主炮冷却时间之类的概念,在楚天制造的杜须神舟面前,全都是笑话。 更有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傀儡齐声嘶吼,他们身上厚重的装甲板挪开,无数大大小小的发射潮漏了出来。 密集犹如蜂巢的发射潮中,无数经过楚天进一步修改设计的湮灭火弩呼啸着射出。 天崩,地裂,无数颗大大小小的太阳在虚空中绽放。 杜须神舟接驳而成的金属平台上,一座座巨大的防御阵法启动,厚重的防御结界包裹了整个平台,遮挡住了四面八方毁灭性的能量洪流,金属平台上甚至连一丝微风都没出现。 而四周无数的修饰,连同他们的非洲战舰,他们的浮空战宝,所有的一切,消失了。 方圆百万里内,空荡荡别无一物。 萨形虚待人不下的,那座用一颗中等恒星作为能量来源的大阵也在崩回。 十八座大型世界被巨炮轰成了碎片,大大小小的碎片正在向那颗恒星沉降。 恒星本体也被三门主炮直接命中。 毁灭性的光柱轰穿了恒星,这颗中等恒星内部的结构急速崩坏,塌陷,随后一次巨大的爆炸发生了。 无数萨氏族人和战士被烈焰覆盖,他们依仗阵法的庇护在这一轮炮轰中侥幸存活,却在恒星的爆炸中灰飞烟灭。 正在和楚天争持的萨形虚一口老血喷出,他双眼通红的指着楚天破口大骂,清廉圣君,你好毒辣的手段。 楚天冷笑不语,萨形虚的身边,一条被无数星光环绕的人影突兀出现。 第七百五十章叛道,退。 裹着人影的星光迷蒙,瞬间化为无数萤火虫向四面八方飞去。 不是看似萤火虫,而是这些星光真的变成了一只只栩栩如生的萤火虫,轻盈的飞向了四面八方。 楚天的魂念扫过这些光芒柔弱的星光虫子,然后他心里微微一松,并非一念造化这样的手段,而是和萨形虚一样,纯粹用星辰之光为材料,拼凑成的看似活物的萤火虫。 依旧只是一种神通手段,只是比萨形虚剑芒幻化假式的技巧高明了百倍。 在这些萤火虫的体内,居然用星光凝聚出了各种内脏器官,乍一看去,就和活物也没什么两样了。 这突然出现的人,他已经踏在了一念衍生的门槛上,如果他能多参悟出一些技巧,怕是就能直接通过这星光幻象的手段,争个凝聚出源自星光的虫子生灵。 漫天的萤火虫覆盖了方圆上一里的虚空,无数星光闪烁,随后这些星光在虚空中组成了一个个奇异的符纹,进而组成了一座座符纹大阵,不久之后就漫天星辰都放出了奇异的光芒,和这座符纹大阵遥相呼应。 一缕缕极细的星光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最终都集中在了萨形虚身边的人影上。 光亮逐渐增强,这个人影原本朦胧的面孔反而变得清晰起来,星光越来越亮,亮得让人无法直视,但是它的面容却越发的清晰,好似能够直接投影在人的眼里,神魂中,逼得你不得不仔细的,认真的看清它,记下它。 到了最后,这人身边的星光已经厚达数百里,赤裂的星光犹如火焰升腾,光亮比普通的恒星要强出了百万倍。 就连萨形虚都被逼得转过头去,无法直视它的身体,而它的长相,身段,却更是清晰到了极致,好似能生生的嵌印在虚空中一样。 楚天突然有一种错觉,如果这一方天地是一片纸片,这人就是纸片上凸起的人形,他正在极力的挣扎着,极力的逃离这一方天地所属的二维空间。 极力挣扎着进入更高的空间,脱离这一方天地的约束。 他身边炽热的星光,与其说是他的力量带来的,还不如说是这一方天地对他的枷锁。 他调动的本我力量越强,天地对他的约束和镇压就越强,他身边的星光就越强,楚天甚至能听到在这人身边的法则锁链发出的叮叮声响,他的身体正在极力挣脱这些法则锁链的约束,拉扯得一些法则锁链不断崩裂,破坏。 叛道镜 楚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的眉心一动,一抹青光如水流淌出来,无相清莲直接显出了本体,瞇着眼站在楚天身前,将楚天和洛尔挡在了自己身后。 萨行虚无法直视那光艳夺目的人影,听到楚天的惊呼声,他不由地挺起了胸膛,冷声道,正是何道镜之上,叛道镜。 这是大罗天那边的说法吧? 我们圣灵天,将其称之为逍遥境,又有人称之为破碎境。 这位,是我萨氏一代老祖萨鼎老祖,清莲圣君,而等小辈,还不速速叩见老祖。 萨行虚堂堂和道镜十二重天的高手,此刻却成了溜须拍马的狗腿子,一脸嚣张跋扈地盯着楚天一行人。 萨鼎生得貌不惊人,和七大门阀那些年轻俊艳个个都是俊俏男子不同,萨鼎甚至生得有几分相吐气。 他身高不过七尺许,肩膀宽厚,双臂粗大,手掌上甚至有厚厚的老茧,楚天看得出来,这些老茧并非五刀弄枪生成的茧子,而是长年紧握农具耕作摩擦而成。 甚至他的背有点驼,双腿有点外螺圈,两脚也带着一点外八字。 貌不惊人,带着浓浓的乡村老浓的气息。 就算漫天星光都未知闪耀,这萨鼎乍一看去,依旧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老人,甚至他身上穿着的衣衫,都是最普通的没有经过任何染色的黄白色的粗麻布衣。 行虚,不用叩拜了。 这小儿,就是清廉圣君。 嗯,这就是无相清廉,我记起来了。 萨鼎微笑看着楚天一行人,着重盯着无相清廉笑道,很久很久以前,我还是刘波山下一个普通药农石,我见过从天空飞过的你。 萨鼎指着无相清廉笑道,那一次,似乎有一个修为极高的可怕家伙在追赶你,赌咒发誓要将你收为本命之宝。 你没有还手,只是在满天乱跑。 那两天,我曾经十八次见你从高空飞过。 无相清廉轻声笑着,刘波山。 哦,我想起来了,当年,没错,那时候,人族刚刚被制造出来,第一批人族种子刚刚洒播在无量天各处,那时候,无量天陷入了最后的疯狂的辉煌,好些可怕的高手不断出现,那个要强行收我做本命之宝的家伙,他是叫做,嗯,研磨尊皇。 点点头,无相清廉笑道,他倒是有仙剑之名,无量天崩毁之前,他因为缺少护身之宝,所以他是第一批陨落的,想来,如果他那次能够收服我的话,他或许能活下来。 萨鼎笑着点了点头,是啊,死了,死了这么多人,嗯,当年那位研磨尊皇没能做成的事情,我想试试,无相清廉,你可否愿意认我为主? 无相清廉耸耸肩膀,这是他从楚天那里学来的动作,不知不觉的他就习惯了这个不是很斯文的动作。 摇摇头,无相清廉倾笑道,你还没有当年的研磨尊皇的一成修为,你凭什么,想要收我? 萨鼎的脸色就阴沉了下来,他若有所思的看着天空,沉声道,我居然,连他一成的修为都没有呢? 出乎我的意料,真心的说,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下,我们对当年太古无量天的实力估计。 看来是有错的。 楚天轻轻的咳嗽了一声,两位,需要聊这么古老的事情吗?太古无量天崩溃多少年了?我们说点实际点的问题。 比如说,您老让开道路,让我们过去,省得大家撕破脸大打出手,这多伤和气啊。 萨鼎和萨行须同时笑了起来。 萨鼎指着正在疯狂爆炸的那颗中等恒星轻声道,刚刚,起码有我萨氏三千血以陨落其中,附庸家族的直系族人死伤过十万,家族司君损失不知反几,你让我,放你们过去。 摇摇头,萨鼎轻叹一口气,漫天星光凝成的萤火虫就犹如一场冬夜的大雪,无声无息的飘落。 叛道境,或者说圣灵天所谓的逍遥境,破碎境,总之,他们这个境界的人,正在极力的摆脱这一方天地的大道法则对自己的约束,强行斩断自身和这一方天地的牵连,让自己挣脱天地大道的局限,进入更高的境界。 叛道境和核道境的差距嘛,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叛道境的攻击,其实比核道境高不了太多,叛道境十二重天巅峰的全力一击,大概能比核道境十二重天巅峰的全力一击强出一倍,这就是很不错的了。 最大的差距,也是叛道境能够轻松碾压核道境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因为叛道境已经多多少少挣脱了一些天地法则的约束,各种属性的天地能量,各种属性的天道法则,对他们的伤害力直线下降。 大概就是,核道境十二重天巅峰的大能全力一击,对叛道境一重天的大能只能造成五成以下的伤害。 而叛道境大能的境界越高,受天地法则的约束越少,到了叛道境二重天,受到的伤害大概只有三成,叛道境三重天,大概就只能受到最多一成的伤害。 超过叛道境三重天,达到四重天以上的大能修饰,核道境的攻击对他们近乎免疫。 无论是法术神通的攻击,还是近身物理的攻击,叛道境四重天以上的修饰,绝对免疫核道境大能的任何伤害。 唯有叛道境,才能伤害叛道境。 对于何道境的修饰而言,叛道境的大能就是无敌,何道境若是蝼蚁,叛道境就是天神。 萨鼎不知道是叛道境哪个境界的修饰,但是他随手一晃,漫天星光凝成的萤火虫悄然落下,每一只看似轻柔的萤火虫,其杀伤力都堪比刚刚爆发的那颗中等恒星瞬间自爆的威力。 起码有数亿星光萤火虫悄然落下。 萨鼎这随意的一击,就堪比一个超巨型世界群瞬间自爆的全部威能。 而一个超巨型世界群的体积起码绵延数万亿里,萨鼎的攻击范围,却只在这方圆数百里的范围内。 无相青莲眸子里青光闪烁,他沉声道,好手段,好厉害。 不过,萨鼎喝,你还是小看了我。 一朵朵青色莲花悄然在虚空中绽放,每一朵莲花只有大拇指大小。 一朵朵青色莲花轻盈的升腾而起,每一朵莲花都迎上了一只小小的从天而降的星光萤火虫,然后两者微微一碰触,就同时湮灭。 数亿星光萤火虫落下,数亿青色小莲花冉冉飞起。 落下,飞起之间,一团团巴掌大小的光芒不断浮现,足以毁灭一方超巨型世界群的攻击,最终就变成了这么一团团温柔的光芒一闪而灭。 萨鼎愕然看着无相青莲,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当年,你闯入至高天,被十三大天向联手围攻三年而丝毫无损。 萨鼎轻声道,我们还以为,你只是达到了河道境巅峰极致的水平,依仗的不过是你先天而生的防御本能而已,但是现在看看,不提你本体的防御天赋,你自身的修为似乎。 无相青莲镇定自若的看着萨鼎,他轻声道,在太古无量天的时候,我已经是尊皇境实力。 太古无量天崩毁,我虽然受了一些伤,但是这么多年了,就算是一头猪,也重修回去了。 无相青莲笑看着萨鼎,盼道境,逍遥境,破碎境,或者还有其他什么说法,但是在太古无量天,这个境界只有一个名字,尊皇境。 我现在,就是尊皇境。 萨鼎沉默。 盼道境对和盼境呈现出的是碾压状态,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盼道境高手之间的争斗,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惨烈,大家都在极力挣脱这一方天地的约束,这就导致了,其实大家相互之间都奈何不了谁。 因为大家同时受到这一方天地的极力镇压,极力拉扯,盼道境高手之间若是起了纠纷,就好似背着大山跳舞的人,想要相互打一拳都变得极其困难。 原本就难以相互伤害,无相青莲更是同样踏入了盼道境,而他更是以防御超强而著称,这就意味着,盼道境内,无人可以攻破无相青莲的防御,这家伙,真正是做到了天地之间无人可破。 既然如此,继续攻击就没什么意义了。 撒顶无奈地看着无相青莲,既然你已经是这个境界,当年你闯入至高天,莫非只是炫耀你的修为? 无相青莲笑看着撒顶,轻轻地摇了摇头,你们只知道我闯入至高天,被围攻三年而丝毫无损,至高天那些脸皮受损的家伙,肯定不会告诉你们,那三年中,我抽空了他们至高神朝中七成的养分,这才将我的伤势彻底治愈。 咧嘴一笑,无相青莲轻声道,因为我皮厚,所以,有时候我要耍赖的话,你们其实拿我没办法的。 至高天的那群家伙最要脸不过,他们才不会向外宣传他们被我打劫的事情。 点点头,又摇摇头,无相青莲笑道,那三年时间,围攻我的可不是传言中的十三大天象,他们十三氏族的那几个尊皇级的家伙,也都出手了的。 萨顶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摇摇头,身边炽热如火一样沸腾不停的星光就这么冉冉消失了。 等到星光彻底消散后,萨顶的身影也消失不见。 虚空中,就留下了萨顶淡淡的冷笑道,很好,果然不愧是无相青莲。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让这个小家伙成为你的主人,但是既然有你撑腰,老夫还能说什么呢? 错了,这些老家伙都错了。 我们还以为可以轻松对付你和那小家伙,但是现在看来,都错了。 很好,非常好,好的很。 小家伙,针对你的通缉会全盘撤销,起码我萨顺不会再掺和了。 你有资格继续天命之争,不过,似乎也没有意义了。 有无相青莲撑腰,谁能争得过你? 既然有无相青莲撑腰,那么,天命之子给你又如何? 起码老夫没意见。 只不过呀,坐上了那张宝座,得了那至高无上的名,你这小身板,还有无相青莲,你们撑得起来吗? 第751章 瞩目 三颗硕大的恒星在虚空中排成了一个正三角形。 楚天杜须神舟接驳城的浮空金属大陆在虚空中冉染靠近,在众多神色怪异的圣灵天联合天府官差的指引下,浮空大陆小心翼翼的驶进了恒星之间的正三角形区域。 浮空大陆在洛尔的操控下在虚空中停稳,下一瞬间,三颗直径超过万亿里的恒星表面骤然变得光洁如镜,无数硕大的,气势恢弘的古朴符纹在恒星表面急速闪烁,三颗恒星的体积骤然向内塌缩,直径起码缩小了近百万里。 在这一瞬间,恒星他缩损失的能量化为无数次目的空间符纹喷出,在浮空金属大陆边构成了一个巨大无棚的超远距离超巨型空间传送阵。 数万条杜须神舟组成的浮空金属大陆骤然模糊,随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名身穿长袍,头戴高官,腰间悬挂着联合天府紫金观印的天官低声的咕弄了一句难得太平了,摇摇头,他手中一根镜边一甩,极远处一个大型世界群中,数十颗恒星喷出一道道巨大的火柱,迅速注入三颗体积塌缩的恒星中。 三颗消耗了巨量能量的恒星体积缓缓恢复,光洁的表面消失,无数火焰生腾,那些巨大古朴的符纹也都消失不见了。 围绕着三颗恒星旋转的一座座森严宫殿中,大量长袍宽带的天官和无数假式纷纷飞出,所有人的脸色都很复杂,更有一些人的表情堪称诡诀和争鸣。 圣灵天联合天府究竟位于何处,只有圣灵天七大门阀的核心高层才知晓。 除了他们,其他人想要踏入联合天府所在的那一方世界,必须通过一座座特殊架设的,以恒星为动能的超级传送阵才能抵达。 楚天乘坐浮空金属大陆,通过了一座又一座气势辉宏的巨型传送阵,如此连续传送了十二次,前方大片灵光突然犹如火山喷发一样呼啸着奔涌而来,无量光焰中一方神奇瑰丽的世界凭空出现。 言语也无法形容圣灵天联合天府的辉煌、壮丽、神圣、威严,总之,这是一处神奇瑰丽之地,人间一切幻想都能在这里实现,而且这里的好些存在,甚至超过了人间凡人幻想的极限。 大片大片的七彩云台悬浮在虚空中,每一片云台就是一方小世界,上面矗立着无数的宫殿楼阁,搭建了无数的军营,战宝,数不清的衣甲鲜明的强大修士在云台上操演,修炼,偶尔有修为强大的修士仰天长啸一声,顿时吐气如龙,卷起漫天云霞。 龙族、凤凰、麒麟三大门阀都有大群族人在联合天府供职,于是就能看到漫天飞龙翱翔,无数凤凰掠空而过,更有一群群趾高气扬的麒麟以原始形态招摇过势,横冲直撞无人敢招惹。 一众重宫阙,一众重牌坊,一众重楼官,一众重门禁森严。 联合天府的每一处重要关键所在,都有大群化为人形,却又故意保持了某些龙,凤凰和麒麟特征的强大修士守卫。 在他们身边,也有大群身穿华美制式官袍和甲昼,气宇宣扬,气度不凡的人族修士陪同。 楚天所在的浮空金属大陆从一座超巨型传颂阵中喷吐而出的时候,联合天府的方向就有高亢的金钟声响起。 伴随着一声声低沉有力的呼喝声,上万条重型非洲排成一条横队,缓缓地向楚天所在的方向逼了过来。 一名身穿紫色长袍,腰间挂着紫色印喜,脑后有一团迎白色灵光闪烁。 灵光中隐隐可见一头白玉孔雀若隐若现的青年男子站在正中一条非洲上,目光森冷,面无表情地看着楚天。 可是青年圣君当面。 青年男子狠狠地盯了楚天一眼,目光迅速在洛儿身上转了一圈,原本冰冷的面皮突然好似冰川解冻一眼,露出了极其灿烂的笑容。 圣君可是回来得早,和圣君同样参加第二轮天命之争的俊业们,可还有九成人没能回转呢。 青年男子大声笑着,他身后一对而白玉色泽的羽翼突然生出,他化身一道玉光,快若闪电般向楚天和洛儿的方向掠了过来。 看这家伙飞行的轨迹,他降落的位置分明就是洛儿的正前方,这位置距离楚天有六尺左右,距离洛儿却只有三尺不到,毫无疑问,这丝也是在故意挑衅。 楚天冷哼了一声,在那青年就要踏足甲板的时候,右手轻描淡写地向他一掌推了出去。 青年男子笑了笑,他身形一晃,脑后灵光中那头白玉孔雀猛地张开嘴,一枚极细的白玉细真化为一缕白光,静直朝着楚天的掌心撕了过来。 他的右手则是向洛儿的手臂抓了过去,一脸笑容地说道,洛儿姑娘,你还记得孔雀一族的白玉生吗? 听得一声脆响,楚天手掌拍在了那根白玉细真上,将极细极细的细真一掌拍得粉碎。 白玉生的手掌距离洛儿的胳膊还有一尺多远,楚天一掌按在了白玉生的胸膛上。 一股柔刃,但是强大无比的力量纹在了他的胸膛上,白玉生的面皮骤然变得紫红一片,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急飞出去,比他来时的速度起码快了十倍不止。 东的一声巨响,白玉生后背狠狠撞在了他刚才所在的那条非洲的船头,犹如一片豆腐皮一样紧紧地贴着船头厚重的雕花装甲板上,浑身微微颤抖着,半赏说不出一句话,也没办法动弹丝毫。 过了足足半盏茶时间,白玉生猛地吐出一口闷气,然后急促地吸了一口长气,他惊悚莫名地看了楚天一眼,下意识地自言自语,你的修为,到了,什么境界? 楚天看了白玉生一眼,淡然道,你,半不合道境?不够。 白玉生的面皮顿时变得惨白如指,他看向楚天的目光中骤然多了几分惊惧之色。 白玉生在孔雀一族中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算得上极其天才的精英子弟,所以才会被送入联合天府任职,并且被孔雀一族大力栽培。 只是他的年龄早就过了十万岁,所以这次他没能参加天命之争,但是在他心中,他对洛儿是很有想法的。 在天命之争前,他曾经数次前往宝像世界,死皮赖脸的向洛儿套近虎。 这一次,他本想仗着地主优势站点便宜,却没想到一脑袋撞在了一块合金钢板上。 恼羞成怒之余,白玉生怒声喝道,青莲圣君,楚天,你敢袭杀天府天官? 楚天呵呵笑了起来,洛儿则是倾笑不语。 楚鞋懒洋洋的拎着一个酒葫芦从楚天身后走了出来,指着白玉生大声笑骂道,你娘生下你的时候,肯定是把娃儿丢了,把胎盘也拿去喂了狗,只是将一条旗带挤养大了吧。 看着你这么一长溜的高挑戈尔,也生得人模人样的,怎么就空口说瞎话呢? 袭杀天府天官。 楚二嫂还真不信了,你们没收到撒顶老家伙传回来的情报。 吴湘青莲无声无息的在楚天身后显出了本体,青色莲花冉染绽放,他背着双手站在莲花上,面无表情的看着白玉生。 四面八方无数往来的天府文武官员,无数大家族,大宗门的弟子,无数圣灵天的精英俊燕们目光炯炯的看着这边。 好些人本来就是来打探消息的,他们干脆停下脚步,远远的站在一旁看热闹。 白玉生的脸色很不好看。 他沉默了一阵子,慢慢的挺直了身体,再次回复了面无表情的冰冷作派。 阴至高天,大罗天侵袭,天命之争第二轮所有参赛之人,于联合天府集中,接受各家长老查验任务完成情况,白玉生冷冰冰的说道,青莲圣君,纵使有无相青莲为你撑腰,你也要像七大门阀还有无数宗门,家族的长老说明,为何天命之女会离家出走,并且出现在你身边。 楚天笑呵呵的看着白玉生,说明。 为什么要说明? 如果我说,不呢? 白玉生面无表情的说道,你要和整个圣灵天为敌吗? 楚天拍了拍手,认真的思索了一阵子,然后他看了洛儿一眼。 洛儿朝着楚天奄然一笑,他轻声道,是我们要和圣灵天为敌吗? 分明是圣灵天无缘无故的要为难我们理,什么天命之女之类的,分明是你们强加给我的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白玉生冷笑了起来,你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吗? 你们以为,圣灵天各家的长辈,是那种无故声势的人吗? 他们的所言所行,自然有他们的道理,你们不懂,你们不明白,那是你们还不够聪明,不够睿智,不够英明,还不足以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楚天和洛儿只觉得颇为荒唐。 是啊,圣灵天的长老们就算是放个屁都是香的。 可是楚天和洛儿,可不想任凭他们这么摆布,这次回圣灵天,楚天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弄一个清晰的结果出来。 圣灵天的这些老家伙们,必须给楚天一个说法。 子伐的那些人,尤其是当年用剧毒坑了楚天的子万众等人,必须给楚天一个说法。 圣灵天,公羊氏,子伐的那些责任人,他们同样必须给洛儿一个说法,在天命之争前,洛儿几乎等同于被囚禁,这种事情谁能容忍。 楚天不是以得抱怨的人,他信奉的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不管某些人有多么高尚,或者多么卑劣的缘故,总之,他们必须给楚天,给洛儿一个明确的说法。 欠洛儿的,他们要还。 做错事的,必须要罚。 另外,洛儿耗费莫大的心思保护下来的汉翠牙,无风峡谷的那些楚天的朋友和门人弟子们,楚天必须将他们带走。 以楚天如今的实力,无论是至高天,圣灵天还是大罗天,他都有信心占地为王,自成一方势力逍遥度日。 现在的楚天,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庇护他想要庇护的人。 摇摇头,楚天右手一挥。 青椒剑发出一声欢快的剑鸣,这些日子又得到了极大提升的青椒剑带起一片绵绵剑木,无声无息的横扫而过。 白玉生带来的一万条重型非洲被拦腰截断,光洁如镜的断口处不断有细细的火光喷出,不多时这些战剑就猛的爆炸开来,无数战剑上的修士急忙腾空飞起,狼狈的气剑逃窜。 白玉生和一众修士愤怒的咆哮着。 楚天不搭理这些家伙的咆哮,浮空金属大陆上一座座巨大的防御阵法开启,厚达千里的防御结界光照亮起,无数大大小小的符纹浮现在光照中,无数符纹紧密的嵌套在一起,犹如无数组紧密的齿轮组或快或慢的旋转着,散发出强大的能量波动。 大群大群的龙魔,战争傀儡出现在甲板上,浑天牛祖扛着硕大的铁杠子,带着大群儿孙趾高气扬的来到了甲板上。 故意将身躯放大到千里高下,浑天牛祖站在甲板上向四周围观的修士们挥手示意,不断发出得意的笑声。 哈哈,小崽子们,认识你们牛爷爷们? 你家牛爷爷,大号浑天牛祖,哈哈哈哈,你们是不是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啊? 无数围观看热闹的修士悚然动容。 浑天牛祖,这个名号,不至于吧? 大罗天雄霸一方的妖魔巨拨,在整个大罗天的妖魔巨头中可以稳稳排入前二十之列,以力大无穷著称的浑天牛祖,怎么会和楚天混到一起? 而且看浑天牛祖站在楚天身后,一副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冒犯的架势,似乎,楚天是主,他是仆。 无数圣灵天的修士只觉得无比的荒诞,他们用力的拍打着自己的脑袋,想要将这些不靠谱的念头从脑子里驱散出去。 不可能,不可能,就算是清廉圣尊亲自出手,也不见得能够收服混天牛祖。 区区清廉圣君,一个走了狗屎运被清廉圣尊收入门下的,修炼至今不过千年左右,出身天鹿世界这么一个中等世界的幸运儿,他怎么有这个实力,这样的浮原收服魂天牛祖。 和道境十二重天巅峰的修为,魂天牛祖放在圣灵天,放在七大门阀,也是有资格成为一族和新长老的存在呀。 巨大的浮空金属路快犹如一片乌云,慢悠悠的靠近联合天府的正门。 一座高耸入云的牌坊矗立在联合天府的正门外,无数身披金光灿灿的重甲,周身栖息森严的甲是一字而排开,挡在了浮空路快的前方。 在这牌坊的两侧,一左一右匍匐着两头体长千里的巨大麒麟。 一头火麒麟,一头水麒麟,两头麒麟瞪大了巨大的眼珠子,脸上带着莫测的笑容,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楚天和洛尔。 四面八方无数修士脚踏流云站在虚空中,一个个一声不吭地看着这边。 在这一瞬间,楚天和洛尔成了整个联合天府的核心,无数人的目光凝聚在他们的身上。 洛尔有点紧张,用力地抓住了楚天的袖子。 楚天则是笑着,向那挡在牌坊前的假士们笑着,有劳诸位给里面能做主的人说一声,就说我清廉圣君楚天,天命之女子天玺的爱人,带着天命之争第二轮抓揪抓中的目标血灵尊者的人头回来了。 第七百五十二章最后的恐吓 层层叠叠的祥云凝成通天大道,连通了一座座宫殿楼阁。 一众众辉煌壮丽的神功仙廷循着一个曼妙的坡度,顺着祥云凝成的大道扶摇直上,顺着祥云大道向上行走,就有一种直上九天,超脱众生的奇妙感觉。 宽达千里的祥云大道两侧,一尊尊身披各色甲咒的精锐战士手持各色仪仗,肃然站立在一座座装饰精美的玉台上,犹如雕像一般俯瞰着祥云大道上往来行走的天官,天将,各色人等,无形中就有一股让人窒息的威严流露了出来。 楚天笑呵呵的拉着洛尔的手,镇定自若的行走在这祥云大道上,好奇的左顾右盼,同时对着联合天府的一丈陈设品头论族的加以评断。 联合天府,虽然只是个面子祸,没有至高天亭那样的权利,不过这面子称得不错呀。 这得耗费多少民之民高,才能造出这么一片盛境天堂。 楚天由衷感慨道,面子祸都能造得这么奢华,下,这七大门阀自家的祖宅,又得有多富力堂皇,奢靡风流。 若而笑而不语,的确,联合天府的建筑已经是绝顶的奢华,富力,但是和七大门阀的老巢相比,联合天府的这点气箱还是有所不如的。 甚至就连驻守在这里的,那些看上去威严威武的假式,放在七大门阀自家地盘上,也不过是二流货色。 顺着祥云大道一路前行,一座座牌坊,一座座宫门,一处处辉煌壮丽的宫殿被丢在了身后。 悠长的呼喊声总是在楚天等人的前方,不断将楚天等人到来的消息传递向更高处宫殿中指守的天官天江。 一声声呼喊声犹如龙银响彻云霄。 清廉圣君驾到。 配合着远处传来的金钟玉庆以及清脆嘹亮的镜边声响,一种莫名的威严大气扑面而来,虽然无形无智,却让人莫名的对眼前的庞然巨物生出了浓浓的敬畏之心。 换成普通修士,若是修为不够,若是胆气稍弱,在这条祥云大道上行走不了多久,就会被这股辉煌之气压制得浑身瘫软,甚至有人瘫倒在地,丑态摆出,再也无法前进半步。 大道两侧的甲氏修为越来越高,高空中盘旋的天龙、凤凰、牌坊下盘踞的麒麟等神琴神兽的实力也越来越强。 宫殿楼阁的体积也越发壮观,各色梁柱等物也越发的壮丽,一波波魂念在虚空中交错纵横,不时有魂念很不客气的向楚天和洛儿这边掠来。 每当这个时候,无相清莲总是放出一抹清光,毫不留守地将这些魂念打得粉碎。 虚空中总能响起愤怒的冷哼声,对这些坐镇联合天府的大能而言,一抹魂念被摧毁被他们不会有丝毫损伤,但是这面子上的损失,让他们心头充满了怒火。 最终,用寸步天涯的神通,在这条长的可怕的祥云大道上行走了超过两个时辰,向上攀升了起码有数百万里地,将数千重宫殿楼阁和排方宫门丢在了身后,楚天等人终于来到了一座占地数百里的大殿前。 古铜色的大殿门前一字而排开了数百名相貌俊朗,气度不凡的青年,他们身穿各色华服,脸上带着和煦的微笑,一个个摆出了自己最好的气度滋容,目光如水的看着楚天身边的洛儿。 他们只是盯着洛儿的俏脸,有意忽略了他和楚天紧紧相扣的手指。 六百年天命之争第二轮,参赛的青年俊业们的任务是击杀至高天,大罗天的众多目标。 六百年时间,总有一些真正妖孽天才轻松完成了任务,早早地返回了圣灵天,自然也免不了,有些暗箱操作的幸运儿,他们的任务非常轻松,他们更是赶在好些竞争对手之前就回来了。 从联合天府的正门牌坊一路上来,楚天一行人花费了两个多时辰的时间,这足够留在联合天府的众人赶来这里。 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在洛儿面前炫耀自己华美的羽毛,在楚天面前炫耀自己锋利的爪牙。 真是一群没趣的东西。 楚天懒洋洋的举起了右手,让众人看清了他和洛儿紧握的双手,洛儿是我的。 早八百年前就是我的人了,你们没指望了,滚犊子吧。 数百青年的脸色同时变得阴冷无比,他们故意摆出来的雍容气度消失得无影无踪,脸上的笑容更是瞬间冻结。 他们齐齐上前了一步,一波波山崩海啸般的恐怖气息呼啸着向楚天碾压了过来。 都是运用气息的高手,数百青年俊艳的气息越是靠近楚天,凝缩程度就越大。 快要碰触到楚天身体时,他们的气机几乎凝成了一根根钢针,狠狠地向楚天扎了过来。 虽然是无形无质的气机,但是寻常人被这些家伙这么冲击一下,轻则神魂受损,重则神魂崩毁,搞不好就是魂飞魄散的下场,最好的结果也是倒机受损,修为大将。 楚天还没动手,洛儿的小脸蛋先阴沉了下来。 他右手猛地向前一指,就听一声闷响好似数百个天雷同时乍响,他和楚天的面前凭空多了一个碗口大小的黑洞,数百凝成钢针的气机骤然穿过黑洞消失。 下一瞬间,大殿正门前一个身穿银色长衫,外面罩着一件水银色大肠,随意披散的长发几乎垂到脚踝位置的青年猛地闷哼了一声,身体一晃,差点一脑袋从大殿门前的台阶上栽倒下来。 青年的蹊跷中同时流出了细细的血迹,他剧烈地咳嗽了几声,无比狼狈地抬头看了洛儿一眼。 在他身后,距离他后脑勺不到一寸的位置,一个拇指大小的小小黑洞正在飞快地消失。 刚刚数百人联手发出的气息威压,居然被洛儿直接用空间神通挪移出去,变成攻击了这个长发青年。 为了震慑楚天,数百青年俊艳刚刚可没有一个人留守。 这个长发长得离谱,在楚天看来有几分娘气的青年结结实实地挨了数百战友的联手一击,如果不是他有秘宝保护神魂,这一击足以让他吃上天大的苦头。 饶是如此,这青年也被震得神魂浑浑噩噩,整个人都变得有几分痴呆了。 他呲牙咧嘴得好容易直起了身体,身体摇晃着,摇晃着,好似随时都会栽倒在地。 洛儿冷声喝道,最后和你们说一句,姑奶奶我和你们没半点儿关系。 在死缠烂打,不要怪姑奶奶我不客气。 冷笑一声,洛儿身上一股河道竟才有的恐怖气息冲天而起,他身边的虚空顿时剧烈地波动起来。 数百青年无人吭声,只不过,他们的气息都变得异常的伪顿。 洛儿,悍然已经是和道竟修为。 而堵在大殿门口,好像春天的孔雀一样炫耀自己华美羽毛的这些青年,他们当中修为最强的,也不过是化道竟巅峰,连半部和道竟都没有一个。 他们的年龄比洛儿大了不少,有几个几乎是采现参加天命之争的,其实今年的岁数已经超过了十万岁,几乎是洛儿年龄的百倍。 年岁差距这么大,洛儿已经是和道竟的大能,放在七大门阀中,也是可以被尊称为老祖的人物,而他们这些比洛儿大了这么多的青年俊雁们,他们的年纪都活到苟身上去了。 实力至上,力强者胜。 这些青年俊雁心知肚明,他们已经不可能成为天命之子,因为他们和洛儿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让他们绝望的程度。 无声无息的,包括那个被气息碾压的昏天黑地,蹊跷中不断流血的青年都深深的向洛儿鞠躬行了一礼,然后无声的列队退走。 只不过,在临走时,这些人看向楚天的目光中都包含了某些极其复杂的幽光。 有嫉妒,有仇恨,有怒火,更有幸灾乐祸的快慰。 楚天淡然一笑,依旧拉着洛儿的手,一步一步的向大殿走去。 萨士的领地背至高天,大罗天的联军攻占了七十二周的地盘,天命之争的查验地点,也就换在了这座大殿中。 楚天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挂在大殿正门上的匾额,然后他笑了。 这座大殿正门上的匾额,赫然就是戒律圣殿四个大字。 戒律圣殿,陆王的地盘。 而陆王呢,早就被楚天掌控了生死,完全成了楚天最忠心耿耿的狗腿子。 占地数百里的大殿位于999级高高的台阶之上,楚天一行人顺着台阶向上行进时,几个身穿黑色长袍,盖着样式古怪的高官,腰间挂着血色玉牌的戒律圣殿天官悄无声息的从一旁走了下去。 看似不经意的路过,一名满脸长须的天官在路过楚天时,一缕极细的声音在楚天耳边响起,陆王者我向圣君传话,别的不用担心,七大门阀的老祖不会贸然触怒无相清廉,还请圣君注意,不要中了某些人的即将法儿。 几个天官镇定自若的走下了台阶,然后转向走向了戒律圣殿西侧的一排斧殿中去。 楚天则是若有所思的拉着洛儿的小手,慢悠悠的顺着台阶向上行进。 听这个天官传来的话的意思,七大门阀的那些老人,他们是不会冒着触怒清廉圣尊和无相清廉的危险,故意的为难楚天了。 但是老一辈的人不出手,难免那些小一辈的青年俊艳会跳出来挑衅。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无相清廉也是老一辈的高手,毕竟在圣灵天,那些花花草草修成的大能,也多有在各大家族担任供奉,长老直私的,他们的地位和其他的长老,供奉并无不同。 如果有七大门阀的年轻子弟,借口年轻人的事情就由年轻人自己解决的话。 他们不知道我一巴掌拍死了那个萨老儿吗? 萨鼎没有给他们说吗? 楚天笑着凑到洛儿耳朵边低声细语。 洛儿挑了挑眉头,然后笑了起来,或许,他巴不得你多拍死几个吧? 总不能,萨是一家倒霉不是。 楚天和洛儿就同时笑了起来,笑得意味深长,笑得若有所思,笑得含蓄眷勇。 这种设计放在其他人身上或许有用,但是对于现在的楚天来说,圣灵天的年轻一倍,真的不够他一个人捏拔的。 你七大门阀这一带的所有青年精英一拥而上,楚天也就是一巴掌的事情吧。 九百九十九级台阶很快就到了尽头,楚天一行人大步走向了戒律圣殿。 从台阶尽头到戒律圣殿的正门,有宽达千丈的一片平地。 在平地和大殿正门之间,还有九层台阶。 一个身穿铁灰色战裙,袖口,衣摆上镶嵌了血色纹路,周身透着一股紫铁血煞气,身高一丈八尺,面孔升得犹如蟹质,皮肤下隐隐可见铁灰色鳞甲引线的青年手持一柄长枪站在第三层台阶上,目光如刀,死死盯着楚天一行人。 相隔百丈,楚天和洛儿同时停下了脚步。 洛儿看着那青年,低声说道,龙族熬月,人如其名,手段最是狠辣残酷不过,当年我被困宝像世界的时候,他去我那里登门拜访,还打死了几个宫阳市看门的侍女。 完全肆无忌惮的一代凶人。 冷笑一声,洛儿低声道,据说,他的血统不纯,体内除了龙族血脉,更有传说中太古魔物猎龙吼的血统,所以生性凶残无比,比起龙族出名的熬霸等人,这家伙名声最臭不过。 熬月深陷的眼眶中两颗虎珀黄的眸子死死盯着楚天,他突然怪笑了一声,清连圣君。 或者说,楚天小子,多谢你这些年来帮我照顾洛儿,不过,他注定是我的女人,该滚多远,滚多远。 楚天无奈的看着熬月,他沉声道,洛儿是我的爱人,似乎一直以来,他都和你,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熬月轻蔑的摇了摇头,他冷笑道,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 滚,或者死。 我不会给你第三条路,嘿,你身后的那群剑种,是你的亲眷好友吧。 想不想看我怎么把他们一个个碾死。 楚天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在楚天的身后,是楚野,楚风,楚邪,他的祖父,父亲和兄弟。 龙王,虎老,虎爹他们在那座浮空金属路快上坐镇,指挥楚天麾下庞大的战争傀儡和龙魔军团。 除了楚家人,就是魂天牛祖带着的几个修为最强的牛仔子。 对了,还有来看热闹的紫天尊,以及痴情人云梦瑶。 云梦瑶的死活,楚天不会太过搭理。 但是紫天尊,还有楚家人,熬月用他们的性命威胁楚天。 你,这是恐吓我。 楚天笑呵呵的看着熬月。 没错,我在恐吓你。 你能把我怎样呢? 说到底,你不过是一个,熬月巨傲的昂着头,继续用言语贬低打击楚天。 下一瞬间,楚天右手一挥,一抹月光从他指尖掠出,随后熬月炸成了一团血物。 这是最后的恐吓。 楚天的声音响彻整个联合天府,下一次,谁再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哪怕是七大门法,我也要你们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 第七百五十三章 今非昔比 戒律圣殿内,书朗空阔。 占地数百里的大殿内,居然没有一根柱子。 四角矗立着四座香炉,冉冉青烟缭绕,香雾富裕,震人精神。 只是这戒律圣殿内的香烟,隐隐带着一丝血腥味,震人精神之余,也莫名的让人毛骨悚然,后背一阵阵的寒毛直竖。 楚天拉着洛儿的手走进了大殿。 昂首挺胸,理直气壮,没有丝毫胆怯,没有丝毫心虚。 大殿内站着不少人,有些人的面旁有点熟悉,只是楚天懒得记他们叫什么,出身哪个大家族,又是有什么样的光辉世纪之类的事情。 有些人从未见过,反而是这些人身上的气息深邃莫测,让楚天都忍不住多看他们几眼。 一众人中,唯有魂天牛祖冷笑连连,带着一群牛子牛孙大摇大摆的走进大殿,吹鼻子瞪眼的上下打量大殿中的一英人等,大有一副老子是爷爷,尔等都是孙子的架势。 楚天,紫天尊两位大少爷则是眉开眼笑的,不管好坏的向着大殿内的人挤眉弄眼的示意着。 只是大殿内的人无论老少,没人对他们多看一眼,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的盯着楚天,甚至都没人多看洛儿一眼。 洛儿是天命之女,没错,她是天命之女。 但是这说法只是在七大门阀的核心高层中流传,没人知道天命之女这个说法从何而来,又是为了什么而有这个说法。 对很多参加天命之争的青年俊艳而言,好些人其实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参加莫名其妙的大比,仅仅是因为家族长辈的要求,所以他们报名参加了。 想想看,在之前的数百年中,有资格去宝像世界面见洛儿的人,也无非是七大门阀的核心子弟而已,寻常人甚至都不知道洛儿的存在,不知道洛儿的名字,更不可能知道他身上寄托着何等的利害关系。 所以,大殿中这么多人,反而是楚天的名声更加响亮,或者说更加的臭名昭著。 又拐天命之女离家出走的清廉圣君,这名声,着实不好听,却是足够的响亮。 无数人死死的盯着楚天,而楚天则是死死的盯着大殿最里面一排而宝座上坐着的一众七大门阀的长老们。 这些老家伙姓甚名谁,数百年时间,楚天早就忘记了,其实在苍灵州防线的时候,楚天就没把他们记在心上。 只不过,看到那些坐在宝座上,故作威严的一六二七大门阀的长老高层们,楚天笑呵呵的,隔着老远的,就朝着他们做了一个当年盖州市井街头的范夫走足最常用的大肥末。 诸位喝,呵呵,诸位长老,许久未见,一个个都还,活得挺开心的。 楚天就没抱着一切都能顺利解决的心思来联合天府,所以一开口就刀光剑影的很是不客气。 今日在场的,起码有近百名七大门阀的长老。 如此多的大能高手,又都是尊贵异常的主儿,这些大家族的长老们听得楚天那般不客气的,故意挑衅的话语,他们一个个闷不作声的看着楚天,迟迟没有说话。 楚天直起身体,直勾勾的盯着这些人。 他还记得,当年天命之争第二轮开始前,就眼前的这些长老中,好些人都对无相清廉颇有贪念,让楚天去血海魔狱刺杀血灵尊者,更是故意让他去死。 至于说后来的花娘娘和白衣少女,这两位花语圣殿的大人物,则是负责扫地收尾的人,如果不是楚天还有几分能耐的话,就花娘娘的手段,换成普通人,早就在血海魔狱粉身碎骨了。 所以,这些长老们没说话,楚天继续开口了,诸位长老,洛儿和我真心相爱,既然诸位已经查清了本作的来历,本作也就不虚言了,当年在天鹿世界六道风魔大结界中的盖州,本作就和洛儿相识,相知,相爱。 楚天还想侃侃而谈,一名身高三丈开外,看相貌特征显然出自凤凰一族,生得颇为俊俏风流的长老站起身来,上前了两步,皱着眉头看着楚天冷声道,你说了,不算,子天喜,你的确,爱他。 洛儿紧紧握着楚天的手,很认真地看着这位凤凰族的俊俏长老,很不客气地冷笑道,我爱谁,和你们这群老家伙有关系吗? 这位凤凰一族的俊俏长老冷笑道,倒是和我们没关系,但是你的族人。 显然,这位凤凰一族的长老在威胁洛儿。 洛儿语气一致,他想要开口,却半晌说不出话来。 楚天则是笑了一声,依旧是太阴万化轮,依旧是指尖一缕月光一闪而过,这位和道静二仲天左右修为的凤凰一族的长老只是尖叫了一声,他还没来得及闪避,一颗秀美绝伦的头颅就冲天飞起。 一声尖叫传来,这俊俏长老的头顶一缕火焰喷出,火焰迅速膨胀到万丈方圆大小,内有一头火凤凰若隐若现,尖锐,愤怒的笑声震的大殿都在颤抖,这是这位凤凰一族的长老愤怒至极想要找楚天弄一个鱼死网破。 魂天牛祖恰到其实的从楚天身后走了出来,他带着一丝憨厚,淳朴的微笑,拎着手中粗壮的杠子轻轻的向这头凤凰神魂按了一按,这尊河道静二仲天的凤凰神魂顿时烟消云散,被他一杠子打得彻底崩碎。 大殿深处的宝座上,百多位七大门阀的长老几乎是同时跳了起来。 他们惊恶混杂着九成的京剧的盯着魂天牛祖,半赏说不出话来。 魂天牛祖,这些七大门阀的河道静高手们,谁能不认识他呢? 他们都是有资格接触家族机密情报的人,他们自然认得这张粗犷,淳朴的脸。 大罗天排名靠前的妖魔巨拨,凶悍强悍的一代妖魔巨头。 之前从萨氏传来的消息,说清廉圣君身边,疑似出现了魂天牛祖的身影,似乎是清廉圣君收服了魂天牛祖。 这消息,没人相信的。 没人相信的。 真没人相信。 魂天牛祖何等人也? 和清廉圣尊也是同级别的存在。 清廉圣君,区区出身天路世界的小喽啰,怎可能收服大罗天的一方霸主? 但是看看魂天牛祖现在的表现,似乎,他真被楚天收服了。 所以,满场死记,没人吭声。 七大门阀的众多老祖,都陷入了微妙的沉思中,所有人都在等着别人首先开口。 大殿内突然有风。 风吹动了大殿内众人的衣昧,长袍大袖随风抖动,发出刺耳的啪啪声响。 风似乎是以楚天为中心,他的衣服,长发狂舞,满头长发肆意张狂地舞动着,犹如一条条黑蛇在他脑后狂欢扭动。 楚天的眼珠变成了纯粹的灰色,混沌原始的灰色中透着一股紫莫名的冷漠镜儿。 他盯着那些七大门阀的老祖们,这些在圣灵天高高在上,无论是自身修为还是全是都站在顶尖位置的大人物们。 就是这些家伙,折腾出了什么天命之争之类的噱头啊。 一名身穿黑色长裙,通体都被黑色雾气环绕,神秘中透着几分刺骨阴寒的中年妇人冉冉站起身来,他瞇着眼看着楚天,沉声问道,清莲圣君,花雨圣殿。 楚天斜眼看了这妇人一眼,打断了她的问话,花娘娘是你的人?你的族人?还是你的下属? 中年妇人冷冽一笑,花儿是我侄女,她奉命潜伏大罗天,此番,你回转了,但是花儿却和我失去了联系数百年, 想来,这里面有故事。 楚天瞪了这妇人一眼,又看了看坐在这妇人身边的那些门阀老祖们,她冷笑道,是啊,当然有故事,呵呵。 好的很,真的很好,让我去杀血灵尊者,唯恐我死得不够快,还让花雨圣殿的人顺便对我下狠手,好,很好,花娘娘和另外一个白衣丫头在我手上,想要带他们回去。 楚协从楚天身后探出一个头来,嘎嘎怪笑道,想要那两个娘儿回去,赶紧送上赎金,要是不然,保不准他们回去的时候,肚皮里就捎带着送两个娃儿一起,也是说不准的事情。 中年妇人脸色变得很难看,冰冷中透着一丝铁青色,就好像被冰冻了无数年的僵尸一般。 她深深的看了楚天和楚协一眼,冷然一笑,猛的抬起了右手。 冬,混天牛祖将手中大棒重重的处在了地上,她咧开嘴,无声的笑着,贪婪,凶狠的目光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中年妇人,凤凰一族的娘儿,听说都格外奇妙,嘿嘿。 你这娘儿老是老了点,不过,没关系,老猪肉有嚼劲,老娘儿惊得起折腾,老牛我就不喜欢那种娇滴滴的小丫头。 混天牛祖说了一句极其精彩的话,老公牛,就喜欢嚼金年的老荆棘,嘿嘿。 今年的老荆棘,哦,不,凤凰一族的女长老脸色已经难看得无法形容了,她右手五指变成了诡异的半透明状,一丝丝黑气缠绕在指头中,指尖前的虚空隐隐如动,好似有什么东西随时可能从中冲出来。 只是,看到混天牛祖那张粗犷,凶狠的面孔,中年妇人硬生生吞下了这口恶气,阴沉着脸坐回了座位上。 上百名七大门阀的长老们同时深吸了一口气,无奈的摇了摇头。 回想当年,第二轮大赛开始前,一众长老暗箱操作,让楚天去大罗天刺杀血灵尊者的时候,那时候的楚天只能任凭他们拿捏,丝毫没有反抗的力量。 那时候不仅仅是楚天,就是洛儿,也只是他们随意操控的一颗棋子而已。 可是短短五百多年时间,当年随意把玩的一颗棋子,居然就强势的跳出了棋盘,直接朝向了他们这些下棋的人。 所有人都神色复杂的看着楚天,迟迟没有人说话。 包括凤凰一族的这个中年妇人,所有人都只是看着楚天,静静的看着他。 楚天也不说话,大殿中的风越来越强劲,到了后来,整个大殿好似同时塞进去了数百团飓风一样,风尽相互撞击摩擦发出咔咔巨响,整个大殿都在剧烈的摇晃着。 楚天位于一切风暴最核心的位置,这里的风尽强得可怕。 浑身衣衫乱舞,满头长发乱摇,楚天的身体却纹丝不动。 如此诡异的沉没了许久,许久,最终,坐在百多位门阀长老正中,显然身份最尊崇的一名白发老人缓缓抬起右手,轻描淡写的一挥手指,上座。 一群俏丽的宫女无声的从大殿中一扇屏风后走了出来,他们抬着一座座装饰华美的宝座,轻轻的摆放在了大殿中。 白发老人看了楚天一行人,缓缓点了点头,请坐。 楚天笑了,他向一众门阀长老点了点头,不容易,真心不容易,想不到,我居然能够在诸位长老面前,有个座位了。 恩,祖父,父亲,还有洛儿,二弟,天尊,大家坐,坐。 一行人笑呵呵的坐在了宝座上,楚鞋很得意的用力的转动身体,屁股狠狠的在座殿上磨了又磨,恩,大哥,今时今日,以你的实力。 果然咱们的身份地位都不同往日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老想着在背后算计人,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诉求,大家摆明刀马的来谈,最讨厌那些背后算计人的老家伙了。 楚鞋当着和尚骂秃驴,一众门阀长老却当作没听到一样。 大殿内莫名的风也停了下来,一众门阀长老目光炯炯的盯着楚天,过了许久,许久,依旧是那白发老人轻轻的叹了一口气,我们本意,这天命之子,当只能是七大门阀的子弟。 楚天笑着点了点头,我能理解,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一众门阀长老同时点了点头,一个个目光复杂的向洛儿看了过去。 白发老人沉声道,老夫公羊铁山,公羊瑶,是我嫡亲的孙女儿。 洛儿眨巴眨巴眼睛,也不说话,只是看着公羊铁山。 这么说起来,这公羊铁山,实打实的是洛儿的曾祖。 只不过,洛儿对公羊市的族人也没什么好感,甚至是充满了怨气,也别指望他能对公羊铁山有好脸色。 公羊铁山轻叹了一口气,他沉声道,想不到我们都是走眼了,而且,谋算也落空了。 真心想不到,清廉圣君居然就是洛儿当年在天鹿世界的恋人,真想不到,短短数百年时间,你居然。 公羊铁山深深的看了魂天牛祖一眼。 叹了一口气,公羊铁山无奈道,事已至此,我们好些手段,是用不上了。 今时今日,已经由不得我们这些老家伙任性。 所以,清廉圣君你并非我们心中的如意人选,可是,你做好了成为圣灵天大天尊的准备了吗? 楚天愕然看着公羊铁山。 若儿,楚邪,紫天尊,还有楚也,楚风等人,全都惊诧莫名的看着公羊铁山。 第七百五十四张天,他了。 甚至连楚天当中斩杀了熬月和凤凰一族一位长老的事情,连同楚天生擒活捉了花与圣殿花娘娘的事情,连带着之前所有和楚天之间的嫌隙都被彻底放弃。 七大门阀,掌控了圣灵天所有生灵命运,掌控了圣灵天所有修饰生死荣辱的七大门阀,就好像楚天是天地间最可爱,最可信,最可靠的俊俏小郎君一样,就这么将圣灵天大天尊的宝座端到了他的面前,还很有一点楚天不接受他们就一头撞死在楚天面前的架势。 这就导致,楚天都有点紧张了。 是新的阴谋诡计,还是其他的什么缘故? 百多名七大门阀的长老,百多名和道径的高手大能,这几乎是七大门阀对外公开的所有和道径的存在了,也是平日里掌控圣灵天真正实权的核心人物。 他们整整齐齐地站在楚天面前,无论男女,都是一脸的沉肃,严肃,肃然地向楚天拱手为礼,腰身深深地弯了下去,比他们平日里在家族中参见那些开宗立族的老祖宗还要认真,严肃得多。 我!楚天看着这些七大门阀的长老,突然觉得有点荒谬。 你们可知道,本座和洛儿,楚天拉着洛儿的手,严肃地看着这些似乎突然脑袋里进了水,然后被天雷击了个七分熟的门阀长老,你们就这么放心?就这么,前贤尽势吗? 一众长老们同时点了点头,公养铁山很诚恳地说道,然也!若是圣君愿意登上大天尊宝座,一切都不是问题。 洛儿和圣君,正是天作之和。 楚天沉吟片刻,他看着公养铁山等人沉声道,若是本座不愿意呢? 公养铁山露出了一个古怪的,比哭还要难看的微笑,那么,倾尽七家之力,倾尽圣灵天所有宗门,家族之力,也要将你斩杀。 无论洛儿有多么不情愿,他只能嫁给圣灵天的大天尊。 公养铁山认真地看着楚天,看着站在楚天身后的无相清廉,相信我们,其实你不是我们心中最好的人选,只是我们已经不敢再浪费任何力量,但是如果你一意孤行,那么,相信我们,就算有无相清廉庇护,我们还是能斩杀你的。 无相清廉不乐意听到这等话,这话似乎就意味着,他无法庇护楚天。 如果是这样的话,无相清廉太古无量天防御第一的名头,岂不是就名不副实了吗? 无相清廉虽然性情淡薄,但是他心中其实很有点小骄傲的。 所以,他狠狠地瞪了公养铁山一眼。 公养铁山呵呵一笑,戒律圣殿的深处,距离前方大殿大概也就是七八里的地方,突然就有一股灵力,灵烈,纯粹,霸道的杀意冲天而起,犹如一柄无形的力刀狠狠地向楚天,着重是向着无相清廉当头斩杀了下来。 无相清廉冷哼了一声,他主动地上前了一步,一掌向那股无形的力量挡了过去。 一声翠响,无相清廉身上笼罩的清光被可怕的锐气撕开,他的身体一晃,青涩的长袍大袖被撕开了一条长长的裂口。 无相清廉的身体晃了晃,然后向后退了三步,他低下头,带着一丝莫名的惊恶之意,看着白皙如玉的手掌上一条身有三分的血口子。 楚天,若儿同时惊呼。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无相清廉的防御被破开,更是第一次见到无相清廉的本体受伤。 公羊铁山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他看着楚天,很认真地点了点头,如何? 公羊氏,司空氏,萨氏,巫氏,龙族,凤族,麒麟一族,我们七家能够在圣灵天立足,自然有立足的根本。 无相清廉的语气变得有点古怪,他歪着脑袋看着那股锐气传来的方向,轻声问道,图。 当年,我见你本体折断,想不到,你居然还活着,而且,似乎还活得不错。 一个沙哑,冰冷,毫无感情的意识犹如潮水一样淹没了戒律圣殿,一个冰冷的声音在楚天等人的脑海中直接响起,活着,当然,公羊,倾尽全族之力,嘶,这么多年休养,总算是,活着。 无相清廉甩了甩手掌,皱起了眉头,他看了看楚天,然后化为一缕清光没入了楚天眉心。 答应他们,图这家伙居然还活着,有趣了,我是当年太古无量天第一防御之宝,他就是当年太古无量天最强的三剑杀器之一,想不到,他居然还活着。 无相清廉悠悠叹了一口气,看来,有些不怎么好的事情,答应他们吧。 反正,你也不吃亏。 楚天咧了咧嘴。 这个大天尊的宝座,说实话,他并不是很想坐上去。 但是七大门阀已经摆出了这么决然的态度,如果他不答应的话,岂不是真个要和七大门阀翻脸? 用力紧了紧洛儿的小手。 洛儿五指用力扣住了楚天的手掌,一脸微笑的向他点了点头。 楚天看着宫阳铁山等人,轻声道,我却是不怕你们的威胁,真个要鱼死网破,鹿死水手也不知晓。 但是,万万不至于到那种地步,这一次,你们换了条件,本座却也不是那种一根筋走到黑的人。 摇摇头,楚天指了指刚才锐气传来的方向,你们七家真正能做主的人,在里面。 宫阳铁山等人左右分开,宫阳铁山沉声道,圣君自己进去如何? 放心,如果我们要对圣君下手,公然围攻就好,这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用那些龌龊手段了。 楚天笑了笑,松开洛儿的小手,大踏步的向大殿深处走去。 洛儿笑着看着楚天,也没有开口阻拦,也没有叮嘱他什么。 今日的事情,七大门阀的态度固然古怪,但是这种古怪的态度,反而莫名的给人一种踏实的信任感。 不像是有阴谋的样子,反而是,似乎真的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正在发生。 七大门阀这些高层今日的所言所行,总给人一种火烧屁股了,他们急着找人灭火的驾驶。 楚天大踏步走进了戒律圣殿的深处,走过三重门禁,他来到了一个不大的殿堂中。 七名老人,正席地而坐,神态淡然的看着楚天。 公羊是儒雅风流。 司空是刚烈威猛。 萨是霸道且狠利。 巫是阴柔而诡诀。 龙、凤、麒麟三族的那三位老人,则是一如他们的族裔一般,龙族周身透着一股藐视天下众生的娇狂之色,凤族每个毛孔都透着浓浓的骄傲和刺金。 麒麟一族则是圆团团一身的和气,锐气,在那宛如春风般的锐气中,却又透着一股子厚重如山的无形压力。 七个老人身上的契机,几乎将圣灵天七大门阀平日里的为人做派演绎得淋漓尽致。 只不过,更让楚天注意的,是这七个老人身上那股浓浓的离世而去的韵味,他们好似和这一方天地格格不入一般,天地和他们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极其的脆弱,脆弱到似乎只要有外力轻轻吹一口气,他们就会飘然飞起,彻底的脱离这一方世界。 让人难受的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快要和这个世界彻底脱离了,偏偏就是最后这一点牵扯,他们无论如何都难以脱离,无论他们如何用力,或者如何借助外力,他们无法真正的脱离这一方世界。 这种感觉,就好像七头一斩数万丈的凌云大鹏在高空中拼命的鼓动翅膀飞舞,七根细细的头发丝细在他们的爪子上,将他们牢牢的固定住了,任凭他们如何用力,始终无法真正的腾空飞起。 七根头发丝,牵扯住了七头神郡非凡的神情,这种感觉,很怪异,让人很难受。 七人面无表情的看着楚天,犹如泥塑的神像,没有感情,没有知觉,没有任何活人应有的气息。 楚天心知肚明,这七个老家伙活得太久了,久得估计他们自己都忘记了自己究竟活了多少年。 活得久了,看得透了,世间也就极少有事情能够被他们放在心上。 既然没有事情值得他们惦记着,他们看任何事,任何物,任何人,任何生灵都好似看死物一般,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更不要说,以他们的实力,他们也不需要将三天之中的任何东西放在心上,放进眼里。 楚天仔细的挨个的看过七个老人。 萨士的萨鼎不在其中。 萨鼎是叛道境的修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偏偏他不在这七人之列,可见七大门阀的底蕴,比血海魔尊猜测的还要强出许多,七大门阀,每一家拥有的叛道境高手,可不是猜测中的一二人而已。 公羊 司空 萨 乌 龙 凤 麒麟 七个老人嘴唇微动,挨个向楚天介绍自己。 他们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说出了自己的姓氏,或者是自己的族裔的名称。 这其中的韵意,楚天很清楚,他们不需要名字,他们就代表了他们身后那个庞大的家族,那个庞大的势力。 一如自称公羊的这位长袍高官,面容绝骨的老人,当你在某些特定的人群面前提起公羊二字,大家就会明白你说的就是这个老人。 公羊一族的始祖,太古无量天崩灭后,带领公羊一族崛起圣灵天的那位老祖宗。 他就是公羊,他也代表了公羊氏。 其他六位老人,也是如此的情形,他们不需要名字,他们自身已经是一种符号,一种图腾,一种精神上的象征。 小资楚天,见过七位老祖。 楚天向七个老人微微欠身行了一礼,然后很直接的坐在了七人面前的地板上,和他们相隔了能有十丈左右的距离。 七人许久没吭声,只是平淡的看着楚天。 楚天也没吭声,同样用极其平淡的目光看着他们。 过了足足小半个时辰,公羊开口了,楚天,你的来历,我们已经查看清楚。 你身上还有些古怪的地方,比如说,那些美轮美奂的诗词歌赋,杂文剧本之类的东西从何而来,那些文字取调,似乎不应该是小小的天路世界区区六道蜂魔大结界中微不足道的大进盖州能孕育出的硕果。 摇摇头,公羊淡然道,不过,这不重要。 无论你是夺舍转生,还是大能投胎,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运气很不错,你的气韵很浓厚,你和洛儿交好,而洛儿身上凝聚了莫大的气韵命术力量,所以,虽然你不是我们七祖子弟,不是我们心中最好的人选,如今也只能选中你了。 司空眯着眼,沉沉的叹了一口气,来得太快了。 我们已经极力准备,可是,我们发现得太晚,而他们发动得太快,就连让我们完成天命之争,挑选出最符合我们心意的天命之子的时间都不给我们,太快了,所以,只能是你了。 楚天听得莫名其妙,他沉声道,敢问几位前辈,究竟发生了什么? 七人再次沉默,过了许久,许久,那周身一团和百锐气,看上去人畜无害的麒麟悠悠叹了一口气,天,要他了,呵呵。 一声呵呵,充斥着无穷尽的,恐惧。 楚天愕然看着麒麟,这个活了不知道多少年,圣灵天麒麟一族的老祖宗,他居然在恐惧。 活了无数年,早就应该心如铁石,就算天地崩陷都应该骨颈不波的麒麟,他的身体居然在微微的颤抖,那种发自骨髓深处的恐惧几乎凝成了实质,楚天,还有藏在楚天袖子里的鼠爷都能清晰的感受到他心底那无穷无尽的恐惧。 天,要他了。 楚天抬头看了看大殿的天花板。 似乎,天还好好的。 您所谓的天他了,是什么意思? 楚天摇了摇头。 龙翼挥手,头顶的大殿天花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漫天星辰闪耀,无量星光照耀了下来,大殿中就充斥着瑰丽的宛如水波一样的七彩星光,每个人身上都镀上了一层厚重的光鞭。 从头说起吧。 公扬轻声道,你出身天路世界,你和子伐也颇有牵扯,你当知道,子伐崛起,图神灭天,以子伐一族之力,掌控了天路世界的天地法规,可知道事情的缘由吗? 楚天呆了呆,他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在天路世界中发生的那些事情。 那时候,子伐和他们制造出来的那些强悍生灵还自称天族,他们用极其严苛,森严的规矩,掌控了整个天路世界,将天路世界所有的生灵玩弄于执掌之间。 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忘记呢? 当然,我记得。 楚天笑了,他们灭天。 闻,他们还囚禁了天路世界土生土长的那些太古神灵。 凤冷笑了起来,就那些孱弱的天地滋生的生物,也敢自称神灵。 呵呵。 楚天就闭上了嘴,静静地倾听欺人的青树。 第755章 无量之前 青树的方式,很有意思。 公养手一挥,他面前就多了一口方圆三丈的琉璃大缸。 透明的琉璃大缸中一半是土壤,一半是海水。 虽然只是三丈方圆的大缸,却用了极其玄妙的空间神通,这一半土壤上有山峰丘陵,有高原盆地,有峡谷大江,有湖泊丛林,而那一半海水则是烟波浩渺,内有大惊巨兽若隐若现。 这俨然一方小天帝,楚天魂念小心地扫过这一方三丈大小的天帝,他还发现了无数生的奇异的类人猿猴在这一方天帝中欢快地生活着。 这是一方天帝,资源风貌,水土肥美,这些猿猴,我们称之为人猿,生性聪颖,有大智慧的潜力,一旦开悟,可得天帝奥妙,走上修炼之道。 公养轻叹道,这一方天帝广袤无比,足以容纳万万亿人猿生存。 手指一点,在这一方天帝的上空,就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光点。 这些光点悬浮在虚空中,隐隐和这一方小天帝的气息完美契合。 若说这些奇妙的气息是一张大网网络了整个天帝,这些奇异的光点就是大网的节点,一道道强大的气息在这些节点中快速地流动着,似乎每一个节点都能带动整个大网的运转。 这些光点,秉承天帝大道,天帝一智而生,一举一动都源自天帝本能,我们可以称之为天帝神灵。 公养轻笑着,手指点了点琉璃大纲,这些人员,无数年来,就这么在天帝自然之中挣扎求存,吃饱喝足,繁衍后代,一切都源自本能,别无其他奢求。 无数人员在山林中出没,在高原上出没,在盆地中出没,在峡谷中出没。 他们狩猎,他们打鱼,他们放牧,他们种植,他们建起了房屋,建起了村落,建起了城镇,他们开始拥有了族群团体的意识,他们开始有了阶层划分。 这是一幅极其原始的进化图卷,一代一代的人员辛苦而满足地生活着,一代一代的人员老去,死去,一代一代的人员诞生,成长,他们努力地工作着,极力在天地之间留下了自己生存过的痕迹。 终于,这些人员随着文明逐渐地发展,他们当中一些出类拔萃的存在发明了文字,开始记载知识,开始研究身边的一草一木,开始有新的知识不断地出现。 这些存在仰望星空,思索星空之上是什么? 这些存在俯瞰深海,犹豫深海之中有什么? 他们脚踏大地的时候,他们开始赞颂大地的宽厚和承载,赞颂大地为万物之母。 他们跋涉江河时,他们近乎岁月如流水,一去不复返,他们为了英雄迟暮,红颜老去而伤心流泪。 于是乎,在这些出类拔萃的存在当中,有更加睿智,更加聪明,更加敏锐,更有独特天赋的存在,他们感受到了天地的律动。 对比自身,感悟天地。 他们开始了修炼。 修炼,修炼,更快,更强,更长寿,个体更加强大,更加睿智,掌控更大的力量,掌控更多的资源,由此滚雪球一样,逐渐的,一个崭新的群体出现了。 因为力量,因为智慧,因为他们掌控的知识,这些群体逐渐超乎繁俗,站在了世界之巅。 他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他们的个体越来越强大,于是楚天清楚的看到,在这些过于强大的人员个体附近,山川丛林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山体变得脆弱了,丛林变得枯萎了,河流的水流都弱了许多,似乎这些强大的人员个体从这些自然存在中抽取了某些生命力,让整个天地自然都变得虚弱了。 于是虚空中的那些奇异光点就动了,虚空中烟云流转,在这些过于强大,导致危害了生态平衡的强大个体身边,开始有飓风,烈火,雷霆等猪斑灾结出现。 尤其是那雷霆灾结,动辄就覆盖千里,无数狂雷呼啸落下,狠狠地将这些过于强大,危害平衡的个体劈得粉碎。 前辈被灾结劈杀,而后继者源源不断,前仆后继地踏上了修炼之路,这些强大而聪明的个体,他们开始潜心研发各种必灾的神通秘术。 他们更是从天地自然中找到了各种天地孕育而成的奇异秘宝,他们将这些秘宝和自身融为一体,借助秘宝的威能,借助各种神通秘术,他们轻松躲过了灾结。 当天的意志形成的灾结已经无法威胁这些强大的修士,天地冥冥中的一道枷锁,横在了所有修士的面前。 万年极限 万年寿命,就是极致。 楚天的身体微微哆嗦了起来,他依稀记得,当年在天露世界的时候,子伐之所以做那逆天之事,以凡人之力逆转天地,将那天的神灵都给囚禁镇压,为的就是这万年极限的事情。 任凭你公参造化,任凭你法力无边,天地中最大的生死大观就是万年寿命。 无论你修炼到多么高深的境界,无论你修炼到多么强大的实力,万年,区区一万年的时间,就是修士的极致。 所谓的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耕之类的,修士们想都别想这样的好事。 琉璃大纲中,一头头强大的人员修士死去了,老死了,天地雷霆,烽火雷结都拿他们没办法,但是在自然阳兽面前,在这天地之间最终极,最可怕的力量面前,他们倒下了。 公羊一挥手,整个琉璃大纲中的一切活动都固定,凝固了下来。 他抬起头来,肃然看着楚天,沉声道,这些事情,当年在天禄世界,也发生过。 楚天点了点头,是,所以自伐三位老祖逆天而起,囚禁,镇压了天地众神,扭转天地法则,让那万年寿命的约束彻底消散,从此,天禄世界的修士,一旦突破安身境,就有无穷寿命。 公羊和其他六位老祖同时笑了笑,然后公羊轻声道,这事情,在当年的太古无量天之前,也发生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过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结果,只是最终结局,稍微有点变故,那最早逆天的存在,他们并没有享受到胜利果实,取而代之的,是无量天的,一些原本的低级生灵。 公羊手一指,琉璃大纲和内部的所有物件全部彻底崩溃。 他大袖一挥,一口崭新的琉璃大纲出现在楚天面前。 别无他物,琉璃大纲中只有一缕缕灰蒙蒙的气流在急速地旋转,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气旋相互撞击摩擦,不断迸射出丝丝火星,缕缕电光。 楚天嘴角微微勾起,这是混沌之气。 楚天以混沌之道而入河道直径,包罗万象,为万物之母,其力量恢弘而强大,蕴藏无穷可能,是这一方天地最顶级,最原始的力量。 这大纲中的气息,是混沌之气,而且比楚天现在掌握的混沌之气更加的精纯,更加的精脆,混沌原始的味道更加浓郁,不愧是圣灵天七大门阀中公羊式的始祖,掌控无数资源,公羊丢出的这口琉璃大纲,不仅仅是要给楚天倾诉一些什么, 更是要向楚天炫耀一些什么。 或许,他们已经知道了楚天河道的根本大道。 楚天盘坐在地上,笑呵呵的看着琉璃大纲,看着一缕缕混沌气流相互撞击,相互摩擦,渐渐的就在这无数混沌之中,隐约可见三万六千个拇指大小的光团出现。 太古无量天之前,无银虚空中别无一物,唯有无量混沌存在。 公羊淡然道,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也不知道是谁做了那最原始的轻轻一推,混沌之中,有这些,世界母胎出现。 楚天缓缓点了点头,他看着那些光团,神态逐渐严肃起来。 太古无量天之前的故事吗? 大秀一挥,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九个光团消失不见,唯有一个光团悬浮在虚空中。 终于有一天,这个光团爆炸开来,一块巨大的陆地凭空出现。 炽热的陆地上烈焰生腾,地水火蜂疯狂肆虐。 在那地水火蜂的恐怖熔炉中,混沌之气一丝丝的转化提炼,最终化为无量造化之机,于是虎就有无数奇异的生灵出现了。 这,就是无量天,嗯,或许说,应该称之为太初无量天,是我们所谓的太古无量天之前,最原始的无量天。 公羊看着混沌中那一块陆地,看着上面无数强横至极的生灵演绎出的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戏码,轻声说道,他们,就和第一口大纲中的那些人员一样,生老病死,超脱不得。 摇摇头,公羊手指一弹,太初无量天的上空,就有一片灵光营绕。 在太初无量天中,有物,不知其行,不知其神,不明其意,不知其所以,掌控万物,操控一切,天地日月,无穷妙里,尽在他,或者他们一念之间,无等称之为,天。 天的存在,玄妙无穷,深邃至极,太初无量天的生灵,那些强横至极的生灵们,他们也受到一万年阳寿的约束,似乎,一万年的阳寿极限,就是这一方天地的某个长梁,无量天之后,这一方天地孕育出的大小世界,都遵循这个长梁。 他们,反抗,却失败。 他们,再反抗,再失败。 天意,不可违逆,天之力,强大不可匹敌,逆天者,尽魂飞破散,粉身碎骨。 越是不可违逆,越是有人踏上逆天之道。 短短万年的阳寿,那些精彩绝艳之修炼前辈,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恐怖。 如今我们从肉身而神魂,天人,化道,河道,进而逍遥境,或者说叛道境,破碎境,总之,无论境界的名称如何,我们要花费多少时间呢? 公羊看着楚天,轻叹道,老夫,三百年而天人,千年而化道,万年而河道,但是踏入逍遥境,却是足足花费了一亿年,随后无数岁月,老夫艰难前行。 重重的呼出一口气,公羊看着楚天道,但是在太初无量天末期,那些精彩绝艳的前辈们,他们当中有八千春秋而盼到大成,几乎能超脱天地命运者。 他们逆天而起,带领无数修士悍然对抗天命,力图突破万年阳寿极限,但是,天难为,一次次的反抗,一次次的崩毁,那些最强大的前辈们,他们终究是失败了。 楚天看着公羊,知道他就要说到最关键的地方了。 但是,前辈们反抗过于激烈,终于天也有了应对之策,他们从无数生灵中,挑选那些乖巧听话,服从天命,遵从天逸者,授与天地尊位,让他们完全成为天地掌控的傀儡,进而享受无穷寿命。 公羊淡然道,太初无量天中,太初天庭为天之爪牙,击杀无数逆天而行的前辈大能。 不过,终有一日,天,离开了。 公羊和其他六位长老的脸色都变得很是古怪,公羊轻声道,也不知道天究竟是何等形态,总之,有一天,天离开了太初无量天,只留下了太初天庭镇守一方。 太初无量天的那些前辈们,终于统合在一起,发动了最后一次逆天之战。 那些前辈们,全部战允,太初天庭,也彻底陨落,再也不复出现。 于是,太初无量天消失了,太古无量天取而代之,无数太初无量天的低级生灵,就成了太古无量天的一带天骄,纵横辟腻,高高在上。 公羊看着楚天,淡然道,现今我们所谓的太古无量天,就指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无量天。 楚天看着那逐渐扩大,逐渐扩张的混沌中的路快,轻声道,后来,太古无量天内乱崩毁,无数新生的小世界在无量天的尸骸上成长起来,就有了现今的圣灵天,至高天,大罗天。 公羊笑着点了点头,是,我们三天势力,就是在无量天的尸骸上成长起来的,嗯,天塌了,就是,天要回来了,或者说,天的影子,已经笼罩了三天。 楚天的笑容骤然僵硬,他浑身冰冷的抬起头来,目光森严的看着七位老祖。 公羊若无其事的说道,三千年前,我们于潜心修炼中,冥冥中感应到天的回归。 虽然很远,远到不可思议的距离,但是,他,或者说他们,总之天正在回归。 天若是回归,天地势必回归太初无量天的景象。 我们的权力,我们的实力,我们的族人,最主要的是,我们自身,我们无穷无尽的寿命,我们无穷无尽的荣华富贵,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权势。 公羊等七个老祖的脸色都变得扭曲而争鸣。 天要回来了,我们要想办法再次逆天而行。 我们要挑选出一个最符合我们心意的圣灵天大天尊,倾尽一切力量,让他成为有可能对抗天的人。 公羊七人缓缓站起身来,他们低头看着坐在地上的楚天,一口同声的说道,没时间了,就是你了,不管你愿意与否,这也是自己的选择。 第756章 修士瘟疫 公羊七老给了楚天三天时间考虑。 三天后,如果楚天拒绝成为圣灵天大天尊,他们就会集中七大门阀之力,不惜一切屠了楚天,强迫无相清廉俯首任主,同时为洛儿挑选一个新的天命之子。 在这三天中,楚天完全可以预先感受一下圣灵天大天尊的美妙滋味。 无论楚天和洛儿走到哪里,沿途所有的天官,天将全都五体投地跪倒在地,他们身后更是跟着数万侍女和仆役,侧方更有两只规模庞大的联合天府大军遥遥拱卫。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数百万双眼睛死死的盯着楚天和洛儿。 这些眼睛纯彻无瑕,目光亲密而狂热,犹如一头头从小养大的狗子看向自己的主人一般,带着很淳朴的炽热感情,没有丝毫的杂质。 数万侍女和仆役如此,两只随行拱卫的大军也是如此。 这些人,毫无疑问是公养七老在做出了天命之争的决定后,为了未来的圣灵天大天尊培养出来的忠心耿耿的手下。 不用怀疑这些大家族,大门阀的手段,他们完全有无数法门,让这些从小培养的人对某个他们素未平生的人产生最极端的忠诚和狂热。 有点,夸张了。 站在一座为楚天预备的寝宫台阶上,眺望四面八方一众重宫殿楼阁,眺望远处一座座浮空云台,看着天边翱翔的无数天龙,飞凤,看着宫殿楼阁之间往来行走的一头头麒麟和其他真琴异兽,再看看拱卫在一座座云台上的无数天官,天将。 公养七老已经向楚天保证,只要他愿意登上圣灵天大天尊的宝座,而且不故意做出有害七大门阀利益的决定,圣灵天的一切,都任凭他予取予博。 要修炼资源,无论楚天要何等资源,哪怕是瞬间崩毁数十个周至的世界,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为楚天取来。 要美人俊童,无论楚天喜欢男女,还是喜欢老少,只要他提出条件,穷尽整个圣灵天的子女,都任凭取用。 要权势威风,无论楚天要杀要罚,若是有人让他不欢喜了,让他真怒了,一声令下那人就会立刻魂飞魄散。 或者楚天有任何怪异的,变态的,扭曲的,猙獰的,邪恶的,残暴的,恐怖的主义,任何为人伦道德不容的怪口味,只要楚天提出来,只要他愿意乖乖的做一个合乎标准的大天尊,那么七大门阀会豁出去用所有的力量满足他的要求。 看似盲目,实则是公羊七老对老公羊的信任。 公羊氏是七大门阀中无形的精神领袖,不要看现在的七大门阀之间似乎有各种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实则在七大门阀真正的核心起诉心中,老公羊是他们心中的无冕之王。 三天之中的所有人都知道公羊瑶掌握了命运之力,拥有预测未来,扭转命运的神奇力量。 但是极少有人知道,这种天命之力实则在公羊氏中代代相传,几乎可以算是公羊氏的本源血脉传承。 太古无量天崩毁,七大门阀能够从那等绝境中崛起,进而建立圣灵天,都是因为老公羊的运筹帷幄,都是因为老公羊不惜损耗本命精血,施展大神通,大法力预测未来,扭转命述,硬生生让七大门阀奠定了如今的基础。 所以,老公羊说洛儿是天命之女,其他六个老家伙就毫无保留的信了。 所以,老公羊说洛儿的爱人是天命之人,成为圣灵天大天尊厚,可以拥有对抗天的力量。 六个老家伙虽然心中不安,但是他们依旧坚定的选择了相信老公羊。 所以,老公羊说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天的阴影已经笼罩了三天之地,他们已经无法将天命之争继续下去,他们只能尽可能快的挑选出天命之子,六个老祖也咬咬牙,承认了楚天唯一的人选资格。 时间太紧了,来不及再慢吞吞的挑来选去了。 洛儿,你说,我们应该,楚天有点犹豫。 我也,不知道吗? 洛儿也有点懵懂了,现在她已经无法看清命运长河的变化,以她如今的实力,她无法对抗那股已经笼罩了整条命运长河的恐怖力量。 归根到底,洛儿只是一个有点调皮捣蛋的小丫头,她并非老公羊那种老奸巨滑的老怪物。 失去了自己的天赋神通,她也不知道该做何等选择,才是最佳的决断。 我不服,我不服。 一个粗暴的怒吼声远远传来,一个龙头,金灵,通体燃烧着赤红色麒麟神炎的麒麟族青年挥动着两根金边,怒吼着向楚天的寝宫方向冲杀了过来。 相隔还有万多里地,麒麟青年的怒吼声已经震得楚天所在的寝宫都微微摇晃起来。 这青年,居然几乎已经突破了河道径,他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半部河道径的水准,只差一丝半点的努力,就能真正的彻底的踏入河道径。 我辛辛苦苦,斩杀了至高天红晶天帝,击杀了红晶天亭上下天王战将上千,半部河道径大能二十九人。 麒麟青年怒吼道,我才是天命之子,我才有资格成为天命之子,你们为何? 高空中,一尊身高千丈的麒麟族长老突然现身,他右手一挥,一枚金瓜重锤从天而降,狠狠砸在了这麒麟青年的头顶。 一声巨响,大地微微一颤,麒麟青年被金瓜击顶,整个身体轰然炸成了一团血物。 一条麒麟神魂从烈焰中冲出,正要顿走,那麒麟长老一巴掌拍下,毫不留情地将那一道麒麟神魂碾成了粉碎,化为一缕缕青烟消散。 麒麟长老转过身,肃然向楚天和洛儿的方向深深行了一礼,后生晚辈斗胆冒犯,麒麟一族绝不包庇。 楚天和洛儿一阵愕然。 参加天命之争的青年俊艳,近是十万岁以下的青年。 十万年苦修,能够几乎踏破和道径,这等天赋在七大门阀中堪称绝顶,比起公羊七老他们是差了一些,但是在如今的三天之中,这等资质真个妖孽。 如此妖孽天才,就因为有冒犯楚天和洛儿的迹象,就被麒麟一族亲自了断了。 这是有意突出大天尊的尊贵和威严吗? 这也是故意体现出了公羊七老的决心。 楚天和洛儿陷入了沉思,许久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宝像世界,紫罚驻地。 烟霞营绕,锐气升腾,茫茫大地上一座座宫殿林立,无数强大的气息如白红灌日直冲高空,隐隐可见无数异象若隐若现,一眉眉直径巨大的天道宝轮若隐若现,宝轮旋转之中,虚空颤抖,漫天星辰不断亮起,四周山脉之中异象升腾,好一派神圣妙境。 进驻宝像世界没有多少年,依仗着殷亲公羊氏的扶植,当然也是紫罚自身的天赋,底蕴足够,紫罚如今已经颇有气象,族人数量,高手数量,还有家族的产业,乃至其他的各项指标,都已经隐隐向圣灵天一流的大家族靠拢。 固然还不比不上那些超级宗门和超级豪族,更不可能和七大门阀相提并论,但是紫罚也已经是一等一的豪门气象,族人子弟行走在外的时候,不需要公羊氏的名头,单单一个子字就足以下到无数人。 宝像世界正中新位置,一座高耸入云,高出云层端九万里的笔锋之巅,三座精巧的茅庐成品自行排列。 今日正中的那座茅庐中,紫罚三位老祖一字而盘坐在蒲团上,面前跪坐着上千名紫罚的十全人物,三位老祖的心腹门人,诸如青阳这样的曾经三千门的大人物,也都毕恭毕敬的混在人群中。 那小子,三位紫罚老祖中,坐在正中的老祖搭拉着眼皮,手指一下一下的敲打着膝盖,当年,没能击杀他,万众,是你的错。 人群中,紫万众深深的匍匐在地,向三位老祖跪拜行礼。 他的脸色憔悴难看,黑漆漆的好似涂了锅底灰一般。 当年他随手可以掐死的楚天,居然活蹦乱跳的出现了。 不仅如此,他还和洛儿走在了一起。 这也就罢了,紫罚真个要对人下手,洛儿也阻止不了。 让人无奈,狼狈的是,那小子,似乎已经踏入了河道境。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根据联合天府那边传回来的消息,那小子身边聚集了一大群实力恐怖的河道境大能。 天可连剑,紫罚和宫阳市勾搭上后,在宫阳市的大力栽培下,以紫罚三位老祖和一众长老精才绝艳的天赋,除开三位老祖迅速突破河道境,并且修为一路高歌猛进外,整个紫罚踏入河道境的长老只有六人而已。 紫罚当代家族紫万玄,还有紫万玄的胞弟,紫罚的大执法紫万众,他们如今也只是化道境高阶的修为,连半部河道境的门槛还没摸到呢。 而楚天,已经河道。 而楚天,身边已经多了一大群河道大能。 而楚天,已经拥有了覆灭整个紫罚的实力和势力。 更让人难受的是,这小子,似乎已经被公扬七老当作了大天尊的唯一人选。 万众,你去联合天府,向那小子下跪请罪。 紫罚老祖微微睁开眼睛,淡然道,为了紫罚利益,你的脸面,暂且放下,有洛儿在,那小子不会把你怎么样。 你当年吓毒毒他,他也不过是吃了些苦头,并没有争割死掉,所以这份仇怨,不算什么。 等他原谅了你,你就带着一批精锐族人,留在洛儿身边,完全服从洛儿的使唤。 紫罚老祖轻声说道,洛儿,不得了啊,如此看来,未来他就是大天尊的天后的身份,圣灵天身份最尊贵的女子,却是我们紫罚的族人,你,还有你带去的族人,未来就是圣灵天天后的心腹,是他的自家人,是维护他的权威的执行者。 紫罚老祖发自内心的欣然笑道,我紫罚崛起,指日可待。 所以,楚天那小子无论怎么带你,只管跪地求饶就是。 在洛儿那边,你要完全服从他的任何命令,唯独,不许离开他身边,一定要留在他身边。 沉吟片刻,紫罚老祖轻声道,把这些年,和他玩得好的那几个小辈族女都带去,让他们陪着洛儿说话散心,同时,有机会,把他们都送上楚天的床,懂了吗? 紫罚虫的脸色很难看,但是看到三位老祖严肃的目光,他认命的点了点头。 紫罚老祖就越发开心的笑了起来,你要确保做到,未来的楚天床榻上,可以出现洛儿之外的女子,但是最好,只能是我们紫罚的女子。 我们,要将紫罚的气韵,绑在大天尊的身上。 紫罚重重重的呼出了一口气,再次的点了点头。 一口气呼出,紫罚重的嘴角就有点点血迹喷了出来,他的脸上,也莫名的出现了一个个红色的斑点。 这些斑点迅速的肿起,灌浓,然后浓包炸开,大量血水,浓水喷了出来,紫罚重的身体晃了晃,他的鼻孔里也有浑浊的体液喷出,他猛的张开嘴剧烈的咳嗽着。 咳着咳着,只是咳了五六声,紫罚重就不断的大口喷血。 一众紫罚族人全都傻眼了,紫罚重可是化道径高阶的存在,几乎半步和道径的高手,他这是中了毒,受了伤,中了诅咒,还是生病了呀。 生病? 多么陌生的概念。 紫罚重正在咳嗽着,他身边的几个紫罚的执事长老也纷纷咳了起来,他们的脸上也出现了和紫罚重相同的症状,一个个满脸红疙瘩迅速肿起,然后浓包迅速炸开,满脸浓水不断喷出。 三位紫罚老祖猛的站起身来。 进入河道境后,他们对于天地间的法则奥义感应极深,他们目光扫过紫罚重和几个执事长老的身体,不由的骇然说道,瘟疫。 可是? 三位老祖也都傻眼了,他们感受到了天地之间代表了疾病,瘟疫的法则波动。 只是这种法则波动极其的微弱,微妙,他们一时半会也无法确切的把握住这种怪异的波动从何而来,蕴藏了何等玄妙的气息。 反正,不正常。 瘟疫,疾病,这对于普通安身境的修饰都没什么大用的,更不要说世话道境的高手大能啊。 外面突然传来了尖锐的破空声,几个满脸红疙瘩的紫罚执事狼狈的闯入了茅庐,一脸狼狈的栽倒在地连连翻滚。 一名看上去三十来岁的紫罚执事司声道,诸位祖宗,不知道为何,家族学堂中,大半少年子弟都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发病很快,有人已经,连心肝肺子都吐出来了。 以紫罚为标准范例,一场可怕的瘟疫在圣灵天复兴地带突然出现,然后席卷了宫阳室,司空室,龙族,凤族等四大门阀的领地。 这场瘟疫只在修饰之间传播,凡人和普通野兽,飞禽没有受到任何感染。 瘟疫的致死率极高,刚刚发病,就有数以亿计的修饰生生可死。 第757章 天之阴影 圣灵天瘟疫流行,修饰病死无数,缠绵病床者无数,反而是凡人无意伤损者。 消息迅速传入了联合天府,详细的数据统计也放在了龚羊七老和一众七大门阀长老们的案头。 过了没多久,龚羊七老为首,百多名七大门阀的长老们齐齐来到了楚天面前。 此刻,距离龚羊七老给与楚天的最后时间期限,还有三个时辰。 三个时辰后,如果楚天不答应登上圣灵天大天尊的宝座,成为所谓的天命之子,带领圣灵天的修饰们抵抗将返回的天或者天门的话,龚羊七老就会毫不犹豫的联手攻伐,不惜动用七大门阀的底蕴斩杀楚天,强夺无相清廉,更抢逼洛儿嫁给他们挑选的天命之子。 金色圈轴喷吐着淡淡云气悬浮在楚天面前。 老龚羊站在楚天面前,镇定自若的说道,若是,你不准备拒绝我们的请求,你就是圣灵天大天尊了。 既然是大天尊,面临如此险恶之事,你当做点什么? 楚天无奈看着一众堪称圣灵天巅峰存在的老家伙们。 他和洛儿还没下定最后的决心,心头还有一丝犹豫,这最后的时间期限还没到,还没正式登上那个位置,这就来势了。 而且,一来就是这等棘手的事情。 手指在圈轴上轻轻的划过,圈轴的材质细腻且冰凉,触手就有一丝丝凉气顺着之间直透脑海,大量信息快速涌入,楚天的脸色逐渐变得严肃起来。 过了不多久,圈轴中的信息全部输入完毕,楚天沉吟片刻,他回转头来,看了看洛儿。 洛儿站在楚天身后半步处,见到楚天回头,他笑着点了点头,只管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哪怕是和这些老家伙翻脸,我们联手打出去也好。 反正,一切以你为主。 楚天笑了。 老公羊的脸色很难看,从血脉上来说,洛儿是他正儿八经的后裔族女,好嘛,自家养的女儿,居然胳膊肘往外拐得这么厉害。 老公羊兴兴然地盘散着,等这次的事情结束了,天下太平了,他一定要好好的整顿一下家风,尤其是那些喜欢往外乱跑,在外面留下了家族血脉的,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一番,收拾一顿。 一群人站在楚天寝宫旁的一座巨大的露台上,白色淋浴铺成的露台方圆数百里,地面上雕龙画缝,装饰得极其华丽。 露台四周矗立着的香炉中青烟翻滚,在众人脚下汇聚成了持续高的香雾,空气中清香散意,沁得人心旷神怡。 高空中,几头巨大的银羽大鹤拍打着翅膀缓缓飞过,青阳的鹤鸣声震得虚空流云翻滚。 楚天看着那几头巨大的鹤轻轻飞过,右手五指猛地扣紧了那份卷轴,他的脸色变得犹如铁石一般冰冷,看向公阳七老和一众门阀长老的目光也变得森严而冰冷。 既然如此,传我命令,这汉翠牙一英弟子,速速赶来联合天府。 楚天冷声道,令七大门阀沿途小心护送,一定要确保汉翠牙上下人等,平安无事,一根毛都不掉的用最快的速度赶到。 令,七大门阀,以及圣灵天所有大宗门,大家族,献出自家所有药点,献出自家所有核丹药,药草,各种温毒,毒涨等等一英相关的点击。 令,七大门阀为主导,全力收集各色药草备用。 无论种类,无论品种,收集足够的数量应变。 令,这陆王乌无邪为联合天府三军统帅,统侠联合天府一英征战武力,由乌无敌为副手,七大门阀分别挑选精英子弟加入。 楚天沉声道,这支军队,当有七位以上叛道竟大能坐镇中军,他们必须和普通士族一样,完全服从一切军令。 手指头抽动了一下,楚天看着神态逐渐变得严肃而分严,已经是一连声应诺的公养七老,咬咬牙发布了接下来的命令,圣灵天正式进入管制期,按照家族,宗门实力强弱,大小,分化责任区,严防死守,严查一切可疑人等,宁可杀错,不可放过。 楚天知道自己的这条命令没有任何道理,甚至可以称之为昏庸乱命。 但是此情此景,当今情况下,他只能下达这样的命令。 对手有点不择手段,就连散播瘟疫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是他们不能做的?不敢做的。 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哪怕有些无辜修士会倒霉,也比百倍,千倍,万倍的人跟着一起倒霉的好。 再说了,在这个时候还敢鬼鬼祟祟行事,让人怀疑到头上来的,想来平日里也不会是什么正大光明的人物,错杀了就错杀了吧,楚天完全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 背起双手,楚天看向天空,他犹豫了一阵,然后点了点头,另外,这联合天府的名字,实在是不怎么气派辉煌,以后啊,这联合天府改名灵霄宝殿,各处宫殿名称,稍后我弄一个名册出来,你们都按照我的名册,给他们重新命名吧。 低下头,目光看向了远处那座原本联合天府的正门牌坊,楚天认真的点了点头,那牌坊上的字,也改一改,改成南天门就很不错。 其他三个方向的正门牌坊,也就按照此例修改吧。 公扬七老等人脸色有点古怪的,将楚天的这两条命令印了下来。 楚天曾经向洛儿说过好些有趣的,古怪的故事,其中自然少不了一条猴子大闹天宫的光辉事迹。 洛儿在宝像世界的时候无聊,这些故事自然是从他这里流传了出去。 公扬七老他们详细调查过楚天的过往身份背景,他们自然知道那头猴子就曾经打上灵霄宝殿,也曾经闯出南天门,他们不由的在心里苦笑,看来已经正式进入大天尊角色的楚天,他心头似乎,还有这一份孩童的稚气。 一名司空室的长老张了张嘴,想要说点什么,但是他很快闭上了嘴。 楚天则是笑看着他,这位长老,想要说点什么。 哦,对了,以后大家就不要以长老之名互相称呼了,以后,诸位都是灵霄宝殿的天师。 七大天师之下,再设三百六十位寻天天师,还请公扬大天师,司空大天师七位大天师把这件事情尽快处理妥当。 公扬七老几人相互看看,一时间哭笑不得。 什么灵霄宝殿啊,什么南天门啊,什么大天师啊之类的名头,在洛尔讲过的那个猴子大闹天宫的故事中,都是这样的熟悉啊。 这位新上任的大天尊,似乎有点顽皮。 不过,这是他们七大门阀综合考究了这么多年后,在内因外患各种因素的催动下,最终挑选出来的最合适的人选呢。 公扬七老突然低下头,然后双膝着地,深深的向楚天和洛尔跪拜行礼。 他们身后的百多名七大门阀的长老微微愣了一下,然后所有人都端正了面容,眸子里透出坚定的神灰,纷纷跪倒在地,额头紧贴地面,向楚天和洛尔大礼参拜。 无声无息的,犹如飓风吹过的草原,以楚天和洛尔为核心,四周一圈一圈的圣灵天天官,天江,无数的天龙,飞凤,无数的麒麟瑞兽,无数甲昼齐整的强大甲氏纷纷无声无息的跪倒在地,他们低下平日里骄傲,狂傲,桀骜,甚至是跋扈张狂的头颅,向楚天,洛尔大礼参拜。 没人吭声,没人说话,整个圣灵天甚至连风声都没有一丝半点,就这样,以七大门阀的七位始祖下跪为象征,圣灵天的至高权力无声无息的转移了。 没有奢华隆重的登基仪式,没有漫天飞花的大肆宣扬,圣灵天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掌握了全部权力的大天尊,就这样出现了。 洛尔只觉浑身鸡皮疙瘩不断的冒了出来,身体好似过电一样微微酥麻。 他轻轻的靠近了楚天,双手紧紧抓住了楚天的胳膊。 当他的小手和楚天接触的一瞬间,楚天和洛尔的身体都同时颤抖了一下,有一股莫名的气息从圣灵天的四面八方汇聚了过来,不断的向两人的身体灌输进来。 大梦逍遥琉璃盏突然放出无量强光,在楚天和洛尔的上空,一道道紫色,金色的流云突然出现,流云急速的旋转着,在他们头顶化为了一众重巨大的云窝,内有无量强光,无边烟霞喷涌,天地之间更有天籁响起,其因恢弘而庞大,震得人神魂乱颤,眼前好似有无数金花飞舞。 似乎是念力,又似乎是某种天地的意志,无形的气机,无形的能量在不断融入楚天和洛尔的身体。 楚天拥有了境界,但是法力修为却只是刚刚踏入了河道境,毕竟他修炼的年限太短,想要补满河道境应有的法力修为,那是需要长年累月长时间打磨熬炼的事情,必须将一滴滴法力打磨的精脆精纯,完美无瑕,这样的基础,根基才稳固,结实。 但是这一刻,楚天也好,洛尔也好,他们的法力修为在莫名的突飞猛进。 楚天神魂后巨大的混沌到叠上,一枚枚代表了天地法则,天地庙里的各色宝石不断亮起,每亮起一颗宝石,就代表这门天地法则,天地庙里应有的法力积蓄圆满。 在楚天和洛尔的神魂之间,更是有一条七彩光桥出现。 楚天的所有大道感悟,所有的大道奥义,都通过这条光桥不断的涌入洛尔的神魂。 洛尔的面皮长红,浑身大汗淋漓,被动的强行吸收着楚天这些年来领悟的所有大道玄妙。 洛尔的神魂后方,同样有一枚大道圆蝶浮现,圆蝶缓缓旋转,上面有无数宝石一样的光团悄然凝聚。 一股让包括公羊七老在内的叛道境高手都感到精具的气息从楚天身上透出,这股气息浩瀚,凝重,古老,威严,一如整个天地的意志,压制得公羊七老都厚心不由的冒出冷汗。 而且随着楚天和洛尔的法力积蓄在不断的提升,这股气息在不断的加强,以几何数级的方式不断提升。 一缕微风吹过,微风向楚天和洛尔飘了过去,风中有几点烟红的樱花瓣悄然浮现,轻巧的烙印向了楚天和洛尔的后心几处要害。 众目睽睽之下,当着圣灵天七大门阀的始祖,当着这么多和道境的长老高手,一场刺杀就在光天化日下公然发生。 而且刺杀来得悄无声息,来得隐晦隐秘,就连公羊七老都没能第一时间察觉这一缕微风中蕴藏的杀鸡杀意。 大梦逍遥琉璃斩剧烈的颤抖了一下,楚天冷哼了一声,但是和楚天同时做出反应的,是双眸中灰色神光骤然大圣,周身突然翻滚出浓郁的,充满神秘气息的命运之力的洛尔。 楚天反手一指,青椒剑在他指尖轻巧的跳动着,好似一朵青色的剑羽飞花突然绽放开来,点点剑光撞击着那片片樱花瓣,看似青巧鲜薄,脆弱无比的樱花瓣撞击着剑光,居然发出了星球相互撞击才有的恐怖巨响。 白玉露台上一座座防御阵法同时启动,无数奇光异彩闪烁,露台依旧被震得裂开了无数的裂痕。 洛尔双手轻巧的向身后那一缕威风拍了过去。 左手拍出,虚空崩裂,右掌挥出,时间乱流。 时间和空间在洛尔的手掌前面的混乱而混沌,时空彻底被击碎,击溃,搅拌,混乱。 威风崩解,风影中一条细长的人影悄然浮现。 真的只是人影,没有实体,没有气息,完全就是一条扭曲的,轻飘飘的影子。 这条影子双手挥动,就有无数樱花瓣犹如一场风花雪月的暴雨倾盆而下,完全覆盖了楚天和洛尔。 影族 公羊抬起头来,他怒斥了一声,然后他的袖子里喷出了两条无法直视,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却又好似包容了天地间一切色彩的强光,迅速笼罩了那无数的花瓣。 楚天的寝宫崩塌,崩解,无数粮柱,砖瓦在强光中化为乌有。 无数的花瓣消失了,蒸发了,那条扭曲的人影子在强光中几乎彻底消失,他发出一声尖锐的啼叫,然后骤然向后移退。 洛尔的手掌一前一后拍在了影子身上,这影子的下半身骤然消失,随后彻底崩毁。 唯有影子的上半身艰难的脱离了洛尔的时空掌控,化为无数黑色的影子长线向四面八方击射而出。 无声无息的,楚天寝宫附近无数的假释被这些长长的细细的影子长撕掠过,他们的身体骤然裂开,飙写,无声无息的化为一块块的坠落地面。 血雾声疼,四周传来了尖锐的怒吼声。 短短一弹指间,这影子造成了楚天寝宫周围数以十万计的伤亡。 第758章 弥烂 影族,太古无量天时代的上位族群之一。 所谓上位族群,就是和楚天得到的断体真传的原主人狱族一般,族群拥有某些奇异的天赋神通,天生就在某方面凌驾于众生之上的族群,才有资格称之为上位族群。 影族的天赋神通,就是他们并无寻常意义上的实在躯体,只是一缕飘忽莫测的影子。 他们是最可怕的刺客,最无情的杀手,在太古无量天时代,影族的凶名足以指小而液体。 只是太古无量天崩溃之后,灵族建立了至高天,人族和龙凤麒麟三族建立了圣灵天,那些妖魔鬼怪之类的拼凑了大罗天,影族等曾经的上位族群则是销声匿迹无数年,好些人猜测,他们早就已经血脉断绝,再也不复存在了。 今日,楚天刚刚和龙羊七老达成默契,刚刚开始施行圣灵天大天尊的权利,就有影族刺客突袭。 大片大片的血雾炸开,无数拱卫楚天秦宫的重甲精锐四分五裂倒地身亡,短短一弹指尖,数十万甲氏都被这影族刺客的亡命一击斩杀。 楚天心头韵目,他猛的张开嘴,一道金光被金色烈焰包裹着,太阳造化中呼啸而出,迅速在楚天头顶上方化为一座高有千里,巨大无棚的金色剧中。 就听一声钟鸣冲天而起,天地间金光奔涌,金霞四溢,一圈圈金色火光向四面八方呼啸席卷,整个联合天府。 哦,不,是整个灵霄宝殿都被照得一片通明,天地间光芒万丈,再无半点阴影存在。 楚天得了无量宝集,其中记载了太古无量天的一切智慧结晶,自然也就包括了影族的一英资料,他们的特征,他们的弱点,他们喜欢什么,他们畏惧什么,一切都详细到了极致。 金光中一声凄厉的惨嚎传来,无数条极细的影丝蠕动着从地上窜了起来,就好像无数铁线虫在疯狂的蠕动。 这些黑色的影丝剧烈的抽搐着,不断喷出大量的黑气,金光,金霞,金色的火焰一波波的冲刷着这些黑色的影丝,大量影丝即可消失无形。 到了最后,只剩下一条半尺长的影丝格外的坚韧,在金光,金霞,漫天烈焰的冲刷下他剧烈的抽搐抖动着,不断发出尖锐难听的鸣叫声,坚持了足足一个呼吸的时间还没有被彻底炼化。 很显然,这条影丝就是这个影族的影盒,这是一个影族最核心,最重要的存在,影盒不灭,则影族只要到了有阴影的地方就能抽取阴影之力急速重生,甚至连实力都不会削弱多少。 只是,楚天太清楚影族的弱点了。 太阳造化中当头照了下去,一缕极细的太阳金光凝成了极长的长针,狠狠扎在了这根影盒的中心位置。 大团金色烈焰凝成了实质,化为一个金色琉璃光照将这影盒包裹了起来,然后琉璃光照急速向内塌缩,最终化为一个拇指大小的金色光团冉冉向楚天飞来。 楚天使用的,是专门针对影族发明的禁制手段,只要是影族人被这一套禁制给禁锢住了,就几乎没有挣脱的可能。 一个尖锐的,极其难听的声音从这小小的光团中传了出来,西,逆天者终将全部毁灭,我带来了天意,你们,都要死,很快,你们都会死。 随后,这一枚影盒爆了开来。 毫不犹豫的,这个影族人自爆影盒,彻底魂飞魄散。 太阳真火凝成的光团轰然爆发开来,一团黑色的蘑菇云冉冉的升起,四周的宫殿楼阁被炸毁了无数,一座座防御大阵轰然崩解,漫天都是阵法崩溃发出的刺目强光。 楚天阴沉着脸看着影族人自爆的位置,轻轻的摇了摇头,七位大天师,还请尽快将我的命令落实下去,看来,他们是不乐意给我们时间了。 没有登机大典,也没有其他的庆祝庆贺活动,甚至连一场规模较大的宴会都没有。 楚天和洛儿坐上了圣灵天的至高宝座,然后就陷入了无数的事物中。 很快,各方面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 那种仅仅在修士之间散播的瘟疫,已经扩散到了大半个圣灵天。 谁也不知道这瘟疫的传播渠道,谁也不知道这瘟疫最初是在哪里出现,更是连瘟疫的致死效应是什么都没能弄清,短短几天时间,已经有无数修为较低的修士惨死。 唯有紫万众这种出身豪门大族的重要人物,他们依靠各种灵丹妙药硬生生的顶着,勉强维持着自己的身体不至于恶化。 楚天开始征调圣灵天的炼丹师,准备集思广义,针对这种瘟疫开发出何用的丹药。 不好的消息再次传来。 这一次,事情和麒麟一族有关。 麒麟一族对天地祥瑞之物感应最深,他们族人性洗各种奇花异草,珍惜灵药。 所以,麒麟一族的领地上广泛种植了无数的灵药灵草,花果树木。 而麒麟一族身上天生的祥瑞之气,也能促进这些植物更好的生长。 在麒麟一族的领地中,一种怪异的植物病出现了。 这种植物病对普通的花草树木完全无害,专门在那些奇花异草,珍惜灵药之间散播。 最初的时候,这些感染了异病的灵药只是叶片上出现银色的斑点,用不了几天,这些斑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渐渐的这些灵药的生命力就会直线下降,灵药体内的药力会犹如破滴的洪水一样流逝,化为本源的天地灵髓回归天地之间。 短短半个月时间,圣灵天最大的药材供应商麒麟一族,他们领地上六成的药田彻底绝收,无数珍惜珍贵的灵药灵草彻底枯萎腐烂,有些麒麟一族培植了百万年,正可以收割的灵药也一并被毁,好些麒麟族人心痛得嚎啕大哭,这个消息也震动了整个圣灵天。 还不等楚天和公阳七老找到救治这种植物病的法子,更加让人崩溃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次,是凤凰一族。 凤凰一族是卵生,他们习惯将族中的凤凰弹集中在实力强悍的凤凰长老的巢穴中,让未出生的凤凰崽子们从小就接受强大凤凰的气息滋养,从而让他们拥有更强的天赋,天资。 消息是凤凰一族的一个长老带来的。 凤凰一族最大的集中孵化凤凰弹的通天梧桐朝中,七成的凤凰弹一夜之间全部死亡。 龙族,乾隆渊 极深极深的大洋海底,天地零碎被恐怖的水压凝成了固态,形成了一座座千奇百怪,五颜六色的珊瑚群。 在庞大的珊瑚群中,一个个金色的池塘静静的排列在海底。 一头头从三尺长到一丈长短的幼龙乖巧的蜷缩在金色的池塘中,微微眯着眼,细细悠长的默韵着龙族秘传的修炼功法,四周天地零碎凝成的珊瑚礁不时放出一缕缕流光,不断的注入金色池塘。 乾隆渊,一如凤凰一族的通天梧桐朝,使龙族的托儿所,幼儿园。 幼龙们在这里能够得到最好的照料,最好的食物,最好的照护,最好的修炼资源,还有龙族资历经验最丰富的长老指点他们的修行和战斗。 乾隆渊更有一张乾隆榜,但凡能够在乾隆榜上列明的幼龙,长大成人后无不成为了龙族威震四方的一代高手。 在乾隆渊的上方,身后的海水中,一条一条巨大的阴影缓缓游过。 这些阴影尽是显出了原形的龙族族人,他们是乾隆渊的护卫,拱卫着乾隆渊不受外敌侵袭。 自从通天梧桐朝的噩耗传来后,龙族将乾隆渊的驻守战力增加了足足十倍,更是调来了上百尊河道径的龙族长老坐镇此处。 其一,他们要保证乾隆渊的安全,其二,龙族的长老们也有着用乾隆渊钓鱼的意思。 若是有人敢对乾隆渊出手,百多头疯狂的河道静老龙,绝对会给他们好好的上一课。 乾隆渊内静谧异常,数十名美丽的龙女拎着精巧的花篮缓步走来。 他们轻轻拍打着一头头静修的幼龙,幼龙们就张开嘴,吞下花篮中一颗颗血腥味浓郁的精血宝珠。 作为大洋的霸主,龙族豢养了无数的海兽、海妖,每天从这些身躯巨大,但是被抹去了灵质的海兽,海妖体内提炼精血宝珠,专门用来培养这些幼龙。 有了充沛的精血能量补充,这些幼龙体内不断传来细微的咔咔声,这是他们的筋骨,筋络在不断生长,不断增强的声音。 突然间,一条体肠胀许,通体纯金色的幼龙猛的瞪圆了眼睛。 他的一对儿金灿灿的龙脚骤然变成了血色,他金色的鳞甲则是快速的向着黑色转化。 聂龙 在龙族的繁衍生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龙族族人会因为很莫名的原因化为聂龙。 聂龙者,蜂魔也,疯狂残酷,残忍歹毒,无论对龙族还是对其他族群,聂龙都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存在。 曾经有何道境的聂龙出现,在圣灵天掀起了疯狂的血雨腥风,甚至导致了数十个周至的世界群全盘崩溃。 故而聂龙一旦出现,就会被龙族全力扑杀。 一位龙女笑吟吟的转过身,正准备掏出一颗精血珠子未给身后鸡条嗷嗷直叫的幼龙,突然一道黑影从池塘中猛的冲出,犹如一条大蛇狠狠的缠在了龙女的身上,随后一张血盆大口猛的张开,狠狠咬在了龙女的脖梗上。 龙女的脖梗上猛的出现了大片银色的龙鳞。 铿锵一声巨响,龙女的脖梗上火星刺剑,幼龙的龙牙没能穿透龙女的龙鳞,反而被震得全部碎裂。 龙女阴沉着脸,一把抓住了这条幼龙的脖子,狠狠的将它从自己身上拉扯了下来,用足力气将它重重的摔在了一旁的礁石上。 一声巨响,礁石粉碎,幼龙浑身骨结粉碎,身上龙鳞炸飞了大半,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涅龙 该死 龙女双眼喷出血光,怒急盯着这条幼龙,混账小子,非要在姑奶奶轮值的时候化为涅龙,姑奶奶这一百年的薪酬得被扣光,姑奶奶我招谁惹谁了。 混蛋啊。 龙女怒急咆哮,从袖子里掏出一柄沉甸甸的水缸大小的八棱瓜锤,狠狠地砸在了幼龙的脑袋上,一击将她的脑袋彻底粉碎。 怪异的声音从龙女身后的池塘中传来,数十套幼龙的龙脚急速的化为血色,身上的龙鳞也在快速的变成黑色。 幼龙们缓慢的从池塘中浮起,一个个目漏血光盯着这龙女。 数十名龙女傻眼了。 前龙渊出现一条两条涅龙,这是正常的事情,龙族的血脉躁动,亢奋,没涅龙出现才是见鬼了。 但是一次性出现数十条涅龙,而且还是在一个金色池塘中同时出现数十条涅龙,这就太不对了。 还不等这些龙女回过神来,四面八方视线所及之处,数百个大大小小的金色池塘中,一条又一条黑色的龙影缓慢的浮了出来。 下一瞬间,伴随着疯狂而稚嫩的龙吟声,这些涅龙腾空而起,尖牙利爪疯狂的向着身边那些还没反应过来,同时也没有涅龙化的同伴狠狠的攻了过去。 金色的池塘顿时一片混乱,无数还处于莫名其妙状态的幼龙被重伤惨嚎,身上鳞甲粉碎脱落,大片血肉飞溅,更有那些三尺长短,实力稚嫩弱小至极的幼龙被直接撕成了两段。 数十名龙女下的脸色惨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 太多了,涅龙太多了,一眼望去,起码有数千条涅龙在疯狂的攻击身边的同伴。 最早受到攻击的那龙女哆嗦了一下,突然仰天发出一声高亢的龙吟。 恐怖的声浪一波波的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无论是那些正常的幼龙,还是已经转化完成的涅龙,全都被她的龙吟声震得昏厥了过去。 就算已经昏厥,依然可以看到,好些身体色泽原本正常的幼龙浑身抽搐着,龙脚和龙鳞的颜色都在急速的转化。 短短一刻钟后,前龙渊发生的变故就传达到了灵霄宝殿。 正忙的焦头烂额,正忙着处置各方面传来的坏消息的楚天,若儿,还有公羊七老等全都傻眼了。 前龙渊,完全变成了涅龙渊,集中在前龙渊中培养的上百万条幼龙几乎全部涅龙化,一句话吧,龙族最近百年诞生的幼龙,几乎是全军覆没了。 除开那些父母双亲身份极其尊贵,故而被龙族长老单独带在身边培养的幼龙,那些普通出身的龙族幼龙,真正是被一网打尽了。 龙、凤、麒麟三族,同时遭受重创。 第759章 狂乱的天节 圣灵天,无名瘟疫在急速传播,源自麒麟一族领地的植物并更是在快速扩散。 越是实力强横高手众多,越是家笛子雄厚种植了大量高级珍稀药草的势力,越是损失惨重。 反而是那些中下层次的家族和宗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 尤其是在一些偏远的州制,那些不受重视的郡制,府制中,那些被视为穷乡僻壤的荒芜之地中,那些犹如野草一样顽强生存的小家族,小宗门,他们更是缺乏对外交流的渠道,好些震动三天的大事,或许要过了数万年,才有可能流传到这些地方。 一如巫室的领地中,一个名为青苔州下属的浮平郡制下的浮游府,这是一个由三个中小型世界群组成的府制,笼共也就三百多个中小型世界组成的最弱小的府制。 这里距离最近的郡城浮平大世界路途极远,又没有财力设立超远距离的跨越虚空传送阵,往来郡城都需要用普通非洲跋涉赶路,寻常修饰大概要耗费三十年时间,才能从浮游府城浮游世界抵达浮平大世界。 所以浮游府几乎和外界隔绝,除了一千年一次的,固定向浮平大世界缴纳税赋,禀告地方政务的朝禁活动外,浮游府几乎不和外界联系。 这一日,浮游府城浮游世界中部地区,一处名为流营大山脉的洞天浮地中喜气洋溢,众多宾客驾驭非洲远道而来,前来参加流营大山脉的主人,浮游府一等一的强大家族罗氏的庆典。 罗氏是浮游府有数的大家族,族内有天人境的高手过百人,有化道境的长老十二人,更有一尊半步和道境的老祖宗坐镇,在这穷乡僻壤之地,罗氏堪称顶级的巨无霸家族。 这一次的庆典,则是为了罗氏年轻一代最优秀的少主罗清平而设。 罗清平不过三千六百岁,却已经修炼到了半步天人境,只要度过最后的天节,就能一步登天,凝聚大道宝伦,成为凌驾凡俗众生的天人。 三千六百岁的半步天人境,这等修为放在七大门阀那样的大家族中根本不算什么,这等资质根本引不起家族长老的注意,也就是普通寻常的族人应有的修为和禀赋。 但是放在俯有府,这就是一个家族强盛的象征,是一个家族后继有人的旗帜,是值得大肆庆祝,并且邀请各方宾客参加杜结大典,让各方嘉宾观摩罗清平杜结的全过程,用来炫耀家族武功和底蕴的盛事。 一个直径百里的山谷中搭起了一座杜结台,高有百丈的青铜台上密布无数符文,四周布置了三套罗氏耗费了无数心力,几乎掏空了家族十万年积蓄,更是赔上了无数人情才购得的防御阵法。 三套防御阵法,每一套防御阵法都能抵挡时节修饰一个时辰的狂轰烂炸。 只能抵挡时节之力修饰一个时辰的攻击,这等阵法若是如今的楚天,随意用普通的石块,树枝就能布下,甚至防御力还会百倍于这样的破烂阵势。 但是对罗氏,对俯有府的这些修饰而言,这就是最顶级的防御大阵。 有了这样的三座大阵防护,罗清平的杜结是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的。 气宇轩昂,生得颇为英俊的罗清平身穿一球大红色长衫,镇定自若的站在杜结台阵中。 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无数的宾客或作或利,一个个惊叹不已的看着他。 起码有十万双眼眸死死的盯着罗清平,其中更有不少少女的目光如火,好似要化为滔天烈焰,将罗清平烧成了一缕飞灰,然后融入自己的身体里去。 罗清平突然咧嘴一笑,顺着那些炽热如火的目光回望了过去。 无数春心勃发的少女只觉面皮一红,一个个差点尖叫起来,他看我了,他看我了,罗少主看我了。 福有府最优秀的青年俊艳,最杰出的青年天才罗清平少主看我了。 杜劫台下,相隔十里,三名为罗清平护法的话道敬长老同时咳嗽了一声,提醒罗清平不要只顾着调戏这些少女,而是赶紧做好准备,爆发气息引动天节。 毕竟,这里还有这么多的宾客看着呢。 其中可有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福有府赫赫有名的一方霸主,尤其是那几个和罗氏齐名的家族,宗门的首脑,可都亲自到来了。 罗清平深吸了一口气,他自信满满的向三位长老点了点头,然后他身体微微一晃,一股惊人的气息冲天而起,将天空的流云撞开了一个硕大的窟窿。 罗清平的气息在不断的提升,快速的提升,用一种可怕的速率提升。 他开始冲击天人镜,他的左手更是在袖子里紧握住了一颗金色的丹丸。 这是罗氏为了确保罗清平冲击天人镜成功,在百年前花费巨大的代价购买的一颗天人丹。 如果罗清平自己的修为无法轻松破开天人镜的瓶颈,凝聚天道宝伦的话,这颗天人丹则是可以确保罗清平顺利破开瓶颈,而且有极大的概率让罗清平一举凝聚三重天道宝伦。 刚刚渡劫,就能拥有三劫之力,这无疑会让罗清平成为俘有俘的传奇。 罗氏的长老告诫罗清平,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动用这颗天人丹,因为罗清平如果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镀结突破,这颗天人丹还能为罗氏造就另外一个青年天才。 但是罗清平早就有了决断,这颗天人丹,他是一定要用的。 有一举凝聚三重天道宝伦的机会,他为什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辛辛苦苦的凝聚一重天道宝伦呢? 嘴角勾起一丝得意的微笑,罗清平的气息越来越强大,他突然张开嘴,将天人丹一下塞进了嘴里,随后一股犹如大浪的灰红气息从他体内冲出,他的头顶上立刻有大片黑色浓云生出,浓云急速旋转着,在他头顶化为一个直径百丈的黑色云窝,隐隐可以看到一条条拇指粗细的电光在黑云中跳动。 百丈劫云,三个罗氏长老见到罗清平吞下了天人丹,他们只是在心里骂了一声,然后同时为罗清云头顶凝聚的天节劫云的体积惊叹起来。 圣灵天的天地法则如此,普通修士突破天人镜时,头顶劫云能有十丈直径就算是根基打得极其雄厚的了。 三十丈直径的劫云,基本就意味着这个修士有资格冲击化道径。 而百丈的劫云,则是代表着这个修士肯定能踏入化道径,甚至有一丝冲击合道径的概率。 合道径,符有符的符令也不过是半部合道径,整个符平郡也只有郡守一人是合道径高手罢了。 百丈劫云,好。 远处高山之巅,罗氏的几位老祖看到罗清平头顶浮现的劫云,虽然对罗清平胡乱扶下了天人丹略有不满,但是这一丝不满很快被那百丈劫云的出现冲散了。 罗氏的老祖和长老们笑颜如花,其他的宾客们神态就复杂了许多。 罗氏,这是要出一个大天才,大高手啊,这对和罗氏生活在同一片虚空中的其他家族,宗门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几个心思有些阴暗的势力手脑不由的在心里暗自嘀咕起来,天杰呀,劈死罗清平这小兔崽子吧。 随后,众目睽睽之下,劫云扩张到了三百丈直径。 护法的三位长老呆住了,他们抬头看着天空,又惊又喜的大喝了一声。 劫云的云窝直径三百丈。 这是浮游浮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传说,也是从浮萍郡之外的,更加广阔的世界传来的消息, 在浮萍郡之外,甚至是在青苔州之外的更加高等的州府之中, 在那些超级世界群内,那些传说中的大家族,大宗门的核心弟子, 才有人在突破天人镜时拥有三百丈劫云。 三百丈劫云的出现,代表这人进入化道径是稳的了, 是稳稳当当一定能踏入化道径的。 甚至和道径的机会,也从这么一丝的概率增加到了一成。 一成概率突破和道径,如果再不惜代价的购买一些传说中的顶级丹药, 这个概率就能增加到三成甚至是四成,这就非常了不得了。 高山之巅,罗氏的老祖和长老们以惊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举止谈吐颇有些顾盼自豪,甚至是以止气使的味道出现了。 而他们身边的那些大家族,大宗门的首脑们, 举止气度则是骤然降低了一个调门。 突然间有两个家族的首脑上前两步, 慎重其事的向罗氏的几位老祖提出了和罗氏联姻的要求。 他们准备献上自家最优秀的族女,不求为罗氏联的正妻,为他的平膝则渴。 几位罗氏老祖矜持的缓缓点头。 若是要为罗氏联的正妻,他们是不会胡乱做出决定的。 但是如果仅仅是平膝的话,那么多收几个, 在罗氏的战船上多拉几个盟友,这也是一件好事吗? 反正修士家族和世俗界的凡人家族不同,平膝的数量,只要你家族势力足够,你自家的实力足够,平膝的数量一般没有限制喝。 四周山顶上喧哗声四起,好些人都在惊叹罗清平头顶的三百丈直径的劫云,此番庆典,足以成为未来千年内浮游府的一大话题了,无数修士,凡人都会津津乐到今日发生的事情。 无数人死死盯着罗清平,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可都是未来的谈资啊。 万人所目中,劫云突然分化出了一片,原本的一众云窝,变成了两层云窝,而原本三百丈直径的云窝,则是变成了六百丈和三百丈的两重。 盆第四周的气息骤然一致。 六百丈直径的劫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至于说双重劫云,劫云形成上下两重云窝,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情。 俘有俘太偏僻了,这里的修士大家族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见识,家族底蕴更是不够,他们从未听说过双重的云窝。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变异的劫云,对罗清平可不是什么好事。 天劫的压力,似乎变大了许多,许多。 一股可怕的气息从天空压了下来,罗清平已经是浑身冷汗,动作都有点僵硬了。 他惊骇的看着天空的劫云,一脑壳的空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节云继续分化,从二重变成了三重,直径最大的云窝变成了一千八百丈直径,三重云窝上下重叠,一重黑色,一重红色,一重紫色,三色云窝内一条条水刚粗细的雷光犹如水波一样缓缓流动,一股莫名的恐怖气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 随后整个天空都暗了下来,虽然是青天白日的,天空却暗了下来,阳光彻底消失了。 痴痴声中,无数条雷光从结云中喷出,迅速在云窝的中心凝聚,一尊身高三丈六尺,通体由电光凝成的,身披重甲,头戴头盔,手持长挤的甲式出现了。 结雷化形 结雷化形 终于有一个曾经走出过浮游府和浮平郡,在青台州走动过的宗门长老嘶声尖叫起来,这是,传说中的结雷化形,雷光化为人形,有不可思议的破坏力,这是大修士突破河道镜时才有的河道天结。 为何会,会,会出现在,区区突破雾道镜的天结中? 就在这宗门长老的嘶吼声中,那雷光凝成的甲式伴随着一声巨响,从天空猛的落下。 他一挤就将三重防御大阵轰成粉碎,重重的落在了罗清平的面前。 罗清平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他手中一柄长剑还来不及挥动,雷光凝成的长脊已经冻穿了他的身体,随后他的身体和神魂就在万分之一个刹那中化为乌有,唯有雷光闪烁,雷霆凝成的甲式站在镀截台上,通体闪耀着夺目的电光,站在那里足足有一刻钟没有消散。 一刻钟内,四周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看着这劫雷化形凝成的甲式。 不仅仅是青苔州扶平郡扶有府的罗氏罗清平,在这一天中,圣灵天有数亿处天节降临。 或者是突破天人镜,或者是突破化道镜,或者是突破河道镜。 无论是何等级别的天节,劫雷的威力都发生了不应该的狂乱变化。 在这一天中杜劫的修士,没有一个人顺利的渡过劫雷,包括七大门阀的几位半部核道镜的高手,他们也都被核道镜的天节劈得形神俱灭。 七大门阀的底蕴和势力不问可知,他们为了这几个半部核道镜的高手杜劫,可是布下了极其庞大的防御阵法,足以应付普通核道镜三重天修士的权力猛攻术日夜而不会有丝毫破损。 如此防御大阵,和罗清平经历过的一般,异变的雷劫只是一击就将防御大阵彻底崩毁,没有一个修士幸免,所有人都被劈得粉碎。 随后,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传来。 司空式的一位前些年刚刚度过盼道镜大劫的老祖,突然陷入了天人武衰大劫。 第七百六十章天人武衰 灵霄宝殿外空,一颗直径千里的小小星辰上,三十六座星辰塔威然矗立,满天星光透过无银虚空照耀过来,凝聚在星辰塔上,最终化为一百零八重星光结界环绕整个星辰。 楚天,若儿,连同公羊七老等一众圣灵天高层站在一座星辰塔下,脸色难看的望着前方一座透明的金柜。 长宽九尺,高六尺的金柜造型朴素,材质极其诡异,是由一颗颗极其细小的蜂巢状金色晶体拼凑而成。 这种金色晶体是一种极其珍惜的材料,是将一颗一颗金属材质占了九成五以上的星辰投入恒星湮灭后所生的黑洞,经过黑洞之力数亿年的转化才能形成的湮灭金晶。 湮灭金晶极其沉重,极其坚硬,对任何能量堪称绝对绝缘,任何属性的法力都难以透过湮灭金晶,故而这是三天之中所能找到的最佳的封印材料。 这座金柜,则是圣灵天有数的一剑重器蜂魔金关,其最辉煌的一次战绩,是指高天的一位和道镜十二重天巅峰的和道镜大天象被封禁在蜂魔金关中,得不到任何天地零碎补充,最终被硬生生耗尽了体内所有能量而神形崩毁。 以和道镜十二重天巅峰的修为,一旦被封印在了蜂魔金关中都只能被硬生生囚禁而死,可见这蜂魔金关的封印之力有多强。 饶是如此,今日的蜂魔金关,却无法隔绝其中一名老人身上散发出的枯朽死亡之气。 白发苍苍,面皮犹如鸡皮一样密布着苍老的疙瘩,老人身体微微哆嗦着,盘坐在金关中可怜巴巴的看着楚天等人。 他张嘴在哆哆嗦嗦的说着什么,但是蜂魔金关隔绝了一切声息,谁也听不到他在说些什么。 老人的嘴唇都搭了变形了,说话的时候他的嘴唇犹如海里的软体罗背一样蠕动着,就算是精通纯语技巧的修饰,也无法分辨他究竟在说些什么。 所有人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老人一点点的苍老衰败了下去。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凡俗界那些不如暮年的老人身上特有的,那种莫名刺鼻的苍老气息。 这种气息甚至化为肉眼可见的淡灰色雾气,不断的穿过蜂魔金关透了出来。 湮灭金睛,加上蜂魔金关上的无数禁制手段,居然都无法隔绝这种让人难受的,刺鼻的味道。 而眼前这老人,他可是刚刚踏入叛道镜的顶尖大能。 其实不要说叛道镜和何道镜的高手,就算是化道镜甚至是物道镜的普通天人,他们就已经拥有了无穷无尽的寿命,堪称青春永驻,长生不老。 衰老,不可能出现在他们身上。 而这老人刚刚被带来灵霄宝殿的时候,他看上去还只是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头发有点花白,胡须有点凌乱,额头上有点皱纹,身上略微有点异味出现,仅此而已。 楚天等人在风魔金关外静静的观看了他三天三夜,短短三天时间,这老人就从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模样,直接衰老到了这种繁俗界百岁开外遭老头子的模样。 衰老,衰败,体内一股股枯朽的气息不断渗透出来,老人身上的生命气息在急速的衰减。 不仅如此,老人身上原本整洁的白色长衫已经变成了灰黑色。 不断有汗水从老人体内流淌出来,汗水中更是混杂着黑灰色的杂质,导致这件长衫很快就变了颜色,最后污垢甚至都在长衫表面蒙上了厚厚一层,真不知道他体内如何得来这么多的污秽之物。 这可是一味叛道境的大能啊。 寻常小修士,在安身境的时候,就已经将体内杂质排泄得干干净净了,又经过利命境,亏天境等众多境界的不断淬炼,到了天人境的时候,肉体通体纯洁无瑕,只是一团最纯粹最纯净的血肉,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杂质残存。 而这老人体内涌出的杂质,简直堪比一座肮脏的茅测。 风魔金关同样封筋不住老人体表污秽散发出的臭气,浓烈的臭味四散,楚天他们这三天已经更换了好几套衣衫,因为他们的衣衫都被这股臭气给熏得臭不可闻,根本不可能再穿在身上了。 甚至楚天他们自身都隐隐被这股臭气影响,他们的身体表面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臭气,相互之间能很清晰的闻到对方身上的味道。 最后楚天不得不用无相清廉罩住了众人,这才勉强抵挡住了这股恐怖的臭气。 在老人的身边,风魔金关的角落里摆放着几盆长生草。 一如其名,长生草寿命极长,这种灵草别无其他的特性,只是蕴藏了堪称无穷无尽的生命能量,只要不被外力破坏采摘,这种长生草可以蓬勃生长到天地崩毁的尽头。 按照无量宝集中的记载,曾经有一株长生草在太古无量天刚刚开辟之时就被人发现,到了太古无量天崩毁时,这株被人刻意留下的长生草才在一次大爆炸中彻底毁灭。 但是此刻,几盆生命力无穷无尽的长生草已经枯萎成了一堆黑色灰烬。 老人身上的腐朽之力和臭气,直接将长生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湮灭了,让他们彻底消亡了。 肖王的不仅仅是长生草,老人身边还有好几件堪称开天神器的奇珍异宝,这些奇珍异宝是楚天下令特意放进蜂魔金关做测试的宝贝,短短三天三夜的时间,这几件万难损毁的宝贝,如今也是光芒全消,眼看着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就是天人物衰,衰败的不仅是这老人本身,还有他身边一切靠近他的物件,都会被这股莫名的衰灭之力侵蚀,彻底的崩塌损毁。 所以司空是才请动了蜂魔金关将这长老送来此处,为的就是严防他体内的天人物衰之力外泄,但是现在看看,似乎效果并不好。 而楚天下令将这司空是长老送来这颗小小星辰,更用星辰塔布下大阵严防死守,也是为了防止天人物衰之力破坏灵骄宝殿的各种设施布置。 好可怕的天人物衰,可是,这是没道理的。 楚天难难道,天人物衰,这只是传说中的灾结。 可是他出现了。 公羊低沉的叹了一口气,事情,不妙了。 越来越糟糕了,但是我们连敌人是谁,在哪里,都还不知道。 天人物衰的司空是长老名为司空拜。 拜,拜,拜,这名字不好啊。 难怪,天人物衰第一个找到他。 如果他爹娘给他个好名字,比如说司空剩什么的,或许就没这事情了吧。 蜀爷懒洋洋的趴在乌梁上,瞇着眼看着忙碌着的楚天。 不仅仅是楚天,还有青师,还有楚丫丫,还有李秀儿等等一英汉翠崔衙的门人弟子。 司空拜被送来灵骄宝殿的第二天,楚天当年的一应门人弟子就已经被护送抵达,以圣灵天大天尊亲传弟子的尊贵身份,正式入住灵骄宝殿。 时间过去了数百年,青师也好,楚天的一应门人弟子也好,他们都在丹药之学上有了极大的进步。 毕竟圣灵天能够得到的知识和资源,远不是天路世界无风峡谷那等穷乡僻壤所能相比的。 如今的青师在丹道上的造诣,可比当年在无风峡谷汉翠崖衙的楚天还要高明许多,当然,还是不如现在的楚天就是了。 而楚鸦鸦和李秀儿他们,年龄大了,见识广了,经过了多年的阅历和熬练,也都能独当一方了。 没有过多的伤情,没有过多青树感情的时间,青师等人一到,楚天就好似地主老财压榨苦工一样,狠狠的压榨青师等人的劳动力。 灵骄宝殿有专门的当工,药殿,这是一片绵延数万里的宏伟宫殿群,内有上千处开辟出的小世界隐藏,种植了无数的奇花溢草,灵药灵草。 七大门阀,还有各大家族,宗门,乃至无数散修丹药师在这里供职,在楚天之前,是这些丹药师炼制的丹药,供应了整个联合天府的丹药需求。 属爷所在的地方,正是丹宫的正殿,这座大殿内部的空间被扩张到了方圆万里大小,无数的丹精丹书整齐的码放在一列列书架上,无数的药炉丹顶矗立在地上,一道道属性各异的火柱从地下冲起,烧得这些药炉丹顶通体发红。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丹药香气,楚天带着青狮等人忙碌着。 大殿的角落里,还矗立着百多座同样用湮灭金睛铸造的金窥,这些金窥虽然没有蜂魔金冠那样强大,同样是不可多得的顶级封印器具。 金窥中,一个个浑身溃烂,咳嗽不已的修饰在私生哭喊哀嚎,更有人痛苦的用脑袋拼命的撞击金窥,弄得金窥中满是血迹。 这些修饰实力低微的只有安身镜,实力最强的达到了半步和道镜,他们身上的皮肉在一块块的溃烂,不断的从嘴里吐出狼藉的血水和浓水,咳嗽的时候,甚至都能听到他们体内内脏和骨骼崩裂的声音。 不时有汗脆芽的弟子被一层青光氢气围绕着,小心的打开金窥,给这些修饰灌进去一碗碗滚烫的药枝药液。 有些药枝药液似乎颇有效果,服用后的修饰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但是有些药液药汁似乎带来了更大的危害性,好几个病重的修饰当场暴体而亡。 不断有新的感染了瘟疫的修饰被送进大殿,关进那金窥中。 不断有修饰因为是药而惨死当场,但是大殿内的人都顾不上这么多了。 反正这些修饰服药与否,他们都是要死的。 现在修饰瘟疫已经传遍了整个圣灵天,再至高天和大罗天境内也出现了类似的病症。 这种瘟疫的死亡率极高,迄今为止,但凡感染了瘟疫的修饰,最多能依仗强大的修为和灵丹妙药苦苦支撑不至于死亡,但是无疑病愈。 普通感染的修饰,则是苦苦挣扎三五天后,全都痛苦无比的死去。 没人敢统计整个圣灵天境内有多少修饰感染了这种瘟疫,也没人敢统计究竟有多少修饰惨死。 反正很多,非常多,多的让人绝望,让人恐惧。 所以,哪怕已活人是要很不人道,楚天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青狮等人在忙着调配可能有效的药枝药液,而楚天则是带着七大门阀的一群丹道造诣极高的炼丹师,对着一条从司空拜身上取下来的手臂。 手臂被封印在一个小型的金馈中,无相清廉竭尽全力放出一道清光环绕金馈,让这条手臂中的天人武衰气息不至于扩散出来。 楚天面前悬浮着一颗绿豆大小的,从这条手臂的指尖上取下来的皮肉。 就是这一点小小的皮肉,同样在散发出浓郁的,可怕的天人武衰气息。 灰色的气息一圈圈的向四周扩散着,如果不是无相清廉全力压制,这灰色的气息已经扩散到了整个大殿,杀死了大殿中的所有活物。 楚天用魂念小心的感触这一点皮肉中的气息,和身边的炼丹师们紧张的交流着自己的看法。 天人武衰是不正常的,司空拜身上发生的异便是极其不正常的。 楚天想尝试着,炼制一种缓解,甚至是压制天人武衰的丹药。 大家都已经见识到了天人武衰的可怕,司空拜莫名其妙的就进入了天人武衰状态,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 能够缓解,甚至是压制,甚至是治愈天人武衰的丹药必须有。 楚天的脑子里,无量宝集中无数奇异的知识在翻滚。 圣灵天,至高天,大罗天,三天中的修士,就算是七大门阀的核心高层,也只是听说过天人武衰的传说,大概知道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天人武衰究竟是什么,还是无量宝集中略有记载。 楚天急速地搜索着无量宝集中的资料,同时不断地爆出一种种奇异药物的名字,大殿中的无数炼丹师则是按照楚天的命令犹如陀螺一样忙碌着,称量药物,暗方炼制药剂,一旦药剂炼成,立刻取下司空拜手臂上的一点点皮肉丢入药剂中。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怪位,司空拜的皮肉和各种古怪的药剂碰触后,药剂被急速地蒸发消耗,化为浓烈的水气扩散。 有专门的精通进法的灵霄宝殿天师守卫在一旁,他们用各种专业的进制秘宝将这些蒸发的雾气全都收集起来,装入各色容器,以攻楚天等炼丹师事后进行详细的分析。 所有人都各司其职,所有人都在忙碌着。 就这时候,陆王带着几个随从狼狈地跑了进来,他毕恭毕敬地向楚天行了一礼,沉声道,天尊,至高天传来的消息,至高天帝,天人勿衰。 楚天和一众炼丹师猛地回头看向了陆王,楚天回头的速度是如此的快,以至于他的驳梗发出了咔的一声巨响。 第761章 撕裂的趋势 灵霄宝殿正殿,楚天见到了至高天的使者。 公羊七老,七伐家主,义英长老仲臣近在大殿中,一个个目光如火,凝视着大殿正中的至高天来人,而且,还是楚天的老熟人,正在指挥至高天大军侵袭萨士领地的汉海军。 汉海军,许久不见。 你此刻,似乎应该在萨士领地中打家劫舍才对。 楚天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俯瞰汉海军,肆无忌惮地散发出了自己和道境的恐怖气息。 一座灰蒙蒙的大道圆蝶在楚天身后浮现,无数色泽各异的法则宝石犹如星辰镶嵌在圆蝶上,一波一波浑浊古朴的混沌气息犹如潮水一样席卷整个大殿,泛滥了整个灵霄宝殿,震得四周无数的星辰,世界都在隐隐颤抖。 何道境,境界是十五重天极致。 法力修为,则是达到了十重天极致。 楚天更是得到了圣灵天明明中气韵的承认,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自然而然地引动了圣灵天诛般天象的变化,随着楚天的气息显现,灵霄宝殿正殿外漫天金霞翻滚,无量子气生腾,无数龙,凤,麒麟一族的族人同时发出了高亢的鸣叫。 无数感受到楚天恐怖气息的天官,天将同时跪拜在地,虔诚地向着楚天顶礼膜拜,大声欢呼大天尊之名。 在这些天官天将的顶礼膜拜中,无数梦种犹如蒲公英的种子纷纷扬扬扬地洒入他们的魂田,他们迅速和大梦逍遥琉璃展联系起来,一道道强大的信仰面力翻滚而来,化为金红二色神光注入大梦逍遥琉璃展。 楚天的气息在不断地增强,他的法力一丝丝地增长着,一节节地提升着。 无数信仰面力裹挟着庞大的最精纯的天地灵髓涌入楚天身体,不断地炼化为自身的法力修为。 此刻的楚天就是一座无边的大海基床,他的容量已经扩张到了极致,需要的只是将这一片大海填满。 他的气息节节提升,用一种让公羊七老都目瞪口呆的速度再提升。 到了河道境,修为前进一步都千难万难,像楚天这样以外人都能感受得到的速度提升法力修为,这,这,真不愧是公羊七老修为。 选定的天命之子,不愧是圣灵天的大天尊啊。 公羊七老面带微笑的缓缓点头,志得意满的看着汉海军。 汉海军可是带来了好消息,至高天帝陷入了天人物衰。 这可真是个让人欢天喜地,恨不得跺脚高歌的大喜事。 汉海军被楚天恐怖的气息压制,犹如见鬼一样看着楚天。 楚天成为圣灵天的大天尊,消息早就释放了出去,汉海军自然知道了楚天的真正身份,知道了他过往的一切经历。 曾经在他汉海军面前谨小慎微的小人物,这才过了几百年时间,居然就变得,如此的陌生而恐怖。 汉海军目光复杂的看着楚天,过了许久,他肃然整理了一下身上衣冠服饰,肃然向楚天大礼参拜了下去。 大天尊笑话了,莫名天灾降临,至高天损失惨重,微臣,已经接到了撤军的命令。 只是还来不及调动兵马,就有了至高天帝出事的消息传来。 汉海军抬起头来,肃然看着楚天,微臣本家老祖让微臣问大天尊一声,圣灵天,是否早就察觉到了什么? 楚天沉默不语。 公扬七老淡然冷笑。 至高天和圣灵天不同,至高天的主宰族群是灵族,灵族的种族天赋是精妙至极的手艺,是不可思议的奇思妙想,是观觉天下的炼器,炼丹,炼阵,炼服的技艺。 他们对于各种补算,预测,推演,窥伺命运长河之类的手段,灵族势力有不歹的,这也算是他们的族群弱点之一吧。 一直以来,至高天擅长的就是用无边无际的天兵天将淹没一切敌人,他们从来不喜欢任何的计策和战略规划,他们只是习惯性的用暴力蛮干。 但是这一次,似乎纯粹的武力无效了。 至高天帝突然陷入了天人武衰状态,虽然以至高天帝的恐怖实力,他的状况远比司空败强出了许多,但是至高天帝正在缓慢的陷入毁灭,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联系上大罗天的混乱,圣灵天的瘟疫,还有最近突然变得狂乱无比的天劫等等负面消息,至高天的十三氏族终于发现,似乎事情有点超乎控制了。 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一些不好的,很坏的事情正在发生,偏偏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好像一个瞎子被一群毒蛇猛兽围困住了,危机四伏,但是他们看不清身边究竟环绕着什么样的危险。 有十三氏族的老祖迅速联想到了圣灵天这些年疯狂折腾的所谓天命之子的竞争,更联想到了楚天和洛儿在圣灵天的突然上位。 所以,汉海军这个距离圣灵天最近的十三氏族和新子弟接到了本家的命令,让他代表至高天,前来灵霄宝殿询问一声,究竟发生了什么? 灵族不擅长补算,预测,但是公羊氏可是这方面的行家离手,他们一定察觉到了某些事情。 楚天轻轻的咳嗽了一声,他慢条斯理的说道,有些事情,我们也不能确定是否是真的,反正,眼下情况似乎还没有变得如此糟糕。 至高天帝陷入了天人武衰绝境,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不过,似乎,他死了对我们圣灵天只有好事。 摊开双手,楚天笑看着汉海军,抱歉,本尊这里,没什么可以告诉你的。 汉海军,你可以回去了,顺便,帮我向玄商君还有公孙郎郎弟子问好,许久不见,颇为想念。 嗯,我这里还有一笔灵精,灵髓,你帮我带给公孙郎郎弟子吧,想来他这些年在至高天的开销不菲,手头会有点紧的。 汉海军沉默,楚天摆出如此姿态,是他预料中的事情。 轻叹了一口气,汉海军沉声道,如此看来,是真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还请大天尊明言,我至高天,定有。 公羊在一旁重重的咳嗽了一声,嗯,云士小儿不要胡搅蛮缠,哪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天下太平着呢,至高天帝的事情,或许只是一个意外,他活得太久了,嗯,不要折腾了,回去吧,回去吧。 公羊七老同时笑了起来,一个个满心快胃的笑着。 至高天帝,可是他们多少年的死对头,那可怕的怪物死了,真是普天同情啊。 汉海军在灵霄宝殿内被楚天和公羊七老为难的时候,紫天尊正意气风发的站在南天门口。 两条黑麒麟一左一右的站在紫天尊身边,犹如哼哈二江一样至高气阳的昂着头,不时的从鼻孔里喷出一道道热气,冲得南天门下守卫的天将披风乱舞,丝韬乱飞。 紫天尊手里拎着一条肥厚多汁的玉餐,笑容满面的用玉餐来为这两条性情恶劣的黑麒麟,大黑,小黑,以后跟着二少我,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看中哪条母麒麟,只管上就是了。 嘿,知道我大姐是谁吗?嘿,知道我姐夫是谁吗? 双手插在两个腰子上,紫天尊挺起小腹,朝着南天门外的无银虚空大声吼道,今时今日,哪个不开眼的王八蛋敢招惹我紫天尊? 有种的,站出来。 四下寂静无声,偌大圣灵天,今时今日,真心没人敢招惹他紫天尊。 南天门巨大的牌坊下,一排排天将低下头,甚至不敢正视紫天尊,这小子一看就是个顽固王八蛋,没来由多看他一眼招惹了他给自己找麻烦不是。 紫天尊就笑得越发灿烂了,就在他和两条黑麒麟歪眉斜眼的怪笑不断时,一缕云光鬼鬼祟祟的从远处向南天门的方向飞了过来,隔了老远的距离,云光上就有人探头探脑的向这边张望。 紫天尊皱起了眉头,原来的联合天府,如今的灵霄宝殿外部虚空虽然不禁止修饰路过,但是从未有人会这样鬼鬼祟祟的窥似灵霄宝殿内的情况,这云光上的人,来路不对。 拿下。 紫天尊冷哼了一声,向那云光一指。 两头黑麒麟猛的大吼了一声,他们身形骤然膨胀起来,弹指尖就化为两条体长千丈的巨大麒麟兽,脚踏黑色火焰向云光冲了过去。 这两头黑麒麟都是半步合道径的修为,他们顿光如风,顷刻间就到了云光面前,紫天尊说的是拿下,而这两头黑麒麟猛的张开大嘴,全力喷出麒麟真火,却是下了杀手。 云光上探头探脑的那青年男子吓了一大跳,他猛的尖叫起来,可是子二公子当面。 咱是,送礼来的。 紫天尊轻喝了一声,两头黑麒麟猛的闭上嘴,从他们牙齿缝隙里一团团黑色火焰喷涌而出,烧得四周虚空一阵震荡。 他们歪着脑袋看着云光上的青年,异口同声的喝道,送礼。 这是好事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一展茶时间后,一座四面八方被大群高手包围的偏殿中,紫天尊瞧着二郎腿坐在一张大椅上,隔着一张小方桌,楚鞋也是一般无二的瞧着二郎腿,两个混账东西满脸是笑的看着面前的青年。 二郎腿一晃一晃的晃荡着,楚鞋慢条斯理的说道,原来是逐世的傲双军,礼物,我们见到了,非常真心实意的礼物,不错,不错。 楚鞋和紫天尊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一如楚鞋所言,傲双军送来的礼物的确非常的扎实,实实在在的代表了他的真心实意,是非常厚非常厚的一份厚礼。 紫天尊则是笑容可惧的说道,不过,无视献殷勤,飞奸即道。 你这是有什么要求我们的? 傲双军很含蓄的笑着,他轻声道,真正是和两位公子有缘,所以才在大门外,一眼就看到了紫二公子。 此番前来,正是有事要求两位公子帮忙。 若是是成了,刚才的那份重礼,我们还会在家十倍送上。 紫天尊和楚鞋的脸色微微一变,刚刚的那份重礼,可是实实在在的重礼。 再加上十倍,那可就是天文数字一般的巨额财富。 至高天竹士的代表给圣灵天的人送礼,这就足够古怪了,什么事情,会让他们不惜再付出十倍的代价。 楚鞋眯着眼,二狼腿也不晃荡了,他很严肃的看着傲双军冷声道,你,或者说,你口中的你们,想要我们做什么? 傲双军深吸了一口气,他肃然看着紫天尊和楚鞋,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我知道,汉海军来了灵霄宝殿,并且正在求见大天尊,我们希望,两位公子能够发挥你们的影响力,让大天尊拒绝汉海军任何跟至高天帝有关的请求。 天殿内一片死寂,过了许久许久,紫天尊悠悠叹息道,你们,是想要让至高天帝,死。 傲双军抬起头来,微笑着看着紫天尊,缓缓地点了点头,紫二公子果然英明睿智,我们,的确是想要至高天帝,死。 深吸了一口气,傲双军急声道,至高天帝太强,只属他的天人军团,太强,我们十三氏族联手,也不过勉强和他抗衡而已,但是,我们十三氏族,才是至高天真正的主人,我们十三氏族,是整个天人一族的创造者。 傲双军目光闪烁,看着沉默不语的紫天尊和楚邪臣声道,所以,既然他天人武衰了,就让他继续天人武衰下去吧,至高天,不需要圣灵天帮手救助他,至高天,不希望圣灵天插手至高天的内务。 紫天尊冷声道,可是,汉海军却是来求助的。 傲双军浅浅一笑,所以,我们才送上这么一份厚礼啊,两位公子若是能够阻止圣灵天对治高天帝的救助,或者说,两位公子直接斩杀了汉海军。 楚邪大惊小怪的叫嚷了一声,杀人呀。 傲双军微笑看着楚邪,对楚二少来说,杀人是一个问题吗? 不过是区区一个汉海军,两位公子如今的身份地位,只要一开口,他就死无葬身之地。 紫天尊和楚邪相互望了一眼,突然同时笑了起来。 楚邪慢条思理的端起小桌上的茶盏,慢条思理的喝了一口茶,慢条思理的放下茶盏,然后猛的大吼了一声,来人哪,将这混账东西抓了去见我大哥,哈,你们至高天要内乱,这是多好的事情。 紫天尊胸口一道紫气喷出,十八面紫色的精盾在紫气中急速盘旋飞舞,牢牢地将他和楚邪护在了后面,恰好挡住了傲双军怒笑刺来的一剑。 丁的一声响,十八面精盾碎了三面,但是傲双军再也没有出手的机会。 四名河道镜,十八名半部河道镜大能同时撕裂虚空涌入偏殿,一尊龙族的河道镜长老一指头敲在了傲双军的后背上,直接将他的整条脊椎骨震成了粉碎。 傲双军大口大口地吐着血,哆嗦着吐出了两个字,无耻。 紫天尊和楚邪相互看着,然后两人同时很无耻地笑了起来。 第七百六十二张影族在线 傲双军被带到了灵霄宝殿正殿。 紫天尊和楚邪两条小白眼狼,当着众人的面,将傲双军送的礼,拖得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他们当中恬不知耻地公然宣称,礼物,他俩是绝对不会退还的,傲双军如何处置,大家看着办。 傲双军被禁锢得动弹不得,嘴里塞了一条紫天尊的裹脚布,滋滋乌乌地说不出话来。 正在哀求楚天和公羊七老的汉海军待了半晌,然后他猛地跳了起来,飞起一脚狠狠地踹在了傲双军的面门上。 一声巨响,傲双军的鼻梁鼓坍塌了下去,他嘴里的裹脚布被一脚踹得几乎塞进了喉管里,憋得他直翻白眼。 傲双军被踢飞了数百丈远才重重落地,贴着光洁如镜的正殿地板吃溜一声向后滑去。 地面太光滑了,满面是血的傲双军滑出去了老远,最终一脑袋撞在了正殿的门槛上,这才停了下来。 鼻血在地上拉出了长长一条血线,傲双军摇头黄脑的硬是爬不起来。 汉海军紧握双拳,声嘶力竭地朝着傲双军嘶声怒吼,混账。 蠢祸。 竹无影,你们竹市的人都没脑子吗? 至高天帝可以死,但是不能死在现在。 至高天,圣灵天,大罗天都出现了不及的征兆,一股阴影笼罩了三天之地的所有修士,无数修士正在瘟疫中痛苦的死去,无数修士正在异变的天结中化为飞灰,龙,凤,麒麟为代表的神兽,神秦族群正在发生各种古怪的变异。 一场浩劫就在眼前,至高天帝代表了至高天最强大的个体力量,他同时掌控了至高天最强大的军团。 失去了至高天帝,至高天的整体实力起码会丢失三成。 在浩劫降临之时,整体实力衰减三成,傲双军和他身后的竹士,还有抱着和竹士一样想法的那些十三氏族中人,他们的脑子都进水了吗? 汉海军想到了刚才楚天和龚阳七老暧昧的态度,他又气又急,心口一阵滚烫,然后一口血猛的喷了出来。 他哆嗦着喘了几口粗气,用袖子擦去了下巴上的血水,艰难的转过身,重重的向楚天跪倒在地,嘶声叫唤起来。 大天尊,过往种种,您要如何追究,我至高天一力承担,但,圣灵天,至高天,大罗天,追根溯源乃是一脉相承,大家都出自太古无量天,这次的灾结,显然是冲着三天整体而来。 若是至高天,大罗天崩毁了,你圣灵天岂能独善其身? 圣灵天就算有通天的本领,有帮手,总比没有帮手强。 大天尊能登临圣灵天至高宝座,除了身居无上气韵,定然也是英明睿智,逐召千里之人,纯王齿寒的道理,想来大天尊是知晓的。 汉海军抬起头来,双眸冲血的盯着楚天,还请大天尊。 楚天看着汉海军,沉吟片刻,然后轻轻摆手。 你,说的有道理,何则强,分则弱,面临大劫,大罗天的那群妖魔鬼怪且不说他们,和他们合作的后患太大,太不靠谱。 楚天看着汉海军沉声道,圣灵天,至高天,是最佳的天然盟友,我们应该联手合作。 汉海军的脸骤然僵硬,目光僵直犹如冰冻一般。 他终于是,从楚天的嘴里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面临大劫。 也就是说,圣灵天,至高天,大罗天,果然面临着大灾结。 这是至高天的灵族无法推算出来的事情,也唯有圣灵天的人族有着无数稀奇古怪的本领,尤其是公阳士官爵天下的补算之术,才能推算出大劫的具体消息。 果然有大灾结呀。 这些日子出现的各种不及的征兆,果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有内在联系的祸事。 汉海军僵硬了许久,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深深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一口长气,看着楚天沉声道,大天尊,果然有大灾结。 楚天看着汉海军,淡然道,圣灵天,已经在全力备战。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面临可怕的敌人,前所未有的,极其可怕的敌人。 但是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敌人是谁,不会告诉你他们是什么来历,有什么力量,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知道有敌人,但是不知道敌人的虚实,强弱,这种感觉,很难受。 楚天看着汉海军,猛的向大殿外一指,现在,立刻,马上,给至高天十三氏族传信,想要从我们这里得知一切详细的情报,想要和我们联手抵御灾结,那么,从今日起,至高天归属圣灵天统侠。 汉海军猛的抬起头来,他嘶声吼道,不可能,这,不可能。 楚天冷漠的看着汉海军,冷淡的说道,那么,你们至高天的所有灵族,就去死好了。 反正,我还欠人一个人情,呵呵。 摇摇头,楚天淡然道,我们知道敌人是谁,我们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他们源自哪里,我们知道他们有什么力量,我们更知道他们有什么存在组成,我们圣灵天,正在针对他们进行最详细,最有效力的部署,我们有一定的把握战胜他们。 咧嘴一笑,楚天的笑容中意思而笑意都没有,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只能胡思乱想,你们只能胡乱行动,你们,死光的概率比较大一些。 但是无所谓,你们的死,可以帮我们消耗他们一部分力量,这对我们是很好很好很好的事情。 挥了挥手,楚天淡然道,去吧,给你们十三氏族的老祖说,这就是我的条件,服从我们,大家联手共抗强敌,我们还能帮你们想办法化解至高天帝的天人武衰,不愿意的话,大家就自谋生怒好了。 楚天很轻松的笑着。 公扬七老也很轻松的笑了起来。 自天尊,楚邪更是笑得很猖狂,他们大笑出了声。 生死大事,存亡之计,能够如此酣畅淋漓的敲整个至高天的竹杠,这是何其美妙的事情。 汉海军的身体微微的勾搂了下来,他沉吟了片刻,缓缓点了点头,我,会让此番侵入萨氏领地的至高天联军,归还所有的俘虏,所有的财物,这,算是我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心意。 向楚天大力参拜后,汉海军快速退出了大殿。 向至高天的十三氏族传信去了。 灵霄宝殿永无黑夜,无量降光,无边光辖时刻照耀着无边的宫殿群。 更有无数牌坊,华表,盘笼柱等装饰物上镶嵌了无数的奇珍异宝,每一件珍宝都时刻放出无量光辉,将天地照得一片通明。 还有无数修为强大的飞龙,天凤在高空翱翔,他们或者下河生了笼珠,或者嘴里叼着凤珠,同样有万丈光芒照耀虚空,犹如一轮轮小太阳在空中往来穿梭。 所以,灵霄宝殿不存在黑夜,只有各处建筑,无数的花木在地面上留下了淡淡的黑影。 汉海军已经将楚天的要求和他知晓的消息传回了至高天,他此刻正紧张地等待着至高天的回复。 在楚天为他安排的客房中,汉海军紧张地站在窗前,呆呆地看着窗外一株高有数万丈,洒下婆娑树影的神桑。 几只硕大的青雀站在神桑距离地面最近的枝条上,歪着脑袋打亮着汉海军。 猛不叮的,带头的一只极其肥胖的青雀不知道从哪里叼出了一颗青雷,脖子一甩,青雷准确地打在了汉海军的鼻头上,以汉海军的修为,一颗青雷自然伤不了他分毫,青雷在他的鼻头炸开,酸色的汁水喷了他一脸都是。 汉海军激凌凌打了个寒战,用袖子擦干净脸上的汁水,抬起头来有点恼怒地看着这些青雀。 这些青雀也不过是灵霄宝殿豢养的观赏宠物,换成在至高天,哪个宠物敢对宾客如此无礼,早就被丢进汤锅一锅炖了。 毕竟,至高天的律法森严,至高天帝制定的颜柯天条笼罩一切。 也只有在圣灵天,因为凤族的关系,这些扁毛秦类一个个无法无天,似乎忽略了自己只是宠物的身份,居然敢对灵霄宝殿的贵宾如此无礼。 肥胖的青雀打了个宝阁,击击喳喳地笑了起来,汉海军是吧? 你觉得,你们十三氏族的老祖,会答应我们大天尊的条件吗? 摇摇头,青雀感慨道,最好不要答应,这样你们就有机会死绝全家了,则,我很想看着你们至高天的人全部死掉。 汉海军皱着眉,抬起头来看着青雀,至高天,得罪过你。 青雀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咧嘴一笑。 虽然从秦类的惠子构造上来说,一头飞禽想要笑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头青雀的确让人感觉到他在笑。 只不过,那并不是开心的笑容,而是一种凄惨到极致之后,因为自伤自怜,进而自卑自嘲,从而从极度的悲苦酸涩中涌出来的一丝苦笑。 那,这话怎么说呢?你是这次入侵萨氏领地的至高天统帅吧? 起码也是统帅之一,青雀淡然笑道,我在进入联合天府,不,进入灵霄宝殿供职之前,家里给我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萨氏女公子萨玲珑涣的一头白鹦鹉。 青雀轻声道,我和他一见钟情,约定等我在灵霄宝殿轮值的时间过后,等我回家,就带着嫁妆去娶他,可是你们侵入萨氏领地,他被你们的人烤了吃了。 青雀的眸子里闪过一抹极其凝恶的恶意,他死死地盯着汉海军,阴策策地说道:"所以,你们最好不要答应大天尊的条件,我是希望看着你们全部死绝的,我没什么出息,血脉不好,天赋也差,这辈子能踏入化道径,就是极致了吧。 摇摇头,青雀轻声说道:"可是我是想要为他报仇的,我力量不够,就只能希望你们作死了。 汉海军有点狼狈地看着喋喋不休的清雀,他从未想过,他发动的,为了治高天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却会让这些在灵霄宝殿充当观赏物的雀鸟遭受这样的苦难。 他想要说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该如何劝解这头清雀呢?毕竟,他的意中却已经被烤了吃了。 而他汉海军,却是绝对的始作俑者。 汉海军低下头,轻声地咕嚓道:"这么多年来,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你杀我,我杀你。 青雀眯着眼看着汉海军,他悠悠说道:"可是,我们只是一群无害的雀儿,你们杀了他也就罢了,为何还要亵渎他的尸身?" 汉海军的身后,他的影子突然无声无息地人力而起,影子怪异地扭动着,在汉海军身后做出了古怪的动作。 几头清雀都看到这怪异的影子的出现,他们同时呆了呆,肥胖的青雀沉默了一下,然后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 他一边向远处急飞,一边轻声叫道:"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什么都不知道,嗯,至高天的灵族,都死绝了才是最好的。 几头清雀拍打着翅膀跟着肥胖清雀飞走,犹如一道儿清风一样飞走了。 汉海军呆呆地看着几头清雀飞走的方向,他轻声说道:"这不能怪我,只能怪,你们太弱吧。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汉海军强行驱除了心中那一丝不安和疑惑,他不知道,这几头清雀为什么会突然离开,肥胖清雀最后的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 他驱散了这一丝不安,强行镇定地说道:"可是,弱小就是最大的罪。 这一方虚空,原本只有最强大的生灵,才有资格。 一只黑色手臂冻穿了汉海军的胸膛,直接粉碎了他的心脏。 黑色的手臂只是一片薄薄的影子,无数条黑色能量以极其可怕的极高频率轰入了汉海军的身体,震碎了他的心脏,震碎了他的内脏,震碎了他的骨肉,震碎了他的脑髓。 最终,黑色的高频震荡轰在了汉海军的神魂上,汉海军还没能发出一声惨嚎声,就全身炸成了一团血雾,直接被轰得魂飞破散,尸骨无存。 黑色的影子静静的站在汉海军原来所在的位置,他低沉的笑了起来,弱小就是最大的罪。 我绝对同意你的这个意见,呵呵,呵呵,呵呵,你们这些弱小的逆天者,你们连逆天的资格都没有,你们却踏上了逆天之道,这就是你们必须被杀死,必须被铲除干净的原因啊。 黑色的影子喃喃自语道,至高天,圣灵天,大罗天,必须好好的净化一下,必须要用一个干净的,无暇的,平静的,祥和的世界,迎接天的归来呀。 嘻,这一次,我们影族是绝对不会再落后了。天之下的第一族群,我们影族也有心思争一争啊。 第763章 恶化 灵霄宝殿,龙族驻地 庞大的宫殿中水浪翻滚,敖霸浸泡在水中,呈现出半人半龙的形态。他在巨大的水池中掀起了一波波浪头,整个宫殿都被水浸得湿漉漉的。 敖霸的双眼冲血,瞳孔里好似能喷出火来,他的呼吸沉重异常,使真正有两道火焰不断喷出,烧得池子里的清水彻底沸腾,不断喷出大量蒸汽。 天命之子,为什么,不公平? 敖霸恼地低声咆哮着,他对楚天,不服。 在敖霸心中,只有他才是天命之子的唯一人选,在敖霸心底,只有他才配的尚洛尔,在敖霸简单的认知中,唯有他才有资格登上圣灵天大天尊的宝座。 他在第一轮天命之争中艰难地活了下来,他在第二轮天命之争中,九死一生地终于斩杀了那个强悍至极的目标人物,顺便斩杀了对方亲近部署和族人1342人,这些人的修为全都在敖霸自身修为之上。 敖霸的龙体几乎被斩成三段,最终依仗着一件长老赐下的保命秘宝,他好容易才逃回了圣灵天。 他正兴致勃勃地等待着第三轮的天命之争,等待着自己最终获胜的那一刻,他却突然听闻,楚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没有什么第三轮比赛了,楚天就这么获胜了。 公羊七老代表七大门阀承认了楚天的身份,他们联手将楚天推上了大天尊的宝座。 而敖霸这些参加了第二轮天命之争艰难生还的门阀俊燕,则是被勒令困居大殿,不许他们踏出大殿一步,唯恐这些心高气傲的青年俊燕冒犯了楚天的威严。 凭什么?不公平。 敖霸低声地嘶吼着,他的龙脚逐渐有一丝丝血色出现,然后他的龙脚迅速地向纯粹的血色转化。 他身上龙鳞更是逐渐变成黑色,缓慢地,坚定地,一片一片地逐渐变成黑色。 一股让人心悸的滔天煞气从敖霸体内涌出,敖霸已经彻底地变成了一条涅龙。 一个若有若无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一丝丝阴风在大殿中往来盘旋,白色的水蒸汽中隐隐可见树。 数千个小小的风炫,痴痴的笑声似乎就在敖霸的心头响起。 愤怒吗?不甘吗?只知道愤怒有什么用呢?那个楚天,是这么的弱小,你比他强,你就应该杀死他,抢走他的女人,抢走他的天尊宝座,抢走他拥有的一切。生命,气韵,一切的造化,都应该是你的呀。因为,你比他强啊。 在这里恼火有什么用呢?看看你尖锐的爪子,舔舔你尖锐的牙齿。 哦吼,你是多么强大的一头龙族,你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徒劳无功的发怒,为什么不去杀死楚天呢?杀死他,一切都解决了。杀死他,一切都是你的。 一缕缕黑气从虚空中莫名的涌出不断的注入敖坝的身体,已经达到了半部核道境极致,随时可能突破核道境的敖坝发出一声低沉的痛呼,他猛的抬起头来,随着他剧烈的抬头,他浑身的龙鳞轰然粉碎,炸成了无数碎片像四周喷溅。 敖坝的浑身龙鳞急速生长出来,新生的龙鳞就和他的龙脚一样,变成了纯粹的血色。 在他的脑后,一个直径万丈的天道圆蝶巧然浮现,一颗颗拇指大小的血色光团镶嵌在圆蝶上,这些原本光芒暗淡的光团正在急速的亮起,一个接一个的亮起。 核道境,而且直接达到了核道境石重天的高深境界。黑气还在向敖坝体内不断注入,敖坝昂着头,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疯狂龙吟。 随着他的长吟声,他所在的巨大殿堂轰然粉碎,池中清水瞬间蒸发,大片火光和热气向四周一波波的轰出,四面八方的宫殿楼阁接二连三的崩塌粉碎。 这里是龙族的驻地,宫殿楼阁中居住了大量的龙族族人,居住了大量龟赴龙族的林甲义族的高手大能,其中不乏核道境高手。 但是真正的核道境大能全都聚集在了灵霄宝殿附近,随时等待楚天的调动。留守龙族驻地的核道境,多为三重天以下的修为,而且总数也不过三十几人。 尤其是这些核道境的高手,多为龟赴龙族的林甲义族的修饰,诸如说锦里义族,蛟龙义族,蟒蛇义族,玄龟义族等,他们的天赋禀赴远不如龙族,同样的境界下,龙族可以轻松碾压这些龟赴族族群的核道境。 敖霸歇斯底里的一声长吟,恐怖的龙威碾压四方,三十几名留守的林甲族群的核道境大能好似被大伤狠狠地砸了一下,神魂崩裂,肉身崩毁,一个个疯狂地吐着血,带着无边的恐惧呆呆地看着通体血色的敖霸。 涅,涅龙,还是涅龙中的,血涅。 四面八方响起了无数龙族族人和龟赴族裔的惊呼声。 敖霸一声长笑,他的身体腾空而起,迅速变成了纯粹的巨龙形态。 体长三千里,探找数万丈,四个爪子狠狠地向四周一化,就听巨响不断,一道道血色雷霆从天而降,方圆万里内的宫殿楼阁齐齐被火焰淹没,大地剧烈地震荡着,就是这一击,起码有数千龙族族人和龟赴族裔被打的粉身碎骨。 幸好灵露宝殿面积绝大,高阶修饰的居住条件极佳,每一个龙族族人都有一座殿堂宫旗居住,这附近的人口密度稀疏,方圆万里内的龙族族人和龟赴族裔的修饰人数并不多。 饶是如此,敖霸一击粉碎了数千龙族族人和龟赴族裔,更是一击将十几名河道境三重天之下的河道境高手斩杀当场,这笔损失足以让龙族的众多长老愤怒不已。 楚天,你的命,是我的。 敖霸昂起头来,丝毫不顾四面八方疯狂向他攻过来的铜族,摇头摆尾的向灵霄宝殿正殿的方向冲去。 就在敖霸疯狂冲锋的同时,远处一片华美的宫殿群中大片黑色火焰冲天飞起,那是凤凰一族的驻地,黑色火焰出现的一瞬间,同样是万里方圆的一片宫殿瞬间化为灰烬消散。 一个尖锐的狂笑声和敖霸的笑声摇香呼应冲天而起,楚天,你的命,是我的。 一头灭龙,一头妖凤,龙凤两族的顶级精英开始作乱,瞬间万人崩毁,身形俱灭。 还不等龙凤两族的长老下手镇压,麒麟一族的驻地中,几名麒麟机士的青年俊燕又出了幺蛾子。 和敖霸以及那位凤凰一族的俊燕一般,几头麒麟一族参加天命之争后,刚刚返回灵霄宝殿的青年天才也妖魔化了,瞬间就杀死了数千人。 龙族有聂龙,凤凰一族也有妖凤,魔凤的传说,唯有麒麟一族是天地锐兽,连修炼时走火入魔的麒麟都从未出现过,更不要说妖魔化的麒麟。 但是,出现了。 七八头体长上万丈,高有数千丈,通体鳞甲犹如岩浆一样冒火喷烟的麒麟族人嘶声咆哮着,歇斯底里的向四面八方喷吐着火焰,倾尽全力的进行着破坏。 龙,凤,麒麟三族的长老纷纷赶来,联手对这些灭龙,妖凤,妖魔麒麟进行镇压。 巫无敌急匆匆的带来了楚天的命令,勒令三族长老只许镇压,不许击杀这些突然魔化的族人,楚天很想弄明白,这些妖魔化的龙凤麒麟,他们究竟是自身发生的变化,还是有外力干涉。 毕竟通天吴童朝还有乾隆渊的变故就在眼前,这些已经成年的龙凤麒麟又发生了这样的变故,这显然是不正常。 狂风吹动着流云在高空划过,灵霄宝殿各处要害之地的守卫增加了十倍,每一支巡逻队伍的规模也增加了十倍。 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天江、天关,每一处重要的殿堂都有和道镜的大能高手坐镇。 龚羊七老紧急调来了各自族中的高手起诉,带着各家最精锐的司军赶来灵霄宝殿,一寸一寸的搜索着灵霄宝殿各处殿堂,各处宫殿楼阁。 所有大阵都已经发动,重重叠叠的大阵放出无量光焰环绕灵霄宝殿,将偌大的灵霄宝殿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犹如一颗太阳悬浮在无银虚空中熊熊燃烧。 一缕缕极细的阴影在灵霄宝殿中各处自由自在的穿梭着。 灵霄宝殿的防御大阵对这些阴影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普通的阵法禁止他们一跃而过,那些极其复杂的大型阵法,也只是能勉强阻挡一下他们的脚步,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他们就能找到这些阵法中的进出之道,轻松愉快的穿过大阵屏障。 一队上千人的巡逻队伍大踏步的从一条极长的游廊中走过,数十条阴影猛的从梁柱的阴影中窜出,无声无息的向这些巡逻的将士扑了上去。 千多颗头颅猛的飞起,大量鲜血喷出老远,游廊中猛的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 数百丈外,数十名刚好经过的灵霄宝殿宫女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这些生的妖娆美丽,但是修位只是普通一二阶天人静的宫女下的嘶声尖叫。 毕竟是天人静的高手,这些宫女扯着嗓子嘶声尖叫的声音轻松传出了数千里地。 四面八方无数的将士脚踏流云,风一样像这处游廊包围了过来。 数十条阴影静静的站在满地湿海上,他们黑色的身躯微微如动着,四周的血气和崩碎的神魂碎片不断的向他们的身体汇聚而来,急速的充盈这些影族刺客的影盒,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 大群大群的将士脚踏流云猛冲了过来。 这些影族刺客节节怪笑了几声,他们的身体骤然化为一缕缕青烟消散。 虚空中突然响起了楚天震怒的咆哮声,来了,还想走。 影族,呵呵,好。 已经和天机门传承之宝融合完成的魔喝阵图放出迷离的光芒,一个直径千里的水晶球从楚天头顶冉冉升起,巨大的水晶球中有无数山川合月,有无数城池村庄,有无数星辰日月,有无数烟云缠绕。 水晶球的直径急速扩张,千里,万里,十万里,亿里,百亿里,万亿里。 不多时,整个灵霄宝殿都被魔喝阵图包裹在内,灵霄宝殿内的所有阵法突然同时崩溃,崩解,化为一道道巨龙一样的天地灵髓的狂潮被魔喝阵图一口吞了下去。 随后无数新的阵法重新衍生。 这是来自天机门的阵道传承,这是来自无量宝集中的无上智慧,经过魔喝阵图这件一宝的统筹规划,整个灵霄宝殿顿时变成了一座巨大无棚的,完整皈依的大阵。 一花一草,一杀一尘,灵霄宝殿的所有一切,包括那些正在急速奔走的将士,天官,宫女,仆役,飞禽走兽,花鸟虫鱼,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这座大阵中的有机整体。 整个大阵是活的,一座活的有机的大阵。 而之前的灵霄宝殿布置的数以亿万计的数量庞大的大阵,是死的,是呆板的,是僵硬的,是不会自如变化的。 灵霄宝殿的气息变得很自然,很清新,有一种天地万物本来就应该如此的韵味在里面。 一切都变得很清晰,所有人,包括那些影族的刺客,他们身处这一座大阵中,都感觉到,四周的天地变得格外的清晰。 那是一种清晰的没有任何秘密可以隐藏的清晰,这座大阵,让一切都暴露无遗。 最不可测的天地法则的奥义,最阴暗的死角密地,最隐秘的地库暗示,乃至正在用秘术逃跑的影族刺客,等等等等,一切都暴露无遗。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只要他身处此刻的灵霄宝殿,只要他用心想,他就能见到。 见到灵霄宝殿的一切,包括正在逃跑的那些影族刺客。 这些影族刺客自然也就能对灵霄宝殿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也清楚地看到了从四面八方疯狂包抄过来的无数高手。 当大家都完全暴露的时候,这些影族刺客全傻眼了。 他们一围杀手剪的隐秘藏匿的功夫被破掉了,纵使他们同样能看清灵霄宝殿所有修饰的一举一动,他们只有四十二个人,而四面八方的灵霄宝殿所数总数起码是他们数亿倍。 这是,什么鬼阵法? 一名影族族人停下了奔跑的脚步,歇斯底里的尖叫咒骂起来。 其他的影族族人也不跑了,跑也跑不掉了,他们清楚地感受到四周的虚空变得越来越坚固,越来越粘稠,他们每迈出一步都要比平日里多耗费数万倍的力气,而且这种消耗还在不断地增大。 与其被硬生生耗尽所有的力量,还不如在这里拼死一战,多杀死一些灵霄宝殿所属。 你们,逆天之人,你们迟早都会死。 一个影族刺客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虚空中,突然有三团夺目的强光爆发。 三座由巨型恒星组成的超远距离跨越虚空的巨型传送阵,莫名地爆炸了。 九颗巨型恒星轰然爆发开来,火光卷起无数残骸向灵霄宝殿砸了下来。 第七百六十四章主动联系 灵霄宝殿的所在,在圣灵天堪称绝密,除了七大门阀的核心高层之道, 灵霄宝殿的确切空间坐标,也只能通过那些由巨大的恒星布置而成的巨型传送阵往来。 灵霄宝殿的外空,笼共只有四十三座这样的巨型传送阵。 其中七座通往七大门阀的核心腹地,沟通了七大门阀和灵霄宝殿,其他三十六座则是通往圣灵天各处,乃至通往混乱天域又或者至高天,大罗天,甚至是三天之地所属的天河之外的无银虚空。 每一座超级传送阵都有重兵把守,更布下了强大的阵法防御,每一座传送阵中,更最少有一名和道径十重天之上的大能座阵。 加上灵霄宝殿平日里驻扎的无数兵将,想要破坏这些超级传送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三座传送阵轰然崩毁,一块块直径数万里到数百万里的残骸犹如一场暴雨,呼啸着撞在了灵霄宝殿上。 磨合阵图刚刚布下了一座防御大阵,无数残骸来袭,就看到灵霄宝殿上空数百万里的空中,一片茫茫云矮浮现,残骸撞击在这厚厚的半透明云矮上,伴随着恐怖的巨像和滔天的火焰,一块块残骸不断的爆炸开来,无数碎片呼啸着向四周蹦践。 碎片和后方的残骸撞击在一起,顿时天地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火光,到处都是浓烟,天地被烟火遮挡,无数在灵霄宝殿外空巡逻的将士被打得粉身碎骨,他们乘坐的非洲和浮空战宝也被击毁,更多的细小碎片不断的坠落了下来,又都被大阵放出的云矮挡住。 楚天站在灵霄宝殿正殿前方,一头肥胖的青鸟跪在他的面前,老老实实的张开翅膀,摆出了五体投地,任凭处置的架势。 漫天爆炸声不断,这头肥胖的青鸟哼哼唧唧的嘀咕着,微臣自知死罪,但是能看到汉海军身死,微臣心旷神疑,就算大天尊将微臣扒皮抽筋。 楚天一脚将这头胖胖的青鸟踹飞了老远,大声呵斥道,抽筋扒皮,你身上能扒出几斤鸟肉来。 滚!下次不许再有这样的事情,汉海军怎么说,也是治高天的使者。 冷哼了一声,楚天低头看着在地上连连翻滚的青鸟,赞然道,不过,是他们不对在先,所以你做是他生死,我本心不罚你,但是也不能不罚你,断绝你水米半年,你生的这般肥胖,就好生饿着吧,也好呱呱肥油。 胖胖的青鸟猛的抬起头来,一脸愕然的看着楚天。 挨板子,挨鞭子,哪怕真个抽筋扒皮,他也是认了,谁让他眼看着汉海军被影族刺客斩杀,却没有开口预警呢? 可是楚天没有这般严罚他,只是让他挨饿半年。 好吧,对于一个死胖子来说,不吃东西是很残忍的事情。 但是这种惩罚,对于这头胖胖的青鸟来说,也不算什么呀,毕竟他的修为也不算很低不适。 楚天很快丢下了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汉海军已经将自己的意思传回了至高天,换句话说,汉海军的价值已经不大了,现在就要看至高天那边的反应如何。 倒是,敌人的手段越来越狠烂了。 这些影族刺客这次算是被一网打尽,楚天瞥了一眼正在被规模庞大的军阵围殴的数十名影族刺客,冷冷的笑了笑。 可是袭击那些超级传送阵的人,也不容小觑呀。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想要断绝灵霄宝殿和圣灵天各地的联系吗? 主持这件事情的人手段非凡啊,这算是打折打七寸,正好打在了圣灵天的弱点上。 公养七老为首的七大门阀高层如今都聚集灵霄宝殿,若是能够彻底摧毁灵霄宝殿外的四十三座超级传送阵,灵霄宝殿和外界的联系可就变得艰难了,七大门阀也会在一段时间内陷入顶级高手全部离开,家族重的意外空虚的尴尬境地。 弄不好,七大门阀都会遭受重创。 七大天师,全力增援剩下的传送阵,将敌人斩尽杀绝,能有几个俘虏那是最好不过。 楚天背着手,大声呵斥着,其他人等个安其位,小心还有人冒出来继续破坏。 整个灵霄宝殿都被纳入了魔喝阵图的保护,灵霄宝殿范围内,一切隐私都一览无遗,没有任何外人能够在魔喝阵图的笼罩下藏一身形。 但是除了灵霄宝殿本体,灵霄宝殿的外空中还有大量世界环绕,上面居住了无数的修士,凡人,更有大量的军营驻扎了无数直属灵霄宝殿的将士,乃至有一些坐镇灵霄宝殿的大家族,大宗门的长老名宿,他们并不居住在灵霄宝殿,而是居住在外空开辟的洞天福地中。 这可都是敌人突袭的好目标。 若是不严加戒备,损失太惨重的话,楚天这个新上任的大天尊面子上的功夫可不好看。 已经有好几个影族刺客被乱刀劈杀,剩下的影族刺客还在富于顽抗,楚天冷哼了一声,一千二百尊血海傀儡低沉的嘶吼着从楚天身边冒了出来,带起一道道血光向那些影族刺客冲了过去。 一扇闪古朴厚重的金属大门从楚天身边冉冉开启,大群大群,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龙魔战士扑腾着巨大的肉赤,低沉咆哮着从青莲行弓重窗轰出,犹如乌云一样像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随后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在楚天头顶出现,一条长达百万里的杜须神舟旗舰缓慢地从漩涡中吐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傀儡站在甲板上,星红色的双眸闪耀着淡淡的寒光,冰冷无情地向四周扫视着。 一个又一个空间漩涡不断出现,楚天驻扎在七巧天宫中的庞大舰队冉冉进驻灵霄宝殿。 无数的战争傀儡犹如洪水一样从数十个空间漩涡中奔跑出来,他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迅速冲斥,充满整个灵霄宝殿。 无数的龙魔战士和身高万丈以上的巨型傀儡冲天而起,向着远处的那些超级传送阵飞去。 既然现在的驻军无法保证这些传送阵的安全,那楚天就百倍,千倍的加强那边的守卫,且看那些敌人到底有多高明的手段。 与此同时,楚天下达了新的命令,传话圣灵天,本尊,要和至高天帝当面谈谈。 混乱天域极深处,传说当年太古无量天最高峰所化的废墟。 四周是无数黑色乱流组成的乱石大海,正中一根孤零零的石峰静静的矗立在那里。 石峰极长,极长。 上下几乎是一般而粗细,长度几乎是灵霄宝殿直径的一百二十倍。 寻常和道竞三五重天的高手,想要直线横跨灵霄宝殿,都要耗费一个月的时间全速飞行。 由此可见,这条石峰的长度有多惊人,是何等一条庞然巨物。 据说,这座石峰就是当年太古无量天最高峰的一小节,四周无边无际的乱石流就是太古无量天最高峰的残骸所化,只有最中心最坚硬的这一小节孤零零的处在这里,无数年来,曾经有无数大能高手前来瞻仰过,悼念过。 一道暗金色,充满了神圣威严气息的光门无声无息的在黑色的乱石流中开启,一波波灰红威严的金色光雾犹如潮水一样从门户中涌出,不多时,一座小山般巨大,由金色半透明金石雕刻而成的王座冉染从门户中飞出,无数金色羽翼在王座后方形成了三十三重光轮,簇拥着正中一团刺目至极的金光。 宝座整体足足有万丈大小,四周装饰以极度华美,过分奢华和复杂的花纹,真正用来工人做下的,实则也只有正中三丈大小的一小片。 那团刺目至极的金光就好像借脱上镶嵌的一块金色烈焰,熊熊燃烧,辉煌夺目,不断向四面八方扩散出一道一道让人窒息的恐怖威压。 整整三万名面无表情,身高一丈六尺,无论身高,体重,长相还是气息都完全一样,背后的翅膀成辉煌夺目的纯金色,而且只有简单一对金色羽翼的天将张开羽翼,半同着这巨大的王座无声无息的从门户中飞出。 这些天将轻易水而都是河道径十二重天的实力,而且用来河道的根本大道全都是极致的光属性。 光属性,极度的快,极度的纯粹,极度的高温高热,还有更加极端的衍生力量。 早就听闻至高天的至高天帝是一个对于金色,对于光有着偏执爱好的怪胎,这三万名河道径十二重天的天将,不,按照至高天的称呼,这三万名河道径十二重天的天帝,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这支队伍,就应该是至高天赫赫有名的至高近卫军团,一支让圣灵天和大罗天头痛万分,一支让至高天十三氏族谨小甚微的恐怖力量。 一声冷哼传来,巨大的王座微微一闪,直接凭空挪移到了那一节石峰的顶部,就这么稳稳的停在了那里。 过了大概一刻钟功夫,在那金色光门的对面,一座紫气升腾,有七彩虹泥环绕的光门燃燃开启,一条特制的旗舰级杜须神舟通体装饰的无比华丽,慢吞吞的从光门中航了出来。 百万里长短的杜须神舟完全就是一块庞大的路块,厚重坚固的船体撞碎了无数的乱石,雕成硕大龙头的船头缓缓逼近时封,楚天背着双手,正站在龙头的正中位置,居高临下的俯瞰着那巨大的王座。 王座正中那一团小小的金光剧烈的震荡了一下,一个不快的冷哼声远远传来,圣灵天,大天尊,楚天。 一千二百尊河道镜八重天以上的血海傀儡带着上万河道镜血海傀儡冲天飞起,数量庞大的河道镜龙魔战士拍打着巨大的肉翅冉冉腾空。 在这些龙魔战士的后面,大队大队七大门阀,各大宗门,各大家族的河道镜长老身穿各色滑服,按照各自在灵霄宝殿的官职高低,整整齐齐的踏云而来。 在整体数量上,在综合实力上,圣灵天拿出来的河道镜高手并不弱于至高天帝带来的人手。 但是对比至高天帝带来的三万河道镜十二重天的天帝那长相都一模一样的整齐化一,楚天身后的圣灵天修士们就显得有点杂乱,在气势上被那三万天帝整个压了过去。 楚天无奈的摇了摇头。 圣灵天的河道镜长老们都是爹娘生,爹娘养的自然生物,自然生的千奇百怪,高矮胖兽各有不同。 不可能和至高天的天兵天将一样,只要至高天帝愿意,所有的天兵天将都是一个模样,不会有任何区别。 要比门面功夫,天下不可能有哪个势力能和至高天帝相提并论。 轻咳了一声,楚天看着至高天帝点了点头,正是本尊,你,天人物衰了。 宝座冉冉飞起,毕竟旗舰级杜须神舟的体积太大,至高天帝并不习惯楚天居高临下的俯瞰自己的那种感觉。 他将宝座升到了和杜须神舟的龙头平级的位置,然后收敛了身上的金光。 高挑,窈窍,美丽无双。 至高天的至高天帝,居然是一名美的倾国倾城,却冰冷犹如冰山的绝美女子。 他身穿一套用极薄的龙鳞形晶片镶嵌而成的甲咒,柔韧的甲咒紧贴着他的身体,将他凹凸有致的身材完美的表现了出来。 虽然周身气息冰冷到了极致,但是至高天帝的美丽无容置疑,就连洛儿的滋容和他相比也略输了一分。 金色的长发,金色的眼眸,但金色的嘴唇,甚至每个毛孔内都有淡淡的金光向外迎荡出来,至高天帝通体一片金色,亮得让人头昏目眩。 但是在他金色的长发中,几缕灰白色的头发散发出浓郁的枯朽之气,一股淡淡的枯朽臭气弥漫出来,如此美丽的女子,却给人一种刚刚从阴沟中爬出来一样,浑身都是污垢的错觉。 天人物衰,没错了。 只不过至高天帝的修为绝强,身上更有好几件楚天勉强能感应到的重宝联手压制,所以就算是陷入了天人物衰的绝境,他依旧能够勉强控制天人物衰的肆虐。 面无表情的看着楚天,至高天帝淡然道,是,天人物衰,传说中的最终灾结,不过,这并不重要,在未来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依旧能够保持最强的力量。 点了点头,至高天帝淡然道,我接到了你传来的消息,你约我面谈,又要我避开十三世俗的人,这么说,现在我来了,想要说什么? 至于,让我俯首称臣的事情,你就不用废话了。 但金色的嘴唇微微一撇,至高天帝冷声道,就连创造我的灵族,都成为我庇护下的宠物,没有人可以主宰我的命运,也没有任何生物可以操控我的灵魂。 我,就是我,绝对自由,绝对不受约束。 抬起右手,指了一指楚天,至高天帝淡然道,现在,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 第七百六十五章 又补 大罗天已经废了。 妖魔鬼怪们的心性决定了,就算大劫当前,他们也只是想着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别指望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共度难关。 所以大罗天越来越乱,死伤越来越多,小半个大罗天已经被内乱打成了废墟。 圣灵天和至高天的情况就好了许多。 拥有颜苛天规的至高天丝毫不乱,圣灵天虽然风波无数,但是在楚天的整体调控下,在公阳七老的运筹帷下,七大门阀犹如七根定海神针,牢牢地稳住了局势。 无论有多少修士死掉,无论有多少传颂阵被破坏,无论各大家族,各大宗门损失多少,总之圣灵天表面上还是一片祥和之色,偶然有些暗流漩涡,也都被七大门阀用极端暴力镇压了下去。 在楚天和至高天帝秘密会面后一个月,紫阀驻地宝像世界有了异动。 许久没有回来宝像世界的洛儿在公阳市三位盼道境老祖的护送下,秘密前回宝像世界。 他和紫阀三位老祖偷偷碰面后,紫阀就动了起来。 大概有三千名紫阀最优秀的少年,年龄都在十六岁以下的少年,还有一百名紫阀的中间骨干,修位都达到了化道境高阶的成年男丁,加上一批精挑细选出来的,面容毅力,有着极好修炼天分的外族少女,偷偷摸摸地进入了一条非洲。 随着这群人一起调动的,还有紫阀压相抵的修炼资源。 除了维护紫阀日常运转所需的最低极限的资源,紫阀的库房被搬空了。 堆积如山的珍惜资源装满了数百条巨型商船,然后连同这条运人的非洲一并出发。 紫阀平日里,每天都有大量的商队进出,依仗公阳式的力量,紫阀已经成长成了一个一流的大家族,换养大量的商队,通过经商换取巨额的财富,这是很寻常的事情。 一支不到一千条的商队离开宝像世界,相比紫阀拥有的总数过百万的商船而言,丝毫不引人注意。 小小的船队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宝像世界,向着宫阳式的核心腹地驶去。 在宫阳式的核心腹地,这支小小的船队直接飞进了一条百万里长短的旗舰级杜须神舟,神舟庞大的船舱足以轻松容纳这支小船队。 同样规格的渡须神舟一共有九条,配套的附属舰船则是一百零八条十万里长短的主战神舟。 大量宫阳式的精英,还有和宫阳式平日里交好的龙族精锐已经汇聚于此,数以百万计宫阳式,龙族的青年精锐登上了神舟,随之一起送上去的,还有宫阳式和龙族的海量修炼资源。 无数的灵精,无数的灵髓,无数的药草,无数的丹药,无数的点击,无数的兵器甲咒,总之龙阳式和龙族耗费了整整两个月时间,不惜动用了两族的超级传送阵来调动资源,一百二十七条巨大的渡须神舟被整个塞满。 没有丝毫的迟疑和逗留,这支规模巨大的,承载了龙阳式,龙族和子伐大量少年精英和骨干精锐,更承载了无数珍惜资源的船队离开了龙阳式祖地。 没有动用引人注目的超级传送阵,这支船队全速前行,更有一尊叛判道径的龙阳式老祖施展神通不断的对船队进行加速,船队用了半年时间离开龙阳式领地,擦过接壤的司空室,麒麟一族的领地,向着远离天和世界的外部虚空驶去。 这支船队一切的表现都证明,这是龙阳式,龙族和子伐为了保留自家血脉,避开这一次的巨大灾结而派出的火种船队。 天和世界的外部虚空广阔无限,谁也说不清那一方虚空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那一方虚空中是否还有别的世界存在。 总之,这种事情很常见。 在至高天、圣灵天、大罗天的历史上,无数的家族、宗门生死斗争的结果,大致都以失败方顿入无银虚空而结束。 无数年来,天和世界的外部虚空,就成了三天之地各大势力的最后避难所。 一如楚天得到无量宝级的那一支舰队,那也是太古无量天某个超级势力送出的火种船队。 只是那支船队的运气不好,一路被人追杀堵截,还没能离开天和世界,就已经在灵桥天亭边缘地带被击溃,最终无量宝级便宜了楚天。 而这次宫阳市,龙族,子伐送出的火种船队,规模比楚天遇到的那支舰队庞大了许多,旗舰战舰的体积,防御力,攻击力都超出了许多,安全性,舒适性自然也高出了无数。 一路躲躲闪闪的,又有各种秘宝遮掩痕迹,那为叛道境的老祖更是亲自出手,斩杀了沿途一些不幸遇上这支船队的修士。 同时这条船队也借用了宫阳市,龙族无数年来布下的一座座秘密传送阵,很是节省了大段的路程,更足以让他们避开各种有心人的目光。 按照常理而言,这支船队应该没有惊动任何人,已经安全地离开了七大门阀的领地核心,进入了天和世界的外围边缘。 到了这里,世界群已经变得稀疏了许多,就连自然星体都变得极其稀薄。 无银虚空犹如一片无边无际的最纯粹的黑暗出现在船队的前方,黑暗笼罩一切,黑暗中除了这一支船队就别无一物。 在他们身后,广袤无边的天和世界犹如一条辉煌灿烂的银河横贯虚空,而他们正在远离这一条银河,远离他们诞生,生长的祖地。 船队在虚空中停了下来,弓阳式的那位盼道敬老祖背着双手,站在最大的那条旗舰的船尾,眺望着天和世界沉声道,让孩儿们都出来吧,让他们看看天和世界,让他们记住天和世界,让他们永远记住,这里才是我们的故乡。 这位老祖紧握双拳,咬着牙冷声道,老夫不信,我们何以被逼到这一步?那些敌人,难不成真有这么强悍?就算是太古的天,难道我们就真的不能反抗吗? 数十名和道敬的长老环绕在这老祖身边,他们神色呆滞的看着天和世界。 那里是故乡,那里是故土,那里是他们生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战斗过,在那里生活过,在那里纵横屁腻过,也在那里黯然神伤过。 还没有离开天和世界,他们的心已经痛得好似被撕裂了一般,这些活了不知道多久的和道敬长老情不自禁的就流下了眼泪。 公羊式的叛道敬老祖也留下了两行热泪,这就要离开了呀。 一个鸡翘的冷笑远远传来,哭了。 这就没错了,你们是在为你们的死,提前哭泣吗? 一团浓密的阴影漠然跳跃到了船队上空,直径数十丈的阴影终好似有无数面孔一闪而过,随后阴影炸开,化为数千影足刺客在虚空中只是一晃,就骤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原本那团阴影所在的位置,一名身穿青色长衫,披着翠鸟羽毛制成的大肠,长发如水,手持一柄雨扇的俊美青年微笑着,脚踏一柄造型奇异的奇长长剑,静静的站在虚空中笑着。 在俊美青年的身后,两名白发苍苍,生得鹤发鸡皮,巴掌大的面孔上长了一只大鹰勾鼻,三脚眼,薄嘴唇,简直犹如噩梦中女巫婆的老妇人披着黑色的大斗篷,手持黑色木杖,节节怪笑着看着公羊似的那位叛道径的老祖公羊甲。 两个老妇人身高五尺高一点,大驼背,加上他们那长相,真个生得丑陋无比。 但是他们的气息却和公羊甲不相上下,分明同为叛道径的高手。 尤其是他们的气息比起公羊甲更有韵味一些,很显然,他们的根基比公羊甲要雄厚得多。 除开这两个丑陋的老妇人,青山青年的身后还跟着四个总角女童,他们扎着小发迹,身穿粗布轻衣,瞪着故作天真可爱,实则却犹如死鱼眼一样冷淡无光的眼眸,死死的盯着公羊甲身后的数十位公羊士,龙族的河道竞长老。 在这四个女童的身边,站着百多名长长短短,高矮胖瘦各自不同的男女,但是他们身上的气息,无不是河道竞的大能。 青山青年笑呵呵的挥动了一下雨扇,指着公羊甲笑道,似乎,势均力低。 但是,一旦开战,你们还有机会庇护那些小崽子呢? 摇摇头,青山青年青笑道,不行,不行,你们没有余力庇护那些小崽子,所以,公羊士,龙族,紫家,你们三家的这些活种,我就收下了。 当然,我不会杀他们,这才真是浪费呢。 笑呵呵的点了点头,青山青年年故作大惊小怪的说道,公羊是精通各种补算之术,未来可以做我家各项生意的掌柜的,龙族嘛筋骨强悍,力大绝伦,充当打手家丁是极好的,儿子家嘛,据说你们血脉之力颇有神妙,拿来配种也是极好的了。 耸耸肩膀,青山青年青叹道,我有胡一族也有非凡的血脉之力,和一族购合之后诞下的浑血后裔,总有精彩绝艳的天才出现。 虽然混血后裔在我有胡一族中的地位不高,可是拿来坐镇一方,也是足够的。 四个女童带着百多个河道竞高手分散四周,放出了一条条极细的黑色锁链,化为一张大网笼罩了方圆千万里的虚空,将所有人都包裹在内,堵死了船队可能逃走的方向。 更有一座黑云一样的小山从一个女童手中腾空飞起,悬浮在船队的上空。 一道道黑色的原词之力洒落,笼罩了整个船队。 庞大的原词之力封锁虚空,让杜虚神舟变得格外的沉重,飞行速度骤然下降了百倍不止,更有一股莫名的森冷之意从原词之力中透出,让杜虚神舟上众人的法力运转也慢了下来。 青山青年轻笑道,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有胡无忧,或许你们听说过有胡氏的来历,太初无量天中,我有胡氏世代居住空清洞天,乃空清圣祖的后裔。 公养甲看着有胡无忧,沉声问道,有胡无忧,我知道你。 有胡许许。 有胡无忧欣然笑道,哦,你知道我,是楚天给你说过我吗? 嗯,他的修为,不错喝,有胡许许吗? 正是我家小妹,不要看他生得倾国倾城,气质如蓝,要说心狠手辣,我这做兄长的还不如他呢? 公养甲深吸了一口气,他看着有胡无忧沉声道,你能指挥这么多影族,加上有胡许许在大罗天的所作所为,这三天之内的纷乱,都是你们引发的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有胡无忧微笑看着公养甲,他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了一丝怪异的神圣和肃木。 他转过身,张开双臂,眺望着那一条无银的银河,大声笑道,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天之仆从,是天之意志的捍卫者。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的,自然是净化这一片被你们逆天之人亵渎的世界,让他变得洁净无暇,迎接天的回归。 转过身,有胡无忧笑看着公养甲,轻笑道,你们公养事,不是已经不算出了天的回归吗? 公养甲沉声道,是,我们算出了天的回归。 但是信息很模糊,而且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并没能知道,你们的存在,若是我们预先知道,我们。 有胡无忧打断了公养甲的话,他轻声笑道,你们怎么可能预先知道呢? 因为我们出现之前,我们可不在三天之中。 我们哪,是天耗尽了一个世界亿万年积攒的庞大力量,将我们精准的投射回归的呢? 一个世界。 公养甲有点懵懂的看着有胡无忧。 有胡无忧用一种高高在上的白天鹅看井底之癞蛤蟆的眼神,轻蔑地扫了公养甲一眼,嗯? 一个世界,不是你们三天之人所谓的世界群,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和太初无量天一样的世界。 脸上透出一丝难以形容的尊崇之色,有胡无忧轻声道,一个和太初无量天一样的世界,积攒了万亿年的庞大能量在瞬间燃烧殆尽,整个世界都因此陷入了隆冬状态,这才打开了一条狭窄的涌道,将我们投射了回来。 轻叹了一口气,有胡无忧摇了摇头,正因为这样的耗能巨大的行动,引动了三天之地天地法则的一丝混乱,所以才惊动了你们公养是吧? 不然的话,你们怎么可能不算出天的回归呢? 有胡无忧话音刚落,他身后一扇金色的光门染染开启,至高天地的宝座从光门中飘了出来,站在宝座上的楚天背着手,笑呵呵的说道,有胡兄,又见了黑。 嗯,这次再见,你就安心留下作客可好。 楚天倾笑看着有胡无忧,有胡兄真是调皮,公养是,龙族,子伐的孩儿们出来交游野炊,哪里是什么火种船队,有胡兄追上来喊打喊杀的,这是做什么呢? 随着楚天调侃的笑声,公养七老,连同十几名叛道境的七大门伐长老,叛道境的至高天大天地同时从光门中走了出来,他们一言不发的,将有胡无忧和两个叛道境老妇人围在了正中。 有胡无忧的笑容,骤然僵硬。 第七百六十六章青衣,背叛 有胡无忧的脸色很精彩。 此刻的他,不再无忧,而是整个人的每个毛孔都在向外散发出明曰忧愁的气息,每个毛孔都在向外散发出苦涩的味道。 他就好像一头呆头呆脑的胖头鱼,被楚天随手丢下的一个鱼耳勾搭着上钩了。 他本来以为,他可以灭掉公养士、龙族、子伐的火种舰队,彻底毁掉这三个家族保留心火传承的希望,甚至用这些火种威胁三大家族,让他们沦为天的中仆。 事实证明,他高估了自己,逼估了楚天和至高天帝。 一脸的忧愁,忧伤骤然消散,有胡无忧很开朗的笑了起来,他将雨扇塞进袖子里,双手用力的鼓掌叫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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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高明,不愧是至高天的至高天帝,不愧是圣灵天的大天尊。 真是好手段,好心计,我自诩聪明,想不到被你们算计了。 端端正正坐在宝座上的至高天帝眸子里闪过一抹金色神光,他冰冷地说道,不是我,是楚天大天尊,我,从来懒得动脑子,我只习惯放手杀人。 放手杀人几个字刚刚出口,至高天帝的身形就骤然消失。 下一瞬间,他的手掌犹如一柄但金色的利刀,洞穿了站在有胡无忧身后的一名老妇人。 分明也是盼道静修为的老妇人面色呆滞的看着至高天帝,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发出一声不可置信的尖叫声,猛的低头看向了洞穿自己心口的手臂。 他的身体剧烈的抽搐着,随后用一种极其可怕的极高频率剧烈的震荡起来。 无数黑色残影在老妇人的身后浮现,这些残影也都疯狂的震荡着,就好像无数地狱中的恶鬼在疯狂撞击无形的牢笼,想要冲出牢笼重获自由。 死 至高天帝冷喝了一声,一道纯粹,绝对,极端,霸道的金光从他身上涌出,虚空中好似出现了一颗急速爆发的太阳,强光让所有人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挂在至高天帝手臂上的老妇人发出声嘶力竭的惨嚎声。 他的血肉,筋骨在金色的火焰中燃烧殆尽,他身后的黑色残影化为屡屡青烟飘散。 从身体到神魂,只是一弹指的功夫,一尊叛道静的大能就被至高天帝轻松斩杀。 就好像一个巨人随手碾死一只小鸡才子,这个老妇人在至高天帝手上毫无反抗之力。 楚天轻轻地吸了一口气,难怪老公羊他们会说至高天帝是三天之中最可怕的人,这等修为,这等实力,他怕是已经站在了叛道静的巅峰状态。 和传承极其有限的大罗天的妖魔鬼怪们不同,至高天的天人一族是灵族创造而生的造物。 而灵族在太古无量天也是一个极其强盛的顶级族群,楚天怀疑,十三世族或许保留了完整的太古传承,他们的底蕴,或许比圣灵天强得多。 楚天甚至大胆地猜测,如果不是至高天帝和十三世族若有若无的对立状态,或许至高天早就征服了圣灵天吧。 不是没这个可能。 楚天脑子里无数念头一闪而过,然后他大声笑了起来,用力的鼓掌赞叹道,好,好,好,至高天帝果然修为非凡,敢问,您究竟是什么修为了? 至高天帝抖了抖右手,好似要将某些污秽之物抖掉一般,他抬起头来,冷淡的看了一眼楚天,很干脆,很直接的说道,我以光明之力为根本而突破河道,参悟,掌控太古无量天一亿五千余万种法则傲益,故而, 我是和道境十五重天巅峰境而入叛道,叛道境,如今也是十五重天巅峰极致。 楚天恍然大悟般点了点头,他飞快的扫了一眼公羊七老和十几个七大门阀叛道境的老祖。 公羊七老的脸色未变,显然他们心中有底。 倒是十几个七大门阀的叛道境老祖脸色略微有点难看,显然至高天帝的修为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楚天再次飞快的看了一眼公羊七老,他盘算着,是不是要让七大门阀将自己的老底子给说透了,七大门阀到底有多强的实力,公羊七老到底到了什么境界,这些情报,他还是要掌握明白的好。 有狐无忧则是大笑了起来,他看着至高天帝大声笑道,哈哈哈哈,蠢祸。 叛道境。 你们以为,你们能够。 至高天帝右手一挥,一掌拍在了有狐无忧的胸膛上。 一声闷响,有狐无忧的胸膛整个凹陷了下去,他大口大口的吐着血,犹如一颗流星一样被打飞了数万里。 随后金光一闪,至高天帝突兀的出现在有狐无忧的身后,一把抓着他的脖梗随手一丢,他就藏毫着飞过数万里。 重重的一头撞在了至高天帝的王座底部。 鼓猎声犹如雷鸣响起,这一撞让有狐无忧全身骨骼彻底粉碎,他浑身软塌塌的,也就只能勉强看出一个人形。 有狐无忧身边剩下的一个老妇人,四个老丫头同时放声奸笑,有狐无忧带来的百来个河道敬高手更是齐声高呼,他们身边一道道流光飞起,各色兵器带起珠般异想狠狠的砸向了至高天帝。 至高天帝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一团金光烈火裹住了他的身体,无边光明照耀虚空,各色兵器还没碰到他的身体就骤然崩解,粉碎,随后瞬息间被烧成了一缕缕青烟飘散。 霸道,刚猛,如此恢弘伟丽,让楚天都为之惊叹不已。 至高天帝冷笑了一声,他右手随手一挥,一顶金色烈焰组成的长剑凭空生成,长剑一炫,老妇人和四个老丫头身体骤然一将,犹如被打破的瓷瓶一样凭空崩解。 无数金光从老妇人和四个老丫头的身体内喷出,他们的身体在短短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不见丝毫残渣。 至高天帝身体一晃,重新回到了巨大的王座正中坐定。 他腰身笔挺的坐在王座上,面无表情的看着楚天,大天尊,人,已经拿下了,论阴谋诡计,我不如你们人族,所以,现在,看你们的了。 至高天帝目光如刀,直勾勾的盯着楚天,冰冷,僵硬的目光中没有任何恶意,只是纯粹的麻木和冷淡。 楚天点了点头,笑着蹲在了有狐无忧身边,右手轻轻的拍打着有狐无忧的脸蛋,有狐兄,又见面了。 我还记得你上次的话,呵呵,你若是肯老实交代,我也保你一世无忧如何。 有狐无忧的头顶一团拳头大小的轻欲浮出,洒下屡屡青光流动全身。 背致高天帝荡胸一掌,又被暴力投掷,全身几乎粉碎的有狐无忧体内传来一阵阵刺耳的咔嚓声,他的身躯急速愈合完成,嘴里狠狠吐出几口淤血,然后摇摇摆摆的站起身来,笑呵呵的用力拍了一下楚天的肩膀。 楚天,哈! 有狐无忧大笑着向楚天点头,我记得,这是我上次想要招揽你的时候,对你说过的话,你今天,却一五一时的用在了我的身上。 有趣,有趣,果然,这命运哪,是很难说的事情。 长叹了一口气,有狐无忧深沉的看了楚天一眼,我有狐一族,并不擅长补挂推算,不过,就算是,也没什么用了,这一方世界的命运之和,已经被天意封锁,你们想来也已经察觉了吧。 用力搓了搓手掌,有狐无忧笑看着楚天说道,既然补挂推算这种邪门神通不能用了,谁输谁赢,就要看各自的手段了吧。 天好,我有狐一族大智慧没有,小聪明却是不少的。 楚天笑看着有狐无忧,小聪明。 嗯,我期待有狐兄的小聪明带给我的惊喜。 但是现在,还请有狐兄束手就擒吧。 至高天十几名叛道镜大天帝,三万河道镜十二重天巅峰的天帝分裂四周,无声地拍打着羽翼,面无表情地凝视着有狐无忧等人。 和楚天,至高天帝带来的规模庞大的河道镜,叛道镜队伍相比,有狐无忧的手下实力实在是太单薄了一些。 就算是融入了虚空中藏起来的数千影族刺客,也在至高天帝身体散发出的强光照耀下显露无遗,早早地就被一万至高天河道镜天帝包围了起来。 如此情势,楚天怎么也不觉得,所谓的小聪明能有什么用处。 有狐无忧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笑呵呵地从袖子里掏出了刚才那柄雨扇,他点点头,扇子一挥,就有六条黑气从扇子里喷出。 至高天帝缓缓站起身来,目光如火盯着六条黑气。 楚天下意识地退后了两步,向至高天帝的方向退了退,无相清莲清光缭绕,放出重重光状护住了楚天。 六条黑气在虚空中一卷,一阵翻滚后,刚刚被至高天帝击杀的两个老妇人和四个老丫头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有狐无忧身边。 有狐无忧痴痴笑着,他得意地看着楚天,又抓起雨上狠狠一挥。 又是数十道黑气喷出,另外十名生得犹如巫婆一般的老妇人,另外二十名老丫头原地一滚,带着一丝莫名的怪异笑容一字而排开,站在了有狐无忧的身边。 有狐无忧轻声笑道,你们居然是三天之地的真正高层,你们想来当知道,太古无量天,大致说来,有一亿五千万余天的法则,故而,太古无量天,何道竟十五重天,盼道竟十五重天,至高天帝。 你是从太古无量天崩毁前诞生的生灵,所以你能拥有十五重天的至高修为。 摇摇头,有狐无忧轻声道,七大门阀的老祖,还有一部分资历最老的族人,也是从太古无量天时代熬过来的,所以,我相信,你们就算没有十五重天的修为,也能摸到十五重天的门槛。 轻叹了一声,有狐无忧淡然道,可是你们其他的族人,他们生于太古无量天崩溃之后诞生的天河世界,这个天河世界的天地不全,所以,他们最多只能触摸到十二重天的奥秘,就算他们达到了叛道竟,先天上就弱了一大姐。 至高天帝突然冷冰冰的开口了,都是,废话,你的手下,土鸡娃狗,一掌可灭杀之,人数,没有意义。 至高天帝满头淡金色,被金色火焰覆盖的长发悄然飘动,他看着那十二名老妇人和二十四个老丫头,轻声道,记魂重铸之术吗? 刚才不知道,知道了,杀起来就容易了。 有狐无忧看着至高天帝,他轻声道,记魂重铸之术。 是,却也不是,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废话,是想要告诉诸位,不要小看了天的忠仆。 我们拥有的力量,可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加上我的一点点小聪明,小看了我们,是要死人的哦。 话音未落,十二个老妇人和二十四个老丫头猛的相互撞击过去,就听得碰碰碰不断,十二个老妇人融成了一个老妇人,二十四个老丫头也合并成了一个老丫头。 两股只比至高天帝略弱的可怕气息冲天而起,两条黑气犹如两条狼烟直冲高空,将虚空都撞出了两个巨大的窟窿。 至高天帝一愣神,那老妇人一个闪身就到了他面前,一目掌狠狠倒在了至高天帝的胸膛上。 至高天帝的胸甲放出重重光焰挡住了这一击,至高天帝的身体晃了晃,想后退了一步,他反手拔出一柄烈焰缠绕的骑行长剑,当头一剑向老妇人砸了下去。 公羊七老钟,龙,凤,麒麟三组同时出手,化为三道流光冲向了那个二十四合一的老丫头。 盼道竟大能出手,楚天真心没怎么看清他们是怎么打斗的,总之就是虚空一晃,四个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不知道打去了哪里,用了什么招数再打。 至高天帝稳稳地压制住了老妇人,楚天和他带来的人马依旧妥当地包围着有狐无忧的手下。 楚天看着有狐无忧笑了,很有趣的秘法,这是分身呢?还是分魂呢?不过,似乎还是没用,你的小聪明。 有狐无忧笑了笑,他轻轻一拍手。 轰的一声巨响,跟随楚天来到这里围捕有狐无忧的众人中,清衣身上突然爆发出一团绝对不比刚才的老妇人和老丫头弱的强大气息,同样是盼道竟,而且同样是盼道竟十重天以上的气息。 轻衣的双眼变得混沌无神,天罚宝轮在他身后缓缓地旋转着,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无数条血色锁链从天罚宝轮上轰出,瞬间就抽打在了宫阳市、龙族、子伐三家联合组成的火种舰队上。 九条白万里长短的旗舰级杜须神舟只是勉强挡住了几根锁链的抽打,就在后续的攻击中轰然断折。 大片火焰浓烟喷出,杜须神舟上无数人嘶声尖叫起来。 老公羊眉头一挑,手掌一晃,下令身后的几个公羊市长老前去救助族人。 公羊,司空,乌,萨四老身体一晃,就要包围轻衣,但是轻衣身后天罚宝轮急速旋转,虚空轰然崩塌,他一把抓起有狐无忧,在一片血光中骤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下一瞬间,有狐无忧带来的那些影族刺客和百多个河道竞高手毫不犹豫的,全力自爆了开来。 第七百六十七章大罗天主 喷的一声巨响,楚天一掌将一座长岸拍成了粉碎,皱着眉背着手在大殿中转着圈子。 又不失败,大家都觉得脸上无光。 如果是有狐无忧的身边人将他救走,这事情还好说一些,毕竟,盼道竞的争斗就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的两只鸟儿相互着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攻击到对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攻击到对手的哪个部位。 所以,盼道竞的争斗很难真正奋出一个胜负。 有狐无忧身边有着紧紧笔至高天帝若裔等的高手护卫,又不失败的事情大家都能接受。 无法接受的是,居然是青一救走了有狐无忧。 无法接受的是,青一和众人相处这么久,居然没人能看出他的真正实力。 除此之外,公羊氏,龙族,子伐的火种略有损失,剑队中运载的修炼资源损失了不少,哪怕是对公羊氏这样的庞然大物而言,损失的资源也足够老公羊心痛一阵子的。 毕竟为了诱补有狐无忧,诱补这些隐藏在暗地里的天之中仆,楚天他们可是假戏真畅,送上那些杜虚神舟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最珍惜,最珍贵的资源,少掉一丁点儿都是莫大的损失。 数千半部河道镜和河道镜的影族刺客,百多个货真价实的河道镜高阶的大能同时自爆,这的确打了楚天等人一个措手不及。 能够将三家的那些娃娃救下来,这就很不容易了,谁还顾得上那些身外之物。 青衣 楚天冷哼了一声,转身看向了至高天帝,灵桥天亭,有消息传来吗? 青衣突然发难,以超乎想象的修为突然爆发就走了有狐无忧,直接导致了这次诱捕行动的失败,楚天当即让至高天帝传令,这灵桥天亭彻查青衣的来历。 当年楚天和鼠爷在灵桥天亭被追杀的狼狈不堪,几乎陷入绝境,是青衣突然出现救下楚天,并帮她掩盖气息,逃过了灵桥天亭无数天兵天将的追杀,让楚天在灵桥天亭扎下了根基。 可以说,没有青衣,楚天就不可能在天河大世界立足。 灵桥天亭是楚天第一次碰到青衣的地方,楚天猜测,青衣或许是出身灵桥天亭吧。 让至高天帝下令,让灵桥天亭和周边的数万个大小天亭彻查青衣的出身来历,或许能查到某些有用的信息。 至高天帝坐在宝座上一言不发,纹丝不动,她眸子里金色神光急速闪烁,过了足足三个多时辰,她满头飘动的长发这才缓缓垂下,然后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灵桥天亭周边,三十六万个大小天亭进行了彻查,初步查出的信息,过往三万年中,疑似轻一的人物,曾经记录在暗的事迹有百万件之多。 她,似乎做了不少事情,但是,破坏性不大,危害性不险,并没有触动我制定的预警底线,故而,各方天亭并没有针对她发布任何通缉命令,也没有对她进行专门的调查,审核。 至高天帝缓缓说道,关于她的资料,详识可查的不多,疑似的资料中,她最有可能的出身并非灵桥天亭,而是灵桥天亭相隔三千天亭侠地的东罗天亭,三万年前,东罗天亭东天大地诞下一女,出生时有漫天清侠凝聚,天赋滋质极其惊人。 抬起头来,面无表情的看着楚天,至高天帝冷声道,你们知道的,至高天好些天亭的天帝,并非我天人一族的子民担任,而是由各大族群的强大修士担当,毕竟有些穷乡僻壤的地方,不值得我们太过关注。 东罗天亭东天大地,就是一个化道境三重天的人族修士。 楚天和公阳七老点了点头,一个让化道境三重天的人族修士担当天帝的天亭,在至高天的统治体系中,也属于穷乡僻壤的乡下地方,并非什么太重要的所在。 东罗天亭东天大地的那个女儿,出生意想太过于惊人,直辖东罗天亭的赤罗天亭中天大地,至高天帝挑了挑眉头,淡然道,她找了东罗天亭东天大地的一些纰漏,诛其满门,却没有抓住那个女孩儿。 至高天帝冷声道,聚察,那女孩儿出生时,备有血色烙印,形如一只宝伦,疑似半生的天法宝伦。 楚天张了张嘴,也就是说,天法宝伦,并非灵桥天亭的开天神器。 至高天帝用看白痴一样的目光扫了楚天一眼,灵桥天亭,那等极下等的世界,怎可能运化出如此强大的至宝? 青衣全力驱动天法宝伦的威势,连我的禁卫军团都被震射,三万河道境十二重天之上的天人强者,居然被震得喘不过气来,这是灵桥天亭能孕育出的至宝吗? 楚天叹了一口气,也就是说,青衣,三万年前,她年纪这么大了呀。 楚天抬起头来,若有所思的看着大殿的天花板。 鼠爷瞧着二狼腿躺在楚天的肩膀上,低声的滋滋着,为了别的女人的年纪在这里叹气,你不怕回去后落儿丫头找你的麻烦。 老公羊的脸色则是更加的难看,她悠悠叹息道,三万年前啊,在三万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布局了吗? 如果说,青衣是他们的棋子,那么,这样的棋子还有多少? 都在哪里? 老公羊悚然动容的看着楚天,大天尊,可都是差点成为青衣的,不对,青衣为什么要去大罗天? 大天尊上次见到她,可是在大罗天,她为什么要去大罗天? 楚天呆了呆,她喃喃道,她救过血灵尊者,偶然遇到血灵尊者,被血灵尊者邀请前去大罗天帮她对付血海魔尊,这似乎,也太凑巧了。 有些事情,不能细思,一旦仔细想想,就会觉得不寒而栗。 楚天双手抱在胸前,阴沉着脸半嗓不吭声。 过了许久,楚天沉声道,激活花与圣殿在大罗天的所有耳目,追查青衣的下落,他们在大罗天,肯定还会有大动作,或许,会比在智高天,圣灵天的动作更大的大动作。 楚天抬起头来,稀济的看着智高天帝,希望他也能调动类似花与圣殿的情报系统,全面监视大罗天的一举一动。 智高天帝茫然的看着楚天,然后很坚定的摇了摇头。 颇有点时间的沉默后,智高天帝的眸子里微光闪烁,带着一丝外人几乎看不出来的尴尬,他轻声说道情报,我只习惯杀人,也只喜欢杀人,情报组织什么的,我从来没操心过,也从来没想过要操心。 嗯,大抵,都是被十三氏族把握着的。 大殿内所有人都盯着智高天帝,他的这性格,三天之中也是独一份吧。 突然间,生得美丽无比,外表看上去也就是十六七岁少女模样,甚至戴亚这一丝稚嫩气息的智高天帝猛的举起右手,狠狠一掌拍在了巨大的王座府手上。 一声俱响,楚天等人乘坐的,正在急速赶回圣灵天腹地的杜须神州被震得剧烈晃动了一下,无数防御阵法轰然崩裂。 四面八方爆出无数火星。 下一瞬间,大群圣灵天,智高天的河道竞高手凭空挪移进了大殿,飞快地扫了一眼大殿内的情势后,他们又纷纷低头,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 智高天帝浑身喷涌着金色火焰,眯着眼力声喝道,那里要什么探查不探查的? 直接下狠手,大天尊,你我联手,推平了大罗天吧。 昂起头来,智高天帝冷声道,这些年来,如果不是十三氏族和圣灵天七大门阀的牵制,我早就出动大军,扫平大罗天了,哪里还容得他们逍遥快活。 一个连判道竞高手都没有的下三滥势力,整日里兴风作浪,他们早就该碎尸万段了。 牟子里一团可怕的金色火焰喷出,烧得众人所在的大殿中所有的金属陈设纷纷融化成了铁水,智高天帝站起身来,带着一丝莫名的兴奋和冲动大声笑道,推平大罗天,图光那些妖魔鬼怪,你我瓜分天和世界,你觉得这事情怎么样? 楚天抓了抓鼻子,他看着兴奋的智高天帝,小心的提出了自己异想天开的建议,要不,你我联手,连十三氏族也给干掉。 呵呵,这些年,他们没少给你找麻烦吧。 智高天帝沉默,过了许久,许久,许久,他才悠悠说道,我曾经三十七亿九千八百七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三次动念,彻底灭绝十三氏族的血脉,但是,保护他们的安全,这是鸣克在我最基础构成单位中的核心指令,除非我能超脱判道径,否则,我必须维护他们的安全。 抬起头来,智高天帝眸子里闪过一抹很灵力的神光,不过,我很笨的,我只会打打杀杀,我不会用什么阴谋诡计。 如果大天尊能够用合情合理的方式骗过我,趁我无暇分心的时候,一击涂灭十三氏族,我会感激你的。 真的,我会感激你的。 智高天帝的身体内有混杂的轰鸣声传来,似乎有两个庞然巨物在相互殴斗。 智高天帝沉声道,我的本能告诉我,我必须维护他们的安全,但是我的本我意识告诉我,我必须毁灭他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的本我意识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超脱,但是我的本能,却始终比我的本我意识强出一线,我无法摆脱,但是我的本我意识告诉我,这是可以有别的办法的。 楚天和公羊七老同时吸了一口气。 智高天帝居然如此坦诚的说出了这番话,他这是自曝最大的弱点呢? 还是有别的什么想法? 楚天和公羊七老都没说话,过了许久,许久,楚天才突然笑了起来,迅速转移了这个危险却又无比诱人的话题。 强忍着心头的悸动,楚天就好像看到一团混了毒药的大肥肉的恶狼,艰难的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迅速下达了命令,让花与圣殿清朝出动,所有的暗子,所有的棋子,所有的间谍,所有的耳目,全部动起来。 楚天沉声道,智高天有严苛的天规,圣灵天也有森严的规矩,想要出点什么乱子,难? 唯有大罗天,已经乱成了一团的大罗天。 智高天帝再次开口了,可是,大罗天真的无关紧要。 他们并没有叛道境的存在,所以,他们对我们而言,就是可以随意屠戮的低等生灵,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楚天有点头疼的揉了揉额头,他轻轻的说道,以前的大罗天,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有了有狐无忧,有了有狐徐徐,你们且说,他们用什么手段,短短三万年,让一个小丫头变成,盼道境。 智高天帝的嘴角狠狠的抽搐了一下。 公羊七老的脸骤然僵硬,一张脸黑漆漆的好似涂了锅底灰。 鼠爷趴在楚天肩膀上悠悠说道,刚刚还说人家都三万岁了,都这么老了,现在就变成了三万岁的小丫头。 呵呵,呵呵,呵呵。 楚天伸出手去弹鼠爷的脑袋,鼠爷急忙一闪,长长的尖尖的尾巴猛的塞进嘴里,呲牙咧嘴的笑了起来。 楚天的问题,让智高天帝和公羊七老都莫名的感到后背发冷。 三万年,盼道境 如果是和道境一二重天,以至高天帝,七大门阀的底蕴,这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无非是透支潜力拔苗助长吗,无非是耗费巨量的修炼资源应堆上去吗? 但是,但是,盼道境 这就不是外人能插手的事情了,非得是那人自己用水墨功夫,将已经和自己融为一体,彻底掌控的所有大道奥义,一点点的从自己身上剥离,但是在剥离的同时,还要维持自身修为,自身实力不但不削弱,反而还会增强。 其中玄妙,玄乎飘渺,非身处其中之人,根本难以描述盼道境的奥秘。 起码至高天帝和弓阳七老,他们无法帮助人踏入盼道境,也无法帮助人在盼道境中突飞猛进。 轻衣,短短三万年时间,盼道境十重以上的实力,这,骇人听闻,简直是毫无道理。 在楚天的命令下,花与圣殿的人出动了。 圣灵天花与圣殿所有的情报渠道全都动了起来,无数的人潜入大罗天,大罗天中无数圣灵天的耳目同时动了起来,其中包括好些潜伏了数亿年,传承了数百代的大罗天土著家族和土著宗门,他们都动了起来。 等到楚天等人通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借助几座超级传送阵返回灵骄宝殿的时候,最新的消息传回来了。 青衣,已经成了大罗天公主,四号青帝,大罗天所有的妖魔鬼怪,几乎全部归附在了他麾下。 有胡无忧,有胡许许兄妹俩,如今成了青衣麾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众臣。 有胡无忧掌文士,有胡许许掌武士,大罗天的妖魔鬼怪正在急速的调动,快速的编组成正尔八经的正规军团。 第768章 灌顶 速成 大罗天,大罗天狱 这是何等肃杀,争鸣,何等邪义,雄奇之地。 将近十个血海魔狱广大的地狱,完全由一座座通体漆黑,尖锐锋利如狼牙的山峰拼凑而成。 这些山峰底部直径从数里到数万里,高度从数十里到数百万里,表面临寻凹凸,到处都是锋利如刀的石棱。 两个月前,大罗天还没有大罗天狱。 有一群修为强大可怕的高手,硬生生用火焰融化了数十个超巨型的世界群,连同这些世界群中的所有生灵一并炼化为岩浆,用这些充满血腥的岩浆为材料,交注出了外形协议猙獰,面积广大惊人的大罗天狱。 组成大罗天狱的一座座山峰之巅,一缕缕暗绿色的幽光直冲高空,粗粗细细的绿色幽光摇曳闪烁,犹如一条条鬼火在迎风招展。 凝神静听,似乎可以听到这些幽光中凄厉的,惨绝人寰的嚎叫声,更能看到一道道扭曲的面孔在幽光中若隐若现。 更有无数外形猙獰可步的大罗天羞氏静静的站在一座座山峰上,或多或少,高高矮矮,胖瘦不等。 更有好些羞氏明显带着飞人的特征,比如说有一大群占据了一座十万里高山峰的羞氏,他们的脑袋赫然就是一颗蝗虫头。 越是低矮的山峰上羞氏就越是密集,越是高峻的山峰上羞氏就越少。 尤其是那些高达数百万里,气势灵天的巨型山峰,往往只有山顶一个羞氏孤零零的站在那里。 这些能够独占一座大山的羞氏,绝对都是河道静高阶甚至是河道静巅峰的大能。 那些低阶羞氏没人敢和他们并利,在大罗天,望自往强者身边走,很可能下一瞬间就被打成肉饼。 所有人都眺望着大罗天玉和心正中位置,一座通体血色的大殿。 血色的大殿上无数血浆奔涌,这座大殿赫然是用流动的鲜血构成。 强大,神奇的进制让组成大殿的血浆不断的流动,却又保持着坚固非常的特性,大殿的墙壁,地板的硬度堪比时间最坚固的金刚宝玉。 换上一球血色长裙的轻衣静静的坐在大殿内唯一的一张宝座上。 他长发如瀑布,披散在身后。 两条尖锐如剑的长眉赫然是血红色,斜斜的挑向了鬓角,几乎和鬓角的绣发浑在了一起,让他轻力如雪的面孔凭空多了百分的灵力。 血色的眸子,血色的嘴唇,血色的指甲足足有三寸长短,偶尔手指微动,指尖就有持续长的寒芒喷吐,其事极其惊人。 天法宝轮悬浮在轻衣脑后,仗许直径的天法宝轮通体喷吐着浓郁的血光,犹如一颗血色太阳在缓缓地转动,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庞然气息。 一条朦胧的,极淡的,近乎不可见的黑影悬浮在天法宝轮内,看那模样,分明也是一个身材窑窍,极其美丽的女子。 一个冰冷无情,每一个自都带着浓烈煞气的声音正从这女子形态的黑影中传出,瞬息就传遍了整个大罗天狱。 无数大罗天的修饰静静地看着轻衣所在的血色宫殿,静静地,全神贯注地聆听这个冰冷无情的声音。 天空中偶尔大小不一的血色花朵飘落,形如牡丹,但是比牡丹多了一份邪气的血色花朵落在那些修饰的身上,这些修饰的气息就猛地向上飙升一大截。 突然间,一座高达三百万里的巨山上,一尊雄头人身的大妖突然仰天大笑,原来如此,我误了。 吓,这大罗天的天道法则果然不全,听了天主讲道,我才发现,我真错了。 一团水缸大小的血色花朵从天而降,迅速没入这大妖体内。 大妖原本已经是河道境十一重天巅峰境,漠然融合这血色花朵后,它的气息狠狠地向上一跳,瞬间就突破了十一重天,达到了十二重天的境界。 一圈圈气浪从大妖体内喷出,向四周奔涌而去,犹如飓风横扫方圆上一里的山峰,好些山峰上的大罗天修士被气浪卷起,狠狠地摔在了山峰上,一个个撞得头破血流,却不敢哼出一声。 无数人间难得趴在地上,羡慕,极度地盯着这熊头大妖。 他们知道,这个家伙的运气来了。 逆天的造化,即将降临。 一只血光大手从大殿中飞出,一把抓住熊头大妖,将他一把拽进了血色大殿。 大妖兴奋欲狂地大吼着,私生叫道,多谢天主,天主万寿无疆,哈,俺老熊,以后一定效忠天主,对天主为命是从,您要谁死,俺就帮天主弄死谁。 轻衣静静地坐在宝座上,他面前的大殿地板突然融化,从坚硬如铁的血色地面变成了一个直径千里的血海。 熊头大妖冬的一声被血光大手丢进了血海中,他浑身的衣衫顿时融化得干干净净。 轻衣的身边人影一闪,有狐无忧,有狐许许兄妹两闪了出来,面带微笑看着血海中动弹不得的大妖。 有狐许许轻声笑道,真是有趣,一般来说,熊妖都会比较笨的,真不知道它是如何能修炼到如今地步。 那又如何,最终结局,都是一样。 有狐无忧淡然道,大罗天,真是一个好地方,肆无忌惮的杀戮,肆无忌惮的收集精确精魂,肆无忌惮的为这些废物灌顶提供。 好,真好。 熊头大妖所在的血海中,一片片血水翻滚着,凝成了一枚枚大小不一的血色符纹,犹如无数蝌蚪一样向大妖游了过去。 血水符纹迅速贴近大妖身体,顿时血海中传来了痴痴声响,就好像一块块烧红的烙链狠狠贴在了熊妖的身上。 熊妖身体猛的一抽,突然张开嘴发出了类似于野猪被烧红的铁签子插入鼻孔的嚎叫声。 凄厉的吼声震得血海大浪翻滚,熊妖的身体绷紧,却丝毫动弹不得。 无数符纹一层层的烙印在了熊妖的身体内,她的毛孔中渗出大量的黑色油脂,污秽,可怕的秘法正在急速的提升她的肉体强度,一经法水,重铸肉身。 咔咔声中,熊妖的满身黑毛拖得干干净净,皮肉极速的蠕动转化,头颅也犹如流水一样剧烈的拨动着,最终化为一尊身高三丈许,通体都是结实的肌肉疙瘩的黑皮大汗。 轻衣身后天法宝轮中的人影,声音突然变得极其尖锐。 虚空中无数朵血色花朵飘然落下,带着各色异象纷纷向熊妖所化的大汉落下。 熊妖大汉的法力修为在急速飙升,更加可怕的是,随着血色花朵不断闯入她的身体,她对天地法则奥义的领悟就好似春天夜里的竹笋,一节节的不断拔高。 随着那冰冷无情的女子声音传来,一道道宏大的精纯神魂不断涌入大汉脑海。 这些神魂之力,使乱战的大罗天陨落的无数修士,他们的神魂被有狐无忧,有狐许许兄妹两个手下强行收取,用秘法提炼纯净后,将其化为最纯粹,最原始的神魂力量。 这些强大的神魂之力冲入熊妖大汉脑海,迅速和她原本神魂融为一体。 神魂在快速的增长,强大,过度快速的神魂提升,让熊妖大汉的感知力变得无比敏锐。 就算一颗沙尘落在熊妖大汉的身上,带给她的痛苦就好像被人用巨石砸了一下一般。 无数血色符纹带着痴痴声响不断烙印在熊妖大汉的身上,这痛苦本身就堪比凌迟碎寡。 经过神魂之力的增幅之后,无边剧痛让熊妖大汉几乎陷入了崩溃边缘。 她猛的昂起头嘶声长笑,嗓子眼里一道道血物不断喷出,但是她的身体却丝毫动弹不得。 肉体在增强,神魂在增强,法力修为在增强,和天地的感应联系也在增强。 核道镜十二重天突破。 核道镜十三重天突破。 核道镜十四重天突破。 核道镜十五重天,极致。 青衣身后天法宝轮上,淡淡的女子黑影骤然变得清晰。 这是一个通体血色,面目和青衣生的一模一样,通体充斥着争獰煞之意的女子,她正大血炎生腾的双眼,死死的盯着血海中的熊妖大汉不放。 核道镜,又或者,逍遥镜,真是个笑话。 有狐无忧低声笑着,脱离天的掌控。 呵呵,横古一来,谁能超脱天的掌控? 天地万物,尽被天所掌握。 所谓的盼道镜,所谓的盼道镜,也不过是天意之下,随手可以制造的工具而已。 在突破到核道镜十五重天极致的一瞬间,熊妖大汉的身体上裂开了无数血淋淋的伤口。 随后这些伤口急速的愈合,迅速变成了无数扭曲的血色符纹烙印在她的皮肤表面。 这些扭曲的符纹通体透着一股子莫名的肃杀协议气息,熊妖的眼神骤然暗淡了一下,随后两点血光从她的瞳孔深处亮起, 小小的两点血光急速扩张开来,弹指间她的两颗眼珠整个就变成了血色。 一声低沉的咆哮从熊妖大汉胸膛内转来,她的气息在这一瞬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整个天地似乎和她融为一体,她的一举一动,她的每一个念头,都能引动四周的天地崩解,世界崩乱。 大罗天狱中所有生灵都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熊妖大汉就好像一条巨型的巴掌鱼,她的触手深深的扎入了这一方天地之中,和天地彻底的融为一体。 通体血色的女子身影从天法宝轮中艰难的挣扎而出,大半个身体都几乎窜出了天法宝轮。 静静坐在宝座上的轻衣食指猛的伸直,长而尖锐的血色指甲发出嗡嗡阵鸣,在空气中荡起了一抹血色的残影。 她的眉心有一团血色的花纹浮现,乍一看去,就和天空飘落的那些血色花朵一模一样,只是血色更加浓郁,色泽更加的深厚。 天法宝轮中冲出的女子身影猛的张开双臂,她食指曲张,掌心突然喷出两道血光,狠狠地撞在了熊妖大汉的双眼中。 熊妖大汉的身体冒出了浓烈的血色烟雾,她的身体在急速的抽搐颤动,一丝丝莫名的气息悄然从她体内扩散开来,她那种和整个天的融为一体,她就是天地的一部分,而天地却不是她的怪异感觉正在缓慢的消失。 叛道镜,正式突破。 熊妖大汉两颗血色眼球喷出大片强光,她绝强的气息逐渐变淡,越来越弱小,越来越内敛,逐渐的,她的气息变得和普通生灵没有任何两样,就和山间的石头一样平淡普通。 可惜了,这样急速造化出来的叛道镜,潜力压榨一空,未来再也无法寸进,而且,寿命只有一千年。 有狐徐徐看着熊妖大汉,轻柔娇媚的笑了,稀,不过,一千年也够用了。 有狐无忧背着双手,轻描淡写的说道,虽然只能活一千年,虽然已经耗尽了全部潜力,再也不会有任何进步,但是等她死了,满身的精血还能收回大半,神魂更是能全盘保留下来,处理一下,还能用来灌注新一批工具,倒也便宜。 兄妹两笑的很轻松,天法宝轮上的血色女子身影剧烈的摇晃着,掌心喷出的血光逐渐暗淡下来,然后她缓慢的重新回到了天法宝轮中,又变成了那一条淡淡的近乎于虚无的影子。 熊妖缓缓缓从血海中站起身来,她毕恭毕敬的向有狐无忧,有狐许许跪拜行礼,一球血色长袍凭空出现在她身上,她站起身来,又向轻衣跪拜了下去。 天主,熊铁山任凭天主屈浅。 熊妖大汉右手握拳,用力的敲打着自己的胸膛。 她眼球上的血色已经退去,只剩下了一层淡淡的暗红蒙在眼球上。 轻衣手指轻轻一挑,一股距离袭来,将熊妖大汉搀扶起来,她微微侧头向有狐无忧和有狐许许看了一眼,淡然说道,以后,你要做什么,直接服从两位有狐大人的命令,他们,可以直接代表我的意志。 熊铁山还没开口,大殿外又是一股极强的气息翻滚袭来,又一名大罗天的修士得到血色花朵灌顶后,她的境界骤然跳跃了一个大境界,从河道境十重天,突破到了河道境十一重天。 轻衣手指一勾,一道血光大手从血海中飞出,一把抓住了大殿外一座山峰之巅站立的山羊头人参的女修士,将她一把抓了回来,随手丢进了血海中。 女修士刚刚被丢进血海,一抹威风就带着淡淡的香气冲进了大殿。 一条百花缠绕的人影突兀的出现在轻衣面前,一柄飞红色的半透明长剑带起一声微妙的轻吟,快若闪电般刺向了轻衣的心脏。 熊铁山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他猛的一拳向那百花缠绕的人影轰了过去。 第769章 一缕天威 圣灵天花与圣殿背后的凤凰一族老祖鸡九凤亲自出手刺杀大罗天卿帝,被二十余叛道境大能联手围攻,轻伤而退。 消息一出,三天哗然。 至高天,圣灵天自然是惊悚莫名,老大震惊,而大罗天无数妖魔鬼怪则好似打了鸡血一般,一个个兴致高昂的呼朋唤友, 纷纷投入青帝麾下。 短短数月时间,大罗天再无任何杂音,青帝的意志成为了大罗天的至高主宰。 楚天等人则是心情沉重。 他们已经查验了鸡九凤的伤势,圣灵天对外宣称鸡九凤是轻伤,实则鸡九凤半边身躯几乎粉碎,神魂也受到一丝雷霆灼伤,伤势很是严重。 盼道境,自身和这一方天地宇宙的牵扯逐渐剥离,受到各种法则力量的伤害逐渐减少,到了鸡九凤这等境界,几乎是万法难心,万邪难伤,几乎就是万劫不坏的水平。 能够让他受到这么沉重的伤势,除了清帝麾下的盼道境高手境界不低之外,还和他们的数量有着极大的关系,大罗天的盼道境人数,不是至高天,圣灵天对外宣布的二十几人,实则在百人开外。 百位盼道境大能联手围攻,使用的还是极其协议的魔工秘术,更加上有狐无忧,有狐徐徐带着一群属下在一旁前置,更有几件古怪的,杀伤力可不得密宝助阵,几九凤一个不察,稍稍练战了一些,没能第一时间顿走,当即就受到重创。 各色灵丹妙药源源不断的被几九凤服下。 至高天帝更是直接从至高天调了一台最高级别的神巢过来,骑形如橄榄,常有千丈,内部住满了极其珍贵的神巢源叶,这是至高天高阶天江的运化生长之地,也是天兵天江们受伤后最好的恢复场所。 几九凤就静静的浸泡在神巢源叶中,庞大的生命能量在急速修复他的身体。 九凤儿有点贪功了。 老公羊站在神巢下,直言不讳的说道,我们的敌人是谁? 是天,那些家伙虽然不是天,能够被派回天河大世界,和我们三天之中的修饰为难,他们的手段就不容小觑。 摇摇头,老公羊沉沉地叹了一口气,还好,还好,也就几个月时间,伤势能痊愈,否则的话,尚未开战,就折损一尊大将,上百的盼道竞喝,他们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高手。 至高天帝没吭声,公羊七老还有七大门阀的一众老祖,长老脸色都很阴沉,唯有至高天的那时几位叛道竞的大天帝面无表情的看着众人,他们心中没有恐惧和烦恼,唯有炽热至极的战争本能在他们心口熊熊燃烧。 敌人有多强,敌人有多少,他们从不关心这个。 只要至高天帝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挥动兵器浴血厮杀,无数年来,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神潮是好东西,得多打造一些。 老公羊突然转过头来看着至高天帝,我们需要更多的神潮,尤其是这种对叛道竞的身躯伤害都能有疗效的顶级神潮,多多益善。 至高天帝面无表情的看着老公羊,我并不掌握神潮的铸造方式,这不是我擅长的。 我擅长的,唯有厮杀战斗。 所以,要和十三氏族的人谈。 楚天皱起了眉头,他想起了逐世的傲双军。 十三氏族中的某些蠢货,或许还把这次的大敌入侵当作削弱至高天帝力量的最好办法。 想要让他们乖乖的配合打造高等级的神潮,可没有这么简单。 神潮的锻造技巧,十三氏族分别掌握了一部分,唯有十三氏族联手,才能打造出神潮来。 这是一个难度极大,极其复杂的综合型工程,神潮的制造蕴藏了炼器、俘虏、阵法、丹药等各方面,十三氏族缺少一个,都无法制造可用的神潮。 和他们谈,那些心里明白事情的人还好说。 那些不晓得事情严重程度的蠢货,楚天皱起了眉头,他淡淡的说道,这样吧,我们联手,去致高天走一圈,和十三氏族的老祖当面聊一下。 皱起眉头,楚天冷声道,他们答应配合,自然一切就好。 他们不答应配合,那就直接抢夺他们炼制神潮的法门。 我们逐个找上门去,挨个击破,用暴力威逼他们合作,致高天帝以为如何。 楚天看着致高天帝,致高天帝皱着眉看着楚天。 眸子里金色的神光急速闪烁,致高天帝的脸色很是严肃,我的。 楚天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我的计划,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维护他们的安全。 时间紧急,我们没多余的时间让他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那么只能用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 为了他们真正的生命安全,让他们吃点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 我保证,我们不会杀死他们,只是让他们吃点苦头。 楚天看着致高天帝轻声道,请致高天帝仔细衡量,如何选择,才是真正的保护他们,而不是任凭他们自己害死自己。 致高天帝的眸子里金色寒光越来越盛,他咬着牙,身体微微颤抖着,头顶有一缕缕的白色热气不断冒出来。 楚天怀疑,这一瞬间,致高天帝的脑浆或许都在沸腾。 一刹那后,致高天帝点了点头,大天尊所言即是,去致高天,我和我的族人,全力配合,完全服从大天尊的命令,但是,不能杀人。 我的手,不能沾染哪怕任何一个灵族族人的血。 楚天点了点头,认可了致高天帝的意见。 公羊七老的脸色变得极其的怪异,极其的复杂。 至高天最强大的庇护者至高天帝,居然配合他们圣灵天的七大门阀灯门威逼至高天的十三氏族。 他们就算是在最荒唐滑稽的梦境中,也没见到过这样的场景。 有趣,太有趣了。 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那些老朋友的精彩脸色。 于是公羊七老迫不及待的开始发号施令,调集各自家族压箱底的高手,让他们纷纷赶来灵霄宝殿听从调用。 紫天尊和楚邪站在一座城路台上,远远眺望着正殿方向的动静。 楚邪眸子里邪光闪烁,长风吹过,他浑身衣衫乱舞,不断发出刺耳的声响。 过了许久,他突然很不甘的低声咕咏道,想当年,我楚二嫂也是,喂,子二,咱们兄弟,真是这么混吃等死的人吗? 一拳砸在了城路台的护栏上,楚邪叹了一口气,看着别人为了我们的命去拼命,自己却无能为力,大哥真是个怪胎呀,居然,这么快就接触到了叛道境了。 紫天尊呆呆的看着灵霄宝殿的正殿,看着一道一道比闪电还快了无数倍,甚至让他们看不清的流光不断顿入大殿中。 沉默许久,紫天尊喃喃道,可是,能怎么样呢? 紫天尊蹲在了地上,右手食指在地上轻轻的画着圈圈,我们兄弟两个,本来人生理想就是做一个顽固嘛,吃香的喝辣的,每天晚上都有百八十个姑娘给我们暖被窝,则,平日里狐假虎威,狗仗人似的去欺负看不顺眼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乐趣。 紫天尊也蹲了下来,他重重的打了一下紫天尊的额头,看着他的双眼问道,真的吗?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紫天尊呆了呆,然后低下了头。 紫天尊摇了摇头,他悠悠叹息道,我这里有一门禁法,邪恶,残酷,血腥,歹毒,一旦用了,一臭万年都是小事,搞不好,还会让我们两个灰飞烟灭了去。 但是,一旦成功,我可以复苏前世十成十的力量。 紫天尊猛的抬起了头,前世。 你! 楚邪很诚挚的看着紫天尊,嘘,我是楚二少啊。 紫天尊眯着眼看着楚邪,过了好久好久,他才用力的一拳打在了楚邪的肩膀上,需要我做什么? 楚邪咬着牙,他沉声道,我需要精血,巨量的精血,比我们在血海魔域见过的精血还要多出百倍,千倍,万倍的精血,另外,我需要强大生灵的骨骼,越强大的越好,比如说。 龙,凤,麒麟的骨头。 越强大,越好,越多,越好。 紫天尊眸子里闪过一抹深邃的幽光,他看着楚邪坑坑唧唧的说道,精血,容易,让圣灵天的修饰都献出足够的精血就是。 骨骼们,龙凤麒麟的。 雷,刨他们祖坟。 楚邪的嘴角抽出了一下,他们三族的祖坟。 紫天尊抬起头来看着天空,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是啊,龙凤麒麟三族的祖坟,现在的三族老祖,那老龙,老凤凰,老麒麟,他们可不是三族的始祖,在太初无量天,太古无量天,可是有好些三族的远古祖先陨落,他们的骨头,足够结实。 楚邪的头皮突然一紧,鼠爷不知道什么时候悄然出现在他头顶。 四只爪子死死抓住楚邪的头皮,鼠爷轻声道,这种好玩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鼠爷呢? 楚邪魂小子想起了有趣的秘法,正好鼠爷这里,也有一门有趣的秘法,刚刚才突然出现的,但是似乎,很有用,而且,还正需要紫天尊这小子配合。 鼠爷抬起头来,长长的,尖尖的尾巴轻轻甩动着,他无比怀念的低声叹息道,真是,往事不堪回首,这想起来的事情,还不如想不起来。 一缕缕荧光在鼠爷身上不断喷出,逐渐喷出树齿肠,让鼠爷乍一看去就像是一只刺猬。 往事不堪回首,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鼠爷摸了摸长长的胡须,低头看了看身体,摇摇头,又点点头,不过哪,也还好了,活了这么久,不错了。 呵呵。 眸子里闪过一抹锐利的光芒,鼠爷的语气变得很是严肃,你们,可想试试。 鼠爷保证,没风险,可以让你们的修为在极短时间内极大的提升一大节。 鼠爷也不知道,这样对你们,是好还是坏。 尤其是子二小子,你付出的牺牲,或许会很大,很大,很大。 子天尊绷着小脸,很严肃地看着鼠爷,付出的代价,会影响。 子天尊低下头,向自己身躯正中间的某个微妙不可言之处飞快地扫了一眼。 鼠爷会议,当即笑道,当然不可能,鼠爷是这样坑人的人吗? 嗯,不仅不会出事,而且还,修为增长了,这方面的功能,可能增强许多。 子天尊顿时松了一口气,眉开眼笑地故作镇定地说道,那,自然没问题。 嗯,要跟我爹娘他们说一声吗? 楚邪眯着眼看着子天尊,怂了。 子天尊的面皮骤然变得通红,他怒道,我子天尊堂堂男儿,怎可能怂。 楚邪就笑了。 子天尊也笑了。 鼠爷点点头,他的大门牙爆发出一团夺目的荧光,瞬间卷起了他们两个,化为一团流光急速向远处飞掠。 一边急速飞行,鼠爷一边喃喃自语道,这法子们,还得带上那几个小家伙,阿狗,阿雀,大力,老黑,加上你们两个,正好组成焚天夺运改元秘阵,则,这天地意志不同了,这阵法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吧。 三日后,连同公阳七老在内,七大门阀一共出动二十一名叛道境大能,加上至高天帝麾下十八名叛道境高手,配合上圣灵天七成和道境修士,至高天帝麾下所有的和道境大能,以楚天和至高天帝为首,浩浩荡荡的大军穿过传送门,直接降临至高天云士领地。 在楚天等人离开一个月后,在子伐的驻地宝像世界中,一缕混沌,懵懂,深傲,眷勇的气息悠然扩散开来。 犹如从老巷子里传出的一缕老酒香气,香味盈盈绕绕的向四周飘散开来,所有碰触到这股气息的人,无不感到浑身一阵阵的轻松,快慰。 包括紫万众在内,紫法领地中的所有莫名瘟疫的受害者在碰触这一道气息的一瞬间直接病愈,更有无数迟迟无法突破境界瓶颈的修士,在这一刻莫名其妙的直接突破。 这股气息的传播力极其可怕,弹指尖就传遍了三天之地。 正在大罗天中紧锣密鼓筹备的有狐徐徐,有狐无忧兄妹两脸色骤然一变,两人吭斥着说道,天威。 怎可能? 第七百七十章 天威 难为? 楚天一行进度顺利。 短短一个月时间,依仗至高天便利的传送阵系统,他们已经登门拜访了七大士族。 这是七个比较倾向至高天地的士族,尤其以云士、蓝士为首,他们和天人一族的关系极佳。 故而这七个士族没有太多犹豫,或许也是因为楚天他们的武力震慑,神朝的制造图纸和技术很顺利的就被他们拿了出来。 接下来的六大士族对于之前至高天的形势很不满。 他们坚定的认为,他们创造了至高天地和整个天人一族,那么至高天地和天人一族就应该是灵族的附庸,或者说是灵族的奴仆,就和明角一族一样,成为任他们驱谴的仆从军。 天人一族不应该成为灵族的庇护者,这让身为创造者的他们多没面子啊。 也正是这六个士族的牵制,整个至高天分明有着观绝三天的实力,无数年来也只能维持了三天之间一个大致的和平状态。 无论这六个士族心中如何想,当足以轻松覆灭他们整个家族的力量联媒来访的时候,事情其实就已经很简单了。 要么交出神朝的设计图纸和建造技术,要么去死。 以竹士为首的六大士族心中颇有不满,但是面对如今三天之中的猪斑异象,面对站在自家门口散发出可怕威压的至高天帝,他们屈服了。 一整套的神朝设计图纸和建造技巧入手,楚天立刻利用七巧天宫和清廉行宫的强大生产力进行加工,他们人还没有返回圣灵天,一套又一套高级的神朝系统就被生产了出来。 至高天帝一生令下,至高天无数大小天亭的各方天帝闻风而动,各种高级的修炼资源,各种珍稀药草源源不断的汇聚过来,经过神朝系统的加工提纯后,生成了神朝原液。 随后至高天帝和一群修为最高的大天帝抛开自己血脉,释放大量本命精血为生命种子植入这些新生产出来的神朝系统,一个又一个新的天人一族的族人就开始在神朝系统中孕育生长。 楚天开启了七巧天宫,让公羊七老和各门阀,各氏族的高层首脑进去参观。 一排排行如橄榄的神朝悬浮在空中,亮晶晶的神朝整整齐齐的排列着,高有千丈的神朝中,一个个巴掌大小的天人一族的胚胎在静静的孕育,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 最多三个月,这一批天人一族的后裔就能繁衍完全。 而且他们使用的是至高天帝和一群叛道径大天帝的本命精血作为生命种子,他们一旦脱离神朝,就立刻能够拥有半部核道径极致的修为,稍加点拨就有可能突破核道径。 他们的生命本质极高,故而他们可以轻松的突破到核道径的极致境界,未来也有很大的概率突破叛道径。 真蠢!老公羊看着眼前数量快速增长的神朝系统,倾听着一尊大天帝对这些天人一族后裔的解说,不由的低声骂了一句。 楚天恍然的点了点头。 真是有够蠢的,十三氏族居然将力气用在了勾心斗角上。 这些高级的神朝系统,包括这些神朝系统使用的高级神朝原液,他们十三氏族分别掌握了一部分制造技巧。 但是他们居然严格把控了高级神朝系统,尤其是高级神朝原液的生产。 这么多年了,以制高天帝的本命精血为生命种子的天人一族的数量居然并没有多少。 如果十三氏族放肆的,大量的制造高级的神朝系统和配套的神朝原液,任凭制高天帝用本命精血制造天人一族的后裔,以这些后裔拥有的可不天赋。 或许,很久很久以前,就没有圣灵天,也没有大罗天了吧。 但是为了所谓的面子问题,六大氏族拉后腿的结果就是,现在的制高天整体实力比起圣灵天固然强,也强不到哪里去。 不过,现在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这是好事。 楚天眸子里有无数符纹在飞速旋转,他右手一挥,无量宝吉喷吐着祥光锐气喷波而出,冉冉悬浮在众人面前。 简单的解释了一下无量宝吉的来历和他拥有的浩瀚知识,楚天不顾宫阳七老和十三氏族一众高层犹如凭空被金柄子砸在脑门上的兴奋,他急匆匆的跑去了青莲行宫闭关。 十三氏族的神朝系统设计精巧无比,在好些地方对一念尊的那些母朝都有着巨大的借鉴效应。 尤其是十三氏族配置的神朝元叶,可比楚天如今使用的孕育繁衍眼龙魔一族的母朝母叶还要强出许多,利用神朝元叶培养出的天人一族战士,在先天上就会比楚天孕育出的龙魔战士强出一节来。 楚天忙着修改母朝的设计方案,忙着制造新型的母朝,忙着配置新的母朝母叶,设计更强力的龙魔模板。 公羊七老和十三氏族的老祖们,加上各家的老祖、长老们,纷纷沉浸在无量宝籍浩如烟海的大道奥义和无穷知识中。 整个太古无量天的智慧结晶,这对公羊七老他们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不客气的说,刚刚接触无量宝籍才三四天时间,公羊七老他们的修位没增加多少,但是底蕴起码增强了十倍,他们原本已经走到尽头的道路,突然又变得柳暗花明,出现了新的可供选择的路径。 就在这时候,三天之中,整个天和世界的生灵,同时感受到了紫天尊、楚邪、阿狗、阿雀、虎大力、老黑引发的那一丝天威。 混沌,懵懂的天威,好似一个刚刚睁开眼睛的孩童,茫然的注视着四周,然后出自本能的挥动了一下胳膊腿儿,向着他感受中最不舒服的那个存在挥出了轻飘飘的一拳。 这一拳瞬间穿梭虚空,轻描淡写的印在了大罗天狱的核心位置。 那座血色的殿堂轰然崩解,无数血浆化为一颗颗拇指大小的血色晶石崩散四方,无数血色晶石犹如漫天子弹乱飞,打得四面八方高山上无数静静听讲,等待机缘的大罗天修饰古断精裂,脑将蹦践。 尤其是有狐无忧和有狐许许兄妹两,他们就好像两缕残魂突然暴露在了太阳光下,就听一声惨嚎,两人浑身骨骼寸寸寸粉碎,大口吐血软在了地上。 一声巨响,相当于十个血海魔狱之巨的大罗天狱彻底瓦解,崩碎,无数大罗天修饰在这轻轻的一拳中被轰得支离破碎,魂飞破散。 那惊天动地无比惊艳的一拳轰出,三天之中所有生灵,无论是志强的盼道境修饰,还是最弱小的重制蝼蚁,眼前都同时浮现出了那一道辉煌壮丽的全劲。 从宝像世界核心处,瞬间跨越圣灵天和大罗天大半领域,轻描淡写的一拳打了下去。 犹如墨盘鸭豆腐,所有生灵都看到,大罗天和新处这新出现的大罗天狱就此崩碎,那座邪气冲天的血色宫殿就此崩坏,血色大殿中的轻衣,有狐无忧,有狐徐徐,还有十几个老妇人,数十个老丫头同时吐血倒地,浑身骨头尽成粉碎。 然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一道全劲中蕴藏的,那一道原始,混沌的韵味。 无欲无求,无拘无束,随心所欲,任意自然。 所有生灵都感到自己的身体和神魂似乎在碰触这道气息后,都解除了一层无形的枷锁,浑身都变得轻快了许多,心头也好似伏去了一层尘埃,变得清静透亮了许多。 于是就有许多在修饰的门槛线上不得进入的生灵,无论是人类还是猛兽,无论是鱿鱼还是飞禽,在这一瞬间都顿悟突破了修饰门槛,正是踏入了修炼的门土。 也有许多原本困在某个瓶颈不得超脱的生灵,在这一刻突然顿悟,脑海中灵光一闪,周身气息大盛,凭空就突破了一个大的境界难关。 偌大的天和大世界好似突然被打了鸡血一样,三天之地的所有世界都变得鲜明而灵活,一股充沛的生命气息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世界中升起,无数的地脉在蠕动,大量精纯的天地灵髓喷出,化为阴晕灵雾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滋养万物。 大罗天玉原指,浑身几乎被碾碎的有狐无忧趴在一块直径百丈的碎石上,大口大口地吐着血,艰难地抬起头来,看着那一道全劲传来的方向。 他的脸色如土,嘴里不断地喃喃念叨着不可能。 他身后的衣衫突然粉碎,他白皙如玉的背部赫然有着一副生动的纹身,几块山石被拦草,翠竹簇拥着,正中一块大石上匍匐着一头慵懒的硕大白胡,十八条长长的尾巴在身后轻轻摇晃着。 随着有狐无忧的喃喃自语,他背后的这一头白胡很艰难地睁开了眼睛。 一对而极其修长的眼眸亮起,青色豪光照亮虚空,隐隐挡住了从宝像世界传来的这一缕莫测的天威。 这气息,不对呀,小无忧,你那边,出了什么事情? 这可是你第一次离家历练,若是表现好,未来天威上你会有一个席位,从此长生久世,永生不朽,和万界虚空同耕。 若是你这次坏了事情,哪怕你是老祖我最宠爱的小孙孙,你也是灰飞烟灭的下场,天意难为,天意从来只给人一次机会,因为想要为天效力的生灵,太多了。 老祖我,也是不能迅思的。 短短两三句话,这狐狸纹身却好似耗尽了力气一样,声音逐渐变得断断续续的,眸子里喷出的青色豪光也逐渐黯淡下来。 无忧不敢懈怠,老祖放心,这次的事情,无忧豁出去性命,也是一定能妥铁完成的。 有狐无忧艰难的一边吐血,一边从嗓子眼里憋出了一句话来。 有狐无忧正在这里向自家老祖赌咒发誓,不远处一块急速翻滚的碎石上,轻衣缓缓的站起身来。 他身后的天法宝轮中,那条淡淡的女子身影已经在刚才的一击中彻底粉碎,天法宝轮内浓郁的血光已经消散无形,只有一股纯正的威严肃杀的红色神光缓缓释放出来。 轻衣的眸子从血色回复了淡青色,嘴唇色则也变成了浓郁的青色。 他咬着牙冷眼看着正在哆嗦颤抖的有狐无忧,身后天法宝轮骤然膨胀开来,数千条拇指粗细的红色锁链带着刺耳的破空声急刺而来。 有狐无忧发出一声尖锐的长啸,他猛地抽出袖子里藏着的羽上狠狠一抖,大片火焰呼啸而去,一大半红色锁链被火焰烧成了青烟飘散,小半锁链穿透火焰,狠狠地扎穿了有狐无忧的身体。 有狐无忧几乎是弹指尖就成了一个血肉筛子,血肉飞溅中他发出生死力竭的痛呼声。 原本他背上的白狐纹身几乎已经闭上了眼睛,猛不丁地听到有狐无忧的痛呼声,白狐纹身猛地睁开眼,低沉地怒喝了一声,没用的家伙,你不是说,一切尽在掌握吗? 哼,还是不能,太想着省事啊。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不靠谱,越来越不中用了。 纹身中的白狐嘴角猛地拉出了一道灵力的弧线,他咬着牙哼哼了几声,已经快要闭上的双眼再次狠狠地睁开。 大片青色豪光照耀虚空,一个狐狸头颅虚影从有狐无忧的身后探了出来,斜斜地扫了轻衣一眼。 只是一眼扫过,轻衣犹如被雷霆重击,大口吐血向后飞退。 与此同时,天法宝轮上雷光闪烁,一柄血色雷刀呼啸而出,狠狠披在了狐狸头虚影上。 狐狸头虚影惨嚎一声,瞬间化为一缕青烟钻回了有狐无忧的身体,然后一声恼怒的咒骂声从纹身中传来,真正是废物,废物。 有狐无忧突然想到了某些可怕的事情,他猛地瞪大眼睛,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老祖,老祖,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根本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气机,这气机。 下一瞬间,有狐无忧残破的身体骤然燃起了青色的火焰,他的身体犹如被抓上岸的大鱼一样剧烈地抽搐跳动着,他声嘶力竭地尖叫着,身上的伤口在急速地愈合,而他的气息则是渐渐地弱了下去。 有狐无忧后背上的狐狸纹身缓慢地消散,他缓缓睁开眼睛,原本就比常人长了几分的眼角骤然扯开,他脸上的双眼长度,顿时变得比寻常人长了一倍有余,他微微眯眼的时候,眼皮缝隙中轻光闪烁, 就好似两柄青色长剑在喷吐寒光。 伸手向虚空抓了一把,有狐无忧轻声道,这气息,则,大事不妙,怎么可能呢? 第七百七十一章撞击 一座座巨型恒星组成的传送阵爆发出夺目强光,楚天孤身一人驾驭着太阴万化轮在传送阵之间急速穿梭。 至高天,圣灵天架设的巨型传送阵之间已经共享了空间倒标,楚天从至高天的核心区域直接通过传送阵,顺利抵达了宫阳市的复兴地带。 前方一片星光明媚,巨大的宝像拖着宝像世界在虚空中不动如山。 楚天带起一道流光,快速向宝像世界及时,刚刚那一抹莫名的气息中,他感受到了鼠爷和另外六道熟悉的力量波动,他很好奇,鼠爷这些天一直不见人影,他究竟又折腾了什么? 距离宝像世界还有不到一刻钟的路程,偌大的宝像世界已经占据了几乎整个视野,楚天突然杀住了脚步,骇然向宝像世界的上空望了过去。 一条不知道多长的细细缝隙出现在宝像世界上空,这条缝隙猛地向两侧拉开,就好像一张猙獰的大嘴张开了一般,随后一团小小的火球呼啸着从缝隙中喷出。 直径不过千里的火球速度极快,甚至堪比楚天驾驭太阴万化轮的速度。 带着一条浓浓的黑烟,火球呼啸着扑向了宝像大世界。 承托着这个世界的宝像猛地发出震天的怒吼声,巨大的象牙上一道道光幕冲出,化为一朵硕大的莲花宝状向这颗火球卷了上去。 一声巨响,莲花宝状轰然粉碎,火球丝毫无损地撕开了宝像世界外围的防御光幕,狠狠地撞向了世界本体。 无数条阴风从地面上打着旋而冲了起来。 楚邪脚踏一颗形如大山的巨型骷髅,大声笑着冲天而起。 他右手紧握一柄黑红二色缠绕的长剑,当头一剑向那颗火球劈了过去。 楚邪此刻的气息变得阴寒,邪意,霸道绝伦,而且他的气息强度,居然堪比七大门法仅次于公羊七老的那几位判道境的老祖。 楚天骇然盯着楚邪,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楚邪的修为居然会变得如此的,可怕? 那颗来路莫名的火球被楚邪一剑劈成两片,长剑和火球相处的一瞬间,高抗刺耳的撞击声阵的楚邪下方的宝像世界陆地翻卷,一座座山岭迅速被抹平,随后翻滚的大地又凸起了新的山脉。 一颗火球变成了两片,两片火球速度更快的向宝像世界撞了下来。 阿狗,阿雀嘶声长啸,他们身上的气息甚至比楚邪还要浑厚一些,他们身体一幻化为原形,一条体长千丈通体银毛的巨张口喷出一道银色光柱撞在了一片火球上,一条一展万丈的雷霆巨鹰挥动右爪,狠狠的一爪子拍在了另外一片火球上。 两片火球轰然炸碎,无数碎石向天空冲起来数百里,然后劈头盖脸的又向地面坠落下来。 大地剧烈的颤抖着,一条条黑色浓烟裹着大小碎石撞在地上,撞开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大坑。 幸好这附近荒无人烟,就是一片险恶的重山峻岭,否则还不知道会死伤多少人。 鼠爷浑身长毛脱落,光溜溜的好似刚刚出生的老鼠崽子,气急败坏的从地面上冲天而起,长长的尾巴尖尖指着天空那条缝隙大声尖叫:"怎么的?想要砸死你鼠爷是不是?怎么的?看你鼠爷不顺眼是不是?鼠爷在这里,你继续砸呀,砸呀!"话音未落,那条缝隙猛的张开了数倍大小,随后数百颗火球呼啸着从中喷吐出来。 楚天的眉头皱了皱,对方是谁? 人在哪里? 他用什么手段撕开了虚空?又是从哪里弄来了这些坚固异常,沉重异常的星体撞击宝像世界?庞大的神石卷过整个宝像世界,楚天发现了好些紫乏的人,好些紫乏的熟人都哆嗦着站在地面上,惊恐莫名的看着天空飞坠而下的火球。 其中楚天还看到了紫腕众,当年在天路世界外,就是他一杯毒酒,差点让楚天彻底折在了那里。 心念一动,紫腕虫头顶大片云烟雾矮汇聚过来,紫乏三位老祖突然惊呼,一位老祖猛的伸手抓向了紫腕众,但是还不等他的手碰到紫腕众身体,云矮凝成了一根百丈大小的手指,然后狠狠向下一戳。 一声闷响,紫腕虫浑身骨肉爆开,炸成了一团血雾,唯有一团暗淡的神魂悬浮在血雾中,一脸懵懂无辜的看着四周。 肉体彻底崩裂,神魂修为也被打散,紫腕虫如今神魂虚弱,崩裂,比起普通凡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谓半步合道境的修为,无数年来的苦修,在这一次彻底成了泡影。 三位紫乏老祖齐声怒吼,他们寻着虚空中那一缕若有若无的法力波动迅速追索了回来,他们的魂念很快就捕捉到了楚天的身影。 但是当他们看清是楚天静静的站在虚空中,三位老祖的脸色骤然一将,他们一声不吭的收回魂念,一名老祖一袖子卷走了紫腕虫的神魂,再也不敢废话半句。 起码,紫腕众没有魂飞魄散,楚天算是手下留情了。 数百颗火流星呼啸着,好似飞鸟投林一样像宝像世界轰了下来。 一声低沉而粗广的吼声冲天而起,虎大力光着膀子,下半身围着一条不知名的兽皮短裙,扛着一柄长柄大斧头冲上了天空。 浑身肌肉焚起的虎大力挥动大幅一通乱砍,数百颗火流星被他劈得四分五裂,大大小小的火球当头砸下,被楚鞋,阿狗,阿雀纷纷挡了下来。 宝像世界上空一片混乱狼藉,一条条长长的黑烟组成大网几乎覆盖了整个世界。 在楚鞋等人的奋力拦截下,这些火球没有一颗能够直接撞击上宝像世界,但是那些火球呼啸落下的声势,早就把宝像世界上的那些人给下的魂飞天外,无数人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楚天将自己的魂念向那条缝隙释放了过去。 他紧紧锁定了缝隙后面一条若有若无的魂念波动,古老,强大,冷漠,无情,楚天迅速锁定了他的位置。 极其遥远,居然远在大罗天的核心深处。 楚天看着那条缝隙,右手一晃,宝像世界附近一颗满是风沙戈壁,没有智慧生物生存的小世界就被他一巴掌抓起,狠狠地塞进了那条缝隙中,朝着那个魂念波动砸了过去。 有狐无忧站在大罗天狱废墟上空,他头顶一条黑色的裂痕格外醒目。 他不断地抓起一块块大罗天狱的残骸,双手一搓就将其揉成一颗颗硕大的流星,犹如小孩子丢弹子球一样丢进黑色裂痕中。 他面带莫测的微笑,不断地轻声笑着,真正想不到,真正想不到,这是额外的功劳,真是,无忧儿,你就算魂飞魄散,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了。 有了这份功劳,老祖在未来天位中的排名,当能再进一步。 眸子里闪烁着诡诀的光芒,有狐无忧轻声道,想不到,太初原始居然并没有被天彻底消灭,居然还残留了这么一丝半点的遗留。 天,会很开心吧。 轻笑了几声,有狐无忧猛地深吸一口气,他身边大片藏海猛地飞起,被一团青红色火焰瞬间化为僵之,随后一颗比之前丢出去的所有流星加起来还要庞大数倍的星辰凭空凝聚,被他一拳打向了头顶的裂痕。 下一瞬间,伴随着沉闷的破空声,黑色裂痕猛地被掌开老大,楚天丢出去的那个方圆数十万里的小世界被浓烟烈火裹着,猛地撑开了裂痕冲了出来。 硕大的火流星和那小世界就在有狐无忧的头顶撞在一起,有狐无忧诧意地抬起头来,轻声说道:"不错哦。能隔着这么远,发现老祖我的魂念波动,有点本领,不过,呵呵,你们根本不知道天的可怕,也就不知道我们这些天位忠仆的厉害。 有狐无忧的眸子里一团青光一炫,楚天丢过来的小世界就在一片狂风怒烟中瞬间化为一缕飞灰。 硕大的火流星被撞开了数十条巨大的裂痕,但是在有狐无忧的强势推动下,火流星上的裂痕急速消失,体积骤然压缩了数百倍,形成了一颗密度极高的星体穿过空间裂痕,静止向楚天砸了过去。 宝像世界中,楚邪,紫天尊等人都注意到了楚天的动静,楚邪兴奋的向楚天挥了挥手,然后鼠爷,楚邪,紫天尊等人同时发出了惊呼声。 一道火光从宝像世界上空的裂痕喷出,就听一声巨响,宝像世界的世界屏障被轰得粉碎,这道火光借着这一次撞击的反阵力道,就好似弹珠一样向楚天弹射了过来。 原本直径数千里的火流星越是飞进楚天体积越是塌陷缩小,到了楚天面前的时候,这颗火流星已经压缩到了花生米大小。 但是它的总质量并没有任何变化,这颗火流星的密度已经比一切常见的天才地宝还要可怕得多。 楚天身边青椒剑猛的跳跃而出,一道清光重重劈在了细细的火光上。 钉的一声翠响,青椒剑凝致在虚空中纹丝不动,细细的火光被劈成了两片,化为两条细细的火线擦着楚天的身体飞了过去。 虚空震荡扭曲,两条火线一左一右撞向了宝像世界附近的两个大世界。 火线飞行的速度太快,只是以弹指的功夫,两个大世界就猛的凹陷了下去,然后骤然向外一旦。 伴随着巨大的响声,火光,烟尘从两个大世界的撞击处冲天而起,无数生灵瞬间粉身碎骨,亿万神魂直接在火光气浪中化为乌有。 楚天猛的转过头去,就看到两个大型世界分崩离析,快速的化为无数乱石向四周胡乱飞去。 你是谁? 楚天转过头来,看着那条空间裂痕冷声问道。 你猜? 有狐无忧隔着极其遥远的距离,透过那条空间裂痕轻声笑道,你可以认真猜猜,有狐无忧。 你应该见过喝。 你不是有狐无忧,你是,楚天想起了有狐许许曾经的自我介绍,他咬着牙冷笑道,空清圣祖。 有狐无忧呆了呆,然后笑了,许许那丫头,一定要好好教训一番才是,怎么就把老祖的底细给露了出来。 空清圣祖笑着摇头,他双手向着虚空一阵乱抓,无数大罗天玉残骸纷纷融化凝固,化为火流星透过空间裂痕向楚天砸了过来。 楚天抓狂了。 宝像世界周边的世界群尽是人烟繁茂的世界,他根本不可能像空清圣祖这样,肆意的制造火流星进行攻击。 一颗磕火流星飞射,不断向楚天撞击过来,楚天只能用轻胶剑劈开一颗磕火流星,看着一溜溜火线将他身后的世界打得支离破碎。 恼怒的长笑一声,楚天大踏步的向空间裂痕冲了过去。 他一步一步逼近空间裂痕,一边挥拳重击虚空中砸下来的火流星。 全尽碎空,将一颗磕火流星打得粉碎,化为无数大小石块漫天乱飞。 路过宝像世界的时候,楚天向鼠爷,楚邪,紫天尊一行人纳闷的看了看,你们做了什么? 等我回来了再详细说说。 鼠爷身体一晃,浑身一根毛都没有的他轻盈的落在了楚天的头顶。 兴奋的甩动着尖尖长长的尾巴,鼠爷眸子里一片璀璨的暗银色光芒喷涌出来,在他头顶化为一片小小的阴晕光状。 鼠爷大声笑道,我们没做什么,只是用秘术,提前摆一年,将这群小家伙摆一年苦修后应有的力量拿了过来。 楚天哆嗦了一下,还有这种秘术。 鼠爷大笑道,按照正常的修炼速度,这些小家伙摆一年后怎么也都能是盼道径的修为,果不其然,他们果然都达到了盼道径极高的水准。 哈哈,虽然未来百亿年中,他们的修为不会有半点而进步,子天尊这小子天生的好运气也被焚烧一空,但是这结果不错,是不是? 楚天连连点头,当然,这结果很不错,真心很不错。 眼看着大罗天那边一个又一个的盼道径高手不断出现,未来的战斗很可能演变成盼道径高手之间的直接对撞,楚天,子天尊,阿狗,阿雀,虎大力,老黑他们能够用这种方式提前透支自己的力量,这是好事。 实力强了,才能保命。 既然你们都这么强了,就随我来吧。 楚天向楚邪,子天尊一行人打了个招呼。 六人齐声大笑,纷纷脚踏流云跟在了楚天身后。 一行人撞碎了漫天火流星,闯入了空间裂痕,虚空一阵扭曲,他们瞬间来到了空清圣祖面前。 太阴万化轮化为一轮万丈荧光,当头向空清圣祖砸下。 空清圣祖愣哼一声,他眉心中一眉青色印喜飞出,同样化为万丈大小,狠狠砸向了太阴万化轮。 一声巨响,两者重重撞击在一起。 第772章 击溃 除了那一声巨响,没有任何意料中的响动发声。 太阴万化轮犹如幻影,穿透了青色印喜,狠狠划过空清圣祖的身体。 空清圣祖的身体纹丝不动,就连衣服的纹路都没有丝毫变化,太阴万化轮的这一击对他没能造成任何伤害。 青色印喜则是狠狠砸在了楚天身上。 楚天只觉眼前一黑,浑身筋骨几乎崩裂,他惨嚎一声,被这沉重的一击打的向后倒飞了数百里,一头撞在了一块巨大的残骸巨石上,将巨石撞得粉碎。 一如之前所说,叛道镜和和道镜的杀伤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巨大,但是叛道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这一方天地,和道镜的攻击,或者说这一方天地的法则攻击对他们的杀伤已经微乎其微。 尤其是空清圣祖这样的存在。 哪怕这里只是他附着在一幅纹身上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分身。 太阴万化轮绕着空清圣祖瞬间就是数亿次的连环斩击,将四周虚空搅得和一锅糜烂的西周一样,但是空清圣祖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丝毫不受任何伤害。 楚天摇摇摆摆地挣扎着站起,他晃了晃脑袋,好容易才将眼前的黑色阴影甩开。 无香清廉冉冉冉从他眉心升起,一重青光弥散开来,青涩印玺再次当头砸下,被无香清廉牢牢地挡在了外面。 刚才怎么不出来? 楚天吐了一口带血的吐沫,法力流转,急速修复身上的暗伤,没好气地问无香清廉。 想看看他们的手段。 无香清廉化为儒雅的中年文士出现在楚天身边,很认真的看着空清圣祖,我不明白,当年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现在为什么又要回来? 皱着眉头,无香清廉轻声道,他们一定做了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想看看,这空清圣祖,是不是有什么迥异常人的地方? 无香清廉所谓的常人,当是现今圣灵天,至高天的那些叛道境的老祖吧。 楚天皱起了眉头,他还没有踏入叛道境,所以他也不知道叛道境是什么概念。 叛道境的高手有什么不同,他自然无法理解。 楚邪已经大笑着向空清圣祖冲了过去,他手持黑红香蝉的长剑,向着空清圣祖连连挥动。 万鬼朝宗图在他身后化为一方幽冥世界,无数鬼影在幽冥世界中怒吼跳跃,浓厚的鬼气不断注入楚邪的身体,为他提供了庞大的,源源不绝的力量。 每一剑批出,剑盲所过之处,虚空都变得陌生了。 似乎那一片虚空和这天和大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完全没有了半点而关联。 楚邪的剑招也不怎么出众,但是空清圣祖却不敢碰触楚邪的剑盲,有点狼狈的左右躲闪着。 不是本尊黑,只是分身黑。 楚邪兴高采烈的欢呼着,兄弟们,痛打落水狗黑,一起上。 紫天尊大模大样的站在虚空中,他双手一搓,就是一道黑紫色的雷光无声无息的披落。 和楚邪的剑光一样,紫天尊放出的雷光所到之处,虚空都变得陌生了。 空清圣祖一个不察,被一道雷光劈在了头顶上,他一个猎且被打了一个狗吃屎,一脑袋磕碰到了一块大罗天玉的残骸上,将那残骸状的粉碎,自己也撞得头破血流,前额骨头都凹陷了下去。 虎大力大笑着冲了上去,双手猛的抓住空清圣祖的双肩用力提起,然后狠狠像一块巨大的残骸巨石摔了过去,噎,这老头儿法力强大,但是这身子骨弱得很啊。 一声巨响,空清圣祖毫无反抗之力的被虎大力豹摔在了残骸上,他体内传来刺耳的骨骼碎裂声,空清圣祖的脸色一白,猛的张开嘴喷出一道血水。 让我试试。 楚天让无相清连缠住了那枚乱砸乱打的青色印玺,双手紧握青胶剑向空清圣祖冲了上来。 虎大力一个标准的相扑暴摔动作,狠狠地将空清圣祖甩向了楚天的方向。 楚天双手握剑狠狠拦腰劈砍在空清圣祖的身上,随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楚天的剑芒真真切切的扫过了空清圣祖的身体,但是他的身体毫发无伤,楚天的剑光就好像切过了一片影子一样,没能碰到任何东西。 楚天呆了呆。 楚天,楚天,紫天尊等人也都呆住了。 归根到底,鼠爷用秘法燃烧紫天尊的逆天气韵,提前百亿年取来了楚天小兄弟六个的修为和实力,让他们拥有了叛道境的实力,但是他们没有对应的叛道境的修为。 他们拥有足够的力量,却不知道他们的力量究竟是为何如此。 空清圣祖分明被楚天他们打得狼狈不堪,可是楚天如此凌厉的一剑,居然伤不了他分毫。 怪灾 紫天尊怪叫了一声,他双手急速搓动,就看到一道道黑紫色,紫金色,纯金色,赤红色,幽蓝色的雷光犹如天河道卷倾泻而下,雷光狠狠地砸在了空清圣祖的身上,砸得他嗷嗷惨叫,身上不断出现一条条细小的伤口。 叛道境和叛道境之间的战斗,双方对敌人造成的伤势也很有限,但是伤势是实实在在的。 而且似乎,叛道境一旦受到同等境界敌人的伤害,这伤势就不是这么容易愈合的。 楚天能清楚感应到空清圣祖身上庞大的法力流动,但是他身上的伤没有半点而愈合的征兆。 鞋子里老黑突然窜了上来。 老黑化为三尺长短的一条细小的黑蛇,小嘴张开到一百八十度,小嘴里十几颗亮晶晶的毒牙喷吐着细细的毒物,狠狠地一口咬在了空清圣祖的鼻头上。 空清圣祖的鼻头立刻变成了透明的琉璃态,剧毒极速蔓延,他的半张脸都迅速变成了透明状。 进入盼道境,老黑的剧毒已经变异的让楚天都无法理解。 他的毒液似乎带上了一种虚无、风解、消融的力量,空清圣祖的半张面孔在一瞬间就被湮灭了,只留下了透明的残影勉强维持着。 这是一种极其古怪的感觉。 还不等楚天琢磨出这里面的道理,阿狗已经窜了出去,他同样化为圆形,一头六尺长短的银狼张开大嘴,狠狠一口啃在了空清圣祖的大腿上。 咔嚓一声,空清圣祖的大腿彻底折断了。 该,该死。 空清圣祖青色的眸子变成了血色,他反手一掌拍在了阿狗的脑袋上,将阿狗打得惨嚎一声,大口喷着吐沫向后飞退。 阿狗刚刚推开,一对雷光缠绕的爪子已经突破虚空,狠狠按在了空清圣祖的脑门上用力一抓。 雷光蹦见,骨裂如豆腐渣,空清圣祖的半边脑袋化为青烟飘散,他们哼着一跃而起,狼狈的挣脱了阿雀的爪子向后飞窜。 正和吴湘青莲纠缠的青色印玺猛的窜起,化为一道青色流光向空清圣祖飞来。 吴湘青莲大笑着追了上去,右手一按,重重的将青色印玺按在了虚空中动弹不得。 他笑看着狼狈不堪的空清圣祖笑道,只管下狠手,这丝是分身投影来此,这件宝贝,估计是他唯一的攻防至宝,赶紧灭了他这一道投影,他的本体不轻不重也要吐血三缸。 吐血三缸,楚天一行人呵呵笑着围了上去。 楚天虽然已经大致明白,他的攻击对空清圣祖一律无效,但是他依旧尽情地施展各种法术攻击,狠狠地砸在空清圣祖身上。 就好像巨石砸在了虚无的影子上,楚天根据影子四周的空间波动,辨识着自己和空清圣祖的差距。 渐渐的,楚天就发现了,他就好像一条大河中的大鱼,空清圣祖就好像翱翔在天空的猛禽,猛禽已经脱离了大河这个维度,只有一缕影子落在了大河表面,这就是猛禽和大河唯一的牵扯。 楚天的攻击手段,只能攻击到猛禽的影子,而影子受到攻击对猛禽能有多少伤害呢? 虽然这影子内残留着一丝猛禽的气血波动,可是大鱼的攻击,并不能有效的攻击到这一丝气血,也就无法对猛禽本体造成任何影响。 而楚邪,紫天尊他们,则是好似昆化鹏一样,他们脱离了大河,他们进入了高空。 他们直接攻击猛禽的身体,所以他们的攻击就非常的有效。 楚天的法术犹如暴风骤雨不断落下,炸得空清圣祖浑身各色奇光闪烁,更是将附近的大罗天玉废墟炸得灰飞烟灭,炸出了极大一片广袤的真空地带。 远处有人影闪烁,浑身是血的有狐徐徐在几个灌顶强行制造的盘道径大能的搀扶下,小心翼翼的向这边汇聚了过来。 他远远的看着浑身是血的空清圣祖,眸子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骇。 他的兄长有狐无忧,居然成了自家老祖空清圣祖投影降临的载体。 有狐徐徐知道这种投影降临的恐怖之处,既然空清圣祖掌控了这具身躯,那么有狐无忧的神魂。 老祖、兄长,有狐徐徐美艳的面旁抽搐成了一团,他呆滞的看着被打得满天乱飞的空清圣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但是轻衣替有狐徐徐做出了决定。 天法宝伦骤然出现,无数锁链混杂着无数的刀枪剑几个色神兵利器向有狐徐徐和他的人攻击了过去。 有狐徐徐眉头一挑,当即大声叫嚷道,老祖撑住,徐徐这就来就你。 一边叫嚷着,有狐徐徐一边和几个属下节节败退,在轻衣的疯狂进攻下狼狈的退出了老远,更远,再远。 空清圣祖猛的抬起头来,恼怒的看着有狐徐徐徹退的方向。 他咬着牙,恶狠狠的骂了一句,不笑女。 话音刚落,楚天眉心一团朦胧雾气冉冉浮浮现,混沌气息充盈虚空,在那混沌气息中,一团似针似幻朦朦胧的光影极速闪烁出来。 随后,一团蕴藏了大梦尊大梦道运的混沌雷光无声无息飞出,轻柔的落在了空清圣祖的身上。 吃的一声,空清圣祖被打得稀烂的身躯上,多了一个火柴头大小的胶着伤口。 楚天的这一击,只造成了这么微小的一个伤口。 但是楚邪,紫天尊等人同时骇然抬起头来,一个个眼神直勾勾的盯着楚天,伤口虽小,却证明楚天这一击的力量,的的确确的达到了叛道境。 楚邪,紫天尊等人是依靠蜀爷的秘法,以紫天尊滔天的气韵之力,付出极大的代价,让他们提前获取了他们本应该百亿年后才拥有的力量。 所以他们踏入了叛道境,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踏入的,他们对叛道境一无所知,只是被动的使用自己的力量,叛道境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只是一种本能,就好像他们天生就是叛道境生物一般。 而楚天却是依靠林阵的领悟,真真切切的打出了叛道境的攻击。 也就是说,楚天在打出这一道雷霆的一瞬间,他已经踏入了叛道境。 哪怕他这一击的威力再微弱,那也是叛道境级别的攻击。 有点不是很透彻,但是大致搞明白了。 楚天笑呵呵的看着众人说道,所谓河道,只是偷天之力,为自己超脱天地奠定基础,一如大坤化棚,在展翅高飞前,要极力吞噬天地万物强壮自身。 而大坤化棚的契机,就是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后,以自己认准的一门大道为起点,斩破牵扯,扶摇而上。 如果说天地是一片海洋,我们就是要从海洋中顶级的烈石大鱼,化为翱翔九天,超脱海洋,俯瞰众生的更强猎杀者。 在这一刻,楚天真真切切的看到了空清圣祖的存在。 淡淡的青色身影,由无数的空间裂痕组成。 这家伙超脱天地的根本,是空间之力,难怪他能够从大罗天的核心部位,直接开启一条空间裂痕用来攻击宝象世界。 楚天体内的混沌法力在急速的奔涌咆哮,大梦逍遥流离展放出一缕缕金红二色气息,不断的和混沌之力融合,迅速将其跃升为更高一级的力量。 楚天凝聚的大道圆蝶上,代表了这个世界诸般天地法则奥义的一颗颗晶石星辰逐渐暗淡,熄灭,最终粉碎坍塌,化为一道道强大的法力融入楚天的身体和神魂,他的身体和神魂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肉身和神魂开始交融,一点点的融汇为一体。 破! 楚天右手青椒剑一挥,一道青光飞掠而出。 这一次,在青椒剑提升了无数品级后,楚天终于真真切切的看到了青椒剑的飞行轨迹。 一如猛禽翱翔在天空,俯瞰水中游鱼,任凭你游得再快,也无法多过猛禽的凝视一般。 青色剑光划过空清圣祖的眉心,将他一击粉碎,连他体内那空间裂痕组成的青色人影都直接斩破。 我,会即刻回归,你们逆天而行,注定遭受天谴。 空清圣祖身躯崩溃粉碎,只在虚空中留下了一声疯狂的咆哮呐喊。 第七百七十三章降临 我们需要更多的灵魂。 至高天帝很严肃的对楚天说。 距离空清圣祖的分身被歼灭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圣灵天和至高天交界的混乱天域地带已经被清理一空,一座座神潮悬浮在虚空中,无数大小非洲通过巨型传送阵急速往来,运送巨量的资源投入神潮。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无数的高阶天将拍打着翅膀从神潮中飞出。 和那些低阶神潮制造的低阶天兵不同,这些天将一诞生就孕育了灵智,拥有了近乎化道径的实力。 其中那些用至高天帝精血为种子繁衍出来的天将,更是一诞生就有了半步和道径的力量。 但是,还不够。 面对莫测的敌人,这些天将还要变得更加强大才可以。 灵魂,至高天帝需要巨量的灵魂,他需要用这些灵魂在天将体内演化小世界,用源源不断的纯粹信仰之力为天将们提供快速进化,快速提升的动力。 人足吗? 不,楚天看着至高天帝,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 在楚天身后,是无数造型怪异,和神朝有六成相似,但是气息更加森严邪义的母朝。 一尊尊身躯高大的龙魔战士正不断的从母朝中大踏步走出来,偶尔他们巨大的肉翅拍打一下,就发出沉闷的破空声。 和精巧纤细犹如工艺品瓷平的天人一族天将相比,楚天创造的龙魔战士粗糙而蛮横,就好像巨石雕成的大水缸。 除了最原始的战斗本能,这些家伙没有灵智,不知道害怕,不知道痛苦。 甚至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都丧失了继续进化的机会,他们的实力被锁定在了诞生时的水准。 但是这样的量产强力战士,他们的平均实力比天将们强了一截,更比冥角一族强出了许多。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调整天人一族和龙魔一族的孵化比例。 楚天看着至高天帝沉生道,七成资源用来生产龙魔一族,而三成资源,用来生产天人一族。 在楚天和至高天帝的合作下,至高天和圣灵天已经达成了全面合作契约。 双方的资源统筹调配,基本上按照一比一的数量生产天将和龙魔。 在至高天帝说出了天将们继续进化,继续提升的诉求后,楚天也就顺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既然你们天将需要巨量的灵魂来推动进化,而楚天不可能让至高天帝放手收割灵魂,那么就应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龙魔战士的生产上来。 可是,龙魔一族的局限性同样很大。 他们在短期内可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但是从长远看来,我的族人才有资格成为对抗天的主力。 至高天帝毫不示弱的看着楚天。 楚天和至高天帝对视了许久,两人都发现,对方的目光硬得和万年冰山一样,于是他们同时收回目光,向身后无边无际的母巢,神巢望了一眼。 沉吟片刻,至高天帝淡然道,六成比四成,交易足够数量的灵魂。 他眯着眼看着楚天,沉声道,你要明白,你就算有意庇护这些孱弱的生灵,但是接下来的战争中,他们注定被大规模的,成批量的杀死。 与其死的毫无价值,不如让我们提前收割。 楚天一阵的心烦意乱,空清圣祖的分身已经被歼灭了好几个月,但是他心头的不安却是越来越重。 而且这些天洛尔也是在和宫阳市的人不断的补算天机,亏是命运。 消耗的心神太大,洛尔已经变得很是憔悴。 不过偶尔洛尔向楚天流露出的三言两语,显然前景不是很好。 想起那天和空清圣祖的战斗,楚天喃喃道,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在这样层次的战争中,数量有意义吗? 就算是再多的战士,有意义吗? 至高天帝一拳撞在了楚天的胸膛上,他冷声道,大天尊,请定下心来。 数量对于叛道境而言,没有意义,但是数量只要堆砌到一个极致,它就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经历过太古无量天崩溃的战争,那时候的天人一族还很弱小,灵族也处于毁灭边缘,我们就因为足够庞大的数量,用数量带动质量的跃升,源源不断的有河道境,叛道境的天人一族战士涌现,最终我们依靠庞大的族群数量活了下来。 所以,足够精英的,足够强大的大规模的军队,是一定有意义的。 至高天帝立声喝道,只要我们能够,将战争拖延到足够长的时间,只要我们的战士数量足够庞大,那么我们就一定能赢。 楚天深吸一口气,心神骤然镇定下来,他看着至高天帝笑道,果然是惊艳之谈。 那么。 不远处一个巨型传颂镇内突然喷出一道火光,一名脚踏烽火双轮的凤凰族人浑身是血的冲出了传颂镇,声嘶力竭的朝着楚天和至高天帝这边飞了过来。 华与圣殿紧密密报,大罗天封了,彻底封了,他们全面开战了。 132名判道境,所有的河道境,所有的大罗天修饰,他们屠露了大罗天的所有凡人和寻常飞禽走兽,他们屠光了大罗天的所有生灵用来增强自身,然后开战了。 楚天和至高天帝同时呆了呆,然后至高天帝喃喃自语道,真是浪费,那些被屠露的生灵的灵魂。 整个大罗天的凡俗生灵的灵魂,如果给我的话,我的族人在极短时间内,起码能多出百名以上的叛道境,十万名以上的河道境高阶。 楚天摇了摇头,沉声道,现在不是考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既然他们要开战,那就迎战吧。 语气迅速变得冷淡,坚硬,楚天力声喝道,全面迎战,不能让他们闯入至高天和圣灵天,将这些疯子全部挡在大罗天的疆域范围内。 沉默一会儿后,楚天也知道自己的命令是多么的不合理,他摇摇头,挥了挥手,尽力而为,劫杀他们。 全面战争爆发了。 孤注一掷的大罗天的妖魔鬼怪们,在那些灌顶催生的叛道境大能的带领下,涂露了一切无用的废物生灵,向至高天,圣灵天发动了全面战争。 三天之间的疆域太过于辽阔,没人能够封锁整个边疆,大罗天的蜂魔们轻松的侵入了至高天,圣灵天的疆土。 楚天在虚空中极实,他浑身充斥着浓郁的血腥味,浑身煞气几乎凝成了实质。 全面战争已经爆发了三年。 至高天和圣灵天损失惨重。 大罗天的那些河道境以下的修士还好对付,无非是大家调兵前将,明刀明枪的大战就是,至高天的天兵天将,楚天的龙魔战士还有战争傀儡数量庞大,轻松的全盘压制住了大罗天的蜂魔们。 但是那132名叛道境的大罗天蜂魔,他们在有胡须须的调动下,犹如一条条毒蛇四处突袭,所过之处一片血雨腥风,一个又一个世界被瞬间摧毁,一个又一个世界群被彻底湮灭。 能够对付叛道境的,唯有叛道境。 就连楚天这个刚刚琢磨到一丝叛道境真意的大天尊都成了救火队员,哪里有预警就往哪里增援截杀。 整整三年,不眠不休,亲眼目睹了无数世界的崩毁,也亲手斩杀了无数的大罗天蜂魔,更有一尊大罗天的叛道境高手被楚天亲手斩杀。 一股浓烈的阴风缠绕在楚天身后,楚邪,紫天尊,阿狗,阿雀,虎大利,老黑六个盘坐在阴风上剧烈的喘息着。 之前他们一行人耗费了三个月时间,好容易才将一尊大罗天的叛道境高手重创逼退。 仅仅是重创逼退,但是他们之间的战争打破虚空,直接导致了司空式领地中七个洲制领地的彻底崩毁。 那些大罗天的蜂魔们,他们丝毫不顾自己的伤势,只是犹如疯狗一样朝着一个个世界群疯狂扑击,豁处取性命的也要将那些世界彻底的摧毁。 如今站在天河大世界向四周眺望,就连天河大世界中的星光都暗淡了不少。 好些原本明亮璀璨如明珠的世界群已经彻底熄灭,世界群被摧毁,无数生灵被屠戮,天河世界中充斥着浓烈的血腥气息和滔天的煞气。 赶紧休息一下,前面是天花散人在作祟。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这家伙一手释放温毒的好本领,不过真正战力,当比不得其他的叛道境。 争取,将他彻底拿下。 楚天狠狠地咬着牙,怒气冲天地看着前方大片黄云。 滚滚黄云就是天花散人释放出的温毒,这些温毒就算对河道境修士都有着巨大的杀伤力,更不要说那些普通修士和世俗界的生灵。 黄云已经笼罩了上百个世界群,毫无疑问,这些世界群中的所有生灵都已经被击杀。 这就是叛道境的可怕,他们在虚空中来去自如,除了同为叛道境的大能高手,其他人根本无法伤损他们一根汗毛,而他们的随手攻击,就能造成蔑视天灾。 大罗天有132个叛道境大能,至高天和圣灵天两家加起来,将那些压箱底的镇山奇素都拉出来,总数量也不到200人。 浩瀚星域,用两百人去堵截132名有意放手屠杀的叛道境高手。 楚天心中莫名的涌出了一丝无力,甚至有一丝绝望悄然生出。 天命之子! 圣灵天大天尊! 带领你们抵挡天之回归! 公羊七老,你们想得太多了! 楚天苦笑着,用力的摇了摇头。 一鸣声的面如鹰笋,身材枯瘦矮小的老人凭空在黄云中出现,他看了看楚天等人,节节怪笑了一声,然后轻轻的向楚天等人摇了摇头,来晚了,圣灵天大天尊。 呵呵,三年时间,你们来得太晚了。 楚天心头生出一丝极大的不安,来晚了。 什么意思? 你们! 天花散人得意地看着楚天,星红的眸子里闪烁着诡诀凶残的幽光,你们根本不知道天的可怕。 而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顺天而行。 而你们逆天行事,一定会受到报应的。 痴痴,猜猜看,我们这三年,为什么要到处肆意地破坏和屠杀? 你们肯定猜不到,但是不重要,事情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天和大世界一片混乱,天地法则乱成了一团,你们能感受到吗? 天和大世界在哭泣,在颤抖,他在呼唤天地万物重归秩序,他在哭喊哀求杀戮和破坏赶紧停止下来。 楚天的心骤然一沉,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天花散人笑了笑,然后他的身体骤然亮起。 一股惊人的气机冲天而起,四周数百个大小世界群轰然震动,被天花散人身上爆发出的恐怖气息吹得脱离了自己原本的运行轨道,犹如风中残液一样向四周翻滚着飞出。 就是简简单单的气机爆发,数百个世界群上百万个大小世界中无数生灵惨死当场,急速翻滚的世界撕裂,崩解,地震,火山,海啸,飓风等等天灾不断出现。 楚天还来不及制止天花散人,他就自爆开来。 一个叛道静七八重天水准的大能自爆,其威力让楚天等人都怂然变色。 无相清凉怒斥一声,化为一团清光裹住了楚天等人,然后带着他们狼狈向后退却。 一道又一道恐怖的气机不断在至高天,圣灵天境内爆发开来,侵入两天之地的大罗天叛道静风魔们,除了已经被斩杀的那几个,其他人纷纷自爆。 如果能从高空俯瞰的话,就能看到原本至高天,圣灵天的疆域内,无数密集的聚集在一起的世界星光中,骤然出现了百多个硕大的空白地带。 这些叛道静大能自爆的威力堪称恐怖,他们的自爆瞬间毁灭了数万个大小相当于苍灵州泉州之地的领地,自爆的余波更是向四周肆虐蔓延,将更多的世界群冲出了原本的运转轨道。 这是真正的蔑视浩劫。 随后,一道幽光从天而降,直接破空降临到三天之中混乱天狱最核心的位置。 冰冷无情,威严至上,犹如一条条寒铁铸造的枷锁,骤然套在了天和世界所有的天地法则上。 整个天和世界骤然变得死寂一片,所有的生灵都闭上了嘴,所有的生灵都在为这股气息的出现而站立,绝望。 所有的修饰都好似被大山压顶,一个个哆嗦着,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腰身。 逆天者,灭。 一个模糊的意志瞬间笼罩天和大世界。 所有年龄超过一万岁的修士,但凡身边没有叛道境大能庇护的,或者没有某些逆天之物遮蔽气息的,与此一瞬间同时暴体而亡。 世俗世界,所有侥幸服用过某些奇真灵药,受命超过百岁的凡人,同样暴体而亡。 崇山峻岭中,所有初开灵智,体内孕育了一丝妖灵之气的飞禽猛兽同时暴体而亡。 到处都是自暴产生的巨响,到处都是自暴产生的血雾。 整个天和大世界,瞬间淹没在漫天血色中。 第七百七十四章 苍生 宝像世界,紫伐驻地。 紫伐三位老祖站在一座大山之巅,得意洋洋的看着四周忙碌的族人子弟。 回想当日楚天带着紫天尊,楚邪等人通过虚空裂痕,跨越无银虚空追杀空清圣祖时的场景,三位老祖同时吐了一口气。 心有灵犀的他们齐声笑道,我紫伐,后继有人矣。 紫天尊悍然以密法突破判道境,这让三位老祖颇为嘚瑟。 紫伐。 终于有了叛道境大能坐镇,这足以让紫伐成为和七大门阀并肩的超级门阀。 三位老祖觉得,他们的人生已经到了巅峰,他们算是无愧先祖,也对得起所有的族人后裔了。 现在,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好和楚天的关系,同时极力地增加紫天尊对紫伐的认同感。 在这一点上,三位老祖是有把握的。 毕竟公羊瑶也好,紫万玄也好,紫天尊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还是孝顺有加的。 若有所思的笑了笑,一位老祖淡然道,最近三天之内动荡不安,让族内的小宰子们都安分手挤一些,不要出去乱跑,没来由被大罗天的那群凶魔害了性命。 两位老祖笑着点头,正要说话,一股说不清到不明的气机波动用笔闪电还快百倍,万倍的速度扫过宝像大世界。 宝像大世界中,所有的紫伐族人同时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三位和道静的老祖身体无声无息的爆炸开来,神魂瞬间崩解消散。 他们囤积在体内的庞大法力,还有身体细胞中蕴藏的庞大精血能量迅速崩解,崩离成了原始的天地灵髓,化为三条冲天光柱直冲天空,重归整个天地。 三位老祖之下,紫伐众多高手大能同时崩解,一道道粗细不一的光柱冲天而起,在天地间掀起了一道道湍急的旋风。 除了那些年纪在一万岁以下的紫伐青年辈的族人,其他的紫伐族人无论修为高低,尽在这一道气机扫过之后化为光柱重归天地。 宝像世界中,所有归附紫伐的大小家族的驻地中,都有一根根光柱冲天而起。 尤其一些老资格的修士家族中,他们的高手境界不怎么高,但是繁衍生息了无数年,他们家族中的族人数量极其庞大,岁数超过万岁以上的修士数量是紫伐的百倍甚至数百倍之巨。 在那些家族的驻地上空,一个个粗粗细细的光柱几乎连成了一根顶天立地的巨型天柱,呼啸着冲天而起。 天空的流云被撞开了一个个硕大的窟窿,漫天云眩奔涌,整个宝像大世界都在剧烈的颤抖着。 万岁以上的修士呜呼哀哉,山林中,园林内,或者野生,或者豢养的那些真琴异兽中,也有大量滋生了灵智,快要蜕变成妖或者已经蜕变成妖物的飞禽走兽齐声哀鸣,他们和那些万岁以上的修士一样,身体轰然炸碎,灵魂轰然崩解,化为一根根细小的光柱冲上了天空。 宝像世界的世俗界中,好些侥幸服用了各种千年灵药,万年枝草而得享高寿的凡人,他们的身体也在无数子孙的注视下轰然爆炸开来。 只是他们的身体内冲出的光芒极其稀薄,只是化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光团冲天飞起,同样化为天地零碎归于天地。 世俗界无数孝子贤孙齐声嚎哭,哭喊声和修士家族中传来的惊天怒笑声联为一体,天地间一片七风苦雨,天地间风云变色,更有倾盆大雨不断落下。 宝像大世界,还有周边的无数世界群中无数大小世界,就看到一根根光柱不断的冲出了大气层,冲到了外部虚空中冉染扩散开来。 好些离的比较近的世界相互喷出的光柱纠缠在一起,对撞后迸发出绚烂夺目的光团,就好像无数朵花朵在虚空中冉染绽放开来。 每一株花朵都代表着数以万计的修士在这个世间留下的最后一点光辉,代表着无数年苦修复诸流水。 以混乱天域的核心地带为中心,莫名的契机向四周扩散开来,就看到整个天和大世界三天之地逐次的一圈圈的被血雾笼罩,随后被灿烂的光芒彻底淹没。 大罗天的所有叛道境自暴,除开圣灵天,至高天的叛道境大能,其他所有的万年以上的修士瞬间全灭。 楚天站在虚空中浑身僵硬地感受着四周传来的浓郁死气,他的神魂拨动全力向四周扩散开来,他能清楚地感应到这一场浩劫爆发的全过程。 三天之内,无数修士魂田中都植入了大梦神典的梦中。 楚天能清晰地感受到无数和大梦逍遥琉璃展连在一起的神魂在崩解,在消亡,无数万年以上修士在临死之前的绝大恐惧和无边绝望化唯一波波精神波动的洪流,迅速向大梦逍遥琉璃展涌了过来。 大梦逍遥琉璃展通体爆发出夺目的琉璃宝光,楚天下意识地盘坐在虚空中,开始默默念诵大梦神典中的玄奥经文。 一时间楚天身边的虚空剧烈的扭曲,恐怖的灵魂力量让这一方虚空塌陷,压缩,几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自天尊,楚邪一行人急忙分布在楚天身边,警惕地看着四周为楚天护法。 大梦逍遥琉璃展上无数条极细的光线剧烈地颤抖着,在每一根光线的尽头,都有一团极其细小的精芒顺着光线快速地向大梦逍遥琉璃展冲了过来。 楚天瞬间明白了这些精芒的本质,那是所有被莫名击杀的修士神魂中最原始的一点神魂烙印。 这一点神魂烙印中明刻了这个修士从他出现在这个世间开始,他所有的生命痕迹,记载了他的所有信息。 只要这一点神魂烙印没有被摧毁,那么就算他的神魂彻底崩毁了,只要有足够的机缘,他们就能依托这一点神魂烙印而重生世间。 每一点精芒都裹挟着庞大的精神波动向楚天呼啸而来。 第一点精芒重重地撞进大梦逍遥琉璃展中,楚天脑海一震,他的神窍天境轰然向四周急速扩张开来,霞光锐气从他蹊跷中喷出,楚天眼前一黑,只觉整个脑袋似乎都要爆炸开来。 随后,一点一点的精芒不断注入,不断注入大梦逍遥琉璃展。 庞大的灵魂力量在楚天的体表奔涌盘旋,四周虚空的扭曲程度越来越庞大,楚天的皮肤表面都因为过于庞大的灵魂压力而被拉扯出了无数身可及鼓的裂痕。 一抹暗蓝色的幽光悬浮在混乱天域和心处。 犹如沸腾的西周一样胡乱奔涌的混乱天域已经变得无比安静,所有的乱石都静静地悬浮在虚空中纹丝不动。 这一抹蓝色幽光只有拳头粗细,只有一丈长短。 它静静地悬浮在虚空中,不断向四周散发出莫名的契机。 因为这些契机的出现,天和大世界三天之地的天地法则骤然变得清晰了许多,犹如一条条铁链蜿蜒着向万物缠绕了上去。 万物近在枷锁中,无意得以超脱。 击杀了无数修士,击杀了无数凡人,击杀了无数飞禽走兽,无数生灵,这一抹暗蓝色的幽光似乎也耗费了太大的力气,以动不动的悬浮在那里。 一缕缕细细细的蓝色幽光从这一抹幽光中蜿蜒而出,化为极细的锁链向四周虚空钻了过去。 细细的幽光蔓延的速度很缓慢,都过去了好几个时辰,这才延伸出去一寸多点。 但是这些幽光所过之地,空间,时间,还有时空中包容的天地法则都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就好像,这些法则拥有了自我的意识和意志,而且是那种冷漠,冷酷的意志。 楚天浑身的皮肉已经彻底崩碎,只有些许碎肉挂在透明的紫金色骨骼上。 如此猙獰可怕的造型,却充满了一股莫名的神圣气息。 自天尊,楚邪等人看着楚天盘坐在虚空中的骨架子,莫名的就有一股无比的亲热,亲密之意从心头滋生。 他们莫名的有了一种怪异的感觉,楚天就好像家乡,就好像母亲,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吸引力。 母亲 自天尊,楚邪击凌凌打了个寒战,呲牙咧嘴的挪开了目光。 楚天的神窍天境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绵延万一里,上方是红色祥光缭绕,下方是紫色锐气生腾。 金红二色的祥光锐气遥相辉映,照耀得天地一片通明。 无数神魂烙印静静的悬浮在这一方其异的天地中,无数光影从他们的神魂烙印中喷出,犹如走马灯一样将这些生灵一辈子的精力都清晰的投射到祥光锐气中。 剧烈的精神波动在这一方其异的天地中急速波动。 濒死的恐惧,临死的绝望,以及莫名被那股气机斩杀的无上怨气。 楚天从未接收到如此强烈的精神冲击,从未一次性得到如此庞大的力量。 强大而神奇的力量在楚天的身体内翻滚,此刻的楚天却丝毫不去理睬这股力量,只是被动的沉浸在无数生灵的回忆中。 两行血泪从楚天的面颊上潺潺流下,楚天感悟着这些生灵的人生,感受着他们的喜怒悲欢,一颗心在无数次的精神冲击下,逐渐变得厚重,坚韧,逐渐变得肩不可摧。 血肉在重生,几乎破碎的身体在快速的愈合。 三天之中所有被那一抹怪异气息斩杀的生灵残留的神魂烙印带给了楚天可怕的力量,当楚天逐渐冲洪水一样的回忆中挣扎脱身,这股力量迅速按照他的意志修复他的身体。 虚空中人影闪烁,弱儿在老公羊的陪伴下漠然出现。 他两眼哭得通红,一路哭喊着扑进了楚天的怀里,死了,都死了,娘死了,爹也死了,都死了,子伐的族人,公羊式的族人,他们当中好多人好讨厌,但是他们…… 都死了。 老公羊浑身哆嗦着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楚天的面前。 盼道境巅峰的老公羊,此刻却好似风竹残年的老人,要一步一步,好艰难的才能走到楚天面前。 甚至楚天他们都能清晰的看到,老公羊的面颊上缓缓冒出来的老人般。 凭借着盼道境的强大修为,凭借着盼道境脱离天地约束的奇异境界,老公羊避过了杀身之祸。 但是那一抹契机依旧对老公羊造成了莫大的影响,他在急速的衰老,比天人物衰更加快速的衰老。 甚至楚天能闻到老公羊身上传来的尿骚味。 堂堂盼道境的大能,居然开始尿腻,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尿腻,老公羊的身体状况,比楚天想象的还要恶劣许多。 满头白发苍苍,长发还在不断脱落的老公羊哆嗦着走到楚天面前。 他一把抓住了楚天的胳膊,咬着牙死死的盯着楚天,好艰难的才从牙齿缝隙中挤出了几个字,我们,活了下来,但是我们,彼此还要,惨,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们,甚至挑选出了,天命之子,老公羊私生道,我们以为,我们本以为,我们可以对抗,他们,但是,我们毕竟是,输了。 艰难的摇了摇头,老公要惨笑着冲楚天说道,你们这群娃娃,逃吧,你们应该有机会,逃出这一方世界,逃得越远越好,多声娃娃,多声娃娃,多声娃娃。 咯咯咯咯的笑声远远传来。 一身青涩长裙的有胡许许带着几个老妇人,老丫头,驾着一架马车飞驰而来。 马车绕着楚天等人转了几圈,有胡许许停下马车,站在车上向楚天行了一礼,楚天,大天尊,你们现在可知道,违逆天意的下场了吗? 有胡许许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天意哦,天意难为哦。 楚天缓缓站起身来,他看着笑颜如花的有胡许许,一个字一个字的问他,可怜天下苍生。 有胡许许微微愣了愣,然后笑着摇了摇头,苍生!苍生干我何事?只要完美解决了你们这些逆天之人,此次行动就算圆满了。 瞇着眼笑着,有胡许许轻快的说道,在天返回之前,将这三天之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省得天见了你们又生怒火,这就是我们提前返回的意义所在。 轻轻一笑,有胡许许淡然道,这就好像,主人家离家远游多年,回家之前,总要派家仆,丫鬟。 将积了尘埃的宅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吗,这就是同一个道理。 楚天和洛尔等人气急而笑。 这无数被击杀的生灵,这云云众生,再有胡许许他们看来,不过是宅院中的尘埃。 这可是,多少生灵? 楚天怒喝了一声。 稀罕了。 无数年来,天以及天位上无数大人,屠戮了多少个世界。 那些生灵,稀,所谓的苍生,还不知道杀了多少,有胡许许一副习以为常的模样轻松道,苍生又如何? 屠了,也就屠了,只要天怡开心,那就比什么都好。 一声低沉的咆哮传来,脾气暴躁的虎大力第一个冲向了有胡许许,挥动大阪府向他一抚披下。 第七百七十五章 天意如刀 虎大力和有胡许许的战斗持续了一刻钟。 有胡许许不敢和虎大力交手,是他带来的四个老妇人联手挡住了虎大力。 在楚天偷袭了其中一个老妇人,一箭差点划破她的脑袋后,有胡许许就明智地选择了离开。 只是他离开时,带着浓厚的狐疑之色,深深地看了一眼紫天尊、楚邪、虎大力等人。 不到一万岁,没有受到那奇异契机的半点而伤害,却能有判道尽的修为。 不愧是敢于逆天之人,你们果然有几招。 有胡许许青笑着,驾驭着马车扬长而去,但是在天意面前,你们又能如何? 天意如刀,你们只是刀下的猪狗罢了。 老公羊哆嗦着站在楚天身边,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很艰难。 能清楚地感应到老公羊体内的生命火焰在不断地萎缩,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秘术,每次他的生命能量降低到一个程度时,他猛地吸一口气,生命火焰就迅速高涨。 他就这么维持着如今尴尬的境地,无法挣脱,无法消除。 紫天尊看着远去的有胡许许,又从洛尔那里得知了紫罚几乎满门被灭,只有一些小自卑的族人侥幸狗存食,他也呆住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那什么狗屁的天,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饶是紫天尊顽固,他一时间也受不了这个刺激,同样两行血泪潺潺,他跪在虚空中,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 楚天沉默不语。 过了许久,许久,他才拍了拍子天尊的肩膀,因为,他是天,高高在上,俯瞰众生,而我们只是蝼蚁一般的苍生,他制定的规矩,我们必须服从。 摇摇头,楚天难难道,其实,他的规矩,或许是,修饰不能活过万年,凡人不许受过百岁,这规矩,或许对这一方天地是好事,但是对我们身处其中的人而言,谁错谁对,谁说得轻呢? 楚天苦笑摇头,心中一片空洞迷蒙。 他悄悄拉起洛儿的小手,低声地自言自语,或许,我当年的人生理想,就能实现了,有很多很多钱,花不光的钱,找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建一座很大很大的房子,有一个心爱的女子。 有点无力的闭上眼,楚天苦笑道,或许,我的人生理想就能实现了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大罗天的所有修饰几乎全灭,所有凡人和普通生灵几乎都在那些风魔的屠杀下全灭。 圣灵天的修饰死伤惨重,九成以上的修饰覆灭了。 至高天的情况,想来也差不多。 三天之中残留的,只是万岁以下的青年被修饰,而万岁以下的修饰,连化道境巅峰的都少。 属于骨干巅峰力量的和道境修饰,在一瞬间被那一抹奇异的契机彻底抹杀了。 就连判道境的老公羊这样的存在,都变成了这等风竹残年的景象。 而除了有胡许许,楚天他们甚至不知道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里,敌人要做什么,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继续战斗 和谁战斗 怎么战斗 怎样取胜 或者,做点什么 重组圣灵天,重组至高天,以如金楚天的实力,他手上有全胜的叛道境战力欺人。 楚天,楚邪,紫天尊,阿狗,阿雀,虎大力,老黑。 嗯,还有实力不详,但应该可以视作叛道境的属爷。 八尊叛道境的战力,在当今的三天之地,只要小心提防有胡许许的捣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股战力应该是无敌的。 楚天甚至能够一统三天,成为至高的大天尊。 但是意义何在? 死了这么多人,剩下一群小喽啰,七大门阀也好,十三氏族也好,他们对三天之地的统治机构几乎全军覆没,毕竟在灵霄宝殿和至高天亭中任职的,全都是万岁以上的修士啊。 全死了,他们都死了。 统合三天,有什么用? 不,虎爹。 楚天突然跳着脚尖叫起来,龙王,虎老,虎爹,他们,还有,爹,爷爷。 楚天额头上冷汗猛的低了下来,刚刚的那气机,那气机。 洛儿急忙抓住了楚天的手,用力的握住了他的手掌安慰道,不怕,不怕,就算龙王,他也没有过万岁,是我的爹娘他们。 洛儿的眼泪潺潺而下。 楚天心头一松,然后又骤然绷紧。 洛儿的父母子万玄和龚羊瑶,他们的年龄超过了万岁,所以他们也被抹杀了。 幸运的是,楚天的一群亲朋好友,他们的年龄都没有达到这个限制,所以他们还活着。 远处一点血光缓慢的冲了过来,轻衣有气无力的趴在天法宝轮上,大口大口的吐着血,有气无力的向楚天连连摇头,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这样? 我看到,我看到。 轻衣的话说不下去了。 他看到了太多的修饰瞬间灰飞烟灭,他自己更是因为那一道诡异的气机瞬间被中创。 莫名受到中创的轻衣正在和有狐徐徐带领的一批人纠缠,一时不察的他很是挨了几下狠的,更是被打得重伤逃顿。 如果不是天法宝轮威能强大,轻衣很可能直接陨落在有狐徐徐手中。 楚天神态复杂的看了轻衣一眼,轻轻的摇了摇头,轻衣,你清醒了。 你,还能控制自己吗? 体内,没别的玄虚了。 轻衣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点了点头。 楚天抬起头来,无力的看着天空,出发吧,找到我们的所有亲友,然后,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再图谋后续的事情。 楚天摇头苦笑道,我们估错了我们的敌人,我们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敌人,我们之前大张旗鼓的行动,完全将我们暴露在了敌人的视线中,他们完全可以按照我们的举措进行针对性的打击。 接下来,无论你们有什么想法,无论接下来要有什么动作,我希望,我们先静下来,安定下来,然后再做别的打算。 公羊老祖,将七家的精英子弟和所有的修炼资源集中起来,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抛头露面了。 至高天亭 至高天帝的宝座歪歪斜斜的倒在地上,至高天帝站在宝座顶部,神色呆滞的看着四周。 追随他无数年的大天帝们陷入了急速的天人武衰状态,他们背上羽翼的羽毛在快速脱落,好几个叛道竞极致的大天帝羽毛全部掉落,两只翅膀就好像脱毛野鸡一样,很是丑陋的挂在背上。 他们高大,魁梧的身躯勾搂了下去,俊朗的脸蛋上满是皱纹,光滑润泽的嘴唇上也裂开了无数的血口子。 喜欢鲜花,身上经常熏香的天帝们浑身散发出淡淡的臭气,就好像三年没洗澡的朱冠身上的味道,熏得至高天帝头痛不已。 这些叛道竞的大天帝们勉强活了下来,而那些和道竞的天人一族的高手,还有和道竞之下的那些天人一族的天兵天将,只要是岁数超过一万年的,全都魂飞湮灭了。 空中漂浮着一个个金色的光团,无数的信众灵魂悬浮在光团中,神色呆滞的看着至高天帝。 他们失去了膜拜的对象,且没有新的天兵天将把他们纳入体内,所以这些信徒失去了膜拜,赞美的对象,他们就好似行尸走肉一样站在金色光团中。 至高天帝的身体微微的哆嗦着,他能闻到自己身上传出的酸臭味,更能感到身体一阵阵的虚弱。 他头顶有一座白色的光塔悬浮,强烈的神光倒卷而下,牢牢护住了他的身体。 这件防御力比起无相清廉也就弱了一丝的光塔,是致高天帝的本命之宝,威能绝大,是一切邪恶黑暗力量的克星。 但是对陷入天人物衰竟,而且状况在急速恶化的他来说,这座光塔完全无用。 他在虚弱,他的毛孔内有灰色的脏东西缓慢的渗出来,他对此刻的自己充满了厌恶,至高天帝是有洁癖的,但是现在的他却是如此的肮脏。 十三氏族蓝氏的老祖亮呛着从高空出现,一头栽倒在地上,狼狈的向他这边爬了几步,然后就气喘吁吁的倒在了地上动弹不得,你,这里也,我的族人,我们的族人。 至高天帝麻木的看着蓝氏老祖,他缓缓点头,一万岁以下的除外,盼道静的除外,其他的,全死了。 蓝氏老祖咧嘴惨笑,真是,一如老公杨所言,是他们回来了,嘿,嘿,嘿,太初无量天曾经的事情。 又要重演吗?我们逃过了太古无量天崩溃的大劫,我们坐享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想不到。 蓝氏老祖保养的白皙如玉的皮肤快速的变黑,快速的生出了皱纹,生命火焰在快速的暗淡,但是他和老公杨一样使用了秘法,一次次的强行催生生命火焰,强行将自己的生命状态固定在某个水平线上。 只是,他很吃力,能感受到他的衰败和虚弱。 一个若有若无的声音在至高天帝耳朵边响起。 至高天帝呆了呆,他猛的抬起头来向天空望了过去。 在他的头顶,一扇小小的幽蓝色光门悄然出现,光门内一抹斜意的,刚刚席卷了三天之地的契机透了过来。 蓝氏老祖呆滞的看着那扇光门,他的眸子骤然一亮,他急促的低声说道,如果是,是他们,那么,就算是做牛做马,只要我们能够保存自己的地位,什么都可以商量啊。 蓝氏老祖的话没有说完,至高天帝已经一步迈进了光门。 下一瞬间,至高天帝出现在混乱天狱的核心部位,来到了那一道丈许长,手臂粗细的幽蓝色光芒前。 一股不是很强大,但是异常森严,严肃的威压向至高天帝碾压了过来,他身上的天人武衰状态骤然加重了数倍,他满头金发急速变成了灰白色,俊俏的脸蛋上也出现了大量的皱纹。 至高天帝呆了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单膝向那一道幽蓝色光芒跪了下去。 天威如玉,俯首,可活。 一个若有若无的意志出现在虚空中,缓慢的向至高天帝述说着,你的族群信息,我感应到了,你,非常适合做我的奴仆,你比我如今的那些奴仆,更加的合适做我的奴仆。 除了战斗,你一无所长,你的族群繁衍,必须依靠外物才能进行,多好的忠仆选择呀,所以,你的眼前,有一条活路。 那一智慢悠悠的向至高天帝说道,一条通往天位,享受永恒,永远不朽的道路。 至高天帝沉默了一会儿,他俯下了头,沉声道,我的第一指令,是保证灵族的利益,维护他们的繁衍生息。 那一智笑了,那么,灵族就作为你天人一族的附庸,活下来吧。 他们为你的族人制造神潮,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生存规模必须受到限制,十三氏族每个氏族的总人口不能超过百万。 至高天帝想要说点什么,那一智已经笑道,嗯,现在他们每个氏族的族人数量,太多了,你肯定下不了手,那么,我帮你一下,毕竟,你会是我未来最重用的奴仆啊。 无声无息的,三天之中,十三氏族的族人,那些分明没有超过一万岁的族人大量的暴体死亡。 最终,除了十三氏族的叛道境老祖,每个氏族只有近百万的直系族人侥幸存活。 现在,去吧,好好的将这一方世界清洗一下,向所有存活的生灵颁布天规戒律,维护好这一方天帝的秩序,等待我的归来。 至高天帝这个名字,我不喜欢,改帝为女,以后你就是至高天女,你,是天之女儿,是我的女儿,这比较符合你的身份,我愿意赐予你这个荣耀。 等待我的归来,等待我征服万界之后的荣耀归来。 我将让儿等知道,世间至高的荣耀,至高的成就是何等模样。 另外,全力猎捕这些人。 太出原始残骗,无相清联本体,天法宝伦记住。 这个意志慢悠悠的向至高天女交代了数十个名字,最后她淡然道,还有,这一方世界,所有气韵超乎寻常的生灵,把他们全部生禽活捉,等待我的归来。 第776章 天微如玉 一面直径千里,只有一寸薄的青铜圆镜悬浮在虚空中,淡淡清光在镜面闪烁,倒映出了不远处几个世界群的光影。 从镜面中看去,几个世界群中的一切能量波动都尽在记录中。 偶尔镜面光影闪烁,就会有一个或者几个世界的影像即刻出现,甚至会具体到某个世界的某一座山峰。 任凭山峰内有修饰不下的隔绝阵法和禁制,山峰内的一切依旧一览无遗。 所有的阵法禁制都犹如清水,根本隔绝不了青色圆镜的监察。 这样的青铜圆镜大大小小的有无数个,每一个世界上空,都悬浮着数十枚直径百丈的圆镜。 每一个世界群的上空,都悬浮着一个数十个直径数里到百里的圆镜。 而若刚各大小世界群的附近,则是有这样的直径千里的青铜圆镜负责监察,这些千里圆镜的数量庞大,足以时刻监督这些世界群中一切异常的法力波动和不正常的天地零水的流动。 对应这些青铜圆镜的,是每一个世界的上空,每一个世界群的上空,若刚各世界群组成的庞大世界圈的外部虚空中,都有着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光塔静静悬浮。 这些光塔色则呈现出紫色,红色,青色。 紫色光塔通体雷光缠绕,红色光塔燃烧着熊熊火焰,青色光塔则是被大量狂风包围。 一旦它们负责监视的世界中有某些生物的行径被认定为触犯了天规戒律,立刻会有狂雷,烈焰和阴风从天而降,将那生物瞬间抹杀。 每一座光塔的附近,总有一座光芒万丈的白色光门若隐若现。 在这些白色光门附近,总有一座浮空军营,里面铸扎着数量不等的天人一族的战士。 这些光门是运用了极其高深的技巧,能够快速通过巨量军队的超远距离传送门。 所有的传送门无论大小,都直接通往至高天女掌控的天人一族核心驻地。 当悬浮在大小世界上空的这些光塔无法击杀某些触犯天规的生物时,这些光门中就会有无数的天人一族战士涌出,迅速的将那犯规的生物斩杀。 距离那一道协议的意志降临天河大世界只不过短短三年时间,一套严密的,苛刻的监察体系就遍布整个天河大世界。 与此对应的,是一整套的天规戒律已经传遍了所有大小世界。 逆天者,必死无疑,顺天者,则能得到奖赏。 至高天女作为天翼的最高代言人,她拿出来的奖赏很有诱惑力,受命。 那些性命逼近万年大观的修士,他们随时可能被天规抹杀,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做出对天有价值的贡献,比如说提供某些被天通缉的人和物的情报,他们就能得到寿命的奖赏。 比如说一百年,比如说一千年,甚至是一万年。 整个三天之中的所有岁数超过万年的生灵,除了那些叛道境的大能,其他的都被抹杀了。 剩下来的这些普通修士,他们对于受命的渴望超乎想象,在至高天女的悬赏下,无数修士心甘情愿成了至高天女的爪牙。 一个不起眼的小世界,一个普普通通的,子民数量不过数千万的世俗国度的都城中,楚天买了一座大宅子,在这里做起了老本行。 镇三州汉匪依旧在国都外的官道上拦路打劫,用龙王的话来说,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给这个国家的商人减减肥,做点劫富济贫的好事。 楚野、楚风、楚邪三位则是做起了商骨之势。 在国都别的商人被镇三州汉匪折腾的大伤元气的时候,资金实力雄厚至极的楚氏崛起,很快就垄断了国都几乎一半的买卖行榜。 无论黑的、白的、明的、暗的、各种手段楚氏都不畏惧,在这个小国的几个王子都在楚氏身上碰得头破血流后,楚氏就算是扎稳了根基,正儿八经的在这里立下了脚。 端着一碗大叶子茶,站在宅子的大门口,看着路上往来的行人车辆,楚天突然叹了一口气,坐在了高高的门槛上,沉沉的问道,奇怪野灾,他抓捕你做什么? 你只是,一朵花。 吴湘青莲藏在楚天再次壮大了数倍的神窍天境中,很是郁闷的自言自语,我也没招惹谁,这是,要做什么呢?我从未招惹是非啊。 就算当年打尽至高天亭,也是他们对我围殴了三年,我任凭他们打了三年,我没伤他们一个人,至于这么记仇吗? 高空中,一面小小的青铜圆镜慢悠悠的飘过,青色光芒向着地面不断闪烁,监视着地面上发生的一切。 楚天收敛全身气息,就像个普通的老百姓一样坐在门口,懒洋洋的喝着茶。 三年前,楚天下令七大门阀所有幸存族人全体转移到了七巧天宫和青莲行宫中,楚天一行人刚刚撤离,就有铺天盖地的天人一族战士和鸣角一族的狗腿子扑了上来,疯狂的横扫了七大门阀的驻地。 接下来就是无穷尽的追捕,虽然楚天等人藏得很是妥当,但是他们都能感觉到,四周的风声越来越近,受到的监控越来越严苛。 楚天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或许他们再也藏不了多久了。 只不过,这高天女会用什么手段来搜寻他们呢? 要说暴力战斗,他是一把好手,要说这种耍心眼的手段,可真不是他擅长的。 一道狂风呼啸卷来,几个声的绑大妖元,一看就不是好人的低阶修士踏着风沙,离地十几丈的招摇过势,顺着楚天宅子门前的大道静直飞了过来。 地面上,无数百姓呼爹换娘的狼狈逃窜,大街上一片大乱,好些小贩的货物,不几,箩筐都被吹得飞起,顺着大街胡乱的翻滚着。 不知道哪家调料铺子的辣椒粉被吹散了,辛辣的粉末顺着大街乱飞,顿时大街上一片狼狈的咳嗽声,更有人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 咚咚咚,几个大汉重重的落在楚天宅子的门前,他们抬起头来,傲然看了看大门上挂着的匾额,胡宅。 之所以用胡字,是因为楚天不敢用自家的本性,就从任三周的三位魁首的姓氏中折中了一下,取了胡老的胡字。 他也很诧异,这几个修为低的可怜的小修士,他们为何要来这里? 姓胡的,我们怀疑你们勾结邪魔。 所以,满门上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一个肥胖的修士大踏步的到了楚天面前,伸手就去抓楚天的脖梗。 听到肥胖修士的第一句话时,楚天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这种近乎无赖的手段,只会打打杀杀的至高天女士施展不出来的,只能是有胡徐徐出手了。 诺,知道我们不可能抛弃一切,跑去深山老林中隐姓埋名,更知道以我们的手段实力,不管在哪个地方,都能很顺利的经营出一份舒适的家当。 楚天用力的抓了抓鼻头,苦笑道,这就是所谓的,追在囊中,锋芒自现吧。 几个嚣张跋扈的修士呆呆的看着楚天,他们听不懂楚天在说什么,但是他们已经隐隐察觉到,事情不对了。 我们,我们是,散修联盟的,我们奉命,奉命。 肥胖修士哆哆嗦嗦嗦的指着楚天说道,你们,胡家,得,给我们一点好处啊,我们,只是收,保护费来着。 有胡许许之道,我们不可能做出苦困平阳遭卷戏的事情,毕竟,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们这种废物垃圾找上门来惹事,肯定会把你们打死的。 楚天无奈摇头,怜悯的看着几个实力低微的一塌糊涂的小修士,但是只要我们一动手,自然就暴露了。 高空中,刚刚飘过去的青铜圆镜已经飘了回来,而且降落到了离地不到百里的空中,地面上普通凡人的肉眼都能看到这面直径十里的青铜镜上闪烁着的淡淡清光。 最终,这青铜圆镜锁定了楚天的身体,方圆十里的一颗头颅影像出现在青铜圆镜中。 一个清冷的笑声从圆镜中传来,改头换面了,收脸气息了,还身居减出了,但是,有用吗? 姑娘我随便一个法子,就能把你们从浩子洞里面抓出来,圣灵天大天尊楚天大人,您说呢? 有胡许许的笑声中带着浓烈的绩效之意,胡适。 连自己的本性都不敢用了吗? 楚天站起身来,面部肌肉一阵蠕动,身体内骨节咔咔直响,很快他就恢复了原本的身高体貌,面貌也恢复如初。 他抬起头来,看着天空的青铜宝镜,冷声道,有胡许许,我只是不想你们逗,不是说。 我怕了你们。 有胡许许轻声笑道,既然你不怕我们,那就等着我们的大军来围攻咯。 息,传我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升勤楚天一行逆天之人。 悬浮在这个小世界上空的那上光门突然爆发出夺目的强光,从中飞出了数十个硕大的光团,这些光团在虚空中张开,顿时数十座巨大的光门燃燃开启,从这些光门中,再次分别飞出了数十个,上百个硕大光团。 如此不断往复,短短几个呼吸间,这个小世界上空就有数万个大小光门同时开启。 伴随着低沉的嘶吼声,一个个硕大的明角母巢从几个最大的光门中挤了出来,浓烈的黑气翻滚着,无数明角异族的战士犹如炮弹一样从密密麻麻的母巢巢穴中喷出,迅速突破小世界的大气层降临地面。 这些明角异族的来历,楚天成为圣灵天的大天尊后,也从圣灵天的藏书中找到了记载。 他们是天人异族的初代产品,或者说,他们是天人异族的不完全产物,是灵族制造的低阶炮灰。 至高天女带着天人异族投奔了那一缕异智,作为天人异族忠心耿耿的鹰犬异族,明角异族自然也成了那个异智的走狗。 很快天空中密密麻麻的就是无数的黑扁拉着长长的火光呼啸落下,一个个修为强悍的明角战士重重的落在地上,落地处地洞山摇,地面上被砸开了一个个巨大的陨坑。 楚天一家子所在的这个王国的都城呼啦啦一下彻底崩碎,所有的建筑,所有的生灵都在强烈的冲击波中被撕成粉碎。 楚野、楚风、楚邪三人带着大群血海傀儡猛的冲天而起,漫天血水和扭曲的鬼影闪烁,大片大片的明角异族的战士被击杀,数十个刚刚挤过来的明角母巢直接被万贵朝宗徒一口吞下。 数千个传送光门被楚风一箭斩碎,但是还不等他继续出手,几个老妇人带着十几个老丫头已经从一座光门中窜了出来,迅速缠住了楚野、楚风、楚邪三人。 几个找上门来找楚天麻烦的小修士直接跪倒在地,他们用力的磕头,将额头磕得粉碎。 就在他们身边,整个王都瞬间崩溃,无数砖瓦沙尘打在他们身上,他们吓得浑身汗如雨下,脑子里一片空白,除了不断磕头,他们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你看,你们所谓的,收取一点保护费,却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楚天摇摇头看着几个小修士,不过,也不能怪你们。 毕竟,掌控你们的。 掌控他们的,是天意啊。 有胡栩栩的声音响彻云霄,天意难测,天微如玉,楚天,交出无相宝莲,你还能有一段逍遥快活的日子。 哦,不,无相宝莲还不够,天还要子天喜和子天尊,谁让他们拥有极大的气韵之力呢? 楚天低下头沉吟了一阵,然后他喃喃道,天微如玉,但是,我想试试,这件事情,其实三年前我就想要做了,但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可是今天,我想试试。 不能总是你们一次次的尽情的摧毁和破坏,而我们这些好人,就要受你们无穷尽的追杀和威胁。 楚天淡然道,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就想要试试。 有胡须须呆了呆,他的语调变高了许多,你想要是什么? 看着四周已经彻底崩溃的王都废墟,楚天深吸一口气,一指头点了出去。 金红二色神光笼罩天地,一念尊的一念造化神通全力发动,四周混沌的风沙之中,一条条扭曲的人影出现了,然后逐渐变得清晰,一座座建筑的轮廓出现了,然后逐渐变得充实,机名犬飞声传了出来,刚刚被一道冲击波震碎,刚刚路过楚天家门口。 一条黑狗凭空冒了出来。 金红二色神光扩散开来,光芒所到之处,被冥角一族战士们摧毁的王都在一瞬间重新出现了。 就好像,他从未被摧毁过一样。 天微如玉。 嘻,那我算什么? 越狱之人。 楚天抬起头来,向着那十里直径的青铜圆镜露出了一个硕大的,灿烂的笑脸。 第七百七十七张汉苍天 密密麻麻无数的冥角战士包围了整个小世界。 他们就好像一群贪婪的蚂蚁裹住了一块糖块,无数冥角战士黑压压的蠕动着,看上去惊悚又恶心。 哪怕楚野、楚风、楚鞋三人放手大杀,在几个老妇人和老丫头的牵制下,冥角战士的数量依旧是越来越多,完全是杀不胜杀。 楚天抬头看着天空的青铜宝镜,然后他举起右手,猛的一握拳头。 三年来,楚天主动的控制大梦逍遥琉璃斩,将梦种急速的传播了出去,尤其是寻着血脉的牵引,他将梦种布满了整个冥角一族的所有族人。 只是一握拳,漫天蠕动的鸣角战士身体骤然一僵。 他们的神魂犹如浇上火油的干柴,被梦种瞬间引燃,燃起了滔天火焰。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无数鸣角战士的欺笑中喷出了一缕缕黑烟,这是他们神魂燃烧后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 鸣角一族的先天资质有限,他们族中只有一批和道径的老祖坐镇,并无盼道径高手。 所以楚天这一击,直接灭杀了三天之地中所有的鸣角族人。 所有鸣角族人的神魂燃烧后,只留下最精纯的一部分毫无杂质的神魂本源,顺着一根根极细的光线朝着楚天蜂拥而来。 大梦逍遥琉璃展闪烁着夺目的神光,楚天身边的虚空剧烈的扭曲,塌陷,时间,空间还有无数的法则傲义都在向楚天的身体内塌陷。 一团团神魂本源融入大梦逍遥琉璃展,经过灯展上灯火的提炼后,急速补充进楚天的神魂。 楚天的神魂在急速的提升,法力修为在不断的增长,他浑身每个毛孔内都有一缕朦胧混沌的雾气升腾而起,在他身后化为一个若隐若现,介于虚实之间的灰色圆轮。 灰色圆轮的边缘模模糊糊的,好似有无数细小的触手向四面八方延伸了过去。 似乎要和整个天的融为一体,却又精卫分明的,和天地宇宙保持了清晰的界限。 有胡徐徐,你猜我要做什么? 楚天故意用一种挑衅的语气向有胡徐徐问道。 有胡徐徐没吭声,他彻底被楚天的手段给惊呆了。 明角一族虽然没有叛道境坐镇,但是他们的数量极其庞大,尤其是大罗天的所有生灵都被屠杀干净后,明角一族就占据了原本大罗天的地盘,疯狂的吞噬大罗天中的世界残骸,繁衍孕育了无数的明角战士。 如此多的明角战士,就算是让一个叛道境的大能放手去杀,哪怕他们整整齐齐排着队让你来杀,一个法术就算能抹杀数亿,数十亿的明角战士,没有三五年的时间,这个叛道境的大能也不可能屠戮了整个明角一族。 楚天只是握了一下拳头。 还有,你们。 楚天看了看正缠着楚也,楚风,楚邪三人的几个老妇人和老丫头,他手指一弹,那几个老妇人的身体骤然一抖,蹊跷中猛的喷出大量血水,他们惨嚎一声,纷纷化为流光逃回了光门。 楚天的梦中也悄然侵入了这几个老妇人的魂田,只是他们毕竟是叛道境的大能,楚天出手只是重创了他们的神魂,没能直接抹杀掉他们。 而几个老丫头则是身体一抽,所有的动作都停滞了下来,再也没有了半点儿动静。 不多时,他们的蹊跷中就有黑烟冉冉喷出。 楚天 青铜圆境中传来了有胡徐徐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楚天笑着摇了摇头,他右手一指,就看到一缕白光冉冉生出,在白光中,一条体长千丈的白龙悄然浮现。 起初只是一条龙形影子,但是不多时白光中就有大量的血肉筋骨生出,很快这条白龙就凝成了实质。 敖雪长老,不好意思,用你做个实验。 白龙在白光中一声盘旋挣扎,然后猛的就地一滚,就变成了一个生的白皙俊俏的青年男子。 这男子正是龙族的一位核心长老敖雪,本体是一条白龙,出入和道境的修为,在之前那一缕一时散发出的奇异气息扫过三天之地时直接被抹杀。 敖雪呆呆地举起双手,看着自己迎白如雪的手掌,他突然仰天长笑一声,然后一拳向天空打了过去。 一声巨响,悬浮在小世界上空无数的鸣角一族的尸体被一拳震的粉碎,漫天血水泼洒了下来,整个小世界顿时都被血水镀上了一层浓厚的血色。 火,活了。 敖雪声嘶力竭的仰天长笑,老夫记得,老夫是死了,没错,老夫死了。 但是老夫似乎去了某个奇怪的地方,然后,老夫活了。 猛地转过身来,敖雪向楚天看了过来,不仅如此,老夫的修为尚在,但是老夫的神魂气息和肉身气息,这是,幼龙才有的气息。 楚天笑看着敖雪,那,如今您的肉身和神魂气息,大概和十八岁的幼龙相似,但是您的力量,的确是万亿年的古龙。 嘿嘿,有胡许许。 楚天挑了挑眉头,向空中的青铜宝镜比出了一根宗旨,万年以上的修饰,无论龙凤,麒麟,或者其他族群的修饰,乃至人族,灵族,天人一族,岁数超过一万年的,全部抹杀,敖雪在这里,你们抹杀他呀。 有胡许许半赏没吭声。 楚天若有所思的笑了,这种力量,你们不能经常动用吧? 天意。 嘿嘿,敖雪长老在此,你们还有什么招数? 过了许久。 许久,有胡许许还是没吭声。 楚天刚刚一指点出,将已经被彻底摧毁的王兜和兜城内的所有生灵全部恢复,这等神通已经堪称恐怖。 而楚天更是将三年前就被天意抹杀的敖雪长老给弄了出来,这算什么? 起死回生。 逆天而行。 楚天笑了笑,他又是一指头点出,一团火焰冲天而起,一头狂舞的凤凰在火光中冉冉浮现。 他再次点出一指,就是一头麒麟活蹦乱跳的在一团锐气中冉冉走了出来。 楚天笑得很灿烂的,带着一丝诡异之色一指头点出,同样已经被抹杀的龚羊摇,就带着一脸匪夷所思的表情从一团迷离的混沌之气中走了出来。 有胡许许,你们说我们是逆天之人,我这么逆天而行,你能摇我了去? 楚天笑得很灿烂。 若儿已经尖叫哭喊着从院子里冲了出来,一头撞进了龚羊摇的怀里。 一龙,一凤,一麒麟,还有龚羊摇。 四个应该已经死掉的生灵活生生的出现在楚天身边,带着难以描述的狂喜和震惊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 年轻,新鲜,充满了澎湃的生机活力,不是力量过于强大而带来的那种横骨不变犹如冰封的强大生机,而是鲜嫩的,刚刚出生的,犹如昭阳一样鲜活的生命力。 更让他们惊悚的是,他们的修为一律提升到了叛道境。 无论敖雪还是龚羊摇,又或者那一凤凰,一麒麟,他们的修为都只是和道境而已。 但是现在,他们拥有了百倍,千倍的力量,更是让他们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力量,强大到让他们自己感到惊惧的力量。 叛道境,他们赫然突破到了叛道境,而且绝非出入叛道境,而是叛道境十重天以上的力量。 我们,龚羊摇呆呆的看着楚天。 神魂烙印是你们自己的,所以,你们的神魂就是你们的神魂。 楚天轻松笑道,你们的身体信息,也是你们的,所以,从血脉从生命烙印来说,这就是你们原本的身体。 但是你们的修为太弱,我用老公羊他们的修为做模板,调整了你们的修为境界。 甩了甩双手,楚天笑道,我自己的修为不够,所以,最多也就只能做到这样,让你们拥有叛道境十重天的修为。 抬起头来,楚天看着天空那数万座闪烁的光门笑道,等我的修为到了老公羊那个水平,应该就能,直接让你们拥有叛道境巅峰的实力。 只不过那样的话,需要再杀你们一次,将你们的身体再摧毁一次后重铸一次才行。 高空中,青铜圆镜内传来了有胡许许不可置信的惊呼声,这不可能,你怎么能让死去的人,他们的神魂烙印应该被清洗空白后投入轮回,他们绝对不可能重生。 轮回? 这么说,我抢了轮回的生意。 楚天镇定自若的看着青铜圆镜,嗯,就当我抢了吧,你能怎样? 你能把我怎样呢? 对了,我不仅仅能复活他们,更是能。 楚天笑着,他头顶一条极长的空间裂痕拉开,一个浑身散发出熏人玉土的恶臭,已经苍老得不成样子的老人从裂痕中翻滚了出来。 曾经的老公羊,七大门阀公羊式的始祖老公羊陷入了极度的天人武衰境界,他已经变得好似垃圾堆里捡出来的流浪猫一样,浑身脏得不成样子,生命火焰更是随时可能熄灭。 我不知道天人武衰的原理,但是我想试试。 楚天看着天空的青铜宝镜沉声道,既然我能让他们复活,那么,为什么还没死掉的人不行呢? 公羊老祖,我需要你全身心的信任我,配合我,将你的神魂烙印剥离,将你的所有力量交给我。 楚天一手按在了老公羊的头顶上,老公羊惨笑一声,当即按照楚天的要求将自己的神魂烙印剥离了出来。 他刚刚从青莲行宫中滚出来,就一眼看到了公羊瑶。 已经被抹杀的公羊瑶居然完好无恙的站在这里,老公羊心里突然生出了无穷的希望。 这些天,他已经被天人武衰折磨得不成样子,但是现在,他心中生出了强烈的希望和兴奋。 神魂烙印剥离,楚天一掌将老公羊的身体轰成了粉碎,急速从中提取出了属于老公羊的那一丝精血气息。 身边有金红二色神光一闪,老公羊庞大的神魂直接被大梦逍遥琉璃斩一口吞下,金红二色神光剧烈闪烁着,庞大的神魂之力被转化成了最纯粹的神魂本源。 老公羊,能否成功,看你的了。 楚天手一抖,一念造化神通全力发动。 以老公羊的一丝精血气息为引子。 以老公羊原本的神魂力量为材料,用老公羊自身的神魂烙印自行控制重生。 老公羊的修为太强,如今的楚天不可能完整无缺的将他的身体一念造化出来,只能依靠老公羊自身的配合才行。 一团血雾剧烈的翻滚着。 在有胡许许气急败坏的怒吼声中,老公羊的肉身重新凝聚完成。 一股庞大的气息冲天而起,回复了青春鼎盛模样的老公羊肆无忌惮的向四周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的笑声震得四周世界群都在剧烈的颤抖,老公羊猛的举起双手向天空的青铜宝镜挑衅着。 来呀,站吧。 哈哈,这是何等神通秘术,如此不凡。 哈,是一念尊的传承。 果然绝妙。 哈哈,虽然传说中的一念尊一念造化神通也没有这般神奇,但是,无所谓了。 损失了三成左右的法力修为,但是境界丝毫无损。 到了盼道境巅峰极致,法力算什么? 境界才是力量的根本,给老祖我半年时间,这法力就能完全补充回来。 来呀,站。 老公羊意气风发的大声嘶吼着,老祖已经恢复了最鼎盛的青春时期,什么万年寿命大限,什么天人武衰重劫,来,站。 大天尊有如此妙法,大不了老祖我战一场换一次身体,你们能奈我何? 你要死,就让你去死。 有胡须须的嗓音中充满了莫名的战力和惊恐,随着他的尖叫声,无数天人一族的战士拍打着光华夺目的羽翼从光门中冲了出来。 赤高天女冲杀在最前方,手持一柄光芒意义犹如太阳的长剑狠狠向楚天等人冲杀了过来。 你们,能代表这一方天地吗? 老公羊大声地笑道,不,你们代表不了。 因为,有我们这群逆天之人呢。 楚天微笑着,他身边一团团雾气涌动,一个又一个七大门阀陷入天人武衰绝境的老祖不断从中走出,然后大笑着冲上了天空。 更多的因为寿命超过万年而被抹杀的强大修士不断重生,他们同样大声笑着,带着屁腻天地的豪气冲上了天空,和天人一族的战士厮杀成了一团。 七巧天宫的出口开启,无数龙魔战士和金属傀儡冲上了天空。 无数的混沌火弩在天空中爆发,将天人一族的战士炸得漫天羽毛乱飞。 如果你们能代表这一方天地,那么,我们与苍天为敌又如何? 楚天看着天空中那青铜宝静冷声道:"你们,现在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再抹杀一次。你们还有这个力量吗?" 第778章 天体 旷日十九,没有意义的敖战开始了。 天人一族的各色羽翼遮挡了虚空,龙魔战士庞大的肉翅化为了乌云,强大的神通秘法和强悍的肉体力量在虚空中猛烈的对撞,每天都有无法计数的天人和龙魔陨落。 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天人战士和龙魔战士分别从神朝,母朝中走出,源源不断的加入战场。 更有无数造型古怪的战争傀儡从七巧天宫的流水线上不断涌出,汉勇无畏的加入了战斗。 战争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成了纯粹的资源消耗战,指高天女也好,楚天也好,大家都没把死伤数字当回事,这场战争,已经完全成了态度之争。 指高天女要表现出她为某个意志忠诚服务的态度。 楚天要表现出对这所谓的天地意志不屑一顾的态度。 双方的态度阵营是如此的对立,战争就只能继续下去,谁也不会主动提出停战不打。 天人一族和十三世族的叛道境高手们,则是和七大门阀的叛道境大能打成了一团。 这同样是一场旷日十九的战争,大家的修为差不多,整体实力差不多,叛道境大能极难受到真正意义上的重创,一次交手或许持续数年,数十年都分不出高下。 同样是一个态度问题,一个面子的问题,双方的叛道境高手打成了一团,一声不吭,一言不发,没有人撤退,只是犹如一群哑巴一样拼命的打成了一团。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随着楚天不断将一个又一个叛道境的大能投入战场,比如说心甘情愿自毁了肉身和神魂,以神魂烙印一面造化重生的龙王、虎老、虎爹等人,比如说鹿王、乌无敌等人,比如说已经被楚天彻底收服的花娘娘、魂天牛祖、血灵尊者等人。 在高端战力上,楚天异方逐渐压过了至高天女异方。 在大战爆发十年后,至高天女的天人一族损失惨重,渐渐的战场就从弥散整个三天之地,逐渐压缩到了原本的至高天的地盘上。 至高天女的族人挡不住了,因为损失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了。 楚天的龙魔战士一旦从母朝中走出,就能拥有全胜的战力。 而至高天女的族人,他们还要吸纳足够数量的灵魂,在体内凝成神国金光后,才能拥有全胜的战力。 但是所有被击杀的天人一族的战士,他们体内的神国金光都被楚天的手下夺走,灵魂资源越来越少,天人一族的战争潜力也是越来越小。 一头体长万丈的银狼口吐一道道空间裂痕,仰天狂笑着从大群龙魔战士中冲出,一爪子将一名手持拐杖的老妇人打飞数十里远,随后嘴里的空间裂痕漫天乱飞,轻松将数万名天人一族战士斩杀当场。 大片金色光团冉冉飞起,还不等这些光团飞辉天人一族阵营中,一条通体漆黑的大蛇在虚空中蜿蜒而来,张口喷出大量毒物将金色光团腐蚀的稀烂。 金色光团中无数灵魂当场崩解,灵魂之力回归天地,只有一点点萤火虫一般的神魂烙影被大梦逍遥琉璃斩破空吸走。 虎大力爷爷在此。 谁敢和你家爷爷干一场? 袒露胸膛,腰间缠着一条稀烂兽皮的虎大力拎着一柄大斧头,身躯膨胀到千丈高下,大声嘶吼着踏着虚空横冲直喘而来,他手中大斧胡乱的挥动着,所过之处大片天人战士被劈成碎片。 天人一族的这一道防线被虎大力等人一阵乱冲,顿时阵脚松动,任凭几个河道境的天地嘶声怒吼,依旧无法稳住防线,三两下就被冲得稀烂。 一座座浮空战宝被摧毁,无数天人被斩杀,大量非洲轰然爆炸,虚空中又是一片湿山血海。 无数生产傀儡驾驭着各色非洲飞了过来,他们极小心地收集起战场上的一切废弃物,从天人战士的尸体到破损的战宝,非洲,他们小心地将这些东西全部回收一空。 天人一族的尸体可以直接用来制造新的龙魔战士,非洲,战宝的碎片可以用来制造新的战争傀儡和其他战争兵器。 为了这场战争,楚天已经将资源利用到了极致。 混乱天狱和新地带,至高天女带着一身斑斑血迹在乱石流中快速穿梭着。 三天前,他和有狐许许中了洛儿社稷的埋伏,两人被楚天阵营大半的叛道竟高手围攻,有狐许许身边的两个老妇人被斩杀,四个老丫头也魂飞魄散,至高天女掩护着有狐许许且战且退,却被楚天亲自出手中创。 楚天手中的青椒剑威力变得匪夷所思的巨大,只是一剑就洞穿了至高天女的身体,差点将她撕成两半。 至高天女护着有狐许许好容易逃出生天,然后她不敢有丝毫的言误。 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混乱天狱。 那一丈多长的幽光已经膨胀到了十几丈长短,碗口粗细,从幽光中散开的极细的光流已经扩散出了数百里。 淡淡的蓝色光芒照耀着乱石流,让四周翻滚的乱石都蒙上了一层深邃的蓝光,看上去杀世邪义。 败了。 幽光中,那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意识扩散开来。 快了。 至高天女跪倒在这一道幽光前,面无表情的说道,快全盘崩溃了。 那么,你还有什么用处呢? 那幽光淡淡的说道,看来,我高估了你和你族人的潜力,你们只能作为低级的鹰犬存在,还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忠仆。 沉默了一会儿,那幽光继续问道,我要的东西呢? 太初原始的那一缕残片,无相清廉的本体,还有其他的那些东西。 至高天女低下头。 这个意识给她的任务中,最容易找到的就是无相清廉,她正跟在楚天身边呢。 至于其他的什么太初原始之类的,至高天女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摸到,你让她如何去抓捕? 看来,你的能力有限。 有狐一族的娃娃,也辜负了我的希望。 只不过,也看得出来,在我离开之后,这一方天地中,出现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 否则的话,以空青在有狐无忧身上附着的投影分身的能力,这一方天地应该没人能够反抗她。 这个意识轻叹了一口气,虽然不愿意,但是,也只能这样了,反抗如此激烈,他们全都该死。 幽光中,猛的有一条幽红色的手臂伸了出来,一把抓住了至高天女的肩膀。 至尊天女的身体微微抽动了一下,然后她身后光明大胜,将她的身体牢牢的固定在了虚空中。 幽红色的手臂纤细,其长,犹如半透明的水晶铸造而成,一缕缕阴暗的让人觉得心头沉重的红色雾气裹着这条手臂,从比例上来说,这条手臂大概就是正常人体的手臂拉长了两倍左右的模样。 手臂上一条条肌肉凸起,她猛的拉着至高天女的身体狠狠用力拉扯,至高天女悬浮在虚空中纹丝不动,这条手臂就一点一点的从幽光中钻了出来。 幽光四周有大量的符纹喷出,随后这些符纹就化为了强烈的光幕犹如瀑布一样向四周喷涌开来。 有不可思议的巨大力量从极其遥远的地方注入到这一道幽光中,碗口粗细的幽光在快速的扩张开来,逐渐一个小小的涌道在幽光中出现,幽红色的手臂死死拉扯着至高天女的身体,过了一会儿,就看到一个光溜溜的半透明幽红色头颅艰难的从持续宽的涌道中探了出来。 时间,空间,力量,一切都是守恒的。 这个幽红色的头颅内光芒闪烁,一个低沉的声音孤农道,一切都遵循一个定值,有多少生灵出生,就应该有多少生灵死去,有多少星辰孕育爆发,就应该有多少星辰黯然熄灭,一切都是定值,定值,不能被改变,不能被违反。 所以,距离越远,力量越强,破空传送消耗的能量就越强大。 幽红色的头颅后面,一节脖梗出现了,然后从脖梗的下方,另外一条旗长的手臂缓慢的钻了出来。 所以,为了将有狐无忧,有狐许许兄妹连同有狐一族的一批仆丛传回太初无量天,也就是你们所谓的天河大世界,我们耗尽了一个和天河大世界等同的大世界无数年来积攒的所有能量。 所以,之前将我的一缕意识送回来掌控这一方天地,抹杀那些过于破坏定值的生灵,这就耗费了十个世界的所有能量产出。 而这一次,因为你们的无能,必须由我亲自出手,呼,整整三百个大世界这么多年积攒的全部能量,这几乎是我们这次远征所有盈余的一程。 你们的无能,让我们付出这么庞大的代价。 幽红色的头颅,脖梗后面,大半个肩膀艰难的钻出了永道,但是,没办法,太初无量天,我等喜源之地,我等根本之地,这里的任何定值变化,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本体。 除非我们能够超脱一切,否则这种定值的变化,将不断的影响我们。 你们永远不会知道,你们在这里的肆无忌惮的行径,对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困扰,尤其是太古无量天的崩灭,更是差点导致了我们的远征彻底失败,导致了我们的彻底毁灭。 所以,你们必须受到严惩,所以,一切对定值有干扰的存在,都必须被摧毁。 定值,必须维持恒定,定值,必须维持稳固。 在我们能够脱离定值对我们的影响之前,定值绝对不能再发生任何的波动变化。 你能听懂吗? 我,就是天,我,就是天意。 而定值对我而言,就如同我对你们而言,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引发我的剧烈变化,这种不受控的变化,我不允许。 所以, 幽红色的头颅有足足水缸大小,借助致高天女的身体为发力点,她的大半截身躯都已经钻出了涌道。 她双手握住了致高天女的左右双肩,只是微微用力,就听咔嚓一声,致高天女的双肩被捏得粉碎。 致高天女清冷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变化,她同样冷漠无情的看着近在咫尺的幽红色面孔。 没有五官,这个幽红色的头颅上面孔是一片弧度优美的纯平面,她微微凑到致高天女的面前,低沉的说道,这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惩罚,因为你们的无能,让我耗费了这么巨大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本来是我准备用来跃迁使用的。 如果因为你们的缘故,导致我最后缺少足够的能量使得跃迁失败,我会将你,还有你的所有族人都化为最原始最本源的能量吞下去。 致高天女眸光闪烁看着这个幽红色的头颅,你要我们猎捕无相清廉她们,是同样的道理吗? 幽红色的身躯艰难的挣扎着,和她的手臂比例一样,她的头颅,身躯,腰身腿儿的比例也是寻常人的两倍。 她终于挣扎着脱离了幽光中的狭小通道,慢悠悠的载至高天女面前站直了身体。 纤细,其长的身躯左右晃了晃,她低声说道,这具身体,耗尽了三千个大世界出产的最珍稀的材料打造而成,但是,我还是第一次使用它。 拥有身体的感觉,也就这样吧。 这种感觉,不是很好,真的,不是很好。 不过,身体什么的,本来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既然让我唯一的一具身躯提前返回了,既然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那么,一切都必须遵循我的意志,一切变数,都必须回归定值。 那条幽蓝色的光芒骤然亮起,猛的融入了幽红色的身躯中。 幽红色的身躯古怪的笑了一声,她猛的握紧拳头,向着虚空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怒吼,我规定。 太初原始所画的这一方世界,力量的极致,只能是,何道静一重天? 滚滚声浪化为震耳欲聋的雷鸣声,瞬间在整个三天之地中响起。 正在全神灌注附生一尊龙族长老的楚天身体一晃,五脏六腑一阵剧痛,神魂更是受到剧烈震荡,浑身气机骤然一阵浮沉,随后一口血喷出了老远。 公养七老乃至所有的七大门阀的叛道静大能,还有楚天身边的这一群亲近的叛道静高手也是同时吐血,所有人的气息都骤然衰落了一大截。 虽然还没有跌破叛道静,但是每个人的实力都缩水了十倍不止。 而所有叛道静之下的修士,无论是哪个族群的修士,他们的修为都直接崩塌式的下滑,弹指尖就下滑到了河道静一重天的水准。 漫天雷鸣乍响,一团团雷云翻滚着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又一个声音响彻云霄。 我规定,所有修士,当三年一小节,九年一大节,雷节,火节,风节乃至其他诸般天节连绵轰击,不死不休。 整个三天之地,漫天雷霆呼啸着落了下来。 三年小节中的雷节,降临了。 雷节的目标是,所有修士,无论修为高低的所有修士。